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90章 软硬兼施 胡小天侧目向这货望去 哇靠 江山带有人才出 这皇宫果然是卧虎藏龙之地呀 老子刚刚说过 这货居然就能如同复读金一般复述起来 实乃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呀 那小太监却是刚刚被派到皇上身边的小太监影征 他拍马的话还没说完 崩 龙夜灵又是一个屁 将他的话给打断了 于是一帮宫女太监全都跪了下去 齐声道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皇上龙气商堂 四海平安 好嘛 这会儿功夫全他妈学会了 这帮工人在拍马屁方面都有天分 这帮太监宫女中途插入的直接结果 就是导致皇上把上次胡小天的事给忘了 胡小天本以为皇上醒来就要赏赐自己 可白闻了三个臭屁 结果什么也没有落到 正所谓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心情有些郁闷地离开了宣威公 来到宣威公外 迎面遇到了大内侍卫总统领 慕容展 胡小天内心顿时产生了一股 不祥的感觉 每次见到慕容展 总没有什么好事 这个人铁面无私 做事不讲情面 跟这种人很难相处 他这次该不会又来抓自己吧 胡小天笑眯眯拱手行李道 小天见过统领大人 慕容展微微寒手 胡公公好 皇上的病情怎样了 胡小天听他对自己如此客气 顿时放下心来 笑道 原来统领大人是来探望皇上的 我还以为你是来抓我回去的呢 慕容展道 胡公公不要误会 之前请胡公公去我那里 也是为了保护胡公公 而非刻意针对 如今事情已经水落石出 自然不会再找胡公公的麻烦 胡小天听他说事情已经水落石出 不由得吃了一惊 只是过去了一个晚上 难道就把明月宫的事情搞清楚了 此事关乎到自己的生死存亡 胡小天自然上心 他低声道 大人的意思是说 已经证明了小天的清白 慕容展点了点头道 刑部曲广木 已经畏罪自杀 留下一封遗书 承认故意栽赃陷害 污蔑胡公公的清白 胡小天愕然道 曲广木 此人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他 慕容展道 你不认识他 他却认识你 他在遗书中写明 昔日曾经和你父亲有些过节 所以想借着这次机会将你害死 此人擅长鉴定笔迹 就是他说文才人留下的那份遗书乃是伪造 而且直指罪魁祸首就是你 胡小天怒道 此人真是可恶 居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害我 慕容展道 他已经死了 而且也留下一封信 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胡小天道 如何死了 慕容展道 死得很惨啊 双目被人挖出 舌头被人割掉 悬挂在房梁之上 应该在死前遭受了一番折磨 不过那封信 绝对是他亲笔所写 胡小天道 在人威逼之下所写 那岂不是要怀疑到我 慕容展道 文才人的那封遗书又找人鉴定过 确信跟你无关 文太师也认同了这次的鉴定结果 胡小天这才松了口气 文成焕那老家伙 居然肯放过自己 看来这件事背后 很不寻常 太师府内 文成焕静静望着对面的鸡飞花 此人艳若桃里 心如蛇蝎 鸡飞花不紧不慢地 品着杯中的香名 一双星辰般的眼眸 顾盼生辉 黎波浅笑道 文太师觉得这茶如何 茶叶是他送来的 既然登门总不能空着手 文成焕道 品茶的真谛在于心境 而不是茶叶本身 鸡飞花上门 在他看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鸡飞花微笑道 文太师句句珠鸡 同样的一壶茶 有些人喝起来清新甘醇 而有些人却觉得苦涩无比 如同咽醋 不是茶的问题 而是心情的问题 文成焕忽然端起面前的茶盏 将其中的茶水全都破在地面上 鸡飞花不动声色 慢慢落下茶盏 兰花纸粘起中盖 轻轻放在茶中之上 轻声道 文家有女出掌长长 养在身归人味时 天生励志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带无颜色 文才人入宫之前 的确有人听说过 文太师有位养女 可是谁也没有见过 他真实的样子 文成焕文言心中一惊 他老谋深算 纵然内心波澜起伏 可面容却依然古井不波 冷冷道 鸡公公 话里有话呀 鸡飞花微笑道 飞花一向以为自己颇有胆色 可是跟太师比起来 却甘拜下风 纵然是咱家也不敢干出 偷梁换柱的事情来 鸡公公 什么意思 鸡飞花道 这世上多数都是糊涂人 可也有一部分明白人 还有一部分 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咱家看来 太师不是老糊涂了 就是在装糊涂 放肆 文成焕怒吼道 鸡飞花道 陛下宅心仁厚 宽以待人 可太上皇为人 就稍微多疑了一些 所以 谁有几个老婆 谁家有多少子女 谁家有几多宅院 几亩良田 他老人教的 查得清清楚楚 太上皇并没有将之 公诸余众 很多事情都是记录下来的 对了 这事过去都是天机局在做 文成焕 唇脚的肌肉 突然跳动了一下 现在的天机局 却是被鸡飞花 牢牢掌控在手里 鸡飞花道 杂家接管天机局的时候 刚好发现了一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 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真要是公布出来 恐怕 他的话没说完 然后又咯咯笑了起来 从袖中抽出了一张画轴 徐徐在文成焕的面前展开 画轴之上 画着一个美丽的少女 眉眼倒有七分和文雅相似 文成焕道 雅儿的画像 你是从何处得来 鸡飞花道 太上皇做事非常缜密 倘若是一幅画像 自然没什么说服力 可是 他又拿出一个小小的颈盒 放在桌面上 这里面有一束头发 还有他指纹的印记 一个人就算长大了 就算模样发生了改变 可是他头发的质地 和手指的纹路都不会改变 文才人在宫里 也待了一些日子 有些印记 多少还是会留下一些 文成焕道 鸡公公真是有心的 鸡飞花微笑道 跟文太师同朝为臣 不多个心眼 咱家多少颗人头 也不够砍 文成焕只是冷笑 鸡飞花道 文才人虽然死了 可梧桐还活着 他虽然知道的事情不多 但是只要耐心询问 还是有所收获的 文太师既然看到了那封遗书 就应该趁早收场 常言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必要多多逼人 不死不休 让曲广木违心作证 更是错上加错 身为刑部官员 知法犯法 文太师觉得 他是不是死有余辜 文成华呵呵笑道 鸡公公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这句话 鸡飞花道 太师位高权重 即便是我在皇上面前列出这些不疼不痒的证据 皇上也未必恳心 可太师有没有想过 飞花赤胆忠心一心为国 若是有人想通过明月宫的事情来诋毁我 皇上会不会相信 会不会降罪于我 文成华道 皇上对鸡公公的恩宠 放眼大康 无人能及 鸡飞花微笑道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飞花自小成长于宫中 宠幸这两个字 看得比谁都要清楚 飞花也明白活着的意义何在 若是有人想要害我 飞花或许会一笑置之 可若是有人敢打皇上的主意 休怪咱家不讲情面 文成华缓缓点了点头 面对鸡飞花的公然威胁 文成华居然无言以对 在这场交锋中 鸡飞花无疑已经战尽主动 文成华内心之中 斟酌片刻方道 希望鸡公公永远记得 刚才的这番话 忠君爱国乃是人之根本 若是有人胆敢对皇上不忠 文某就算凭上这条老命 也要跟他不死不休 鸡飞花呵呵笑道 听到文太师这句话 飞花真是替皇上感到高兴 看来你我的目的相同 只不过想走的道路不同罢了 他一语双关 暗藏疾风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文成华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鸡飞花缓缓站起身来 咱家还有要事在身 先行告辞了 数不远送 鸡飞花离去不久 又有人登门拜后 却是紫兰宫的宫女紫娟 文成华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 听闻紫娟是奉了安平公主 龙熙月的命令过来传讯 又不好不见 于是让人将紫娟请了进来 紫娟聪明伶俐 见到文成华 道了一个万福 娇柔婉转刀 紫兰宫子娟参见文太师 文成华微笑道 紫娟姑娘来找老夫 所谓何事啊 她跟紫娟素未谋面 至于安平公主龙熙月 也从未有过什么交情 真是猜不透 这一小妮子登门的目的 紫娟道 紫娟是奉了公主的命令 前来给文太师送样东西 文成华微微一争 哦 什么东西 紫娟轻声道 说起来这样东西 还是当初文才人 送给我家公主的 现在文才人遭遇不幸 公主看到这件东西 独物私人 总不免感到难过 于是让奴婢将这件东西 送回文府 物归原主 也了去了一桩心愿 她双手将一幅画呈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成华接过那幅画 当着紫娟的面展开 却竟画的是一幅蜜蜂彩花图 提拔之上 赫然写着自己儿子的名字 文成华内心不禁一惊 紫娟道 公主说了 这幅画画得虽然不错 可送花的人 似乎亦有所指 公主即将远嫁大拥 不想横生枝节 若是这幅画落在一些 别有用心人的手里 恐怕对她 对文家都不好 文成华表情尴尬 她当然能够懂得 紫娟在暗示什么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紫娟姑娘 回去帮我回复公主 就说老夫 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紫娟道 当初文才人送这幅画 过去的时候 刚巧明月宫的胡公公 也一起过去 公主说了 让文太师不必担心 她会提醒胡公公 只当没有看见这件事 文成华此时方才明白 安平公主 让宫女送来这幅画的 真正目的 她是要通过这种方式 保住胡小天的性命 更是像自己一种 婉转的摊牌 若是自己在 胡小天的事情上 不依不饶 或许她就会将 赠画的事情 公诸于众 文成华心中暗叹 胡小天啊 胡小天 你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 居然能够 牵动这么多人的注意 文成华微笑道 紫娟姑娘 回去帮我回禀公主 她的好意 老夫心领了 紫娟笑道 既然文太师 全都明白了 紫娟就先回去了 她向文成华 失礼之后离去 文成华展开那幅 花鸟图 越看 越是恼火 忽然重重在茶几上 拍了一张 怒吼道 来人 将伯远给我叫过来 文伯远 听说父亲召唤 赶紧匆匆来到他的身边 看到父亲一脸怒容 顿时感觉不妙 不过 他并没有想到 父亲发火和自己有关 恭敬道 爹 是不是鸡飞画那烟贼 惹得您如此生气 文成华怒吼道 全都是你干的好事 他将手中的那幅花鸟画 扔到文伯远的脚下 文伯远心中一惊 从地上捡起那幅画 展开一看 先是一睁 旋即眉头又舒展开来 爹 这幅花鸟画并非孩儿 亲笔所惠 乃是赝品 文成华文言 不由得有些糊涂了 赝品 文伯远点了点头道 孩儿自己画的画 自己当然认得 这幅画虽然画得七分相似 可运笔勾陷 在细节上 和孩儿仍然有些不同 我若是没看错 这应该是个女子所惠 文成华皱了皱眉头道 此画乃是安平公主 让他的宫女送过来的 你敢断定 这幅画是假的 文伯远道 绝对是假的 文成华道 那你究竟有没有让你姐姐送一幅花鸟画给安平公主 文伯远被问得面孔一热 抿了抿嘴唇 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文成华 叹了口气 指着他的鼻子道 你这小子呀 好生糊涂啊 安平公主已经许配给大庸七皇子薛传明 你送给他这样的一幅画 连傻子都看得出是在表白心计 文伯远 面红耳赤道 爹 孩儿不知他为何要送一副宴品过来 若是不喜欢 直接将原画送回就是 文成焕窑聊头道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要追究胡小天的责任 他那宫女过来的时候特地提起 胡小天也曾经亲眼目睹这件事 无非是在威胁老夫 想不到这位安平公主的手段如此高明 送来赢品 只是为了给我们提个醒 若是我们继续对胡小天不依不饶 他就会将原画送上去 文伯远听到这里 真是有些心灰意冷 他暗恋龙熙月已经许久 其间也曾经将父亲流露出 想取龙熙月为妻的想法 但是父亲因为政治上的考虑 予以坚定拒绝 后来听说安平公主和大庸七皇子定亲 文伯远心有不甘 所以才会通过姐姐文雅 转赠给龙熙月这幅画 借以表白自己的心迹 其实文伯远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姐姐的回复 文雅就因明月宫失火之势香消玉云 却没有想到在姐姐死去之后 这幅用来表白心迹的话 竟然成为龙熙月转而对付自己的证据 这让文伯远怎能不难过 更让他想不透的是 龙熙月竟然为了一个小太监 不惜和文家作对 这小太监的身上究竟有什么魔力 不知不觉中 文伯远将一腔仇恨全都转移到了胡小天的身上 暗暗道 胡小天 我不杀你事不为人 胡小天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自己得罪了文伯远 虽然皇上忘了赏赐自己的事情 可也没有降罪于他 这次的事情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 胡小天当然不会将所有的一切 归功于自己 福大命大的好运气 为皇上解除病痛这件事 的确给他增功不少 更重要的原因 却是鸡飞花在背后的力宝 刑部曲广木如此悲惨的下场 应该是拜鸡飞花所赐 手段虽然毒辣 可毕竟起到了作用 归根结底 还是鸡飞木害他在先 鸡飞花所做的 也只是为他讨还公道 胡小天重返私院局 有种依景还乡的感觉 短短几日之间 他就经历了起起伏伏 先是被人视为焚伤明月宫 害死文才人的最主要嫌疑人 然后又被羁押 事情却在走入低谷之时 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皇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让他隐藏已久的医术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也因此摇身一变 从一个重点嫌疑犯 变成了救治皇上的有功之士 表面上都如此辗转波折 背后还不知发生了多少 惊心动魄的博弈 胡小天走入寺院局的时候 一帮小太监们争先恐后地凑了上来 一个个的笑脸中 再也没有之前的戒备 要知道 如今胡小天成了皇上的救命恩人 就算是再大的过错 也不会被追究 他能够齐齐整整 平安无事回来 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胡小天对待这帮小太监态度 依然和蔼 他早已见惯事态炎良 所以也没有因为这些小太监之前的态度而介意 换成是他 也会选择明哲保身 得知他平安无事 几名小太监已经提前将他的房间整理好 火炉子烧得正旺 房间内暖融融的 连浴桶里面的热水也加好了 胡小天来到门前的时候 史学东和小卓子两人 弄来了一个火盆子 是与胡小天从上面跨过去 一再去去晦气 胡小天撩起长袍跳了过去 小卓子慌忙将火盆移开 史学东眉开眼笑道 胡公公 先洗个澡换身衣服 小凳子再准备好酒好菜 今儿大家伙好好给您恭贺一下 胡小天点了点头 来到房内 史学东和小卓子跟了进来 两人显然是准备 伺候胡小天沐浴的意思 胡小天可无福消瘦 白来白手道 我自己来 你们先出去 看到胡小天坚决不让他们伺候 太监们方才作罢 退出去之后 胡小天插上房门 脱光衣服 跳入澡盆里面 不是不想被伺候 而是害怕自己的秘密漏了信 毕竟夹带了这么大一根私货 若是让他人看到 只怕是要被抄家灭族了 躺在温热的浴桶之中 舒服的整个人感觉就像飘入了云端 忽然想起在明月宫那晚的经历 脑海中闪回自己和文雅 缠绵交战的画面 胡小天实在是搞不清到底是自己的异想 还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 暗自叹了一口气 磨了把脸 低头望着自己的命根子仍在 却不知这样遮遮掩掩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沐浴之后 换上崭新的一身衣服 整个人感觉焕然一新 神清气爽 拉开房门 看到一帮小太监仍然在外面恭候着 胡小天一出门 全都齐声道 胡公公高大威猛 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气度不凡 我等对胡公公的敬仰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而不可收拾 胡小天哈哈大笑 感觉困扰他多日的晦气 顷刻间一扫而光 只是他现在的形象 有些衬不起这些太监的吹捧 刚刚被七七打过的两拳 让他的眼圈有些发青 虽然不甚明显 可毕竟影响到了他的形象 史学东让人准备好了酒菜 请胡小天过去 胡小天在史学东小镯子小凳子 三名心腹的陪同下 准备好好享受这顿酒围的午餐 端起酒杯道 啥都不说了 今儿咱们几个开怀畅饮 不醉不休 三人同时响应 齐齐端起了酒杯 胡小天酒杯刚刚凑到了唇边 还没有来得及影响 就听到外面传来通报之声 上扇间张公公到 胡小天文言不由地愣了一下 张福全 他上次设计把自己调开 结果发生了陈城墙的命案 今次前来 却不知又想怎么害我呀 如果说胡小天之前 还对张福全有些好感 现在却因为全德安的事情 将他一并鄙视起来 皇宫之中最多的就是 皮厚心黑的人物 张福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明明坑过胡小天 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的内疚之意 仿佛压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见到胡小天就拱手贺喜道 恭喜胡公公 贺喜胡公公 胡小天看到这次那张 人畜无伤的笑脸 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张脸皮可真是厚 上次就打着给自己贺喜的名义 想坑自己 今天又来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碍于面子 胡小天也拱了拱手道 张公公客气了 小天何喜之友啊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 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一百九十一章 隔队上 张福全走上前来 他笑了一眼 满桌的韭菜 瞎子也能够看出他们几个在干什么 胡小天却没有邀请他入座的意思 脸上虽然笑眯眯的 可分明是想给张福全一个软钉子碰 张福全朝史学东小镯子小凳子脸上瞄过 这些小太监过去全都跟着他在牛羊房干过 几人对张福全还是颇为敬畏的 张福全笑道 原来你们在喝酒啊 史学东并不清楚胡小天和张福全之间的恩怨 客气道 张公公若是不嫌弃 一起坐吧 张福全笑道 好啊 居然就是一屁股坐了下去 胡小天瞪了史学东一眼 暗则这丝多嘴 假如没有史学东这句话 张福全很难找到台阶下 张福全一旦坐下 就反客为主 向胡小天笑道 胡老弟赶紧坐下 你们几个也是 都站着干什么 坐下喝酒 坐下喝酒 胡小天坐了下去 他不发话 史学东三人也不敢坐了 史学东知道自己多嘴说错了话 赶紧上前 先给胡小天倒了酒 胡小天道 你们三个先去忙吧 我和张公公单独说两句话 史学东三人应了一声 退出门去 张福全看到自己面前的酒杯空着 胡小天却没有给他倒酒的意思 他笑了笑 拿起酒壶 自己将面前的空杯用上了 这酒杯刚才是史学东用过的 胡小天故意提醒他道 诶 张公公 这酒杯是史学东用过的 张福全微笑端起酒杯 向胡小天做了个敬他的动作 然后一饮而敬 嗯 相干为敬嘛 胡小天也喝了这杯酒 暗叹张福全的脸皮 真是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 张福全道 其实咱们这些人在皇宫中 无非是为了讨口饭吃 能够吃饱穿暖 狗活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很不容易 又有什么可挑剔的 胡小天听出他话里有话 微笑道 张公公深得上头的器重 您要是讨饭吃 小天只有饿死的份了 张福全道 胡老弟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诶 张公公此话从何谈起啊 张福全道 上次我胡老弟去上扇间吃饭 实在是没有想到明月宫 会刚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事后我思来想去 在这件事上 我的确是百口莫辩 换成你我异地相处 我也一定会产生怀疑 胡小天心中暗自冷笑 事情已经过去 张福全看到害自己不成 当然会这样说 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三岁孩童 事到如今仅仅用巧合二字 只怕无法解释清楚 胡小天道 凡事皆有巧合 其实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张公公才对 如果不是张公公请我过去喝酒 只怕小天已经遭到恶人毒手啊 张福全道 胡老弟福大命大 当然可以逢凶化吉 胡小天笑道 现在我倒是相信自己的运气 还真是不错了 就说这次明月宫失火 本来我以为要背定这个黑锅 却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快 就水落石出 张福全道 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运气未必始终会站在你这一边 胡小天听她突然说出这句话 心中不由得一惊 张福全道 胡老弟应该记得 当初是我将你带到了上扇间 说起来咱们还是有些缘分的 胡小天微笑道 小天不敢忘 说起这件事 小天应当给张公公敬三杯酒呢 若无当初你的照顾 小天也不会有今日的造化 张福全笑道 照顾你的不是我 而是全公公 胡小天道 全公公对小天有救命之恩 小天也是不会忘记的 胡小天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 全德安虽然帮过自己 可是自始至终 只是将他当成一颗棋子罢了 关键时刻抛弃自己 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此次明月宫失火一事上 他就对自己的死活坐视不理 意图通过自己牵累鸡飞花 反观鸡飞花 非但没有急于将自己灭口 反而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 经历此事之后 胡小天内心的天平 已经向鸡飞花倾斜 至少鸡飞花 还是讲些义气的 张福全道 这皇公之中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盘算 在里面待得久了 就会慢慢明白 表面上对你好的 说不定心中时刻盘算着坑害你 现在没有害你的 未必将来不会害你 所以 想要在这宫里活得长久 最好 还是明哲保身 任何人的话 也不可相信 这番话从张福全的嘴里说出来 倒是让胡小天有些吃惊 他总觉得张福全 今天表现得有些奇怪 似乎有话想说 却欲言又止 胡小天道 是不是全公公有什么吩咐 张福全道 今次前来 只是想胡老弟知道 上次我请你去上扇间饮酒 乃是我自己的意思 今天过来恭贺胡老弟逢凶化吉 也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 说完这句话 他端起面前杯中酒饮尽 起身道 胡老弟年轻有为 日后前途 必然无可限量 今天张福全 并没有说什么 以后发迹之后 不要忘记他这位老哥哥之类的话 来得突然 走得也突然 胡小天被张福全 此次前来弄得一头雾水 回想张福全说过的话 好像在强调两次过来 都是他自己的意思 难道他在暗示自己 他和全德安之间 并不是他所想象的亲密关系 难道张福全也有自己的算盘 这皇宫之中 人心真是复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送张福全离去之后 也失去了饮酒的兴致 史学东小心翼翼来到他的身边 低声道 他来做什么 胡小天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史学东充满好奇道 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此时小卓子也走了过来 并报道 胡公公 刚才藏书阁的小太监元福来过 他替藏书阁李公公传话说 您借走的那几本大康通箭应该还了 胡小天一听就知道 李云聪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自己见面了 史学东不知胡小天和李云聪之间的关系 不屑道 几本破书罢了 急着催什么 下午的时候 小凳子过来向胡小天通报 却是秦宇童回来了 在太院等着他 说有重要的事情想要请教 胡小天其实也想见见秦宇童 他也有很多不解的地方 期待得到解答 可谓是一拍即合 按照约定的时间 准时来到了太医院 今天的太医院颇为冷清 并没有多少工人过来看病 来到上次和秦宇童见面的天字号诊室 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 胡小天正在纳闷之时 听到身后响起脚步声 自从在小黑屋内实现无相神功的突破之后 他方方面面的感觉就变得异常敏锐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实现了境界的提升和跨越 慢慢转过身去 看到秦宇童手中捧着一个木匣走了进来 一双明眸朝他闸了闸算是打了招呼 他将木匣放在桌上 看到胡小天仍然站着 行声道 坐 胡小天这才坐下 笑道 这两天不是蹲着就是坐着 宁愿站着舒服一些 秦宇童一尾身长道 你这人就是闲不住的性子 真要是把你给关起来 只怕你会疯掉 胡小天笑了笑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是说你出城采药去了 秦宇童道 刚到红叶谷就收到消息 说皇上突发疾病 就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胡小天有些好奇地望着那匣子 秦宇童笑道 这里面是给安平公主准备的一些药 胡小天不由关切道 怎么 公主生病了 体贴之情 易于言表呀 没有 只是距离她前往大雍之日已经不远 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常用的药物 让她路上带着 以备不时之需 胡小天听说龙熙月没有生病 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想起新年之后 龙熙月就要远嫁大雍 又不禁愁上心头 直到现在 她都没有想出一个稳妥的方法去解救安平公主 秦宇童道 你是如何认识安平公主的 胡小天道 偶然的机会 说了等于没说 她怎么可能将真相说出来 她和安平公主的相识 全都源于七七的那场恶作剧 秦宇童悠然叹了口气道 安平公主 可谓是命运多舛 如今她的身边 已经没有亲人了 胡小天道 至少 还有你这个朋友 你若是有时间 就多开导开导她 秦宇童点了点头 轻声道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些 现在 应该没事了吧 胡小天笑道 明月宫失火 原本就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有些居心叵测的人 想找一个人出来背黑锅 所以才把火力 集中在我的身上 幸好 我还算有些运气 秦宇童道 皇上在这时候发了疾病 你出手为他解除病痛 立了大功 胡小天谦虚道 只是运气罢了 秦宇童却摇摇头道 不仅仅是运气吧 有些事你只看到了表面 如果没有人说 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胡小天心中一阵好奇 秦宇童好像话里有话 难道她也知道 鸡飞花在背后失以援手 胡小天微笑道 秦姑娘话里暗藏玄机 恕小天愚昧 还请说得明白一些 秦宇童道 我听说 为了你的事情 安平公主特地差遣子涓 前往太师府一趟 专场给她送去了一幅画 据说那幅画 还是当初文才人所赠 胡小天听到这里 不由得有些迷惘 当初文雅送给龙夕月 那幅画的时候 她就在一旁 记得清清楚楚 龙夕月并没有收下 现在又怎会上演一次 登门还画的戏码呢 只是片刻的迷惘 马上就明白了龙夕月的苦心 她一定是利用这幅画 再给文成焕施压 让老家伙放弃 对付自己的想法 想透了其中的道理 胡小天心中一阵感动 自己何德何能 一个罪臣之子 一个不得不看人 眼色形式的小太监 居然能够得到公主 如此垂青 秦宇童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轻声叹了口气道 我记得之前 你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现在想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她所指的是 胡小天当初曾经指责她 对好友龙夕月的命运 不闻不问之事 胡小天道 唉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啊 其实 我也不该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于人 秦宇童淡然道 我没有听错 你居然 开始为别人着想了 胡小天笑了起来 秦宇童道 你说我眼睁睁 看着悲剧发生 而无动于衷 想必 你有了改变这件事的主意 解救龙夕月 改变这位美丽公主的悲惨命运 说来容易 可真正做起来 哪有那么简单 胡小天 虽然决心这样去做 但是直到现在 仍然没有想起 最可行的办法 其实 即便是想到了 胡小天也不敢轻易说出来 她认识秦宇童 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 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仍然不及不离 秦宇童让人捉摸不透 她的身上始终带着一种 如云似雾的神秘感觉 胡小天看不透她的真正想法 自然对她也不敢抱以完全的信任 秦宇童显然猜到了她的想法 秦宇童道 看来你也没什么主意 作为公主的朋友 我只想劝你一句 任何事情在没有把握之前 绝不可以轻易冒险 你可以对自己不负责 却无权对他人不负责 她这番话说得语重心长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秦姑娘想到哪里去了 即便是我 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更不用让别人跟我一起冒险 秦宇童道 咱们不聊这件事了 对了 皇上这次是什么病 不会真的像外界所传的那样 肚子里面有一条吸血虫子吧 胡小天道 你听说了 秦宇童在医学上造诣颇深 瞒得过别人 只怕瞒不过她 秦宇童道 胡大人医术超群 可否为宇童详细说明一下 她虚心好学 对胡小天的医术 实则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胡小天眨了眨眼睛 并没有马上回答 秦宇童看到她如此表情 还以为让她为难了 秦宇童道 若是你觉得为难 也可以不说 胡小天笑道 哎呀 有什么好为难的 只是我啊 从小到大 就信奉一个人生准则 秦宇童秀眉为扬 互利互惠 逃之以逃 报之以礼 秦宇童听她这样说 并没有任何惊奇 这世上绝没有任何 不劳而获的事情 她轻声道 不知胡大人 想从我这里 得到什么 胡小天道 秦姑娘制作人皮面具的本事 出神入化 小天向秦姑娘 送我几张人皮面具 已被不时之需 自从在谢州 利用人皮面具逃生之后 胡小天便对秦宇童的 这手功夫念念不忘 见到秦宇童 就想从她这里 得到几张面具 为以后的出逃做准备 秦宇童道 好 我可以给你几张面具 甚至还可以教给你 一些易容的手法 不过 要看你教给我的知识 值不值得 胡小天笑道 一言为定 他伸出手去 和秦宇童 积掌为师 胡小天找来执笔 先将皇上这次 得兰伟严的病因 和病理说了 又在纸上 画了局部解剖图 将自己手术治疗的全过程 讲给秦宇童听 秦宇童听得入神 他学艺已有十年 在医术方面 颇得师父 任天晴的真传 可是胡小天所说的 都是现代外科学知识 对秦宇童而言 可谓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秦宇童听得入神 对胡小天的欣赏和钦佩 又多了几分 真是没有想到 这个出身豪门的顽固子弟 居然懂得这么精深的医学知识 胡小天连续说了近一个时辰 说得口干舌燥 自己倒了杯茶 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摩甘纯教道 要想对外科学有个完整的了解 绝非一日之功 今儿就说到这里 等我回去 抽时间先把人体解剖图画出来 送给你好不好 秦宇童道 如此珍贵的礼物 真上宇童受宠若惊了 胡小天道 有来有往 我送你一套人体解剖图 你送我五张面具如何 这货当然不会忘记了自己的条件 他才不会白白付出 对秦宇童也不例外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老杨 第三卷 获启萧强 第191章 隔阂下 秦宇童道 胡大人 并非是宇童有意藏私 而是宇童手中的确没有那么多的面具 宇童手上只有两张 这些面具全都是师尊亲手所制 若是宇童前去讨要 又怕师尊生疑 胡小天虽然没有说明 可是秦宇童也隐约猜到 他索要人皮面具 必然和营救安平公主的事情有关 胡小天听说他只能给自己两张 心中不禁有些失望 可人体解剖学 在现代医学中原本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 也就是拿到这个时代才能骗点东西 秦宇童这个人 虽然性情清冷了一些 可他应该不会说谎 更何况之前 他在谢州还救了自己一次 秦宇童道 若是你肯学 我可以将易容术交给你 关键时候可以派上一些用场 胡小天道 好 我回去就将解剖图画出来 秦宇童道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会将你要的东西全都带来 两人约定好下次见面之期 胡小天这才离开了太医院 临行之前 秦宇童却又给了他一个单子 上面罗列了几样药材 全都是太医院没有 而私院局的药库中可以找到的 秦宇童只去了一趟药库 就对其中的藏品之风 叹为观止 其中有不少药材 已经因为时间久远 而失去了药效 让秦宇童惋惜不已 胡小天此次前来 可谓是收获颇丰 秦宇童答应给他两张人皮面具 又同意传给他易容术 这为他日后的逃离 奠定了基础 以自己的医学基础 学会易容术应该不难 只要自己能够掌握易容术 就可以带着龙兮月改变容貌 留之大吉 胡小天越想越是得意 回去的路上都笑出声来 只顾着埋头走路 没注意前方的动向 险下和对面来人撞了个满怀 胡小天及时停下脚步 抬头一看 却是当朝左丞相 周瑞渊 胡小天惊得一头冷汗 对方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十全人物 慌忙攻身行李道 小的有眼无珠 冲撞了大人 还望大人恕罪 周瑞渊却没有丝毫怪罪他的样子 微笑望着他道 胡小天 正是小的 胡小天仍然不敢抬头 周瑞渊其人 他是文明已久 可今天才是第二次见面 真正面对面打照面 还是第一次 说起这位大康左丞相 中书省的扛把子 跟他们胡家可谓是渊源颇深 他还没出娘胎的时候 老爹就想攀高枝 想方设法跟周家结了娃娃亲 可在他两岁的时候 他是个傻子的事情就传了出去 周瑞渊自然不想女儿 嫁给一个白痴 于是强行将这门轻视给退了 正是因为这件事 胡家和周家才生出猎戏 乃至周瑞渊 因龙叶灵之事被牵连的时候 身为户部尚书的胡不韦 趁机落井下石 奇料风水轮流转 曾经被废的太子龙叶灵 成功逆袭 登上皇位 而昔日的太子太师周瑞渊 如今也重新获得重用 称为大康左城 胡小天本不想引起周瑞渊的注意 可没想到周瑞渊一口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以他的身份地位 总不能先周瑞渊离去 唯有硬着头皮撑下去 搭了着脑袋让到一旁 请周瑞渊先行 周瑞渊没有马上离去 微笑道 你抬起头来 胡小天抬起头 周瑞渊深邃的目光打量着他的面孔 胡小天鼻正口方 面目英俊 的确是一表人才 说起来 这小子还差点成了自己的女婿 周瑞渊点了点头道 自从你长大之后 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你不必如此恭敬 说起来 咱们也算不上外人 你还应当 称我一声勃勃呢 胡小天道 醉沉之子 不敢高攀 周瑞渊叹了口气道 你父亲做错的事情 何你何干的 胡小天没说话 心说 你这会儿在我面前装好人了 我爹落到今天的境地 宁老可出力不小啊 周瑞渊道 胡小天 想不到 你居然还懂得医术 偶然跟家里一位老人家学会的 周瑞渊并不关心 他的医术从何处学来 轻声道 看来 过去的很多传言 都是假的呀 他所指的是 胡小天是个傻子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胡家的傻儿子 突然变聪明的事情 只是觉得这种事情 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周瑞渊是个极其理性冷静之人 在他看来这件事 或许是以讹传讹 见到胡小天之后 他又想起陈年往事 心中生出了另外的想法 难道 胡家的儿子本来就不是傻子 而是胡不韦故意放出这样的假消息 如果真要是这样 自己当初退婚 却是中了胡不韦的圈套 而是胡不韦故意设计 让自己提出退婚了 不过这件事 的确怪不得周瑞渊 任何人也不想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傻子 胡小天道 周大人指的是 周瑞渊笑道 没什么 胡小天 你来太医院做什么 胡小天道 看病 哦 你都能治好皇上的病症 怎么也需要来这里看病啊 胡小天微笑道 大人难道忘记了 医者不自医的道理 周瑞渊呵呵笑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目光中充满欣赏之色 既然到了这里 就好好做事 你年轻聪明 还有能力 相信皇上一定会重用你 胡小天道 小天只是一个宦官 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留在宫中 是为了赎罪 心中只想好好伺候皇上 除此以外 再无其他的想法 单从胡小天的这句话 就能够听出 他对自己充满了戒备心 在周瑞渊看来 这也非常正常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他和胡不韦不睦 看到胡不韦的宝贝儿子 落到如今的下场 周瑞渊心中 也不禁生出一阵感慨 他低声道 你去吧 以后 若是遇到什么难事 可以去找我 多谢大人 望着胡小天 匆匆离去的背影 周瑞渊不由地摇了摇头 等到胡小天走远 他方才继续 向太医院走去 来到太医院的大门前 周瑞渊显得有些犹豫 这位大康左臣 即便是觐见皇帝之时 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不安 可此时 他却显得异常犹豫 终于 还是抿了抿嘴唇 下定决心走了进去 周瑞渊去的地方 正是胡小天 刚刚离开的天字号诊室 站在诊室门外 周瑞渊再度犹豫起来 里面的秦宇童 却已经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 轻声道 进来吧 周瑞渊的双拳 下意识地握紧 然后松开 撩起官袍 跨过门槛走入房内 秦宇童的双眸 仍然盯在胡小天留下的 那副解剖图上 到现在 仍然沉浸在胡小天 带给他的震撼之中 抬起双眸 当他看到周瑞渊的时候 向来鼓紧不拨的美眸 泛起了一丝涟漪 不过很快又变得 净如止水 轻声道 周大人来了 周瑞渊感到如同有人 在自己的心口 重重打了一拳 内心的痛楚 却没有在脸上表露出分毫 以同样平淡无奇的语气 回答道 你还好吗 谢周大人关心 宇童一直都好 周瑞渊点了点头 环视这间诊室 目光趁机从秦宇童的身上抽离 而秦宇童的目光 却依然静静望着他 大人是来看病吗 周瑞渊道 是 秦宇童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 周瑞渊来到椅子上坐下 伸出左腕 秦宇童伸出先手 春葱般鲜长的玉纸 轻搭在周瑞渊的脉门之上 很快又离开 大人的身体好得很 周瑞渊道 我有病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这儿 秦宇童道 新病还需新药医 我对大人的病情 爱莫能助 他缓缓站起身 收起那张解剖图 又拿起木匣准备离开 走过周瑞渊身边的时候 周瑞渊充满纠结道 于童 秦宇童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即被下意识地挺直了 周大人 还有什么吩咐 周瑞渊的手再次握紧 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 你娘的死 已经过去的事情 周大人无需再提 选择忘记 对你是一件好事 对他人 也是一件好事 秦宇童说完静止离去 只留下周瑞渊独自 呆呆坐在室内 整个人 仿佛突然间 苍老了许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回到寺院局 皇上的贴身小太监 尹征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这个小太监 也就是跟着胡小天后面 食人崖惠的那个 拍马屁的功夫 也是相当厉害 能够在皇上身边伺候的 都不是普通人物 这些太监善于察言观色 脸皮比起多数人 都要更厚一些 尹征看到胡小天回来 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他虽然是个小太监 可毕竟是在皇上身边 铁身服饰的 比起其他人身份 还是高一些的 若是对别人 尹征或许还要摆摆架子 可在胡小天面前 他不敢 一来是胡小天刚刚救了皇上 是有功之人 二来 现在皇宫内到处都在流传着 胡小天是内官间鸡飞花的人 对太监们来说 鸡飞花已经取代全德安 成为宦官中至高无上的存在 全都以攀附上鸡飞花为荣 就算巴结不上鸡飞花 巴结上鸡飞花的亲信也是一样 尹征远远就拱手行李道 胡公公好 胡公公好 胡小天笑道 尹公公好 尹公公好 尹征笑道 胡公公客气了 您叫我小影子就是 胡公公英俊潇洒 气度不凡 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实乃小影子心中的偶像 胡小天把胸脯挺起 哇靠 这马屁拍得有点太堂而皇之了 老子有点接受无能 不过听起来 还是蛮舒服的 难怪这小影子 能够在皇上身边混下去 尹征又到 小影子对胡公公的景仰 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而不可收拾 胡小天黑黑笑了起来 哼 老子玩剩下的梗 你小子居然还嚼得津津油味 想不到这年头也有山寨 当太监也有人山寨 胡小天拱了拱手道 幸会幸会 引证道 是小影子的荣幸才对 既然对方放低了位置 胡小天没必要表现得太谦虚 皇上身边的太监 还是太监 这狗皇帝在鸡飞花面前 也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怂包模样 他身边的太监 也没什么可牛叉的 胡小天将尹征请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小镯子送上了一壶茶 想要给他们倒茶的时候 尹征已经抢先抓起了茶壶 让我来 他又向小镯子笑道 这位公公还请回避一下 我有些事需要单独向胡公公传达 胡小天点了点头 小镯子转身走了 随手将房门给戴上 尹征倒好茶 将其中一杯恭恭敬敬送到胡小天的手上 自己也拿了一杯 其实他好歹也是位客人 如此放低姿态 就有些卑躬屈膝了 胡小天不紧不慢 敏了口茶道 尹公公此来 所谓何事啊 尹征笑道 胡公公千万别这么叫我 您叫我小影子就是 如果看得起我 就叫我一声兄弟 胡小天暗笑 这丝脸皮够厚 将茶盏慢慢落下 轻声道 小影子 你找我什么事 想让我看得起你 得看你有什么本事 以为老子随随便便就收小弟吗 我为人还是非常挑剔的 事实上 随着胡小天个人地位的提升 他对吸纳轻信的条件 也越来越高 宁缺勿滥 他可不要烂鱼充数的废物 尹征道 对了 胡公公 此次过来 是为了帮皇上问一件事 他身上的缝线 可不可以换成金线 胡小天一听 真是哭笑不得了 这鸟皇帝居然为这件事纠结 他笑道 皇上身上的缝线 不可能带一辈子的 等过六七天 刀口长好了 我就过去帮助皇上拆线 宁征道 您不是说明儿还要过去吗 胡小天笑道 是啊 要过去帮助皇上换药 尹征道 皇上对胡公公那是相当的欣赏 小尹子在皇上身边 听他夸赞了您无数次 对您那是相当的欣赏啊 胡小天道 承蒙皇上夸赞 皇恩浩荡 胡小天惩惶惩恐 尹征道 以后小的还要仰仗胡公公 多多提携 胡小天笑道 净水楼台先得月 我以后还想跟着你沾光呢 尹征道 承蒙胡公公看得起在下 以后皇上那边有什么好处 我一定第一时间通报给胡公公 胡小天心中一动 能够在皇帝身边 潜伏一个眼线也好 只是这货主动送上门来 又让胡小天有些犹豫 身在尔虞我诈的皇宫中 到处都是骗局 稍有不慎就可能钻入别人的圈套 更何况自己也无意监督皇上的动向 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尽快带着安平公主 和自己的父母双亲逃离康都 胡小天道 哎呀 尹公公此言诧异 咱们做奴才的 可不能终日想着得到什么好处 伺候好皇上 才是咱们的本分 尹征连连点头 心中却不是那么想 他也看出 胡小天并不相信自己 端着茶盏 饮了一口茶道 若是有什么人 在皇上面前说您的坏话 您也不想知道 胡小天笑道 咱家在皇宫中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不知哪位大人 会如此看重啊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92章 天人万象图 颖征笑了笑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胡公公千万不要看清自己 您此次立下大功 皇上必然会对你宠幸有加 木秀鱼林封闭催之 以胡公公这样的大财不招人嫉妒是不可能的 胡小天望着尹征 这小太监绝不是个简单人物 若是真心投奔自己 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既然送上门来 还是先稳住他再说 至于能否收尾己用 且看他以后的表现 想到这里 胡小天笑道 小影子 你能够跟我推心致富的说这番话 实在让我感动啊 蒙你不弃 若是觉得我胡小天是个可骄之人 以后咱们便兄弟相称 宁征抱拳道 胡大哥在上 小弟给您叩头了 他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胡小天心说 你呀怎么看都比我大呀 满脸的沧桑事故 他居然舔着脸叫我大哥 还有你这膝盖也推不值钱了 说贵就贵呀 他伸手把尹征请了进来 呀尹老弟快快起来 咱们用不着这些虚浮的理解 既然人家把头磕了 也就确之不公 称兄道弟并不是结拜 胡小天也犯不着和一个小太监结拜 这叫收马仔 尹征是拜山头 尹征起身之后道 胡大哥 有个人 您务必要提防 胡小天点了点头 总算有真材实料了 尹征的头脑还是灵矿的 胡小天不是个简单人物 从他的种种表现来看 此人不见兔子不撒鹰 并不容易糊弄 如果不拿出点打动胡小天的消息 人家未必能够重视自己 他低声道 文太师曾经探望皇上的时候 曾说了您不少的事情 听他的意思 好像是要将明月宫失火的责任 推到您的身上 胡小天对此并不意外 这消息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不过经尹征这个目击者亲口讲述 就完全证实了这件事 那皇上怎么说 尹征道 皇上当时没说什么 可是从他目前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不相信的 只是文太师昨晚在皇上面前 还提起了您的父亲 胡小天抿了抿嘴唇 心中不由得怒火填鹰 文成换这老东西 着实可恶 为了推脱明月宫失火的责任 意图通过自己牵累到鸡飞花 不惜耍尽手段 老爹都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这老东西居然还想落井下石 文成换啊文成换 日后只要有机会 我定然要报今日一箭之仇 胡小天脸上的愤怒 烧闪即逝 至少在目前 他还没有和文成换对抗的实力 轻声道 我记得昨晚文太师 是和周丞相一起进去的 他说了什么 尹征道 周丞相什么也没说 这倒是有些出乎胡小天的意料之外 他本以为周瑞渊和胡家有仇 应该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却没有想到他竟然保持沉默 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 保持沉默就等于帮了自己 尹征又道 后来皇上让所有人都出去了 只留下全公公一个 他们谈什么 我就无从得知了 胡小天道 嗯 很好兄弟 你先回去 明儿我去给皇上换药 有什么情况 你随时告诉我 尹征眉开眼笑道 胡大哥放心 皇上身边 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都会第一时间通报给你 胡小天从手上脱下翡翠颁纸 这颁纸是不久前 翡翠堂的曹千山送给他的 胡小天递给尹征道 兄弟 既然你认了我这个大哥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这物件是我平日戴的 从未离身 就送给你吧 尹征看到那颁纸经营通透 已经知道价值不菲 太监对于钱财和权利 有种发自内心的贪婪 双目一亮 却拼命摆手推辞道 大哥的东西 我怎么好多爱 胡小天拉过他的手掌 将颁纸套在他的手上 笑道 咱们兄弟何须分得那么清楚 以后有我的好处 自然就少不了你的风光 钱财只是过眼云烟 哪里比得上咱们兄弟 情笔金尖呢 尹征戴上了颁纸 心头暖融融的 倒不是被胡小天的一片真情感动 而是觉得今天败对了山头 落到了好处 他低声道 胡大哥 以后您的事情就是兄弟我的事情 谁敢对不起大哥 就是我影征的仇人 胡小天拍了拍他的肩头 虽然知道这丝说的是谎话 可还是希望他真能这么做 顺带问了一句 兄弟今年多大了 影证道 小弟二十一 胡小天心说 老子才十七 不过交情是可以跨越年龄界限的 古往今来 哪个下级见到上级不跟孙子似的 别说是让他喊歌 喊爷爷都甘心情愿 当晚 胡小天去了酒窖休息 他在酒窖里设下一处休息地点的目的 就是为了方便进出密道 李云聪让原福过来给他送信 就是提醒他尽快前往藏书阁相见 看来老太监 对这几日发生的事情也非常关键 临近午夜之时 胡小天沿着密道来到藏书阁下 爬到密道尽头的时候 发现头顶的那个洞口居然留着 闻圣像事先被人移开 胡小天心中暗喜 看来李云聪早有准备 料定了自己今晚会过来 他从洞口中爬了上去 看到室内灯光闪烁 李云聪盘膝坐在桌前看书 即便是胡小天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都没有抬头看他一眼 漫不经心道 来了 胡小天恭敬行礼道 哎呀李公公真待神人也 未卜先知 果然是神机妙算 心中有些纳闷 老太监居然算准了自己今天要来 不过转念一想 李云聪武功高强 或许一直都在听着动静 抢在自己到来之前 一开闻圣像 也未必可知 李云聪淡然道 反正这条密道也没几个人认识 即便是知道 也没几个人喜欢像耗子一样钻来钻去 索性敞开来 透透气 胡小天道 李公公近日可好 李云聪道 咱家能有什么事情 无非就是整理一下书籍 清扫一下房间 闲来小酌两杯 醉了再醒 醒了再醉 目光终于抬起来 落在胡小天的脸上 宛如两道极电 设向胡小天的双眸 胡小天笑眯眯和他对视着 李云聪道 你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呢 胡小天微笑道 哎呀 若是没点运气 岂能被李公公垂青 李云聪呵呵笑了两声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胡小天感觉今天的气氛实在是有些不对 李云聪满腹狐疑 而且目光中暗藏杀鸡 按理说 自己没有得罪这老太监 他因何显得如此怪异 心中暗自提防 小天对李公公素来坦荡 不知李公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李云聪点了点头道 嗯 好好好 说到第三个好字的时候 他忽然伸出手去 一股无形的吸引力将胡小天包绕起来 带着他的身体向李云聪冲了过去 胡小天大惊失色 双足在地上用力一顿 只听到咔嚓一声 竟然将地面上的青砖踩裂 虽然如此 仍然无法和这股无形犀利抗衡 感觉有如被人牵着一般 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冲去 胡小天强行向后方反征 却想不到这股牵引力突然消失 胡小天因为惯性而向后方跌跌撞撞地退去 身体撞在书架之上 方才停住后退的势头 李云聪大笑一挥 室内的文圣像竟然移动起来 抵住胡小天的身体 将它夹在书架和石像之间 只留下一颗脑袋在外面 李云聪缓缓站起身来 慢慢向胡小天走去 他每走一步 胡小天感觉到身体的压力便增加一分 惨叫道 李公公 您这是为何呀 李云聪冷冷道 你老老实实交代 那本天人万象图 是不是在你的手里 你和公无心 究竟是什么关系 胡小天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天人万象图 老子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老太监是不是在发疯 胡小天道 我从未听说这件东西啊 李云聪呵呵冷笑道 他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身怀卓绝医术 却故意隐瞒不提 咱家险些被你骗过呀 说话间石像又向前压了一分 胡小天被压得满脸通红 就快透不过气来 这样下去 真可能会被老太监玩死 胡小天惨叫道 你个老糊涂 我根本不知道你他妈在说什么 什么狗屁天人万象图 就算死 你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呀 李云聪点了点头道 好 他将一幅图 徐徐在胡小天的面前展开 这幅图 却是人体腹部解剖图 乃是胡小天亲手所惠 胡小天记得这幅图给了秦宇童 却不知怎么落在了李云聪的手里 他此时方才明白了一些 低声道 这就是你说的天人万象图 李云聪道 天人万象图乃是我藏书阁珍藏之物 七年前被人窃走 想不到居然是你这混账所为 胡小天苦笑道 哎呀 拜托您老拥有脑子好不好 七年前我才十岁 我 我连皇宫都没有经过 上哪儿去偷你的天人万象图 这图 这图是我画的不假 又不是这么稀罕东西 这叫人体解剖图 我 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人体身上 任何一个部位的结构 可 可是我从未见过什么 天人万象图啊 李云聪江姓江仪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你将石像移开一下 我怎么快被压死了 若是我死了 你休想知道 明月宫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 这句话显然戳中了李云聪的内心弱点 李云聪双手负在身后 石像果然松开了一些 胡小天大口大口喘了几口气 感觉窒息感减轻了不少 这才诱到 我从小就有个癖好 喜欢解剖动物尸体 到后来就是解剖死人 以此来研究人体的内部结构 所以我对人体内部的结构非常了解 才能画出这样的解剖图 李云聪皱了皱眉头 胡小天的这番话的确有可信度 胡小天道 你可以去问问全德安 他的那条腿就是我切掉的 你所说的什么 什么万象图 天人万象图 对天人万象图 里面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啊 李云聪想了想到 那图上画的应该是一位公公 胡小天道 这就是了 你放开我 我可以证明 我懂得绝对比那图上多得多 李云聪终于开始相信他的画 将圣人像移动开 胡小天重新获得自由 活动了一下筋骨 确信自己没有受伤 这才来到书案前 严莫握笔 在之上画了一幅男人的命根子结构解剖图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李云聪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他身上没有这件东西 可毕竟也是曾经拥有过 其实就算他有对内部的结构认识的 也不会如此细致透彻 胡小天所画的 绝对是天人万象图中没有的东西 在铁的事实面前 李云聪疑心尽聚 胡小天果然是个奇才 看来他没有撒谎 不然又怎么能够画出 天人万象图中没有的东西 胡小天把自己画的那根东西养起来 在李云聪眼前晃了晃 现在你相信了 李云聪 黑黑笑了起来 其实咱家一直也没有怀疑你过 只是故意吓吓你罢了 胡小天心中暗骂 吓你老母 刚才你杀气冲天 根本是要置我于死地 不死不休的架势 现在知道冤枉了我 又摆出这副面孔 骗小孩子吗 嘴上却没有揭穿 故意装出惊魂未定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 哎呀 刚才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李公公 我胆子小得很 以后千万别这么玩了 李云聪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小天 咱家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呀好本事 胡小天道 哎呀 李公公武功真是厉害 小天在您面前 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心中不由得有些忐忑 却不知这老太监 若是知道自己在无相神功上有所突破 又会有怎样的反应 此人心如蛇蝎 比起全德安和鸡飞花不遑多让 以后啊 还是多加小心为妙 李云聪道 只要你乖乖听话 以后咱家会将我一生的武功倾囊相授 绝不藏私 胡小天知道 这老家伙又在画饼冲击 抛出这么诱人的条件 肯定还有下文 果不其然 李云聪接着道 你刚刚说过 明月宫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是有些事情 我怀疑这位文才人根本没死 李云聪的表情不见任何惊奇 低声道 你原何会有这样的想法 胡小天道 鸡飞花给文才人疗伤的时候 我就在身边 当时文才人坐在浴桶里面 他周身散发出的寒气 将热水变成了一个冰陀 按照鸡飞花的说法 寻常人早就死了 李云聪点了点头道 冰魄修罗掌乃是洪北墨的看家本领 即便是咱家 也不懂得这门功夫 表面上是感叹 实则是在摘清自己 你小子不用怀疑我 明月宫的事情跟我无关 胡小天又道 哎呀我还以为 红北墨会的功夫 李公公全都会呢 李云聪微笑不语 胡小天从他拥有复苏敌 和万虫弑鼓丸的解药 就能够推测出 李云聪肯定和红北墨有勾结 否则他怎会对 红北墨的手法如此熟悉 只是这老太监藏得很深 绝不会轻易泄露口风 胡小天继续试探道 鸡飞花认为文雅受伤的事情是个圈套 是有人故意设计 让他损耗内力 以荣扬无极功去救人 李云聪缓缓点了点头道 此事倒也合情合理 胡小天道 李公公当真不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云聪道 砸家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也能猜到几分 鸡飞花将计就计 以荣扬无极功救治文才人 趁机装出功力损耗严重 将计就计 蒙蔽想要借机铲除他的对手 他双目一翻 英策策道 你那晚和鸡飞花一起出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应当清楚 胡小天心中暗自冷笑 而李云聪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很难说他和那晚袭击鸡飞花的事情无关 此人偿服很深 和红北墨之间十有八九又有勾结 而据鸡飞花所说 那晚攻击他的蟹龙 乃是红北墨手下最得力的帮手 其余几人也是天机局的旧部 听到李云聪问自己 胡小天点了点头 于是将那晚上发生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李云聪听他说完 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 低声道 你是说蟹龙设下埋伏 意图刺杀鸡飞花 胡小天道 我听说这个人 是红北墨最得力的助手 李云聪道 咱家有件事想不明白 为何鸡飞花要带着你出去 他对你 缘何会如此信任 胡小天心说你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老子才是真不明白 他低声道 红北墨刺杀鸡飞花 难道没跟宁老通气 李云聪瞪了他一言道 咱家和红北墨并无联络 胡小天道 不对呀 他忠于太上皇 一心想扶植太上皇复辟 这一点上 你们俩人应该是志同道合 缘和没有联络呢 李云聪道 这件事跟你无关 胡小天道 既然和我无关 那么以后咱俩就当不认识 我也无需将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您 李云聪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还真是好奇 好 就算咱家和他有些关系 那又如何 蟹龙刺杀鸡飞花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 胡小天暗骂李云聪阴险 这种人干过的事情 除非被人当场抓住手 不然他绝不会承认 胡小天又道 宝宝和林婉两人是洪北墨的甘女儿 洪北墨让他们潜伏在皇宫内 是不是仅仅为了找到皇宫密道 李云聪道 咱家和洪北墨并不是朋友 他做什么事情 也不会向我禀报 胡小天道 文雅在明月宫被袭的时候 宝宝也同时被匕首划伤 匕首上为了七蛇夺命伞 李云聪道 那又如何 胡小天道 根据玄天馆的秦姑娘所说 七蛇夺命伞 乃是须弥天秘制的毒药 李云聪听到须弥天的名字不由一争 须弥天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不错 李云聪缓缓站起身来 你是不是在暗示杂家 文雅就是须弥天 正所谓言多必诗 胡小天可没有这样想过 听到李云聪这么说 胡小天不由地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怎么可能 文雅应该是乐谣才对 怎么可能变成了须弥天 可李云聪这样说 必然有他的道理 胡小天心中一动 干脆顺着李云聪的话道 鸡飞花为文雅疗伤之时 就已经断定他身怀武功 而且武功非同寻常 明月宫那晚 文雅被人袭击 宝宝受伤中毒 连袭击者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 大内侍卫陈城墙 被人稀里糊涂割掉了脑袋 到现在头颅都没有找到 李云聪静静望着胡小天 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胡小天道 宝宝的武功不错 陈城墙更是四品带刀护卫 是慕容斩的左膀右臂 武功绝非泛泛 能够同时做成这两件事的人 绝非拥手 放眼皇宫之中 也只有寥寥几人罢了 胡小天望着李云聪道 鸡飞花应该有这个本事 可是他没必要做出这种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 假如他伤了文雅 又何必去救他 全德安和文成焕交情匪浅 两人共同策划了文雅入宫之事 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洪北墨虽然在这件事上的嫌疑最大 但是根据鸡飞花得到的消息 洪北墨仍然身在大庸啊 李云聪冷笑道 你在怀疑咱家 直接明说不就得了 胡小天道 您身上的疑点的确最大 假如铲除文雅 势必可以让鸡飞花和全德安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激化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您老人家刚好可以坐收愚人之力啊 李云聪道 咱家没有做过 现在还不是让他们翻脸的时候 而且这件事 若是扳倒了鸡飞花 对咱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胡小天道 后来我又想 这件事会不会是文雅自己做的 来个贼喊捉贼 李云聪道 你因何怀疑 他是须迷天 绕来绕去 李云聪终于被胡小天绕了进去 胡小天从头到尾 也没有怀疑过文雅就是须迷天 而是李云聪自己怀疑的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93章 众魔大法 就算是现在 胡小天也没有怀疑过 文雅就是须迷天 他只是从种种迹象中推断 文雅和须迷天有着必然的关系 而记忆中 文雅胸前的那块盘龙玉佩 应该可以证明他和乐瑶的关系 支灵破碎的记忆 始终无法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影像 胡小天唯有巧妙利用李云聪 获得更多的情报 胡小天于是 又将自己在青云围观之时 结合乐瑶 乐瑶和文雅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 说了出来 到最后 提起乐瑶 用来害死万亭光的决西丸 李云聪越听 越是心惊 听胡小天说完这些往事 沉默了许久方才道 如此说来 乐瑶就是文雅 文雅就是须弥天 胡小天道 我也这么怀疑 只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为何须弥天可以装扮得如此年轻 旁敲侧击 逐渐深入 以李云聪的老道 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胡小天的圈套 李云聪此时脸上已经见不到一丝一毫的笑容 声音凝重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重磨大法 胡小天摇了摇头 李云聪道 所谓重磨大法 乃是天下间最为邪门的功夫呀 他抬起头来 目光显得虚无而飘渺 须知道 无论一个人的武功有多高 权力有多大 终有一天也会面临死亡 死去之后 难免成为一泡黄土 可修炼重磨大法的人 在临死之前找到合适的躯体 能将自己武功意识强行输入其中 胡小天一听 这岂不是和全德安传给自己武功差不多 不由得惊呼了一声 李云聪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淡然笑道 你不用害怕 全德安不会这种功夫 胡小天笑了笑 李云聪继续道 重磨大法的可怕之处在于 重入磨胎的那个人 开始的时候表现正常 但是随着磨胎在体内的成长 未来的意识会强行占据这个身体 成为身体的主人 胡小天眨了眨眼睛 总觉得这种事情有些匪夷所思 完全不合乎科学道理啊 李云聪道 任何武功心法都有缺点 重磨大法也是一样 虽然重磨大法可以让其人的意识不灭 但是磨胎重新复苏 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和人体胎儿的孕育一样 也需要十月怀胎 而武功和意识的恢复 又要更长的时间 胡小天道 你是不是说须弥天将磨胎 种入了文雅的体内 李云聪道 很有可能 胡小天道 他活得好好的 为何要将一身功力便宜别人 李云聪道 咱家刚刚就说过 任何武功心法都会有缺点 重磨大法虽然厉害 可是它的最大缺点在于 即便是重磨成功 成磨后的躯体 最多只能活二十年 须弥天扬名江湖的时候 已经有二十二岁 算起来 距今也差不多二十年了 按照你所说的情况 他应该是选择了文雅 作为重磨的对象 将磨胎 种入了文雅体内 胡小天对于医学的认识 彻底被李云聪给颠覆了 他也曾经做过器官移植 可从未做过意识移植 竟然有种武功 可以将意识和内力 全都转嫁给别人的体内 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 牛大发了 不过转念一想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 值得大惊小怪的 自己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重磨 不然何以从光怪陆离的 现代社会 稀里糊涂的来到了 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李云聪看到胡小天呆呆出神 低声道 你怎么了 胡小天道 我只是在想 须弥天会不会回来 他脑子里变换着 自己和文雅缠绵的场面天呢 假如真有众魔大法 假如文雅就是须弥天 假如自己记忆中的星星点点 全都是事实 难不成 自己把这位阴险毒辣的天下低毒师给干了 这事儿玩大发了 老子捅了个天大的漏子 胡小天想到这里不由的内心发毛 真要是如此 须弥天必然会回来 肯定要找我算账 若是他的众魔大法炼成 回来找我复仇 天下间谁还能保得住我的性命 李云聪道 即便他真是须弥天 他的武功在短期内也无法恢复到巅峰状态 魔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 方才能够彻底发挥出他的威力 胡小天道 李公公 那他又为何甘心来到皇宫内给皇上当小老婆呢 李云聪道 必然是有所图啊 胡小天道 那他跟鸡飞花有何仇怨 为何要设计害他 李云聪缓缓摇了摇头道 有些事咱家也想不明白 总而言之 须弥天此人性情古怪 他对武功对药学极其专注 但是对权力并不贪慕 他前来宫中 或许另有隐情 胡小天虽然无法落实文雅就是须弥天 可内心中仍然是忐忑不已 李云聪也被胡小天提供的这些情报 搞得苦苦思索 一时间竟然忽略了给胡小天把脉 假如他现在给胡小天把脉 一定能够察觉到他体内的变化 也一定能够推测出 这小子并没有完全对自己说实话 胡小天看到李云聪对自己疑心尽去 于是趁机提出告辞 李云聪也没有留他的意思 挥了挥袖子 示意他自行离去 胡小天刚刚从藏书阁的地洞中爬下 就看到头顶的洞口被蒙住了 李云聪的武功实在厉害 这么重的文圣像被他推来推去宛如无物 却不知鸡飞花和他打起来 两人谁能够占据上风呢 回到密道分岔之处 胡小天一屁股坐了下来 犹如看到了人生抉择的路口 自己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明月宫失火的真相就是文雅所纵 他之所以选择纵火逃脱 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而且鸡飞花对他产生了杀念 想起昔日温柔可人的小寡妇乐瑶 如今已经一时明灭 很可能被须弥天的魔胎所占据 胡小天心中一阵难过 在皇宫之中 群狼环似 稍有不慎 只怕就要落到骨肉无存的下场 胡小天恨不能现在就逃离此地 可想起单纯善良的龙夕月 想起她对自己的猪斑好处 顿时又有了留下的理由 她望着中间那条通往紫兰宫的密道 心中感慨万千 此时已经是二惊天 不知安平公主是否已经入眠了 想起龙夕月美丽绝伦的娇俏模样 胡小天心中忽然生腾起一种迫切的愿望 她恨不能现在就出现在龙夕月的面前 好好拥住她 跟她倾诉忠常 将这些日子以来的波折和凶险 全都说给她听 再好好疼爱一下依人 一味相思之情 最终还是理性占据了上风 乖乖返回了酒窖 好好睡上一觉 胡小天知道 自己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低调做人为妙 除了例行前往给皇上换药 就是在寺院局盘点账目 就算是外出采买 也全都交给史学东他们 并不轻力轻为 鸡飞花这些天居然也没有召见他 听说奉了皇上的命令出宫去办事 玄德安自从皇上突发疾病之后 也没有主动找过胡小天 胡小天乐得清静 这段时间闲来无事就修炼无相神功 感觉经历一日好似一日 他虽然对武功的认识不深 可是也知道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至于宝宝 他让人去淋浴殿给林婉传信 暗示林婉只要敢对宝宝不利 就会跟他撕破脸皮 发生了明月宫的事情之后 胡小天都能全身而退 料想林婉不敢对宝宝做出过分的事情 林婉也让人带话回来 宝宝在他那里静养 等到伤好之后 自然会安排他们相见 这次林婉表现得非常配合 应该是因为心虚的缘故 终于到了皇上拆线之日 胡小天早早来到了宣威宫 来到门外就遇到了小太监尹征 尹征引他进去的时候 笛声道 皇后娘娘和大皇子三皇子两位殿下都来了 胡小天点了点头 来到宣威宫内 看到蒋皇后正陪在皇上的身边 大皇子龙庭圣 三皇子龙庭圣 也在那里陪着皇上说话 因为龙夜灵的病情已经恢复 她的心情自然也好了许多 面对蒋皇后脸上也有了笑意 看到胡小天进来 乐呵呵向他招了招手道 小天快过来 谁都能看出皇上对这位小太监颇为青睐 胡小天上前高呼万岁 想要跪下行礼 没等跪下 龙夜灵就道 不用跪了 你来是给朕治病 免礼 蒋皇后望着胡小天的目光中 也没有了昔日的敌视 唇角居然流露出些许的笑意 轻声道 胡小天 皇上的话你没听到吗 还是赶紧帮着皇上拆线 这老娘们也学会了一些医学术语 她态度的转变 完全是因为受了儿子龙庭圣影响的缘故 开始意识到胡小天很不简单 在宫廷中还是尽量少数敌为妙 胡小天点了点头 又向龙庭圣笑着打了个招呼 这才过去 他也朝龙庭镇笑了 只是没有得到回应 龙夜灵躺在床上 把衣服掀起 胡小天先检查了一下刀口 刀口长得很好 胡小天这才打开器械箱 从中取出拆线剪和镊子 向龙夜灵道 陛下 拆线的时候会有一点疼痛 还请忍耐 龙夜灵点了点头道 真受得住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出手极其利落 每两下就将刀口的缝线全都拆完 龙夜灵低头看了看已经愈合的刀口 嘖嘖称其道 小天 你真是妙手无双 朕也见过不少高明的大夫 能跟你相提并论的 只有玄天管的任先生 胡小天谦虚道 陛下过奖了 任先生乃是大康第一神医 有起死回生的本事 小天可没他的能耐 又怎敢跟任先生相提并论 龙夜灵微笑道 嗯 年轻有为 又谦虚谨慎 真是难得 他目光转向三儿子龙亭震道 丁震啊 你以后要多学学小天的谦虚沉稳 胡小天心中一沉 这皇帝够阴的 你呀教训儿子就教训儿子 拿我说事干嘛 这位三皇子本来就跟我有仇 这下岂不是雪上加霜 龙亭震嘴上说着是 可心中却怒火中烧 父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将他和一个奴才相比 居然让他向奴才学习 这和打脸无异 胡小天的胡小天 终有一日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龙亭震的心胸 的确有些不够宽广 胡小天也没想跟他比 根本是他老子的缘故 胡小天道 皇上 小天无才无德 其敢和三皇子相比 两位皇子全都是 小天敬仰的对象 大皇子 威猛勇武 智勇双全 三皇子 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全都是人中龙凤 陛下千万别拿 小的跟他们相提并论 实在是折杀小天了 胡小天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明着旁两位皇子 可送给两人的一美之词 却不一样 仔细一品 还是有轻有重 大皇子龙庭圣道 哎 小天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有道是三人行 必有我师 你身上的确有我们兄弟 学习的地方 龙庭镇也是满脸对笑道 是啊 大哥说的极是 以后我一定经常找小天 交流 交流 说到最后四个字的时候 唇角流露出一丝冷笑 胡小天心中暗叹 只怕经过今天的事情后 自己和这位三皇子的梁子 会越结越深了 皇上拿自己教育他的儿子 纯粹是坑他 大皇子龙庭圣为他说话 虽然是好意 可他越是这样表现 就越是加神龙庭镇对自己的憎恨 在皇宫之中混得久了 胡小天凡事都会多想一些 事情绝不能只看表面 因为真相往往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这么简单 简皇后道 胡小天 陛下这次能够逢凶化吉多亏了你 想当初本宫还误会了你 你该不会记恨我吧 胡小天笑道 皇后娘娘对皇上情深义重 情之深爱之切 所以才会如此紧张 小天岂敢记恨 这心中感动都来不及 这次的事情让小天真正见识到 何谓抗力情深 天下间对待皇上感情最深的 就是皇后娘娘了 这货纯粹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一同阿谀奉长之词居然将简皇后感动 她的眼圈红了起来 目光向龙叶林看了一眼 却没有得到龙叶林的半点回应 想起皇上的薄情寡意 心中越发委屈起来 若非强行忍住 只怕当场就要落下泪来 简皇后微妙的表情变化 并没有逃过胡小天的眼睛 宫中的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 都看到他们人前的风光 谁又能知道他们背后的心酸呢 胡小天正准备告辞离去的时候 小公主欺欺到了 胡小天一听她来了 就有些头疼 这丫头实在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在皇上面前万一要是刁难自己 就麻烦了 不想跟小公主打照面的 还另有其人 简皇后率先起身告辞 她还没有来得及离开 小公主欺欺就进来了 扬声道 我刚来您就走 母后就这么不想跟我见面呢 一句话说得简皇后无比尴尬 哎呀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做娘的哪有不想见自己女儿的道理 七七双目一翻 送了一个白眼给她 您是我的母后 但不是我的娘亲 七七虽小 可这么简单的事情还分得清楚 别看简皇后是后宫之主 可在七七面前 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简皇后笑道 啊七七 我是真有事情 后宫每天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 她显然是无心逗留 快步离开了玄威宫 七七望着两位皇兄笑道 啊大哥三哥你们都在啊 父皇有没有说 到底立你们哪个当太子啊 一句话把龙廷盛和龙廷镇兄弟 两人说的也是勃然色变 这丫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兄弟两人对这个妹子的脾性 都非常清楚 知道没有她不敢说的话 为了避免尴尬 还是尽早抽身离开为庙 两人也向父皇告辞离去 胡小天望着几人落荒而逃的情形 心中不尽有些想笑 这七七还真是皇宫里的一个魔星啊 奇怪的是皇上对她居然如此纵容 任凭她胡说八道 居然不加阻止斥责 究竟是真心疼这个女儿呢 还是有什么把柄被这小妮子握在了手里 七七来到父亲床边 笑道 父皇您怎么不说话呀 龙廷灵笑道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 朕还有什么好说的 七七道 那就是嫌弃您女儿我多嘴咯 嘴唇一掘 在床边坐下 一双腿来回晃动 皇上的这么多子女之中 也唯有她敢做出这样的举动 胡小天躬身立在一旁 正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开口告辞 七七的目光就朝她看了过来 胡小天对七七的难缠 早已领教多次 谁让她盯上准宝倒霉 果不其然 七七道 父皇 您现在算认识胡小天了吧 龙廷灵笑道 认得 自然认得 这次真的病痛 幸亏小天出手 方才要盗病除 七七咯咯笑道 应该是刀盗病除才对 胡小天头皮一阵发麻 老子是你的救命恩人呐 不带那么玩的 七七又道 她的耶稣厉害吧 当初全公公的那条腿 也是她给剧断的 胡小天的脑门上 已经开始冒汗了 七七呀 七七 你 你还未成年呢 咋就那么多的坏心眼呢 七七话风一转 不过说起来当初 如果不是遇到了她 全公公和我 都已经被坏人杀死了 父皇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龙廷灵微笑道 胡小天屡立其功 朕一定重重有赏 七七道 父皇 您到底赏她什么 不如说出来 让女儿听听 胡小天慌忙道 多谢陛下 其实陛下 已经赏赐过小天了 上次就送给了小天一块盘龙金牌 胡小天可不敢要什么赏赐 尤其是七七在这里 不坑自己 就要给老天烧高香了 龙廷灵笑道 上次是上次 这次又立新宫 自然要赏 说是奖赏 可龙廷灵一时间 却想不起赏她什么 七七道 父皇 女儿倒是有个主意 龙廷灵点了点头 你说 七七道 你看 明月宫已经烧了 胡小天原本是明月宫的总管 现在等于徒有虚名 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 女儿那边刚好人手短缺 我看不如让他去楚秀宫中做事 封他一个总管如何 胡小天一听 让他去楚秀宫 脑袋就大了 你当老子犯贱 跟你去楚秀宫整天被你虐 慌忙道 陛下 小天还接任着寺院局的管事 只怕楚秀宫那边无法兼顾 七七一双美眸 狡黠地望着他 那就将寺院局那边的差事结了 伸你来楚秀宫做事 胡小天心中暗叹 这也叫升迁 降职才对 这小妮子玩心太重 皇上要是真听了他的话 恐怕自己的麻烦就大了 看这位糊涂皇帝对他的宠幸 应该是言听计从 看来今天自己是难逃厄运了 胡小天哀叹 自身不幸命运之时 忽然想起了鸡飞花 现在这种时候 唯有抬出鸡飞花 或许可以让皇上改变主意 可真要是这样做 会不会触怒皇上 让他以为自己是拿鸡飞花 要挟他 一时间内心矛盾到了极点 龙叶灵微笑 点了点头 他向胡小天道 明月宫备焚之事和你无关 朕思来想去 还是要给你安排一个去处 你去紫兰宫安平公主那里做事吧 胡小天本来内心已经绝望透顶 却想不到峰回路转 龙叶灵居然把他派去紫兰宫做事 陡然之间一天一地 巨大的惊喜占据了胡小天的内心 当真是心想事成 去紫兰宫做事 岂不是意味着 以后就可以和美丽的安平公主朝夕相处 这位皇帝真是善解人意 你对我这么好 以后一定送个便宜大舅子给你做 琪琪也没想到 父皇居然无视自己的要求 将胡小天派去了紫兰宫 他眨了眨双眸道 父皇 为何要派他去紫兰宫 龙叶灵道 你是朕的女儿 朕妍能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小天若是去了楚秀宫 你一定会想方设法整骨于他 朕那不叫赏赐 那叫责罚 胡小天心中暗赞 这皇帝一点都不糊涂 琪琪气得猛然站了起来 气得直跺脚道 父皇 女儿何尝整骨过别人 龙叶灵道 你姑姑即将嫁入大拥 她的身边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 胡小天聪明伶俐 做事稳重 恰恰可以过去给他帮忙 准备婚礼之事 你不是一直跟你姑姑感情最好 让胡小天去帮他 你难道都不肯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 获启萧强 第一百九十四章 一问三不知 七七听到这句话 反倒不吭声了 点了点头道 也罢 他去紫兰宫和去楚秀宫都是一样 反正呢 我姑姑过年之后就要前往大雍 等我姑姑走了 让他再来楚秀宫就是 胡小天一听 他还在惦记自己 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了 不过 暂时躲过一劫 也算幸运 既然得了赏赐 刚好可以告辞走人 胡小天向皇上告辞 小公主七七因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心情显然也受到了影响 向胡小天道 我跟你一起走 胡小天哪敢拒绝 和七七一起离开了轩威宫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皇宫 七七望着胡小天冷笑不已 胡小天明白 这妮子知道自己的底细 上次在酒窖中 还抓住了自己的命根子 虽然他当时以为 是抓住了一条毒蛇 可现在 这妮子渐渐长大成人 难保不会猜到 他是个假太监 若是知道了 他自己是个假太监 还想方设法 把自己弄过去 难不成 对自己有了什么特别的想法 胡小天越想越是心虚 胡小天在路口处停步 公主殿下请 私院局和楚秀宫 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在这里他们应该分手 七七却没有离开的意思 胡小天看到他不走 自己总不能在这陪着他 向他躬身行礼道 那小天先行告辞了 七七道 我送你 胡小天心说 老子可没那样的福分 陪着笑道 哎呀 小天何德何能 岂敢让公主殿下相送 七七道 我愿意 胡小天无奈 腿长在人家身上 路谁都能走 更何况 这里是皇宫大院 全都是人家的地盘 自己哪有阻止他的权利 干脆转身就走 小公主跟在后面 走了两步 忽然 哎呦叫了起来 胡小天只能停下脚步 转身望去 却见七七捂着脚踝 皱着眉头 疼死我了 我脚崴到了 胡小天暗自道 干我屁事 可脸上还得做出 关怀备至的样子 啊 要不要紧呢 哎呀 好痛 只怕是要断了 七七拿捏出 颇为痛苦的表情 胡小天知道 她是伪装 故作惊慌道 哎呀 那公主殿下在这里等着 我这就去叫太医 七七看到她起身就走 分明是要把自己扔在这里 怒道 胡小天 你给我站住 胡小天笑眯眯道 哎呀 公主殿下 我是去给您请太医 您的伤情 千万耽搁不得 你就是医生 被我过去 胡小天道 公主殿下有所不知 您现在足怀受伤 是吧 不能轻易移动 若是触动了伤处 只怕会留下后患 更何况 你尚在发育之时 万一两条腿 长得不一般长短 岂不是成了一个脖子 像全公公那样走路 总不好看吧 胡小天说完 转身要逃 七七道 你给我站住 胡小天唯有停下 七七竟然走了过来 然后一双手臂 就搭在她肩头 背我 胡小天心头暗叹 这丫头是赖上自己了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只能背着七七向前走去 七七道 你去哪儿啊 太医院 我不去太医院 你背我去寺院局 胡小天叹了口气 只能照办 七七道 你叹什么气啊 是不是心里特恨我 恨不能将我摔在地上 把我摔死最好吧 胡小天道 不敢 七七道 不敢是一回事 可你心里一定是这么想 胡小天干脆装哑巴 懒得搭理她 跟这位刁蛮公主 压根没有道理可讲 七七又道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背我是什么时候 如果不是她提醒 胡小天险些忘了这件事 上次还是在彭音山 遭遇狼群的时候 七七在逃跑的途中 崴了脚 自己背着她 亡命逃向石林 七七道 其实你这人心肠呢 也算不上坏 胡小天唇角 泛起思苦笑 若是老子心肠歹毒 当初在彭音山 就把你给咔嚓了 才懒得管你的闲事 可这世上福祸相依 如果没有当初对全德安和七七的救命之恩 也许她早已死在这场政变之中 七七道 其实我让你去楚秀宫 是为了你好 你曾经救过我的性命 我怎么会不记得 所以我想帮你 只有你去了我那里 我才好安排你顺利离开皇城 她压低声音道 别人不清楚 我还能不清楚 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想逃出去 对不对 胡小天对七七的这番话 将信将疑 应该说 怀疑的成分更多一些 这位小公主心肠 好像没那么好 胡小天道 哎呀 公主殿下误会了 小天代付赎罪 方才入宫 入宫之后啊 皇上和各位公公 对我好得很 小天从未想过 要离开这里 七七冷冷望着 胡小天的脖子根 对这次的话 是一句不幸 前方已经是私院局 小镯子和小凳子两个 看到胡小天 背着小公主回来 赶紧过去帮忙 七七原本就没什么事情 到了私院局 让胡小天放开自己 自行从她背上跳了下来 一帮小太监 看得目瞪口呆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感情 这位小公主 是把胡公公当马骑呢 七七道 带我去酒窖看看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看来七七 并不是幸之所至 来到这里 于是带着七七 来到酒窖内 七七进了酒窖 环视了一下周围 情声道 杀气好重 怨气冲天 看来里面藏着不少的冤魂吧 胡小天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小公主比我还要清楚 七七冷笑道 哼 上次你在这里 是不是动了将我和姑姑 灭口的念头 胡小天摇里摇头道 我从未想过要加害公主 死公主非比公主 她从未想过加害龙西月 可是对七七 却几次产生过 要将她灭口的念头 不过也仅限于想想罢了 谅你也不敢 七七说完 从袖中拿出遗物 轻轻一抖 展开之后 却是一张地图 胡小天看得清楚 这地图竟然是自己 亲手所惠 分明是九教的密道图 是他亲手交给 全德安的那一副 现在居然落在了 小公主的手里 胡小天心中暗叹 全德安啊 全德安 你居然将这件事 泄露了出去 这岂不是等于 将老子出卖了 事实证明 这老太监根本就靠不住 七七道 难怪你对这九教如此紧张 原来下面暗藏乾坤 带我下去看看 胡小天满头冷汗 哎呀 公主殿下 我不知您是什么意思 七七一双美眸冷冷盯住 胡小天道 事到如今你还敢骗我 这幅图乃是我从全公公那里得来 画的就是九教下面的密道 胡小天被揭穿秘密之后 呵呵笑了起来 七七也笑了 哼 是不是又想到了杀人灭口 你背着我走入私院局 一路之上有无数的工人看到 你若是敢对我不利 不但你要死 你们胡家满门 也要被抄家灭族 还有 你最好别对我有不利的想法 就算有 先死的那个也肯定是你 七七藏在袖中的左手微微一抬 你觉得自己可以躲得过 暴雨梨花针的射击吗 胡小天对七七的狡诈 早已领教过多次 她摇里摇头道 哎呀 女孩子家好奇心太重总不是好事 密道的事情并非是我有意欺瞒 而是全公公让我保守秘密 不要告诉任何人 七七道 那你带我去看看 这三条密道究竟通往什么地方 胡小天心中暗寸 这小妮子到底有什么目的 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那你得先告诉我 这幅图你是如何得到的 七七道 全公公送给我的 胡小天对此绝不肯信 全德安应该不会轻易将这件事泄露出去 更不会无端将小公主卷进来 可七七不愿说实话 自己也不可能用墙 唯有等以后见到全德安再问个清楚 密道原本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皇宫之中 至少全德安 李云聪 鸡飞花都知道了这件事 现在连七七都已经知道了 果然已经成了星光大道啊 今天皇上已经将他派去紫兰宫主室 中间那条前往紫兰宫的密道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以后自己大可堂而皇之的去和安平公主见面 何必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胡小天想到这里点了点头 带着七七向下方密道走去 七七看到胡小天移开酒桶和石板 露出下方的洞口 一双美眸异异声光 惊喜道 这密道通往哪里 胡小天道 不清楚 我从未走到尽头 他当然不会说实话 七七道 走 咱们去看看 他从胡小天手中抢过灯笼 快步向前 胡小天无奈 只能跟在他的身后 事已至此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希望这小妮子 只是好奇心作祟 幸之所至罢了 面对三条通道 七七选择的是最左侧的一条 这和胡小天当初的选择相同 这条通道是通往摇池 胡小天交给全德安的那张路线图上 也是用图画表示地点 并没有用文字明确标注 两人走了一会儿 就来到通道尽头 前方全都是水 七七平了平秀眉 这下面是不是还有洞口和外界相通 胡小天道 我没有出去过 他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七七看了他一眼 将信将疑 转过身 又向前方的水潭望去 胡小天道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在酒窖中逗留太久 会让外面的人生出疑心 七七道 外面是不是摇池 摇池是皇宫内最大的一片水域 想到这一层并不难 胡小天道 我又不懂水性 下去只怕会被淹死 我怎么知道 七七道 我下去看看 他竟然将手中的灯笼交给胡小天 拖去外袍准备下水 胡小天慌忙阻止他道 公主殿下 现在是寒冬腊月 池水寒冷四谷 凝视惊枝玉叶 下去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担待不起 他忽然停口不说 因为看到七七外袍里面 穿着一身银色的颈身衣 像极了现代的潜水服 从这身衣服的质地光泽来看 应该是某种动物的皮 胡小天此时方才明白 今天七七果然是有备而来 七七所穿的这身衣服 乃是鲨鱼皮所制 内部还有一层用来保暖的火鸟绒 可以完全将寒气阻隔在外 它的外袍内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包裹 展开之后 里面有头套 手套和脚谱 七七的身材已经开始发育 虽然稍嫌青涩 可是有些地方也是出具其形 胡小天望着他 忽然感觉这小女孩 渐渐开始长大成人了 其实压根就不该将他 当成小女孩看待 这妮子绝非像他表现出的那样 刁蛮任性 也许那只是他用来掩饰自身本心的一种保护 胡小天道 哎呀公主殿下 你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七七活动了一下手脚 双手交叉 胸膛向前方挺起 即便是这样的动作 仍然比不上胡小天目前的规模 她轻声道 在这里等我 我下去看看 然后就以一个极其优美的跳水姿势 落入了水潭之中 胡小天看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水下 马上来到她的衣袍处搜查 刚刚揭开她的衣袍 七七的脑袋又从水下露了出来 将胡小天的举动看了个清清楚楚 胡小天被人抓了个正着 难免尴尬 善善笑道 我帮你收起衣服 七七冷冷道 回头再找你算账 身体重新潜入水下 胡小天扬起拳头 做事要打 可也只是在背后做做动作罢了 她检查了七七的衣袍 里面哪有什么暴雨梨花针 这妮子居然学会了虚张声势 胡小天唯有在岸上等待 可等了半天都不见七七上来 她开始变得有些焦急了 七七虽然装备齐全 可到底水性怎样 她并不知道 万一这妮子在水下遭遇了不测 这笔账肯定要算在自己的头上 想起自己明月宫的事情刚聊 可不能再有什么麻烦 胡小天顿时不安起来 在岸边走来走去 足足等了半个时辰 仍然不见七七回来 胡小天再也沉不住气了 虽然知道七七性情狡诈 十有八九可能又玩花样 可这妞毕竟是精枝玉叶 大意不得 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脱下外袍 冬的一声跳了进去 池水寒冷彻骨 冻得胡小天手足发麻 可入水之后 体内的真气便因为 寒冷的刺激应激而生 一股温热的气息 从他的丹田气海自然生出 形成了一股螺旋暖流 这暖流在他的体内迅速扩展开来 散步到他的周身经脉 顷刻间寒意进退 胡小天又惊又喜 如果不是跳入这冰冷的水潭之中 还不知道自己修炼的内力 已经有所成就 这无相神功可真是非同凡响啊 其实胡小天现在的成就 绝非无相神功所赐 全德安先传给了他十年功力 但是这十年一种真气 在他的体内并不能自如控制 一切的变化 还是要源于明月宫的那个晚上 文雅将七颗赤阳焚音丹 一股脑全都塞到了他的嘴里 本想置他于死地 却想不到胡小天放出血影金毛 稀里糊涂地成就了一桩孽缘 文雅最后成功逼出血影金毛 成就血影毛王 而胡小天也因此而得到了好处 不但成功控制了赤阳焚音丹的药性 而且始终止步不前的内功修炼 终于发生了突破 完成了无相神功的第一层突破 无相神功的强大在于无色无相生生不息 在遭遇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 体内的丹田气海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应激反应 胡小天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潜入水底 准备从下方水洞游入瑶池之时 感觉到前方水流波动 应该是有人向这边飞速游来 胡小天慌忙后撤 对方从他的身边疏然掠过 应该是栖其无疑 想不到这妮子水性如此之佳 胡小天紧随其后冒出了水面 七七方才露出了水面 发现岸上空无一人 心中正在纳闷 胡小天就从他的身后冒了出来 将七七吓了一跳 七七率先从水中爬了上去 指着胡小天怒道 你这个骗子 刚刚明明说你不懂水性 胡小天道 开个玩笑而已了 你居然这么玩不起 他跟着从水中爬了上去 这货赤裸着上半身 下身虽然穿着裤子 可是被水湿透 完全贴富 望着胡小天的样子 七七的翘脸居然红了起来 在胡小天的面前 第一次显露出羞涩的表情 咬咬嘴唇道 不要脸的家伙 快把衣服穿上 胡小天也知道 自身形象不雅 又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 虽然穿了两层小内内 可水浸透后 仍然有穿帮的可能 迅速找到自己的外袍披上 七七除下头罩 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 因为有头罩的保护 她的头发居然一点都没有湿透 胡小天心中暗叹 人比人气死人 看看人家七七的装备 再看看自己的 倘若没有无相神功垫底 只怕自己跳入水中 就冻成了一个冰棍 七七躲到暗处 整理好了自己的衣服 出来的时候 看到胡小天已经穿得起起起长长 朝他恨恨点了点头道 胡小天 你居然敢骗我 胡小天一脸无辜道 公主殿下此话从何说起 小天怎敢骗你 七七冷冷道 你刚刚说自己不通水性 原来水性如此之好 胡小天道 我那是谦虚 这天寒地冻 池水冰冷彻谷 除非是不要命了 才会跳到里面去 那你刚刚又跳了下去 小天是牵挂公主安危 所以才冒死跳下水中相救 只是现在看来 我是启人忧天了 七七又瞪了他一眼 并没有进一步为难他的举动 胡小天本以为 他还要一鼓作气 探查其他两条密道 却没有想到七七居然选择离去 这对胡小天来说 当然最好不过 回到酒窗 胡小天先去将湿漉漉的裤子换了下来 然后陪着七七来到外面 私院局的小太监对公主的到来 只当没看见 倒不是因为他们对公主不敬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公主的脾气 再加上看到小公主脸色不善 杀气腾腾 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胡小天将七七 攻送到私院局大门外 七七向他道 密道的事情 你不可向群公公吐露半个字 否则我绝饶不了你 对七七的威胁 胡小天只当是耳旁风 他拿这位小公主没什么办法 事实上七七拿他也没多少办法 胡小天道 以后这私院局啊 小公主还是少来为妙 以免别人说闲话 七七冷笑道 哼 我倒要看看谁敢说闲话 送走了七七 胡小天决定去淋浴殿看看 临晚说过要将宝宝送回来 可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天 仍然不见宝宝现身 胡小天也不禁 为宝宝的处境感到担心 途经明月宫的时候 看到一帮工人正在现场整理 明月宫的那场火 将昔日繁华的宫室 烧成了废墟 唯一幸存的 就是胡小天曾经住过的小屋 胡小天在废墟前驻足 想起李云聪的推断 心中不禁一阵发毛 倘若这世上真有什么众魔大法 那么文雅很可能就是须弥天 在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须弥天本来想要杀了自己 可为何又会转变念头放了自己 甚至留下了一封遗书为自己脱罪呢 胡小天望着前方的断臂残垣 呆呆出神 正在入神之时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咳嗽 胡小天猛然惊醒 转过身去 却见宝宝站在自己身后 正静静望着他 几日不见 宝宝憔悴了许多 翘脸肤色苍白 没有任何的血色 柳眉如烟 双眸荡漾着点点泪光 紧紧咬着嘴唇 用这种方式控制着自身的情绪 微微起伏的胸膛 仍然泄露了他此时心中的激动 胡小天笑了起来 露出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 如同温暖的春风 一直吹到宝宝的内心深处 两人就这样静静站着 彼此看着 不用更多的言语 却已经感受到 彼此心中的牵挂和相思 宝宝轻衣连步走了过去 和胡小天并肩而立 望着明月宫的断臂残垣 轻声叹道 明月宫没有了 虽然他当初来明月宫 是抱着特殊的目的 可是眼看明月宫 华丽的宫室一夜之间成为瓦丽 心中也不免感慨 毕竟明月宫 承载了他的美好梦想 胡小天道 你我还在 宝宝点了点头 剩下的就只有他们两个幸存者 胡小天底声道 他有没有为难你 宝宝摇了摇头道 没有 对我的态度 突然好转了许多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张瑜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95章 另有打算 胡小天道 他答应我会放你离开 宝宝道 我决定暂时留在淋浴殿 胡小天愕然道 为什么 他本来已经想好应该如何安置宝宝 只要他向安平公主提起这件事 应该可以将宝宝调入紫兰宫 以安平公主的温柔善良肯定会善待宝宝 却没有想到宝宝却突然转变了念头 宝宝微笑道 我在淋浴殿待得习惯了 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也已经完全说开 这段时间若是没有她的细心照顾 我的伤势也不会恢复得如此之快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总觉得宝宝的决定并没有那么简单 难道他又收到了红北墨的命令 想到他体内的腕虫弑骨丸 胡小天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宝宝毕竟心存顾忌 他在宫中的一举一动仍然要受人左右 体谅到宝宝的难处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哎 只是咱们以后不能朝夕相对了 宝宝温婉笑道 我还会去寺院局 咱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是 一双美眸转了转 压低声音道 我不在你身边 岂不是你更方便去勾搭别的小宫女 胡小天笑道 嘿 咱家可不是那种人 他方才将皇上刚刚派他前往紫兰宫 侍奉安平公主的事情说了 两人之间本来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 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并不方便表现得太过清净 远处有几名太监向胡小天走了过来 宝宝担心两人的关系被别人看穿 悄然离开 来的却是和睦 此人也是鸡飞花的左膀右臂 和睦远远道 哎呀 胡公公 今儿什么风把您吹到明月宫来了 胡小天向他拱手道 哎呀 这几天忙着给皇上治病 今日皇上龙体痊愈 所以才有空回来看看 主动提及这件事 是要告诉所有人 今时不同往日啊 老子如今已经成了皇上的救命恩人 和睦来到胡公公面前 刚刚听说胡公公被皇上封赏 已经成了紫兰宫的总管 哎呀 和公公消息真是灵通 和睦笑道 好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 他的目光在胡小天脸上转了转道 胡公公今天过来 想必是缅怀明月宫的 胡小天故意叹了口气道 哎 触景生情啊 好好的一座宫殿 鲜活的七条人命 说没了就没了 和睦道 吉人自有天相 还好胡公公躲过来这场劫难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有没有回来 和睦摇了摇头 那和公公知不知道提督大人的去向 和睦笑道 提督大人行事 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 岂是我等能够揣摩的 不过他走了这些日子 眼看就是新年 暗里是快要回来了 胡小天点了点头 和睦道 胡公公此次立下大功 深得皇上器重 以后定然是前肠四井 发达之日 勿望观照在下 胡小天知道 他是在客气 淡然道 死去紫兰宫 为的是伺候安平公主 公主殿下年后就要嫁往大拥 小天在紫兰宫待的时间 也不会太久啊 和睦道 说不定皇上会派你当浅婚时 护送安平公主前往大拥 年纪轻轻 若是能够担当如此大任 足见皇上对你的信任 胡小天原本也搞不清皇上把自己派往紫兰宫的目的 和睦一说 倒是有这种可能 难道皇上当真要让自己护送安平公主前往大拥不成 如果真要是这样 自己倒有了救出安平公主的机会 陈恩府的高墙将阳光阻挡在外 院子里的建筑大都笼罩在阴影中 唯有北侧的碉楼 权德安站在碉楼之上 眯起双目望着西方天边渐渐坠落的夕阳 内心也渐渐沉浸在阴影之中 文成焕缓步走上碉楼 只是爬了台阶 他就感到有些喘息了 额头上也冒出了一些细密的汗珠 从袖子里抽出一方手帕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呼了口气 抱怨道 天怎么突然有些热呀 权德安转过身去 望着用黑色球皮将身体裹得 严严实实的当朝太师 不禁笑了起来 文成焕却笑不出来 刚刚死了女儿 尽管这个女儿并非轻生 可终究是一场妇女 权德安道 太师穿得太多 文成焕来到她的面前 皇上到底什么意思 居然派那个胡小天前往紫兰宫 权德安呵呵笑了一声道 皇上自然有皇上的打算 文成焕道 权公公 胡小天分明就是鸡飞花手中的一颗棋子 明月宫的事情必然和她有关 虽然不少证据已经表明胡小天和明月宫 失火的事情毫无关系 文雅也留下一书说大火是她一手所纵 文成焕却仍然这样说 权德安咳嗽了一声道 既然皇上都说她无罪了 太师又何必纠结于此 文成焕道 鸡飞花实在是太猖狂了 皇上若是对她一味纵容下去 势必会酿成大祸 权德安道 他毕竟有功于皇上 皇上是个念旧的人 你应该清楚啊 文成焕道 曲广木不明不白就死了 他可是刑部的干将 过去不知破获了多少大安 功劳显赫 竟然落到如此下场 权德安叹了口气道 刑部那边都已经有了定论 曲广木士自杀 文成焕冷笑道 是不是自杀 大家心里清清楚楚 权德安道 皇上是不打算追究明月宫的事情了 这件事还是尽早放下为好 文成焕神情黯然道 可怜我的女儿花季之年 居然遭遇如此恨祸呀 权德安道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还望文太师 节哀顺变 文成焕点了点头道 权公公 外面都在传言 胡小天乃是您一手送入宫中 为何他会被鸡飞花收买呢 权德安道 良情择目而弃 胡小天为人精明 懂得审时度势 自然看得出 在皇宫之中 谁人得宠 谁人得势 找个更好的靠山 也是正常的事情 文成焕道 皇上对鸡飞花太过宠幸 此人不断做大 这样下去绝非大康之福 老夫准备联络一帮朝中众臣 向皇上敬言 务必要及时提醒皇上 让皇上认清此人的面目 权德安道 文太师可曾和周丞相 谈过这件事 文成焕道 说倒是说过 可周瑞渊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非常暧昧不明 自从此人被皇上重新重用之后 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失去了昔日的锋芒和锐气 权德安一尾声尝道 太师焉知他不是在韬光盈晦 文成焕离开陈恩府的时候 夜色已经降临 从权德安那里 他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带着有些失落的心情 回到府内 第一时间 将儿子文博远 照到了自己的书房内 文博远来到房间内 反手将房门掩上 向父亲施礼道 爹 权公公怎么说 文成焕冷冷道 哼 这老狐狸 始终都在跟我兜圈子 表面上跟我站在同一阵线 心中却另有打算 他缓缓在太师椅上坐下 深随的双目中流露出阴冷的目光 皇上和权德安之间的关系 显然更为密切一些 这位大康天子 新任宦官多过他们这帮大臣 若非皇上当初对鸡飞花的纵容 也不会发展到今日难以收拾的地步 文博远道 爹 胡小天根本就是他送入宫中 只是现在胡小天找到了新的靠山 所以反过头来 帮着鸡飞花对付全德安 文成焕道 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胡小天只是一颗棋子罢了 我本以为和全德安联合可以搬到鸡飞花 现在看来 我可能高估了全德安的本事 也低估了鸡飞花的实力 他向儿子看了一眼道 全德安让你出面组建神策府 实际上是要把我们父子推向风口浪尖 他以为我们当真看不透他的心思 这老狐狸想将我们父子当成他的棋子 用我们制衡鸡飞花 巴不得我们拼个两败俱伤 他才高兴 文博远愁愁满知道 爹爹运愁帷幄 他既然想让我站出来 咱们就顺势而为 现在的神策府 基本上都是我的心腹班底 只要再给我一年时间 完全可以超过天机局 文成焕眯起双目 然后缓缓摇了摇头道 天机局乃是大康最为高深莫测的机构 历经百余年经营 其中高手如云 实力深不可测呀 少年轻狂 他对自己的儿子是非常了解的 儿子文武双全 的确是青年一代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可毕竟年轻气盛 欠缺挫折 以后还需多加魔力 文伯远笑道 爹爹莫掌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若是在一年前或许还可以这样说 现在的天机局 早已不负昔日之勇 陛下登基之后 天机局内部发生了分裂 一部分人因为涉及当年 刺杀皇上 畏罪潜逃 还有一部分人 被鸡飞花屠戮 剩下的 哪还有什么高手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你呀 千万不要轻视了传承二字 更不要忽略了天机局 本身的底蕴 自从鸡飞花掌管天机局以来 他肃清内奸 重整各部 如今的天机局 已经稳定了下来 文伯远道 那鸡飞花根本就是 全德安一手扶植起来 哼 却想不到养虎为患 居然成了他的对头 这老太监 只怕是悔不当初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成焕抚恤道 全德安 鸡飞花 这两个人都不简单 我总觉得皇上 似乎有什么把柄 被鸡飞花握在手中 不然此子 为何会如此猖狂 他眉头紧锁 一直以来 这都是他百思 而不得其解的问题 文伯远道 爹 我听说 胡小天被皇上 派去了紫兰宫 成了那里的总管 文成焕缓缓 点了点头 盯住儿子的双目 直到他有些 心虚地低下头去 方才低声道 伯远 你心中 是不是还在念着他 文伯远 抿了抿嘴唇 感觉父亲的目光 似乎一直看到了 他的内心深处 他的真正想法 无处可藏 目光躲闪到一旁 方才轻声道 爹 孩儿已经想明白了 男儿立誓 当目光远大 岂可沉迷于儿女私情 文成焕站起身 缓步来到了儿子的身边 杨起手轻轻拍了拍 他的肩头道 你心中究竟怎样想 爹心里清楚 知子莫如妇 儿子对安平公主 一往情深 早在昔日 太上皇龙宣恩在世的时候 儿子就想和安平公主提亲 可那时 文成焕对儿子的想法 是支持的 和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龙宣恩已经成了太上皇 虽然名义上含有一个皇字 实际上 却被龙叶陵软禁在寺庙环水的 缥缥山之上 安平公主 虽然是龙叶陵同父异母的妹子 现在的地位 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显赫 否则也不会被远嫁到大庸 文博远道 爹 孩儿明白应该怎样做 那件事孩儿完完全全放下了 文成焕点了点头道 吉飞花这段时间都不再经常 胡小天前往紫兰宫的事情 绝不是他的意思 那就意味着 是皇上自己的意思 也可能是全公公的意思 文博远道 仅仅是一个太监的调动 背后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文章吧 文成焕却摇了头 明年三月十六 就是安平公主的大婚之日 胡小天在这时候前往紫兰宫 绝不仅仅是为了伺候他那么简单 皇上应该是动了让他当浅婚时的念头 文博远恶然道 怎么可能 他何德何能啊 文成焕道 胡小天乃是全德安 一手带入宫中 在道理上讲 他应当是全德安的人 全德安为人冷酷无情 不念情面 他真心一对的 恐怕只有皇上一个人而已 他心中最大的敌人 目前就是吉飞花 胡小天接近吉飞花十有八九 也是他的授意 明月公失火 他开始跟我站在同一立场 意图通过胡小天这个弃足 扳倒吉飞花 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顺利 全德安的做法 势必引起了胡小天的警惕 说不定彻底会将胡小天 推入吉飞花的阵营 文博远道 那可是他为何又要在皇上面前 举荐胡小天 文成换道 胡小天也不是傻子 经过明月宫的事情之后 他以后绝不会真心给全德安办事 既然咱们能够想到 全德安也一定能够想到 他将胡小天送入紫兰宫 肯定是另外一个阴谋 虽然我目前还不知道他有什么阴谋 可有一点能够断定 他很可能要在安平公主的身上制造文章 胡小天这颗棋子 终将被他所欺 文成换身随的双目中流露出阴冷的光芒 文博远皱了皱眉头 爹 安平公主远嫁在即 围绕她 难道还会有什么是非 文成换微笑道 我准备薄举 前往护送安平公主 你意下如何 文博远以为父亲又在故意考验自己 慌忙道 孩儿对他早已断了想法 孩儿宁愿留在康都 文成换压低声音道 这次你却必须要去 一定要去 文博远不明白父亲的意思 眨了眨眼睛 文成换声音低沉道 做好准备 过了正月 你就要前往大庸 胡小天已有多日未曾出宫 腊月二十九 是这一年中最后的一次出宫采买机会 胡小天一早 便让人准备好 带上史学东小镯子小凳子一起出宫 之所以出来这么多人 也是因为想选在年前在外面好好玩上一次 就算是给这几位心腹跟班的一点福利 翡翠堂的曹千山已经准备好了酒席和红包 只等着他们前去 胡小天在出宫之后就和几人分开 乘车前往保风堂 几人约好了中午前往翡翠堂相聚 萧天墓之所以盘下保风堂墓地之一 就是为了方便和胡小天相会 虽然初期花了一些银子 可胡小天利用手头的权力 采购了不少保风堂的东西 仅靠着皇宫的采购 就足以维持保风堂的日常开支用度 萧天墓擅长经营 这段时间打通南北商路 已经在大雍的国都雍都开设了分号 胡小天来到保风堂的时候 正看到一车车的陶瓷 从保风堂陆续运走 高远和几名伙计在门口忙活着 看到胡小天的坐车过来 高远喜滋滋地迎了上来 拱手行李道 胡公公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胡小天掀开车帘走了下去 一阵子不见 高远这孩子又长高了许多 显得更加的有黑壮实 唇角也有了软茸茸的寒毛 有点男子汉的味道了 胡小天笑道 嘿呀 长高了呀 这是在干什么 高远道 年前运一批货去雍都 走船运 我也去呢 自从来到康都之后 他还从未出过远门 所以显得异常兴奋 胡小天笑道 哟 那岂不是过年也要在路上了 高远道 今晚走 二爷也一起过去 他口中的二爷就是萧天墓 胡小天点了点头 让高远继续忙活生意 独自一人走入了宝峰堂 周末在宝峰堂内 忙着给工人发红包 今儿忙完 明天就暂时停业 直到十五方才开张 看到胡小天进来 周末迎上来拱手道 胡公公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虽然是结拜兄弟 在人前还是要做足表面功夫 胡小天微笑道 哎呀 周老板客气了 周末心领神会道 账房在后院呢 胡公公先过去 我忙完手头的事 马上赶过去 胡小天向他会心一笑 走入后院之中 萧天墓此时就在自己的房间内 等着胡小天 房门开着 窗户也开着 他坐在临床的椅子上 穿着一件半心不救的白胡皮大肠 灰蒙蒙的眼睛望着窗外 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胡小天走入房内 二哥 萧天墓如梦初醒 深深舒了一口气 仍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三弟来了 胡小天来到他的身边坐下 随手将窗户关上 冷风不停从外面灌进来 他担心萧天墓会着凉 萧天墓道 屋子里待得久了 总觉得气闷 胡小天笑道 那就出去走走 嗯 今天晚上我会去雍都 胡小天道 走得如此突然 萧天墓淡然笑道 算不上突然 早在保风堂开业之初 就已经筹备雍都封号的事情 这次必须要去看看 胡小天道 也好 带着高远 让他历练一下 听到高远的名字 小天墓笑道 小远是个聪明的小子 若是好好调教 日后必尝大气 胡小天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想起高远的变化 忽然意识到 自己在皇宫中 已经待了不少时候 果然是日月如梭 时光如间 小天墓道 最近听说了宫中不少的事情 我和大哥 一直都很担心你啊 胡小天道 哎 事情的确是层出不穷啊 他将最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上次前来保风堂的时候 他刚刚被派往明月宫 伺候文雅 这次见面 非但文雅自焚 甚至连明月宫也已经化为瓦礼 当真误是人非了 小天墓听到胡小天说完 不禁为他的处境深深担忧 身处皇宫之中 游走于三大势力之间 稍有不慎 就会性命不保 根据胡小天所说的情况 全德安应该已经怀疑胡小天 和鸡飞花之间的关系 小天墓道 让你前往紫兰宫 究竟是谁的主意 胡小天道 小公主七七本想抓我去处秀宫 皇上看出我为难 所以并没有让她如意 将我派去了紫兰宫 她停顿了一下诱道 开始的时候 我也以为皇上只是临时起义 可后来我却发现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 安平公主的婚期是明年三月十六 距今只有两个半月 年后就应该启程前往大雍 最近宫里有风声传出 说皇上派我当遣婚时 可目前皇上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这件事情 小天墓道 在明月宫的事情上 全德安不肯为你出头 一方面 他想要通过你牵累鸡飞花 达到打击鸡飞花的目的 另外一方面 也可能他失去了对你的信任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很有可能 所以我怀疑这次派我前往紫兰宫 是他在幕后推手 小天墓道 假如此事属实 那么他将你派往紫兰宫的目的何在呢 胡小天内心一沉 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秘密 自己根本就是个没净身的假太监 全德安对此一清二楚 难道全德安将自己送入紫兰宫 目的就是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假如真要是如此 全德安的心肠 也忒歹毒了一些 各位听友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96章 紫兰宫 萧天木道 他最终想要对付的人 应该还是鸡飞花 将你送入紫兰宫 应该是要在紫兰宫制造文章 难道 他想对安平公主不利 胡小天有些不安地在室内夺步 萧天木虽然看不到 可是从脚步声也能够觉察到胡小天的不安 三弟 你好像心事很重啊 胡小天道 二哥 假如我顺利成为大康潜婚时 前往雍都 岂不是我最好的逃生机会 萧天木缓缓点了点头道 不错 只要安排妥当 你就可以顺利逃出这个虎狼之窝 他在雍都开设封号 积极经营 其实就是为有朝一日的逃离做准备 放眼天下 逃往大庸 那是胡小天最为可行的目的地 想要逃亡 必须要等待时机 一切准备妥当 方才能够付诸行动 假如胡小天这次 真能成为大康潜婚时 那么 护送安平公主前往雍都成亲 无疑是绝佳的一次机会 胡小天几乎就要将营救安平公主的想法说出来 可是思来想去 这件事还是不说伟妙 萧天木是个极其理智之人 他绝不会赞同自己这种 为了儿女私情甘心冒险的想法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现在考虑的事情和过去 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别 举家逃出康都的念头 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强烈 其实到现在 胡小天都没有想出 营救安平公主的可行计划 想要做成这件事 只能他自己秘密进行 在此之前 必须要严守秘密 绝不可泄露出一丝一毫的风声 他最大的牵挂 还是父母双亲 务必要在营救安平公主之前 想方设法 安排父母离开康都 可是 真要是救出了安平公主 那么 他势必会成为 大康和大雍两国的公敌 天下之大 又有哪里会是 他的藏身之处呢 营救安平公主 小天目道 三弟 你在想什么 胡小天笑了笑道 我在想 全德安 他为何要保健我 前往紫兰宫呢 难道全德安 让自己前往紫兰宫的 最终目的 就是想在他没有 净身的事情上做文章 转念一想又不太可能 毕竟是全德安 一手将自己送入宫中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自己也不可能 瞒天过海 成功混入宫中 揭穿这件事 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唯一的可能 就是诋毁安平公主的清白 绝对影响不到鸡飞花 全德安和安平公主 无怨无仇 何苦为难一位 落魄的公主呢 他的最终目的 还是对付鸡飞花 胡小天思来想去 始终不得其解 小天目道 假如全德安最终的目的 想要搬到鸡飞花 那么他保健你前往紫兰宫 必然和这一目的相关 胡小天道 二哥 我只是想不通 他还能在我身上 做什么文章呢 胡小天无法确定 全德安 是不是要在自己 没有静身之上做文章 小天目双眉紧咒道 朝堂争斗 想要将对方置于死地 最常见 也是最彻底的方法是什么 胡小天道 那就是污蔑对方谋反 小天目道 安平公主乃是太上皇的女儿 又是周王的妹妹 你的身份是前户部尚书的公子 西川李家的未来女婿 将这些人连在一起 你觉得别人会联想到什么 小天目一语道破玄机 胡小天听到这里不由的冷汗直冒 小天目分析得不错 全德安此举 显然是在为污蔑自己谋反做准备 相装无剑 你已在佩宫 自己仍然只是一个棋子 安平公主和自己一样 全德安的真正目的 还是姬飞花 而姬飞花恰恰因为自己 和这一连串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只要时机成熟 全德安就可以编织一个 意图协助老皇帝复辟的罪名 将他们一网打尽 小天目道 皇上将你派去紫兰宫的真正目的 应该就是如此 姬飞花不断做大 应该引起了皇上的戒心 想要除之而后快 看来全德安才是他最信任的那个 胡小天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此说来 我现在还真是骑虎难下了 小天目道 他们的计划虽然完美 姬飞花却非等闲之人 我们既然能够识破他们的布局 以姬飞花的精明未必看不出 胡小天道 就算他看不出 我也要将这件事点破 刑事将胡小天和姬飞花的利益 已经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假如皇上对姬飞花起了杀心 那么自己也难逃结束 胡小天才不管什么效忠朝廷 对他而言 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小天目微笑道 所以他们安排你前往紫兰宫 反倒是一件好事 只要抓住机会顺水推舟 成为遣婚时 利用这次绝好的机会 我们就能顺利逃出大康 周末此时敲门走了进来 他朗声道 已经全都装车运走了 运河码头那边也已经说好了 今晚就可以出发 他看了小天目一眼道 我都说过了 晚几天走就是 留在康都过个新年 咱们兄弟也好团聚一下 小天目道 雍都那边的事情耽搁不得 咱们兄弟也必须要准备 随时离开这里了 周末露出惊喜之色 决定了 他认为胡小天终于决定 要离开康都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一直都在为逃离康都 做着积极的准备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嗯 再等机会 如果一切顺利 三月就能成行 周末输了口气道 能够离开这里最好不过 整天憋在宫里 三弟心里只怕早就委屈死了 胡小天道 哎呀 好在有惊无险 至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其实 他已经适应了宫中的生活 正所谓 越是危险的地方 越是安全 日子过得并非别人想象的 那么不堪 周末伸出手去 双手用力握了我他的肩膀道 嗯 又结实了 嗯 对了 你的内功最近有没有进展 胡小天道 好些了 自从紫兰宫的惊魂一夜后 文雅害他不死 反倒成就了他在无相神宫上的突破 这段时间 胡小天的武功也在与日俱增 周末道 解灵还需系灵人 若想早日化去你体内的一种真气 还是全德安本人的心法最好 他示意胡小天将手伸出来 为胡小天把了把脉 一缕真气透露胡小天的经脉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真气刚刚进入胡小天的经脉之中 便溃散消融 似乎被股无形的吸力所吸引 完全消失不见 周末难能道 一邪门 他用凝聚真气透露其中 此次比刚才多用了三分力 可结果仍然是一样 周末恶然道 你练了什么邪门功夫呀 胡小天道 我也不清楚 只是一个练气的心法 练完之后感觉身体 比起过去舒服了许多 周末收回自己的手指 摇了摇头 浓眉紧锁道 这功夫好不邪门 以后啊 你还是少练为妙 胡小天点了点头 心中却不以为然 周末想起一件事 起身去一旁拿了一封信过来 却是慕容飞烟 让他转交给胡小天的信 胡小天接过书信 缓缓展开 慕容飞烟 已经抵达了临渊 字里行间流露出 对自己的深深牵挂 真情流露 胡小天看在眼里 心中感动非常 自己何德何能 居然能够让慕容飞烟 如此痴情相待 不离不弃 他想起慕容展 委托自己的事情 行声道 帮我约一下展棚 我有事要跟他说 胡小天在除夕一早 就来到了紫兰宫 紫兰宫原本是有两名宫女 两名太监 在安平公主的婚事定下来之后 这些宫女太监 就开始考虑起了未来的去向 这其中 紫娟是从小跟在安平公主身边的 安平公主远嫁大拥 肯定是要带她一起过去 至于其他的几个 将来还是要留在大康 几人嘴上虽然不舍 可心中谁也不想跟着去大拥 对于这种政治上联姻的真正意义 太监宫女们是了解的 背井离乡 远嫁他国 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悲剧收场 若是有幸得到未来夫婿的宠爱还好 或许还能过上几年的幸福时光 可幸福毕竟短暂 红颜易老 一旦年老色衰 必然会被打入冷宫 安平公主从未想到过 皇上居然会把胡小天派来此栏宫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方心中充满了期待 同时又有些忐忑 虽然一直期盼着这一刻 可是真正等朝夕相对的机会到来的时候 却又不知应该如何面对 胡小天带着两名小太监一起过来 初次登门总不能空着手 两名小太监手中的提栏里面放着一些新鲜的果品 一栏是给宫女太监们分享的 还有一栏是送给安平公主的 两名小太监将东西放下之后就告辞离去 子娟笑道 胡总管我们听说你要过来 这两天都望眼欲穿呢 胡小天和和笑道 哎呀我来子兰宫逃碗饭吃 还希望几位姐妹兄弟 不要嫌弃我才是 她的笑容人畜无伤 颇有感染力 很容易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这也是她的天生优势 子娟道 哪里哪里 谁不知道你是寺院局的总管 我们还听说皇上让你来 其实是为了帮助筹备公主出嫁的事情 以后啊还要靠胡公公多多照顾我们呢 她为人精明事故 说话也非常得体 平日里深得安平公主的器重 胡小天将其中一篮水果给他们分了 然后低声询问道 公主殿下呢 子娟道 一早就去了书房 我带你去见她 胡小天点了点头 拎着果篮跟在子娟身后来到了书房门外 子娟敲了敲房门 公主殿下 胡公公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过了一会儿 方才听到书房内传来龙溪月温婉柔润的声音 让她进来吧 子娟应了一声 朝胡小天使了个眼色 然后小声道 公主善良宽厚 待我们好得很 你不用担心 胡小天心中暗笑 哼 我有什么担心的 安平公主对我不知有多好呢 她低声道 谢谢子娟姐姐 伸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龙溪月原本在画案前画画 听到房门响动 将笔轻轻搁置在笔架上 胡小天走入房内将房门给关上了 朗声道 奴才胡小天 一颗星暖融融的 黑长的睫毛垂落下去 宛如蝴蝶翅膀般 微微颤动 轻声道 起来吧 其实胡小天根本就没跪下 胡小天将那篮子水果放在茶几上 顺便朝画案上瞄了一眼 龙溪月画的是一幅山水画 仔细一看 似乎像是皇宫内摇池和飘渺山的景致 胡小天道 公主画的一首好画呀 龙溪月矜持笑道 我闲得无聊 随手涂鸦之作 让胡公公见笑了 胡小天想起秦宇童告诉自己的事情 龙溪月为了她曾经放下面子 以文博远送她的那幅画去威胁文成焕 心中不禁一阵感动 轻声道 这些日子有劳公主费心了 龙溪月翘脸一热 摇摇嘴唇 我又没做什么 心中有些纳闷 难道自己派子涓前往太师府的事情 被她知道了 按理不会呀 胡小天道 我全都明白 这货向龙溪月又走进了一步 龙溪月翘脸红得越发厉害 指了指门外 暗示胡小天隔墙有耳 胡小天笑了笑 向后又退了一步道 公主殿下 皇上派我过来 听候公主殿下差遣 龙溪月道 你不是还有私院局的事情要做 怎么皇上又把你派到了这里 他也想不通 为什么皇上会把胡小天派到这里来 虽然心中欢喜 可总觉得这件事不太合理 难道是胡小天主动向皇上提出的 如果真是这样 他的胆子也太大了一些 胡小天道 皇上说是赏赐我 其实紫兰宫的总管 未必比得上私院局的总管更加威风 但是对胡小天而言 紫兰宫的总管却不是为一个天大的赏赐 甚至其他任何的赏赐 都比不上这个来的实惠 不然他怎么会有和龙溪月朝夕相对的机会 当然要除去这背后的阴谋诡计 全德安一记未生又生一记 这次居然将善良的安平公主也算计在内了 老太监的心肠实在歹毒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 这次我定要你全德安 陪了夫人又折兵 把老脸都折进去 龙溪月的表情充满了怀疑 含羞道 一定是你邀功情赏 借着治好了皇上的病 趁机提出来紫兰宫 胡小天低声道 天地良性 我就算再想过来 也不至于主动提出来 若是让别人知道咱们之间 话还没说完 已经被龙溪月柔软滑腻的小手捂住了嘴巴 显然是怕他胡说八道 胡小天趁机在龙溪月的掌心上 吻了一记 并非是他胆大妄为 他现在的实力 经非西比啊 周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全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所以练武还是有练武的好处 如果武功能够达到鸡飞花那种地步 刀山火海来去自如 天下之大又有什么好怕 就算是抢了龙溪月闯出皇宫 只怕也没几个人能够将他拦住 龙溪月小声道 大胆狂徒 信不信我把你赶回去 嘴上虽然说着称怪的话 可翘脸上却娇羞无限 哪有丝毫生气的样子 胡小天笑道 不信 停断了一下又道 敢 我也不走 龙溪月本想跟他板起面孔 可终究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一笑让百花全都失去了颜色 胡小天看在眼里 一颗心几乎都要醉了 就算是为了他的一笑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美貌在多数时候拥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否则也不会有一笑倾城 再笑倾国的说法 胡小天内心陶醉之时 也没有忘记对外面动静的警惕 耳边听到有脚步声正在接近书斋 慌忙向龙溪月使了个眼色 龙溪月回到画案前 胡小天装出帮忙摸摸的样子 果然子涓的声音又在外面响起 却是侍卫齐大内道了 胡小天心中不尽有些奇怪 这齐大内乃是慕容展的得力助手 平日里负责内宫警戒之责 却不知他来紫兰宫作甚 难道是因为星年临近 例行巡查 齐大内前来的目的 却不是为了例行巡查 来到书斋内恭恭敬敬 向安平公主行礼道 属下齐大内参见公主殿下 龙溪月轻声道 齐统领此次前来所谓何事 齐大内恭恭敬敬将手中一封公文长上 皇上开恩已经特许公主今日前往 飘渺山灵霄宫探望太上皇 这是特批的通行令 慕容统领那边也已经收到了消息 特地让卑职前来通知公主一声 龙溪月文言芳心中一阵激动 他伸手将通行文书接了过来 仙手微微有些颤抖 其实他早就提出过 要去飘渺山灵霄宫探望父亲 可是提出之后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想来这位天子皇兄 根本不打算答应他的请求 时间一长 心中也就渐渐失去了希望 却没有想到在除夕当天传来了喜讯 皇上开恩特许他前往飘渺山探父 胡小天心中暗存 嘿 我当什么大事 原来是皇上特许他妹妹去见他老子 却不知这其中又隐藏了什么阴谋 自从来到皇宫之中 周围到处都充斥着阴谋算计 也难怪胡小天凡事都先往坏处去想 齐大内恭敬道 今日有时公主请准时前往飘渺山 到时候慕容统领会为公主安排面见太上皇的事宜 龙夕月抿了抿嘴唇道 有劳齐统领费心了 齐大内向龙夕月再次行礼退了出去 龙夕月朝胡小天使了个眼色道 胡公公帮我送齐统领出去 胡小天应了一声陪着齐大内走出门外 齐大内出门之后方才向胡小天道 哎呀 胡公公刚才公主在场 没有给公公打招呼 还望恕罪 他也清楚胡小天今时今日在宫中的地位 心境又治好了皇上的病 正在当红 即便是以齐大内的地位 在胡小天面前也表现得非常前功 胡小天笑道 哎呀 齐统领客气了 他自掏腰包 拿了无良赏金出来给齐大内 即便是送信的也需要打点 龙夕月养在深宫 对人情世故知道的很少 胡小天从下层摸爬滚打 一路上来 最擅长的就是干这种事情 齐大内连连称谢 收了精子 拿人东西手软 虽然精子不多 可齐大内也礼尚往来 给了胡小天一句话道 晚上胡公公可以陪着一起过去护卫公主 胡小天文言一争 没等他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却见齐大内已经快步离去 望着齐大内的背影 胡小天越想越是奇怪 他怎会没来由说这句话 难道另有深意 想得正在入神 看到一个小太监捧着几本书走了过来 却是藏书阁的小太监袁福 袁福看到胡小天远远就笑了起来 胡公公好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袁福你怎么到这来了 袁福将那一套书递给胡小天道 这些书都是安平公主列的书单 李公公让我给送过来 劳烦胡公公替我转交了 胡小天道 好 袁福又道 李公公还说了 让我见到胡公公跟您说一声 您借走的那几本书还请尽快还回去 前两天太上皇清点了书单 唯独缺那几本 胡小天心中一争 联想起刚刚齐大内神秘的话语 引人猜到这些事全都不是偶然 这帮人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说这番话 袁福又道 哎呀 李公公说了 一定要给胡公公说明白 不是他追着您讨要 而是上头催得紧 胡小天笑道 哎呀 袁福 你回去帮我告诉李公公 我明白了 袁福笑道 好的 我这就回去告诉李公公 胡小天抱着那一落书走回紫兰宫 齐大内今日来此是为了宫事 可最后一句话 分明在提醒自己 跟着安平公主一起去飘渺山 袁福这会儿过来 为李云聪传话 显然不是巧合 齐大内和李云聪之间 应该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这皇宫中的关系 真是错综复杂 果然是人世间最为凶险的地方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还真不好分辨 对于龙锡月而言 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父皇 新年过后 他即将离开大康 此次相见 也算是临行之前的道别 年后就要远嫁大拥 只怕今生再无相见之日了 除此以外 龙锡月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需要当面询问父亲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97章 惊心动魄 皇室之中 亲情甚至还比不上 寻常的百姓人家 父皇当权之时 就意图将他驾往杀家 如今 换成了皇兄当政 仍然免不了 沦为政治工具的命运 龙锡月感叹自身命运的同时 不由得想起了 远在西川的同胞哥哥 如果说他的心底 还有牵挂 就是这个哥哥了 现在 哥哥龙叶方 被西川李氏软禁 成为他们的人质 还不知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 想不到 他们兄妹的归宿 都是如此凄惨 心念及此 龙锡月不禁发出叹息之声 胡小天此时抱着一摞书走了进来 刚好听到龙锡月的那声叹息 关切看了他一眼 将内落书放在书案之上 这是藏书阁李公公刚让人送过来的 说是公主殿下之前列好的书单 龙锡月点了点头 你先放在那里吧 胡小天看到他表情凝重 似有心事 行声道 公主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能否说出来让小天帮着分忧 龙锡月道 之前心中总想着在离开大康之前 再见父皇一面 可是真正有了见面的机会 心中反倒犹豫了起来 胡小天微笑道 父女相见本是好事 不知公主应何感到犹豫啊 龙锡月道 相见不如不见 再见不过徒增赶伤罢了 胡小天道 公主若是不想去 大可不去 在他看来 这次的见面充满了阴谋 龙锡月摇了摇嘴唇道 我长这么大 和父皇说话的次数加起来 只有七次 他对此事记得清清楚楚 胡小天点了点头 在普通人的眼中 皇家儿女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称之为荆枝玉叶 一个个仰视他们 心中羡慕不已 可谁又能够想到 他们的悲哀 皇室之中 清情寡淡 多数皇族儿女 甚至连最基本的 父爱和母爱 都无从得到 龙锡月道 可是一想起 我这次走了 只怕今生今世 都没有机会再回来 于情于理 也该去见见他 跟他道声别 胡小天道 你若是感到忐忑 我陪你去 他也没忘记 李云聪交给自己的任务 龙锡月美眸 绽放出异样的神采 胡小天沉稳 而笃定的表情 让他从心底感到踏实 也许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安全感 龙锡月轻轻点了点头 唇角终于献出久违的笑意 胡小天提出前去 动机也并不单纯 陪伴龙锡月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是借着这次的机会 好好探查一下 飘渺山的情况 李云聪派小太监前来传话 真正的用意 大概就在于此 飘渺山 位于瑶池的中心 原本有长桥和岸上相通 可是在太上皇龙宣恩入驻灵霄宫之后 长桥便被皇上龙叶灵下令回去 飘渺山也就彻底成为 瑶池中心的一个孤岛 龙宣恩名为在灵霄府地养老 可事实上却是被当今天子龙叶灵 求居于此 为了提防龙宣恩从此地逃离 飘渺山上设立了极其严密的防守 五步一哨 十步一岗 由精选出的大内十大高手 轮流负责警戒 总体调度 交由慕容展负责 由此可见 慕容展还是深得龙叶灵器主 胡小天曾经打听过慕容展的阵营 外界对此人的评价 都是铁面无私不尽人情 不过 他在老皇帝在位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重用 是在新军登基之后 成为大内侍卫的统领 由此可见 他应该是龙叶灵的人 只是不知道 他和鸡飞花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照胡小天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慕容展 更像是在鸡飞花和全德安之间 保持中立 自从龙宣恩被囚禁于此 和外界也就断了联络 这么久以来 皇族之中 无人或许过来探望 适逢新年 又因为龙锡月即将远嫁 所以他才破例获得允许 说起来 这件事龙锡月早已提出 可一直未能获得同意 直到今日方才成型 瑶池是一面人工湖 湖面白景 水色湛蓝 最深处约有石杖 湖面平静 水清见底 高空中的白云和四周的景物 清晰地倒映水中 将湖山天影 若为晶莹的一体 景色如画 美不胜收 渡口乃是过去长桥的残端改建而成 渡口的入口处 有四名侍卫在那里等待 见到龙锡月到来 四人同时道 恭迎安平公主殿下 千岁千千岁 安平公主整个郊区 都包裹在黑色斗篷之中 美眸向几人扫了一眼 轻声道 免礼 他将手中的通关平正地了过去 为首那名侍卫看了看 然后道 慕容统领 让我们在这里 恭候公主大驾光临 请 一艘小船就停靠在码头前方 小船并不大 长约三丈 宽也就是五尺左右 两头翘起 有些像威尼斯水城的阿拉贡 胡小天先从岸上跳了进去 然后伸出手去 牵着安平公主的柔仪 帮他进入船舱 因为猜测到全德安 让自己前来紫兰宫的阴谋 胡小天意识到 此次安平前往飘渺山 去探望太上皇 也绝非那么单纯 十有八九 是全德安在背后起作用 设下圈套 让不明真相的龙溪月 身陷其中 为以后污蔑他们谋反 奠定基础 这老太监 这老太监还真是处心积虑 无所不用其极 胡小天明知可能是个圈套 仍然主动跟随安平公主前来 就是要利用这次机会 探查一下飘渺山 究竟有何神秘之处 完成李云聪 交给自己的任务 也好趁机向他讨价还价 至于全德安 他倒不担心 现在会向自己下手 毕竟鸡飞花还没有回来 全德安最终的目标 是鸡飞花 而不是自己 想要扳倒鸡飞花 就得耐得住性子 放长线 方才能钓大鱼 这样反倒给了自己 不少的机会 除了船夫之外 还有两名侍卫 陪同他们一起上了船 小船缓缓向飘渺山的方向荡去 安平公主在船舱内坐下 胡小天举目四望 这片皇宫内最大的水域 净收眼底 除了他上次倒过的那片莲花糖 水面上再无任何遮挡之处 天黑得很快 船行到弧心之时 夜色就突然跳过了黄昏 正从空中一点点浸润下来 夕阳的微光 仍然在天地间挣扎着 将天地分成了三层 明暗不同的境界 没过多久 中间的那片光亮 就被夜色彻底浸染 水色变得漆黑 缥缈山上摇曳的灯笼 在湖面上拖出一条条长长的影子 随着波浪的起伏不停摇曳 就像是一条条扭曲的长蛇 胡小天忽然想起前些天 在碧云湖惊心动魄的一站 想起湖中的那两条巨蟒 摇池的水面比碧云湖要小上不少 可是水深却要超出碧云湖 这下面不知有没有暗藏着什么可怕的生物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表面上风波不惊 实则暗潮涌动 安平公主的表情冷静而平和 有胡小天在她的身边 她感觉任何事都有了依靠 这种踏实感是她过去的岁月中从未体会到的 一切看起来顺利且平静 飘渺山的阴影遮住了光 遮住了小船 胡小天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这座在远处看来并不算巍峨的小山 在接近她的时候 却从心底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飘渺山山是陡峭 在水中突兀而起 山峰四周并无道路可以通往山顶 山峰的东西两面的山体 分别雕刻着两条巨大的长龙 龙头归于峰顶 龙尾进入水中 这两条长龙依山势而建 气势恢弘贯穿首尾 远远望去犹如飞龙出海 气势恢弘 此乃明宗皇帝龙渊重整河山 听从军师诸葛运春建议 在瑶池湖心飘渺山两侧雕刻而成 其中蕴含风水局 一与大康龙腾四海 龙氏江山千秋万载 飘渺山的南路乃是一道瀑布 瀑布从山顶灵霄池 飞流直下百丈 落入瑶池之中 其中的水系循环系统 乃是大康史上最有名的工匠 南宫舍所设计 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历经数百年瀑布始终 雄壮如一 上山的唯一途径 乃是在飘渺山的北侧 北侧乃是一道笔直险峻的悬崖 崖壁光滑寸草不生 没有任何的手脚攀附之处 崖壁之上 卷刻着飘渺盛境四个大字 船身狭长 水面中行径的速度奇快 破开水浪 拖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水痕 很快就已经来到飘渺山的北侧 在长桥的另外一端靠了岸 那船夫和侍卫 马上又将小船荡走 岸上 有专门负责迎接之人 两名侍卫脸上 都戴着青铜面具 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其中一人手中举着灯笼 沉声道 两位随我来 胡小天本来觉得 这里的安房也不过如此 可来到飘渺风之后 方才感觉到有些不对头 他们先被引入了前方的房间内 那戴着面具之人向两人道 公主殿下 前往飘渺山之前 按理是要沐浴更衣的 从山下带来的任何东西 都不允许带到山上 胡小天文言心中大惊 我靠什么意思 岂不是要脱光了洗澡 然后再换上他们提供的衣服 真要是如此 老子岂不是要露馅 他压根没有想到 这里会有这样的关卡 早知如此 说什么也不会过来 而今之际唯有留在山下方 可能保住自己的秘密 胡小天向龙溪跃道 公主殿下 那小的就在山下等候 为了躲过检查 也只能打起了退堂鼓 当众脱光衣服 他的秘密 他的秘密岂不是要露馅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名面带青铜面具的侍卫道 不妨是 慕容统领交代 胡公公可以陪同公主一起上山 龙溪跃何等冰雪聪明 一听就明白胡小天在害怕什么 他也不知道 飘渺风居然会有这种规矩 显然是害怕山下有人带着不该带的东西上山 沐浴更衣是为了杜绝这种可能 他对胡小天是个假太监的事实 清清楚楚 自然明白 倘若沐浴更衣 胡小天必然过不了这一关 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他过来 自己反倒害了他 龙溪跃道 我和父皇相见 你在一旁也不方便 就留在山下等我吧 胡小天点了点头 顺坡下驴道 是 心中正庆幸逃过了一劫 却听到一个冷酷的声音道 属下参见公主千岁 胡小天抬头望去 却见前方站着一人 白发灰铜 黑色之中 双眸熠熠生辉 脸上的肌肤苍白异常 仿佛从坟堆里爬出来的死人 正是大内侍卫总统领 慕容斩 胡小天 慌忙见礼 慕容统领 说起来大家也算是老熟人 慕容斩应该不会为难自己吧 慕容斩点了点头 他的身后站着一名宫女 一名太监 宫女 隐着龙熠岳前往沐浴更衣 那太监显然是负责胡小天的 龙熠岳离去之前 不妄想胡小天道 小胡子 我自己上去 你留在这里等我 他当然知道胡小天的底细 事到如今 唯有将他留下 方才可以避免露馅 胡小天笑了笑道 是 奴才就在这里等着 免得打扰公主他们 妇女相见 望着龙熠岳离去 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还好龙熠岳冰雪聪明 随机应变 帮着自己躲过了这一劫啊 慕容斩却冷笑道 胡公公还是贴身 护卫公主的好 胡小天只感觉到 自己背脊后一股冷气 一直窜身到了脖子根 自己百般谨慎 却想不到一遭疏忽大意 竟然在这里翻了船 慕容斩为何一定要自己上山 难道他猜到了自己的秘密 胡小天心中一阵阵发毛 慕容斩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胡公公请 这是请他前去沐浴更衣 胡小天想想自己的命根子 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 看样子慕容斩根本是要坚持到底呀 胡小天笑道 慕容统领 咱家又不准备上去 就不用沐浴更衣那么麻烦了吧 慕容斩道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就算胡公公不想上去 只要来到飘渺山的范围 也必须要沐浴更衣 在下职责所在 还望胡公公不要为难于我 胡小天心中暗骂 我为难你 根本是你在为难我 为什么非要背着老子脱衣服洗澡啊 难道老子的秘密被你知道了 他笑道 哎呀用不着那么麻烦了吧 大冷的天 突来穿去的多麻烦 胡公公请 慕容斩再次邀请 他手下的两名侍卫 出现在胡小天的身后 看来压根是没任何人情可讲了 如果胡小天不脱 他们也要强行把他给扒光 胡小天真是悔不当初 今晚真是自投罗网 若是脱了衣服 自己的什么秘密都公诸于众了 眼前只有一条路 除非跟他们拼了 可慕容斩的武功高深莫测 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那么多的帮手 硬拼绝不是办法 打又打不过 逃又逃不掉 我该如何是好啊 龙夕月显然并没有意识到 胡小天的尴尬处境 认为让胡小天留下 就已经给他解围 却没有想到他离开之后 慕容斩会不依不饶 再度向胡小天发难 慕容斩铁面无私 果然名不虚传 前两天还委托胡小天 帮忙劝说他女儿 离开神策府 明明知道的 闺女和胡小天的亲密关系 居然不给胡小天任何的情面 现在搞得跟不认识胡小天一样 摆明了是让胡小天脱个干净 检查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胡小天在无路可退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练过提音缩阳 入宫之前 全德安就教给了他这手功夫 要说这功夫应该是他练得最为持久 最为平凡的一个 毕竟想在宫里好好混下去 就得学会当一只缩头乌龟 自己藏了这么大一根私货 在皇宫中讨生活 可谓是惊心动魄 虽然一直侥幸没出事 可天知道什么时候会不巧露馅啊 胡小天的提音缩阳始终没有炼成 不过他对于那套功法的路数是清清楚楚的 危急关头又想起了这件事 于是胡一边走 一边开始提起内息 莫运玄公 走入浴室之中 那小太监走了过来 想伺候胡小天脱衣服 胡小天举手道 不用你帮忙 咋下自己来 慕容展居然也跟了进来 这是要检查到底呀 胡小天一阵头皮发麻 这慕容展毕竟是慕容飞烟的老爹 我跟你女儿那可是出生入死相濡以沫的感情 我 我是你未来女婿啊 你对我步步紧逼 真要是把我逼上了绝路 你闺女只怕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虽然胡小天不知道他们父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从慕容展上次的表现 也能猜到他们关系不睦 以慕容飞烟的刚烈性情 谁要是欺负了自己 就算是他老子也不会给面子 看到慕容展冷漠的眼神 胡小天知道 今天若是提音缩阳不能奏效 恐怕这一关是过不去了 他笑道 慕容头领 你们可不可以回避一下 当着那么多人脱衣服 咱家有些不习惯 慕容展点了点头 胡小天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是以其他人退了出去 只有他自己留在室内 冷酷的目光始终不离胡小天左右 显然对胡小天的奇怪举动产生了疑心 胡小天这会儿功夫已经将内力续满 过去练提音缩阳的时候 从未有过任何的感觉 今天却感觉到气海丹田一阵空虚 似乎在自己的下腹 形成了一个虚空之锁 他不敢大意 一点点将命根子吸纳进去 脱裤子的时候 还不忘朝下面摸一摸验证效果 呃 居然真的有效哎 内心感到一阵惊奇 正所谓山穷水富一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老子可真是一个武学奇才 他隐约猜到自己在武功上的突飞猛进 应该和在无相神功上突然取得了突破有关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压力越大动力越大 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 他也不会在此时完成困扰他许久的突破 慕容展看到胡小天脱衣服慢慢吞吞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冷眼看着他 低声道 胡公公快些 千万别耽误了公主的证事 胡小天点了点头 总算将裤子脱了下来 慕容展的双目陡然瞪大了 灰色瞳孔射出极电般的光芒 在胡小天的两腿之间扫了一眼 他有些不能置信的眨了眨眼睛 胡小天转过身 然后双手捂住双腿之间 慕容头领 你盯着杂家坐身 每个人都有隐私 难道想要取笑杂家吗 慕容展脸色的表情流露出些许尴尬 他缓缓转过身去 请胡公公沐浴 慕容展这边刚转过身去 胡小天扑通一声就跳下了浴池 他感觉两腿之间夹杂的丝祸 疏然之间就窜了出来 哪怕是晚上半步 就会被慕容展抓了个正着 胡小天惊得一身冷汗 好险好险 看来我这挺缩阳的功夫 实在是太不到家 刚缩进去就涨了出来 还好慕容展已经亲眼见证了刚才的一幕 他没有继续跟到浴池旁边 胡小天在水池中又悄悄练功 费了一番功夫 方才将这货根重新收纳回去 一边装模作样的洗澡 坐在热水池内 只感觉节后重生的感觉 心情大爽 朗声道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慕容展听在耳中 总觉得胡小天 是借着这番佛礼来影射自己 摇了摇头 缓步走出了浴室 他又怎能想到 胡小天居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门混过关 胡小天换上衣服 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说来奇怪 直到他穿好衣服走出浴室 也没见命根子再度探出头来 胡小天不免有些忐忑 万一缩进去再也不出来 老子岂不是活生生把自己给淹了 这次的功夫远没到收放自如的境界 再说当时全德安 交给他这门功夫的时候 只交给他如何缩进去 没叫他如何放出来 他这边出来 安平公主沐浴之后也走了出来 看到胡小天的样子 显然也刚刚洗过澡 安平公主不禁有些担心 可察觉周围情况并无任何异常 顿时又放下心来 胡小天智慧出众 想必已经成功蒙混过关 安平公主对胡小天拥有极大的信心 却没有想到胡小天刚才经历了何等惊魂一刻 心中不禁有些好奇 眼睛朝胡小天双腿之间 下意识地望了一眼 却不知他是如何将那东西收起来的 想到这里忽然意识到 自己乃云莹未驾之身 怎么会想到如此羞人之事 一张俏脸瞬间红到了耳根 娇艳如三月桃花 幸亏夜幕笼罩 并没有被他人看到他的表情变化 饶是如此 安平公主也羞得 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FM 既然混过了检查 胡小天没理由不去飘渺山上逛逛 否则不是白白被吓得心惊肉跳 慕容展始终板着一副死人面孔 胡小天对他不觉生出了怨念 总觉得慕容展今天的所作所为 不仅仅是铁面无私那么简单 龙溪月都已经提出 让他在山下等候 而慕容展仍然不依不饶 若说他没有图谋 傻子都不会相信 此人到底是何方阵营 为何今天处处针对自己 在皇宫之中 知道自己未尽身的有几个 全德安 宝宝 龙溪月 李云聪 至于妻妻未通男女之事 或许他真以为自己当初 在裤裆里藏着一条蛇 李云聪想要利用自己 查探飘渺山的秘密 应该不会出卖自己 宝宝和龙溪月 对自己方心暗许 更是没有可能 最大的可能性 就集中在全德安和七七的身上 前者的嫌疑应该更大一些 难道全德安和慕容展之间有勾结 可全德安现在就将这件事捅出来 似乎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以全德安的老谋深算 这不像是他的做事风格 胡小天心中越想越是奇怪 可一时间显然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想要抵达飘渺峰顶 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吊篮升降 胡小天和安平公主走入吊篮之中 慕容展并未随同他们上去 而是将吊篮的铁门从外面锁死 他们的戒备极其严密 几乎考虑到每一个步骤 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山下有侍卫向上方挥舞灯笼作为信号 山上得到信号之后 方才启动脚锁 将吊篮慢慢升空 这种吊篮全凭人力角度 肯定和现代社会的缆车电梯无法相比 上升的速度极其缓慢 安平公主看着他们一点点升空 芳心中忽然感到有些害怕 伸出手去抓住了胡小天的手臂 胡小天低声道 有什么事情 回去再说 他担心有人在偷听他们说话 即便是只有他们两人身处悬空之中 仍然保持警觉 自从来到飘渺山之后 到处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这种压抑的感觉 让人偷不过气来 龙锡月点了点头 先手抓紧了胡小天的手臂 美眸向下望去 却见下方的灯火渐渐变弱 遥望远方 整个摇池就在他们的脚下 远方皇宫各处灯火点点 宛如萤火 他不由地想起和胡小天 一起困在现空谷的那个夜晚 无数萤火虫萦绕飞舞在他们的身边 以泥浪漫的景象 让他永生难忘 天空漆黑如墨 新年前的除夕之夜 少有的沉寂和平静 夜风从四面八方 吹入这四面透风的镂空吊栏之中 冷风无孔不入地 钻入他们的衣袖中 袖口里 龙锡月感到有些寒意 不禁向胡小天的身边靠近了一些 胡小天静静站在那里 一手抓住吊篮的铁栅栏 目光遥望着下方 慕容展的身影已经模糊 可是他却始终觉得慕容展那双灰色的毛子 在看着自己 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俯瞰脚下的摇池 湖面上升腾起乳白色的薄雾 水面因为薄雾而生出了许多层次 随着夜风不停变换着浓淡 眼前的一切显得虚幻而不真实 如同走入一个迷幻的梦境 远方的天空忽然绽放出一朵绚烂的烟花 伴随着一声闷响 惊醒了这沉寂的夜 可烟花的灿烂极其短暂 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龙溪月呆呆望着远方的天空 喃喃道 烟花好美 可是好短暂 胡小天笑了起来 午夜时分烟花才漂亮呢 龙溪月美眸闪烁着星辰般的光彩 可很快又暗淡下去 胡小天正想说话 吊蓝却震动了一下 龙溪月吓得挽住了他的手臂 确实他们已经到了峰顶 两名带着青铜面具的侍卫走了过来 龙溪月将通关文书隔着铁笼递了过去 对方借着灯光仔细看过 确信无误之后方才拿出钥匙打开了门锁 这一层层的关卡如此严密 寻常人想要进入飘渺风 真是难于登天 胡小天环视周围 试图寄住周围的环境 那两名侍卫向龙溪月行礼之后道 冒犯了 然后两人分别用黑布蒙住胡小天和龙溪月的眼睛 胡小天暗叹 看来慕容斩将所有可能出现的破绽 都计算在内 提防外人来救 老皇帝只怕是插翅南飞了 龙溪月将手放在胡小天的肩头 他们在两名侍卫的引领下走向灵霄宫 胡小天眼睛被黑布锁蒙 只能凭借自己耳朵的听力尽量感知周围的环境 听到水声匆匆 应该是走到了灵霄池的附近 听到风吹草木的沙沙声 从声音发出的动静 依稀能够分辨出树木的高低位置 脚下的道路曲折伸展 总算到了目的地 其间胡小天隐约闻到香烛的气息 应该是经过祠堂庙宇之类的建筑 有人为他们解开了蒙在眼上的黑布 胡小天发现 他们已经处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宫室之中 一个宫妖驼背的老太监 畅微微来到龙熙月的面前 产生道 老奴王谦参见公主殿下 这老太监一直贴身服侍皇上 如今龙轩恩被软禁在飘渺山 他主动跟了过来 仍然侍奉左右 可谓是忠心耿耿 龙熙月和他也是棘熟的 看到王谦衰老的如此厉害 心中不禁一阵怅然 轻声道 王公公 许久不见 是否安好 王谦道 托公主殿下的福 老奴身体还算硬朗 陛下在等着公主呢 虽然龙轩恩已经不再是大康天子 可王谦仍然习惯性地称他为陛下 反正到了现在这种情况 也无人管他 任由他随便称呼 龙熙月点了点头 转向胡小天道 小胡子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见过父王 胡小天道 公主放心去吧 龙熙月跟着王谦走入内殿 越是临近妇女相见 他的内心就变得越发紧张 即将迈入门槛的时候 又转身向胡小天看了一眼 胡小天向他笑了笑 用眼神给他鼓励 龙熙月深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情绪 这才走入内殿 烛光之下 太上皇龙轩恩静静坐在龙椅之上 这张龙椅曾经陪伴了他四十一年 被大儿子龙夜灵谋夺皇位之后 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纪念 龙椅仍在 可是坐在龙椅上的人 再也不负昔日之危 太上皇 一个符号而已 大半年的囚禁生涯 已经让龙轩恩彻底明白了自己的位置 他是一个囚犯 儿子的囚犯 之所以让他在飘渺山林霄宫内苟延残喘 无非是想堵住悠悠之口 掩饰谋朝篡位的事实 大康的江山虽然还是龙姓 可皇位却已易主 望着出落的楚楚动人的女儿 龙轩恩的目光中 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慈爱和温情 他的目光一片茫然 表情呆滞而麻木 仿佛是一个被抽离生命的躯壳 龙锡月望着高居龙座上的父亲 自从他退位以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 眼前的父亲已经失去了昔日 辟逆天下的傲慢气势 颓废而沮丧 再不是君临天下的一国之主 只是一位行将旧墓的老人 这段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 依然如此遥远 如此陌生 龙锡月止住向前的步伐 站在大殿之中 静静仰望着父亲 这是他最为熟悉的角度 孩儿参见父皇 龙锡月眯起双目 试图看清女儿的样子 可她的视力 已经无法达成她的这个简单愿望 视野中只看到一个 隐隐绰绰的轮廓 锡月 她的声音似乎有些不能确定 龙锡月道 父皇 是我 在她过去的宫中生涯中 对父亲的印象始终模糊 始终记得父亲的形象 就是百官朝拜 高高在上 却记不起父亲清晰的面容 来到父亲面前 她方才意识到 一直以来 父亲在她的心中 竟然是如此陌生 龙轩恩点了点头 向她招了招手道 来 走近一些 让朕 话戛然而止 龙轩恩忽然意识到 一切早已成为过去 如今的大康 只有一人才有这样自称的权利 让为父 好好看看你 龙锡月还是第一次听到父亲 用这样的语气跟自己说话 她抿了抿嘴唇 慢慢走了过去 来到父亲身边 矮身蹲了下去 龙轩恩伸出手去 瘦骨 凌寻的手 慢慢落在 女儿洁白细腻的翘脸上 龙锡月 感觉到父亲的掌心 极其粗糙 这绝非一双养尊处优的手掌 龙轩恩 缓缓 老板点了点了点头道 长大了 我的女儿长大了 闭上双目 直到现在 她都无法想起女儿小时的模样 一直都在身边 却完全错过了她的童年 同样 龙轩恩对这个女儿 也没有太多的记忆 龙锡月道 女儿此次过来 一是给父皇拜年 二是要给您说一声 新年之后 女儿就要前往大雍了 龙轩恩的目光 陡然变得犀利起来 在这刹那之间 仿若又回到昔日 那个雄霸天下的君主 她低声道 那逆贼 竟然将你送到大雍和亲 龙锡月没有点头 她的沉默 等于承认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龙轩恩叹了一口气 充满悲愤道 数字何其歹毒 丝毫不顾及兄妹之情 竟然亲手将自己的妹妹 送入虎狼之国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 似乎完全忘记了 自己在位之时 为了维持西方边境稳固 要将女儿远嫁 杀家和亲的事情 父皇的身体还好吗 龙轩恩点了点头 还好 难得你还记得有我这个父亲 我自从来到这林霄宫 便再也没有一个孩儿过来探我 说到这里 龙轩恩的心头涌现出一股难言的悲哀 进而演变成强烈的愤怒 龙轩恩随着年龄的变老 性情也变得越来越乖张怪力 被阮金飘渺风之后 长期的孤独让她的性情越发古怪 她的手从龙夕月的脸上收了回来 忽然紧紧攥在一起 咬牙切齿道 你们的心中何尝有过我这个父亲 何尝有过半点的骨肉亲情 你们尊敬的不是我 而是朕手中的权力 她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宛如猛虎一般咆哮起来 龙夕月被父亲突然激动的情绪吓住 产生道 父皇 您冷静一些 您冷静一些 龙轩恩在女儿的呼喊声中 平复了下来 她望着龙夕月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 很可怜 龙夕月含泪摇了摇头道 父皇 女儿只是想在离开大康之前 再见您一面 你已经见到了 只怕你来见我不仅仅这么简单 说吧 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龙轩恩的目光中 充满了狐疑 龙夕月摇了摇嘴唇道 父皇 女儿还想问一件事 我娘她 她究竟葬在哪里 龙轩恩呵呵笑了起来 你果然不是过来看我的 朕这么多儿女 无疑不是在图谋和算计 竟然没有一个真心对待朕 她一激动 朕的自称脱口而出 龙夕月含泪道 父皇 女儿只想知道母亲埋在何处 难道连这件事您都不肯告诉我 难道做女儿的 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龙夕月忽然停下笑声 深邃如千古深潭般的双目 冷冷注视着龙夕月 你想知道 我便告诉你 我将那贱人错骨扬灰 投入这摇池之中喂了鱼虾 她尸骨无存 龙夕月听到这惊天噩耗 几乎无法相信 她产生道 你在骗我 父皇 你是骗我的 龙夕月哈哈狂笑道 骗你 我为何要骗你 龙夕月用力摇摇头道 不可能 您一向疼爱母亲 您不可能这样对她 龙夕恩咬牙切齿道 正是因为朕对她太过纵容 她才敢做出对不起朕的事情 那贱人死有余辜 连你也一样 你们全都想害朕 都该去死 全都应该去死 龙夕恩忽然冲上去 双手竟然扼住龙夕月的脖子 父皇 龙夕月只叫了一声 便被父亲强有力的双手 饿得透不过气来 她拼命挣扎 却无力挣脱出父亲的魔爪 龙夕恩爆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大笑 整个人完全陷入了疯魔状态 咬牙切齿 杀气腾腾 宛如一头嗜血的恶魔 就在这危急关头 宫殿内出现了两人的身影 守候在外面的王谦和胡小天 一直都在留意 倾听里面的动静 觉察到情况不对 两人匆匆赶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两人都是大惊失色 王谦毕竟年纪大了 行动缓慢 产生道 陛下放手 陛下放手啊 胡小天几个剑步窜了上去 双手抓住龙宣恩的手臂 硬生生将他的手臂扯开 一把就将这老皇帝推倒在地 扶住龙夕月的肩头 关切道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龙夕月被饿得差点就要窒息过去 不停干咳 好半天方才缓过气来 看到胡小天赶来 才知道他又将自己从死亡关头拉了回来 龙夕月惊魂未定 胡小天怒不可遏 这老皇帝当真阴险歹毒 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次毒手 若是他再晚来一刻只怕龙夕月就会死在他的手里 虎毒不食子 这种毫无人性的老家伙活该落到众叛清离的下场 王谦将龙夕月恩从地上掺起 陛下 陛下 龙夕月恩仍然不住狂笑 咬牙切齿道 你们一个个全都想害朕 谋夺朕的江山 谋夺朕的设计 谋夺朕的财富 谋夺朕的女人 胡小天心中暗骂 这老东西根本就是个被害妄想狂 假如他不是什么太上皇 假如不是在林霄宫 自己一定冲上去结果了他的性命 龙夕月恢复过来 看到胡小天愤怒的表情 担心他冲动坏事 抓住他的手臂缓缓摇摇头 低声道 咱们走 老皇帝发疯 留下来也没什么必要 龙夕恩此时忽然停住笑声 双目茫然望着龙夕月 似乎倾刻间清醒了过来 他喃喃道 夕月 夕月 你来看朕了 朕刚刚对你做了什么 朕做了什么 他挣扎着起身向龙夕月走去 王谦试图拉住他 却被他狠狠甩开 龙夕月对刚才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 虽然听到父亲呼喊自己的名字 仍然不敢走过去 龙夕恩颤唯唯向前走了一步 却不料一脚踏空 从台阶上滚落了下去 周围人都有一段距离 来不及上去扶他 龙夕恩的鹅脚撞在台阶之上 竟然磕得淤青 龙夕月看到父亲这般情形 顿时忘记了害怕 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扶起他 父皇 王谦也来到一旁 将龙夕恩从地上扶起 胡小天虽然在第一时间赶到境前 却没有出手相助 他并不关心老皇帝的死活 真正关心的那个人是龙夕月 担心龙夕恩再次伤害龙夕月 龙夕恩望着龙夕月 双目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慈想之色 夕月 夕月啊 胡小天望着龙夕恩喜怒无常的模样 心中暗存 这老东西八成是受不了刺激 已经疯了 龙夕月道 父皇 您累了 回去休息吧 龙夕恩叹了口气道 朕的确是有些累了 夕月 你刚刚说 要离开大康 龙夕月点了点头 女儿不在父皇身边 父皇要多多保重 说到这里鼻子一酸 眼泪又落了下来 龙夕恩道 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免得那畜生害你 他想夺朕的皇位 没那么容易 朕一日没有将传国御习交给他 他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大康天子 胡小天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一震 老皇帝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风话 假如他所说的一切属实 那么龙夕月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传国御习 自然算不上名正言顺的皇帝 王谦慌忙阻止道 陛下 陛下 您累了 还是尽快回去歇着 龙夕月叹了口气 向父亲道别之后起身离开 胡小天跟着他走出灵霄宫 借着灯笼的光芒 看到龙夕月的俏脸之上 充满了失落黯然的表情 此次见面 老皇帝的绝情和冷酷深深伤害了他 果然是相见不如不见 见面徒增伤悲 胡小天一旁劝慰道 我看太上华的头脑已经老糊涂了 目睹龙夕月如此遭遇 有这样的父亲还不如没有 和他相比自己至少父母双全 对他的关爱也是无微不至 在这方面要幸运得多 龙夕月咬咬嘴唇 想不到父皇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的表情落落寡欢 心情无比难过 王谦从后面赶了上来 来到龙夕月面前恭敬行礼道 公主勿怪 陛下自从来到了灵霄宫就变得精神恍惚 这几个月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了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要么就坐在那龙椅上发呆 要么就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公主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龙夕月黯然道 以后劳烦王公公多多照顾他 王谦道 公主放心 老奴一定尽心伺候好陛下 王谦自己也是风烛残年 想来时日无多 若是这老太监走了 龙宣恩的身边只怕再没有一个贴心人照顾 一国之君 晚景居然如此凄凉 让人看在眼里 心中不禁感叹命运无常 王谦又道 陛下说的那番话 公主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现在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龙夕月点了点头 正准备离去之时 却听到王谦又道 公主既然来了 不妨去云庙一趟 那里摆着李贵妃的牌位 龙夕月美眸圆争 流露出感激之色 轻声道 多谢王公公 望着胡小天和龙夕月走远 王谦方才颤微微返回了林霄宫 太上皇龙宣恩半躺在龙床之上 双目半针半壁 离合之间金光影线 他的表情无比清明 此时的龙宣恩再不是刚才那个 疯疯癫癫癫的老人 王谦来到床边 雅地声音道 公主走了 说了 王谦点了点头 龙宣恩唇角泛起一丝冷笑 你猜猜 他会不会过来探我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其实刚才龙熙悦和胡小天前来林霄宫的途中 就已经经过了云庙 胡小天从这熟悉的檀香味道就做出了判断 回去的途中仍然将他们的双目蒙住 龙熙悦提出前往云庙上香的要求 护送他们前来的侍卫禀报之后 得到了允许 云庙并不大 只有三间房 院子也非常狭窄 院落之中只种了一棵桂花树 如今那棵桂花树也已经完全凋零 只剩下光秃秃的枝芽 如同一个被扒光衣服的老人 色缩站在寒风之中 大殿上供着一尊佛像 两侧偏殿存放着一杆嫔妃的牌位 在龙宣恩退位之前的几年 他便沉迷于修炼长生之术 远离了后宫嫔妃 有五年后宫内没有心境一人 而这五年之中 有不少嫔妃郁郁而终 其中就包括龙熙悦的母亲李贵妃 到龙叶林篡位成功 此次政变中又有不少嫔妃被杀 还有不少被他遣散出宫 所以老皇帝被软禁在飘渺山 林霄宫之时 身边竟然没有一位嫔妃随同 原本跟过来的还有两名宫女 可后来不知怎么触怒了这位太上皇 被他活活勒死在林霄宫内 自此以后只剩下那位忠心耿耿的老太监 王谦在他身边伺候 龙宣恩被迫让位成为太上皇之后 他提了两个要求 一是将本属于自己的龙椅带过来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在飘渺山顶 修建一座小庙 平日里他可以念经诵佛 顺便超度昔日身边人的亡灵 龙叶灵对父亲的这个要求 急于满足 龙椅被龙宣恩做了几十年 早已成就 既然是新君就得有新气象 换一张更大更舒服的龙椅 不过在旧椅子送上山之前 鸡飞花还让工匠将龙椅拆了个七零八落 名为方便运送 实际上却是害怕老皇帝在其中 暗藏了什么宝贝 仔细检查了一番 最后证明这龙椅并无任何的玄机 这才让人送上山来 至于这座小庙 算得上是飘渺山上唯一的一座新房子 开始的时候 只有大殿中的那尊佛像 可后来老皇帝闲来无事 便自己刻起了牌位 有死去的嫔妃 有死去的皇子皇孙 大半年的时间过去 竟然将大殿两侧的小屋中都摆满了 这些牌位的共同特点有一个 所有人都是死在老皇帝的手里 太上皇龙宣恩为这些人亲手雕刻牌位 一是为了打发山顶寂寥的时光 二在某种意义上 也有赎罪的意思 胡小天帮着龙锡月 在伶俐的牌位中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属于李贵妃的那个 龙锡月在母亲的牌位前跪了下来 想起昔日母亲的英容笑貌 再联想起自己刚才在父亲那里的遭遇 顿时气不成声 胡小天无意打搅她 对王母的追思 悄然退了出去 去另外一间偏店 逐一查看摆放的灵位 假如这些嫔妃 都是死在龙宣恩的手中 那么这位太上皇的双手之上 还真是沾满血腥 除了灵牌之外 在房间四壁还挂着不少的人像画 老皇帝擅长丹青之术 书画双绝 胡小天的目光很快就被这墙上的 一幅幅美女画像吸引了过去 看到其中一幅的时候 不由得吃了一惊 画面上的美女赤足立于水面之上 风姿绰约 宛如灵波仙子 巧笑奄然 顾盼生辉 让胡小天惊奇的 却并不是她的美貌 而是这美女看起来 竟然非常的熟悉 五官眉眼之间 像极了小公主七七 胡小天敢断定 这画上画的绝不是七七 画中的美女 显然要比七七成熟 身材丰满 朱元玉润 七七却是没有展开的青色 胡小天举起灯笼 借着灯光看去 却见上面写着那女子的名字 家子 胡小天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着那画像越看 越觉得和七七相像 胡小天在室内的牌位中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名为 灵家子的牌位 上面写着她的出生去世的时间 说来也巧 此人的忌日居然是大年初一 也就是明天 灵家子的一生不长 只活了二十一岁 足于十三年前 就算活到现在 也就是三十四岁 联想起七七的年龄 此女和七七 莫非是母女关系 胡小天心中 牢牢将这女子的生族年月记住 这些画像之中 唯有灵家子的画像最为用心 一个画者的用心之作 必然在其中 清除了深厚的感情 胡小天虽然不知道 老皇帝和灵家子是什么关系 可她单单从画像上就能够看出 龙轩恩对画像中的灵家子感情颇深 极浓于情 方能专注于画 这幅画所花费的功夫和心血 和其他的画像是显然不同的 回到龙熙月的身边 看到龙熙月一双美眸已经哭得红肿 胡小天从旁劝慰道 公主殿下 适者已适 我想贵妃娘娘若是在天有灵 也不想看到你如此伤悲 只有你活得幸福 过得快乐 才能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龙熙月恩了一声 接过胡小天递来的手帕 擦去脸上的泪水 鼻翼抽动了一下道 我也该走了 胡小天陪着龙熙月离开了云庙 两名守在门外的侍卫 仍然将他们的眼睛蒙住 然后才将他们带上了吊篮 等到了山下 还需要再去浴池沐浴更衣 这是为了防止他们从山上带下来东西 这次对胡小天的检查 显然没有刚才那么严格 慕容展并没有亲自随同他前往 胡小天此时方才意识到 这次提音缩扬的效果好像比较持久 直到现在命根子都没有露头的迹象 换衣服的时候又不禁偷偷摸了一把 虽然有迹可循 可仍然是只缩头乌龟 心中不由得忐忑起来 自己这门功夫虽然修炼日久 可真正派上用场还是第一次 而且这门功夫叫提音缩扬 全德安交给他的时候只教他缩进去 可没告诉他如何再挺出来 想到这里胡小天开始有些害怕了 换好衣服来到外面 看到慕容展静静站在码头前 于是缓步走了过去 慕容展今天的所作所为 显然在针对自己 种种迹象表明 此人甚至怀疑自己太监的身份 慕容展白森森的面孔上 仍然不见丝毫笑容 低声道 胡公公感觉如何 胡小天道 哎呀 洗个热水澡真是舒服 慕容展点了点头道 胡公公若是喜欢 以后可以经常来这里洗澡 胡小天心中暗骂你 当老子这么无聊 脸上却露出人畜无伤的笑意 哎呀 谢谢慕容统领的好意 不过这里太压抑了 让人从心底感到不舒服 慕容展道 这儿和皇宫其他地方都一样 想来是胡公公自己心情的缘故 胡小天呵呵笑道 慕容统领说得极是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坦荡 慕容展灰色的瞳孔 默然望着胡小天道 忽然望了 我还一直没有来得及恭贺 胡公公高升呢 胡小天笑道 哪里算什么高升 小天多少还是有些自知之明 在宫里啊 就算再风光 始终都是做奴才的 咱们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 您说是不是 慕容展听出他话里有话 唇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胡公公年纪轻轻 难得对事情看得如此透彻 胡小天可不敢当 这皇宫里扑朔迷离 太多让他看不透的人物 慕容展这个人 敌友难辩 直到现在也搞不清 这个人究竟属于哪一阵营 单从今晚此人对自己的刁难来看 慕容飞烟不认他这个老爹 也实属正常 居然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就算你不当我是你未来女婿 好歹也是你女儿患难与宫的朋友 于情于理 你都不该刁难我 既然你对我不仁 休怪我日后对你不义 回到紫兰宫 那帮宫女太监 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饭 龙溪月显然因为今晚之行 影响到了心情 显得郁郁寡欢 只是简单吃了几口 就独自一人离席而去 胡小天紧跟着龙溪月离开 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 望向祈福宫的方向 隐隐有鼓乐之声从那边传来 今晚是除夕之夜 皇上在祈福宫宴请百官 可以想象得到 此时此刻那边必然是公愁交错 歌舞升平 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龙溪月紧了紧身上的斗篷 心中却感到越发的寂寞了 远方的天空不时明灭 传来鞭炮的鸣响声 除夕夜 也许每个家庭都在忙着相聚吧 越是在这种合家团圆的时候 龙溪月的心境就感到越发的寂寥孤单 过了新年 用不了太久 他就会踏上征程远驾大拥 明年这个时候 他应该已经身在异乡了 不知那时候是否还会有人想起自己 牵挂自己 龙溪月轻声叹了口气 其实即便是留在大康 他的身边也没有了亲人 母亲去世了 父皇疯疯癫癫 从他的身上 自己从未感受到过任何的父爱 一母同胞的哥哥 如今被困西州 只剩下他截然一身 孤苦无依 身后响起胡小天的声音 除夕之夜 举国还庆 公主一个人 行单引之 结绝而立 不知心中有何烦恼 是否愿意说出来 跟小天分享一下 龙溪月转身看了看他 唇角总算有了一丝的笑意 胡小天的存在 让他感到温暖而踏实 但是龙溪月并没有想过 眼前的这个人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胡小天多次表示 要救他于水火之中 龙溪月也有过短暂的期待 可他的理智 又很快告诉自己 逃脱命运的安排 奔向自由的生活 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他又何苦 连累多一个人 为自己冒险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龙溪月轻声道 只是觉得有些气闷 所以出来看看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休息了 他显得有些异性阑珊 胡小天道 今晚是除夕之夜 按照传统 应该是守岁 龙溪月道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 人不同 这首古诗 惊他吟诵 当真是排榻回荡 因运动人 流露出 时光流逝的无情 和听天由命的无奈 胡小天看到龙溪月如此伤感 怜爱之情 游然而生 龙溪月虽然贵为公主 可是她的身世却极其可怜 宛如风雨中的飘平 始终不由自主 胡小天道 公主 先回宫等我 小天安顿好了就过来 龙溪月不知她要做什么 有些诧异的皱了皱眉头 仍然按照胡小天的意思 先回到房内 没多久 胡小天就走了进来 手中还拿着一套 她自己的衣服 笑道 公主 请换上这身衣服 龙溪月眨了眨眉眸 怯声声道 你这是 我不是说过 要带你出宫看看 小天说过的话 自然要兑现承诺 龙溪月心中又惊又喜 可同时又有些惶恐 可现在是深夜 咱们就这样出去 会不会受到盘问 胡小天扬起那块盘龙金牌 别忘了 皇上曾经赐给我一面盘龙金牌 咱们哪想什么时候出去 就什么时候出去 没有人会过问 龙溪月从小在宫中长大 温柔贤淑 知书达理 在母亲的教育下 向来循规蹈矩 从不敢打破任何固有的规则 就算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虽然心中难过 却从未想过去与之抗争 而是选择默默承受 胡小天的出现无异于 是他昏暗宫廷生涯的一抹阳光 他做事不讲规则 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这天下间仿佛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在他的眼前任何的规则都可以打破 而他所具有的勇气 恰恰是龙溪月所欠缺的 龙溪月拿起胡小天的衣服去换了 从屏风后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个俊俏的小太监 胡小天笑眯眯望着他 龙溪月被他看得翘脸一热 轻声催道 你总是看着我做事 胡小天道 公主天生丽质 美貌无双 就算是穿上太监装 也是天下间最漂亮的小太监 哎呀 当真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跟公主一比 小天这个真太监 实在是自残行愧 无地自容喽 龙溪月有些难为情的皱了皱鼻翼 有嘴滑舌 心说你也不是什么真太监 正准备跟着胡小天出门 忽然想起这皇宫内不只是他们两个 顿时又有些犹豫了 小天 咱们就这样出去 那些宫人不会说什么吧 胡小天笑道 放心吧 我跟子娟打了招呼 就说陪着公主去宫里面四处逛逛 有什么事情 她应该可以应付 龙溪月点了点头 她跟着胡小天一起向西门走去 虽然是除夕之夜 皇宫内的守备依然不见任何放松 不过对胡小天来说 这些关卡都不成为问题 凭着皇上赏赐给他的盘龙金牌 带着龙溪月一路畅通无阻 在皇家马厩还征用了一辆马车 由胡小天亲自驾驭这辆马车 大模大样出了宫门 沿着朱雀大街一直向南而行 马车没走多久 就闻到街道两旁弥漫的烟火味道 鞭炮声此起彼伏 龙溪月在车内掀起了车帘 望着道路两旁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欢笑声此起彼伏 她的心情也被这从未感受过的新鲜所感染 一双美眸变得异常明亮 虽然鞭炮之声不绝于耳 可是街道之上却少有行人 除夕之夜团圆之夜 这种时候大多数百姓都留在家里 享受着团圆时刻 很少有人来街上闲逛 胡小天一路驱车来到天街 将马车在一旁的拴马庄上系了 龙溪月掀开车帘从车内走了下去 望着张灯结彩的大街 却看不到任何的路人 她轻声道 我还以为除夕之夜 这外面会很热闹呢 胡小天笑道 今儿是大年三十 所有人都在家里吃团圆饭 很少有人上街 龙溪月听到团圆两个字 心头又是一阵黯然 眼前张灯结彩的喜庆景象 在她的视野中 也突然变得暗淡了许多 天街两旁的店铺 全都歇叶 胡小天指了指 前方的一座小楼道 我们上去 龙溪月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 那小楼有三层高度 应该是天街最高的一座建筑了 摇了摇头道 人家关门了 胡小天笑道 所以才没有人打扰我们呢 来 你趴在我背上 龙溪月翘脸一热 看到胡小天已经背身蹲了下去 她顺从地趴在了胡小天的背脊之上 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就感觉自己的双脚离地而起 惊呼声中 胡小天带着她凌空跃起 龙溪月牢牢搂住了胡小天的脖子 胡小天施展 惊珠八步 沿着那小楼的墙壁屋檐攀圆而上 翻墙越户如履平地 转眼之间 已经带着龙溪月爬到了小楼的屋顶 找到屋极处 将龙溪月放了下来 龙溪月睁开双目 看到已经身处在小楼屋顶 静不住又发出一声叫呼 下意识地抓住了胡小天的手臂 胡小天笑道 放心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 龙溪月点了点头 此时正北的方向发出 砰的一声巨响 龙溪月举目望去 却见皇宫上方 一朵灿烂无比的烟花 在漆黑如墨的夜空中绽放 瞬间 已经绚烂无比 奔射出璀璨夺目的五彩光滑 龙溪月目不转睛 望着那朵绽放的烟花 还没有来得及 完全将它印在心里 烟花就已经迅速消散 龙溪月惊诧于这美丽的瞬间 又因为这短暂的美丽 而生出惆怅 夜空在短暂的禅忌之后 银色 金色 红色 绿色 一朵朵的烟花在夜空中 静香吐厌 天地间传来一声声 隆隆乍响 宛如春雷阵阵 振奋人心 胡小天将自己的大肠解下 为龙溪月披在肩头 搂着她的香肩 让她在屋脊上坐下 有些美丽 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能充分体会得到 前往飘渺山的时候 她就已经偷偷下定决心 要带着龙溪月 好好看上一场烟花的表演 要让这个除夕之夜 牢牢印在她的脑海之中 龙溪月的美眸之中 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不是因为哀伤 而是因为幸福 她默默抓住胡小天的手 郊区 移危在她的肩头 此刻 天空中的五彩烟花 完全沦为了她们的背影 她好想将这一刻永远留住 让这个美丽的夜晚成为永恒 在龙溪月这位单纯善良的公主面前 胡小天会不由自主地收起她的邪念 敬诸者赤敬莫者黑 跟纯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人的思想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单纯起来 胡小天这会儿居然没有非分之想 就像一个纯爱小说中的男主角 老天爷似乎决定要给这对年轻人 再增加几分浪漫的气氛 一朵朵晶莹的雪花从夜空中飘落下来 大朵的雪花轻柔而轻幽地落在她们的头上 肩上小心地扑在瓦片上 仿佛害怕惊动沉浸在幸福中的她们 害怕破坏了这除夕之夜的祥和气氛 瓦片和地面在无声无息中变得臃肿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 冷不冷 胡小天柔声问道 龙溪月抬起头望着胡小天温暖的笑脸 她咬了咬嘴唇 然后抱一个让人迷醉的笑颜 咬了咬头道 不冷 郊区靠近了胡小天 心中忽然想到 只要是能够和胡小天这样相守在一起 即便是天寒地冻 也是人间仙境 可肚子不争气地发出咕咕的声音 却是感觉到饿了 看到胡小天一脸的笑意 龙溪月的翘脸红了起来 小声道 我饿了 胡小天笑道 你不说我险些都忘了 我带了一包食物 还有一壶美酒 全都放在车里 她让龙溪月坐好 起身拍了拍她的肩头 微笑道 坐好了 我去去就来 龙溪月笑盈盈点了点头 胡小天足间轻轻一点 在虚空中翻了个跟头 然后张开双臂 宛如一只大鸟般飞掠而下 家人就在身边 胡小天明显有心卖弄 龙溪月发出一声叫呼 双手掩住了嘴唇 一双美眸瞪的滚圆 目光先是惊叹和关切 然后又转为欣慰和崇拜 胡小天早已成了她心目中的英雄 胡小天稳稳落在地上 极其得意地抖了一下身上的雪花 拴在拴马庄上的马儿 似乎也看出了这丝的意图 有些不屑地喷了个响鼻 喷出两道浓浓的白气 胡小天得意洋洋 打开车厢 刚才她带来了一包食物 就放在包裹内 准备带龙溪月来到这里 观赏烟花 顺便过上一个 让依然终身难忘的除夕之夜 可让胡小天诧异的是 她留在车厢内的那个包裹 居然不翼而飞了 不对呀 虽然她陪着龙溪月 在屋顶观赏烟花 可这辆马车自始至终 都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没看到任何人靠近 胡小天有些纳闷地摸了摸后脑勺 抬头向上方望去 却见一个黑色的身影 矗立在屋顶之上 她肩头扛着一人 那人分明正是太监装扮的 安平公主龙溪月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胡小天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紧紧离开了这么一会儿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黑衣人身材魁梧 立在风雪之中 双目望着胡小天 直到胡小天察觉他的存在 方才点了点头 扛起已经失去知觉的龙夕月 从屋脊之上腾空而起 胡小天哪还顾得上找什么包裹 怒吼一声 你给我站住 他发足狂奔 向前跨出一大步 左脚先是在地上一点 右脚跟上在地上重重一顿 然后身体腾飞而起 双手抓住前方屋檐 一个钥子翻身 身躯已经落在屋脊之上 大雪纷飞 除夕之夜 康都千家万户 大都亮着灯光 此时临近午夜 鞭炮声震耳欲聋 老百姓都沉浸在 辞旧银星的喜悦之中 谁也不曾留意到 屋顶上方正展开立场 亡命追逐 大雪已经将屋顶完全染白 那黑衣人扛着一人在屋顶奔跑 辗转腾挪 吐起鼓掠 如履平地 他的一身黑色夜行衣 若是在平时便于隐藏身形 可是在这血液之中 却是异常的显眼 成为一个极其明显的目标 胡小天发足脊椎 无论他怎样努力 始终都无法拉近 和那黑衣人的距离 黑衣人在前方一路奔行 不知是实力和胡小天 在伯仲之间 还是故意让胡小天 一路尾随 他和胡小天 始终保持着固定的距离 也无法将胡小天彻底甩脱 胡小天越追越是感到奇怪 他渐渐意识到 黑衣人的目的 绝不是为掳走安平公主 在对方扛着一人奔跑的前提下 自己倾尽全力都无法追赶上他 显然 他的武功高出自己不少 倘若对方真心想要甩开自己 想必早已跑了个无影无踪 此人应该是利用安平公主 牵制自己 胡小天心中暗声警惕 难道对方还设有圈套 只等将自己引到了地方 再来个一网打尽 即便是胡小天 识破了对方的阴谋 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 唯有咬牙紧跟下去 即便是圈套 他也认了 绝不能让对方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将安平公主劫走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宅院 那黑衣人扛着安平公主飞掠而下 落在了后院里 胡小天随后赶到 等他跃入院落之中 却发现黑衣人已经从院子里失踪了 胡小天心中焦急无比 看到前方院门虚眼 他缓步走了过去 快到门前 吵起放在一旁的铁锹 倘若里面有人埋伏 也好有一物可以防身 凑在门缝中向里面望去 却见里面院子的中心 一堆篝火正熊熊燃烧 一人背朝着他 坐在那里 在篝火前烤着什么 诱人的烤肉香气 在雪叶中弥散开来 胡小天看到那背影 不觉微微一争 那背影非常的熟悉 虽然被风雪笼罩的有些模糊 但是胡小天仍然能够从熟悉的轮廓中认出 此人正是内观间提督 鸡飞花 胡小天用力眨了眨眼睛 再次确认对方的身份之后 这才悄悄将铁锹又放回原处 伸手推开院门 慢慢走了过去 篝火熊熊 周围的鸡血都被烤上了一层 腌制般的颜色 火上烤着一只全羊 鸡飞花的表情极其专注 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身后有人到来 胡小天在他身后一丈左右停下脚步 恭敬道 提督大人 小天给您拜年了 看到眼前一幕 他已经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知道安平公主究竟被何人所掳 鸡飞花道 你不说咱家险些都忘了 今晚已经是除夕 一双凤幕凝望着熊熊火焰 变换着妖异而魅惑的光芒 砰 远方发出一声沉闷的炸响 看不到烟花的颜色 随之又响起了一阵阵的鞭炮声 炮烛声中除旧碎 新的一年在飞雪中到来 雪花因为这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也乱了节奏 变得凌乱而无序 全羊的外皮已经被烤成了金灿灿的颜色 一滴滴金黄透明的油脂滴落在篝火之上 发出痴痴不断的声响 随之而弥散出让人垂涎欲滴的香气 鸡飞花抽出腰间的小刀 卸下一条羊腿 金黄色的外皮 里面是白里透红的嫩肉 冒着热腾腾的白气 用一方白色的毛巾包裹住羊腿的尾端递给了胡小天 胡小天伸手接过 张嘴咬了一大口 但觉着羊腿外焦里嫩 香气四溢 入口生精 烤得真是恰到好处 想不到这位内观间的提督 居然还有一手那么好的烧烤技艺 赞不绝口道 哎呀 好美味啊 鸡飞花道 有酒无肉 岂能尽兴 他将身边的一个蓝布包裹扔向胡小天 胡小天一把抓住 那包裹竟然是自己刚才出宫时候悄悄带出来的 里面包着一些食物 还有一壶美酒 想不到被鸡飞花杰族先登 顺手牵羊弄到了这里 虽然是鸡飞花出手盗取了自己的东西 可胡小天却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第一次带公主私自出宫 就被鸡飞花给抓了个现行 以鸡飞花的智慧 很可能会推断出 他和安平公主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或许自己和安平公主从偷偷离开皇宫就已经被他发掘 那么他们在天街小楼之上 关于烟花的情景 岂不是全都落在他的眼里 此事只怕大大的不妙 胡小天将酒葫芦取了出来 这包酒菜是他准备好了要跟安平公主一起度过一个浪漫难忘的除夕之夜 看来今儿是派不上用场了 可怜的安平公主刚才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这会儿还不知被藏在了哪里 不过胡小天倒不慎担心 鸡飞花应该不会对安平公主不利 他完全能够断定 一定是鸡飞花让人将安平公主劫走 事到如今只能静观其变 拧开酒葫芦 胡小天先恭恭敬敬送到了鸡飞花的身边 鸡飞花也不跟他客气 抓起酒葫芦高高扬起 一条雪亮的银色酒线奔流而下 他连贯了几大口 将酒葫芦扔还给胡小天 胡小天本想学着他的样子 可想起上次自己被困小黑屋的时候 曾经喝过鸡飞花的残酒 于是对着酒葫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又咬了一大块羊肉 再次将酒葫芦送到鸡飞花的面前 看似漫不经兴 其实蕴含了不少的心机盘算 鸡飞花似乎并没有嫌弃他的口水沾过 依然高高扬起酒葫挂了一口 然后又摇了摇头道 这酒太淡 右手一扬 那酒葫被他抛扬而起 飞入半空之中 鸡飞花的手指旋即在篝火上虚滑 然后向上一条 但见一条燃烧的木柴 自篝火中弹射而出 静止撞在空中的酒葫芦之上 砰的一声 酒葫芦在空中炸裂开来 里面的美酒四处散射 欲火即燃 火光雪影在夜空中如烟花般绚烂 胡小天惊叹于鸡飞花强大武功的同时 又惊叉于眼前光影之美 鸡飞花缓缓自足下 拿起一个精美的景泰兰瓷葫芦 拧开瓶塞 顿时酒香四溢 胡小天虽然没有尝到 可是单从这酒的香气已经判断出 这壶酒和自己带来的那一壶 不可同日而语啊 鸡飞花喝了一口酒道 想不到皇上赐给你的盘龙金牌 果然派上了用场 胡小天听出鸡飞花话语里 充满了嘲讽的汉意 笑道 提督大人 想必是误会了 鸡飞花将手中酒葫芦 递给胡小天 漫不经心道 你就知皇上有功 可即便如此 也不要以为皇上可以容忍你的任何事 蛊惑公主 离宫私奔 这罪名若是落实 肯定要抄家灭族 胡小天的笑容僵在脸上 他的确有带着龙溪月私奔的念头 可绝不是现在 低声道 提督大人 小天只是带着公主出来观赏焰火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至于蛊惑公主 离宫私奔 小天更没有那样的胆子 提督大人知道 小天只是一个太监 哪有那种非分之想 这会儿胡小天又偷偷提音缩扬 悄悄将命根子往里面收了收 事实上 他自从飘渺山回来之后 压根就没有恢复原状 不是怕冷 而是要以防万一 鸡飞花的出现绝非偶然 若是他对自己的太监身份 产生了怀疑 而是尽早做出低防为妙 好在鸡飞花并没有继续延续这个话题 轻声道 咱家本以为你头脑灵活 做事情向来考虑周到 却想不到你居然会做出这么鲁莽的事情来 胡小天站在鸡飞花的身边 静静望着面前熊熊燃烧的篝火道 非是小天鲁莽 而是小天见到公主殿下 身世可怜 所以心生同情 鸡飞花冷笑道 身世可怜 心生同情 你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小太监 又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公主殿下 说出去只怕要让人笑掉门牙 胡小天道 小天知道自己这句话有些可笑 可是小天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由衷之言 公主虽然生在帝王之家 可是她未必能够比普通百姓家的儿女过得快乐 什么天伦之乐 她都没有享受过 鸡飞花听她这样说 居然沉默了下去 一把从胡小天手里抓住酒葫芦 又饮了一口 双目盯着熊熊燃烧的篝火 她的目光深处也有两团火在跳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除夕当日蒙皇上开恩 特许安平公主前往飘渺山林霄宫 探望太上皇 于是小天就陪着一同过去 她伸直鸡飞花的耳目 遍及整个皇城内外 陪同安平公主前往飘渺山的事情 肯定瞒不过她 所以选择主动说出 鸡飞花道 骨肉清情 原本就是这世上最割舍不断的情意 安平公主前往林霄宫探望父亲 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你跟过去作甚 胡小天道 小天本不想去 可公主让小天陪着过去 小天身为子郎公的新任总管 总不好推托 其实他之所以前往飘渺山 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李云聪的嘱托 鸡飞花撇了他一眼道 你不说咱家险些都忘了 丢了明月宫的差事 转眼间又在紫兰宫谋到了职位 咱家还没有来得及对你说声恭喜呢 胡小天笑道 此事待会再说 提督大人多些耐心 容我把飘渺山上发生的事情说完 鸡飞花打了个哈欠 显得对他要说的事情毫无兴趣 可也没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胡小天道 小天本以为公主前往探望太上皇 必然是妇女相见抱头痛哭的情景 可到了那里 却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太上皇变得疯疯癫癫的 突然冲上去卡住安平公主的脖子 如果小天晚一不冲进去 只怕公主的性命都会葬送在她的手里 鸡飞花淡然笑道 虎毒不食子 其实就算你不插手 太上皇也未必封天道 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地步 一个人可以在皇位上稳坐四十一年 绝非是运气使然 你亲眼所见 也未必都是真的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提督大人教训的是 他接着又将陪同龙溪月 前往云庙的事情说了 在鸡飞花面前说话 必须陪着小心 胡小天往往是说九句实话 才敢说一句假话 不然 以鸡飞花的精明很难蒙混过去 飘渺山上的状况 他基本上都是老实交代 当然其中 沐浴更衣验身的事情被他掠过 提音缩扬的事情不能让鸡飞花知道 鸡飞花听他说完 新生道 你看到安平公主遭到如此对待 所以新生同情 故而带着他偷偷离开皇宫出来 观赏烟花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英明 鸡飞花道 只有在乎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如此细心体贴地为他着想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 胡小天头皮一紧道 小天对提督大人也是一样 鸡飞花呵呵笑了一声 看到躬着身子 毕躬毕竟站在自己身边的胡小天 摇了摇头道 你不用如此拘谨 咱家也没责怪你什么 咱家出去了这些天 宫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本来咱家另外安排了一些事情 让你去做 却没有想到 皇上让你去了紫兰宫 胡小天道 小天也没有想到 鸡飞花道 本以为你救了皇上 皇上会重重赏你 这次倒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胡小天道 小天总觉得这事情有些不妥 还请鸡公公将我调离紫兰宫 鸡飞花眼神闪烁 轻声道 你觉得有什么不妥 尽管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胡小天道 皇上已经做主 为公主和大雍国七皇子定下婚约 婚期就在三月十六 鸡飞花淡然道 这和你去紫兰宫又有什么关系 也许皇上让你过去 就是为了让你帮忙准备出嫁之事 让你陪着一起前往大雍 当个浅婚使也未必可知 胡小天道 安平公主是太上皇的女儿 又是周王殿下的同胞妹子 鸡飞花抓起一根手腕粗细的枯枝 轻轻折断 扔入篝火之中 一串火星随之腾飞而起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应该知道 小天的父亲乃是太上皇曾经重用的大臣 而小天和西川李家曾有婚约 鸡飞花不以为然道 那又如何 胡小天道 因为这层关系 本该让小天避嫌才对 可偏偏要让小天前往紫兰宫 这其中就耐人寻味了 鸡飞花道 有何耐人寻味之处 难道有人想借着这件事 诬陷你和安平公主意图复辟 胡小天心中暗叹 鸡飞花其实什么都明白 却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跟这种聪明人相处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坦诚 胡小天道 小天本是戴罪之身 能活到今天 纯属上天眷顾 即便是现在死了 小天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只是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 小天死不足惜 怕的是因为我的事情 而连累了大人 鸡飞花呵呵笑了起来 你这小子怎么越说 我越是糊涂了 就算别人污你阴谋造反也罢 意图复辟也罢 跟咱家又有什么关系 又怎么会连累到我 胡小天一脸羡媚的笑意 谁不知道 小天是宁的人 鸡飞花大声笑了起来 笑得漫天雪花乱舞 笑声久久回荡在夜空中 笑得如同花枝乱颤 一个大男人笑得这么 妩媚妖娱 也算无敌了 胡小天却被弄得一鼻子灰 满脸的尴尬 心中暗骂 笑个毛啊 老子大过年的拍你马屁也不容易 就算你不配合 也没必要直接打脸吧 鸡飞花笑了许久 方才停下来 是全公公一手将你送入宫中 你难道忘了 胡小天道 若非提督大人出手相助 明月宫的黑锅肯定要由我来背了 小天哪还有机会听到新年的钟声 小天虽然没什么见识 可也懂得知恩图报 无论提督大人心中怎么想 小天对提督大人一片赤胆忠心 苍天可见 砰 一声闷雷般的炮声 在夜空中乍响 胡小天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老子就算多说了几句恭伟话 还不至于遭天谴吧 鸡飞花道 全德安想做什么 咱家明白 你心中想做什么 咱家也明白 胡小天内心暗自忐忑 总觉得鸡飞花 话里有话 难道 他对自己想要营救安平公主的计划 有所洞悉 真要是如此 这件事就麻烦了 鸡飞花道 咱家为大康淡惊绝 偶心沥血 怎奈一腔中成 却遭人猜忌 胡小天 你显安心在子郎宫办事 其他的事情 你无需多想 也不必担心 务必要保证将安平公主平安无事 确保她的大婚 如期进行 胡小天道 大人的意思是 鸡飞花道 他们若不出手 我们焉能抓住他们的把柄 此次核心 必不太平 咱家刚刚收到一个消息 你并不是唯一 护送公主前往大庸的人 文太师 护送安平公主 安平公主前往大庸 皇上已经同意了 胡小天听到文伯远的名字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货 岂不是文太师的儿子 文雅的兄弟 一直暗恋 安平公主的那个 形势果然变得 越来越不妙了 鸡飞花道 公主离京至日 原本定在二月 可是皇上又突然改了主意 准备过了十五 就让公主前往大庸 比起既定的日常 提前了半个月 胡小天表情恶然 这对他来说 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筹谋 带着安平公主离开的事情 此事关系重大 必须独自谋划 甚至在两位结拜兄弟面前 都没有流露出半点的风声 却想不到计划突然有变 杀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鸡飞花轻声道 咱家准备让你 沿途护送安平公主一起过去 胡小天道 小天愿为提督大人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真的 胡小天用力点了点头 鸡飞花从发际之中 将白金发簪抽了出来 一头黑色长发 宛如流铺般倾泻在肩头 忽然一仰手 发簪落入熊熊篝火之中 轻声道 那就帮我将发簪剪出来 胡小天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我靠 考验一个人 也用不着这么狠吧 这手重要还是命重要呢 他把心一横撸起袖子 做事要向火中抓去 眼看手就要探到火焰之上 火焰却从中分开 他的手刚好探入火焰裂开的缝隙 鸡飞花在此时伸手将他的手臂拉了回来 呵呵笑道 一个玩笑 用不着那么拼吧 胡小天此时已经惊出了一头的冷汗 鸡飞花展开右手 掌心之中 精芒闪烁 确实他根本没有将那根发簪投入火中 只是用假动作 换过了胡小天的眼睛 胡小天抱拳道 多谢体度大人 鸡飞花淡然道 安平公主就在西乡中休息 你尽快送她回宫 我不希望还有下一次 龙溪月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紫兰宫 她有些迷惘地眨了眨双眼 从床上坐起身来 惊动了一旁的子娟 子娟道 公主醒了 龙溪月揉了揉有些酸麻的脖子 什么时候了 胡小天她人呢 子娟道 刚过了三晶 天还黑着呢 一晶天的时候 胡公公将公主送回来 说公主晚上没吃饭 因为什么 滴 滴糖 对了 滴血糖 晕了过去 让奴婢照顾公主休息 她回寺院局去了 滴血糖 龙溪月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新鲜的词 子娟点了点头道 嗯 胡公公就是这么说的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201章 帮帮手 龙溪月 皱了皱眉头 努力回忆昨晚发生的一切 他的记忆 停留在烟花怒放的时刻 至于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也许 只要等见到胡小天 才能问个清清楚楚 这可恶的胡小天 究竟是如何把自己带回了子兰宫 又为何把自己丢在子兰宫 一个人就走了 胡小天 这个大年夜 过得并不如意 本打算和安平公主一起坐在小楼之巅 看看烟花 欣赏一下漫天雪花 顺便喝点小酒 谈谈人生 谈谈未来 甚至深入探讨一下 两人逐渐加深的感情 不排除拉拉小手 亲亲小嘴啥的 可极微花的突然出现 让胡小天的一个美好夜晚 完全泡汤 更麻烦的是 帮助他在飘渺山躲过一劫的提音缩阳 这次的效力格外持久 这都半天了 丝毫没有露头的迹象 世上的事情往往都是这样 欲速则不达 越想让他出来的时候 他偏不出来 胡小天回到寺院局之后 先泡了个热水澡 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 兴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今天在外面冻了这么久 估计留恋肚子里暖和 不愿意出来 可泡了大半个时辰 毫无效果 要说这全德安 实在是可恶至极啊 当初交给他提音缩阳的时候 就没告诉他 如何收放自如 胡小天想到了无相神功 既然无相神功如此玄妙 可以化解各方意义中真理 说不定 也能对提音缩阳 起到一定的效果 无相神功运行两个周天之后 胡小天感到神清气爽 身体的疲乏进退 可命根子却依然故我 不见有恢复原状的迹象 胡小天真正开始有些害怕了 想起全德安的阴险手段 难不成这老太监 交给自己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提音缩阳的功夫 而是让自己断子绝孙的歹毒邪功 胡小天心中这个后悔啊 自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时间都过去了那么久 居然还上了个大当 当了这么久的假太监都没事 眼看逃离皇宫游望 却乐极生悲 自己把自己给太监了 胡小天想来想去 能想到的办法全都想了一遍 最后实在没辙 她开始在脑海中幻想一些 香艳疑腻的场面 永远不变的男主角是自己 女主角从慕容飞烟到 霍小如乐瑶西安 琴宇童宝宝龙西月 七七文雅 甚至连灵婉 简皇后这样的 但凡是她认识的女性 都被她歪歪了一遍 要说大过年的本不该如此邪恶 可治病要紧 心病还需心药医 胡小天不认为自己的生理上有问题 肯定是心理上出了毛病 第一次练成提音缩阳的时候 那不是转瞬间就冒了出来 可这次怎么会如此持久啊 胡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辗转反侧 一张张翘脸在她脑子里 走马灯般变换 可命根子如同睡着了一样 始终毫无反应 胡小天折腾得实在是有些疲倦了 迷迷糊糊歪在床上睡了过去 朦胧间却看到一个妖娆妩媚的女子 停停鸟鸟向她走来 走到近前 胡小天依稀认出 这女子竟然是鸡飞花 恶然道 大人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鸡飞花忽然伸手 抓住她的领口 吃的一声 将她身上的衣服撕成了两半 然后又看到火一样的长袍 从鸡飞花的身上滑落 鸡飞花的一双凤幕充满魅惑之色 靠近胡小天 伸出手臂 将她抱住 然后双目变成了绿色张开嘴巴 露出两颗雪白的獠牙 吸血鬼一般咬向胡小天的脖子 胡小天吓得惊吓一声 惨叫道 不要 猛然睁开双目 从床上坐起身来 方才发现自己只是刚刚做了个噩梦 竟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她看了看一旁的茶几 抓起机上的隔夜茶 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喝完之后 感觉猴头不像刚才那般干渴 低头看了看双腿之间 比起昨晚好了些 小河才露尖尖角 虽然依然没有恢复昔日雄风 可毕竟有了一个好的苗头 难道想美女没用 想鸡飞花才有效果 胡小天被自己这个想法给吓着了 自己好好的一个直男 怎么突然会对同性产生想法呀 即便鸡飞花算不上一个男人 可他也不是一个女人呢 胡小天将自己如今的状况 全都归咎到全德安的身上 如果不是老太监的那个邪恶功夫害人 自己怎么会被整成这般模样 可任何事都不如命根子重要 尝试了一个晚上 用尽了所有办法 唯有想到鸡飞花的时候 才有那么一丁点的效果 病态也罢 变态也罢 为了自己下半身的幸福 也只能勉为其难的 把鸡飞花在脑子里 小小的亵渎那么一下 胡小天闭上双眼 忽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 却是一帮早起的小太监 过来给他拜年 胡小天心中暗骂 老子好不容易才有了点起色 被你们这帮孙子一打断 小毛病积攒久了 变成大毛病了 耐着性子 接受了那帮小太监进来拜年 将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分发给他们 史学东喜气洋洋的凑上来道 胡公公 大伙辛苦了一年 这两天难得休整一下 我将他们分成了三班 没 话没说完 已经被胡小天打断 你自己看着办 这么点小事也要我过问吧 史学东没来由碰了一鼻子灰 这才意识到胡小天今天心情不爽 赶紧使了个眼子 带着一帮小太监退了出去 他们这边刚走 胡小天关上房门 正准备酝酿下情绪 以鸡飞花为对象 好好胡思乱想一下 外面又响起敲门声 胡小天的无名火 顿时烧起怒道 谁啊 还他妈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 火太大 全都是憋出来的 胡小天一咕噜翻身下床 怒冲冲拉开房门 抬起脚 准备把门口哪个不开眼的 小太监给踹出去 却看到门外宝宝身穿大红缎片尖 竖腰棉袍 围着黑色雕容领子 眉目如画两颊飞红 站在门外 一双柳眉竖了起来 兴眼圆征 一大早过来给胡小天拜年 没成想 还没等进门 就先挨了一通臭骂 胡小天看到宝宝 马上知道骂错了人 宝宝道 你吃炮上了 大过年的火气这么大 胡小天笑道 我还以为是那帮不开眼的小太监 他一伸手 抓住宝宝的手腕 将他拉了进去 宝宝一进门就甩开他的手道 滚边去 别拉拉扯扯的 让人家看到多不好 胡小天却将门给插上了 回到他身边 又抓住他的柔仪 陪着笑道 哎呀 姑奶奶 你可来了 哼 怎么 说得跟很想我似的 若是我不来 只怕你胡公公 早就将我这个小宫女 给忘了吧 怎么可能 我对你那可是朝思暮想 想的不能再想 宝宝有些奇怪的望着他 大过年的 拜托你别那么虚伪好不好 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求我呀 胡小天连连点头 宝宝白了他一眼 扭着杨柳腰 婀娜多姿的来到 胡小天的床边坐了 从果盘 捏起一颗果谱 塞到嘴里 一边吃 一边倒 说吧 胡小天望着宝宝 娇俏 妩媚的样子 感觉小腹 有些发热发胀 一脸见笑 来到宝宝身边 挨着他身边坐下 我遇到点麻烦 宝宝咯咯笑了起来 在他看来 胡小天若是没有麻烦 反倒不正常了 右手的手指朝胡小天勾了勾 和胡小天单独相处的时候 宝宝已经习惯了对他的勾引 斗智斗力始终处在下风 唯有自己的女性魅力 才能让这个假太监 心急火燎 色瘦魂鱼 这种惩罚还真是有趣 宝宝附在胡小天的耳边 娇滴滴道 说 看看人家能不能帮你 看到胡小天的一双眼睛 就快喷出火来 宝宝心中暗笑 这个假太监 越来越色了 胡小天抓住他的手 然后趴在他耳边 低声将自己遇到的麻烦 说了一遍 宝宝听完就尖叫着跳了起来 捂住自己的双眼 用力跺了跺脚道 你这个无耻之徒 大过年的就跟我聊这个 他以为胡小天 是在故意捉弄自己 胡小天一脸无辜 宝宝你别叫 隔墙有耳 别人还不知我把你怎么着了 宝宝催了一声道 不理你了 就会捉弄我 变着法子让人家难堪 胡小天道 姑奶奶 这可是关系到我终生幸福的大事 我真没有捉弄你 你不信 自己摸摸看 宝宝面红耳赤 这丝真是厚颜无耻 到了世间少有的地步 白了他一眼道 谁愿意摸你 胡小天道 宝宝 我真是什么法子都试过了 整整一个晚上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次练功真是练大发了 你要是不帮我 我可就真成了太监了 宝宝红着脸道 你本来就是太监 胡小天牵了牵他的手 宝宝咬了嘴唇 重新在床边坐下 低着头 表情羞涩道 那你要人家怎么帮你吗 胡小天的手臂搭上了他的肩头 轻轻一带 宝宝挣脱了一下 还是顺从地倒入了他的怀中 胡小天得寸进尺 低头欲吻 却被宝宝伸手挡住嘴巴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 不信你看 呸 谁也看你 胡小天牵着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当下 你摸摸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宝宝皱着眉头 虽然害羞 可终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终于鼓足勇气 在他双腿间摸了摸 虽然隔着衣服 可仍然感觉好像是空空如也 他惊奇道 哎呀 真的没有了 胡小天苦着脸道 我为何要骗你 这么大的事情我会那么无聊 宝宝望着胡小天 看到这丝愁眉苦脸的样子 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胡小天被他笑得愣住了 这种时候他居然还有心情笑 简直是没心没肺 胡小天抱怨道 哎呀 拜托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宝宝虽然知道自己现在发笑不好 可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总算才停下 胡小天愤愤然道 幸灾乐祸 宝宝道 其实呢 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哎 怎么说话呢 这简直是天大的事情 你想想 要是我以后都成了这个样子 你以后怎么办 宝宝红着脸道 你是你 我是我 别把我扯进去 胡小天道 哎 那你岂不是等于守活寡 以后还怎么帮我生小小天呢 哼 谁要跟你生孩子 没了就没了 反正我也用不着 哎 别开玩笑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 帮帮我好不好 宝宝道 你在宫里不是有那么多相好 随便找一个人帮你就是 为什么偏偏要找上我 胡小天道 宝宝 你这是逼我用墙啊 宝宝的目光充满了挑衅 哼 用墙 你现在有那个本事吗 胡小天被戳中了痛处 脑袋顿时搭了了下去 如同斗败了的攻击 唉 你走吧 我认命了 宝宝刚才那句话实在是太伤自尊了 宝宝看到他如此沮丧 反倒又生起了同情心 喂 怎么了你是大过年的其实又不是什么大事 看开点 胡小天心说我看不开 他叹了口气道 今儿真要是恢复不了 我就去摇池跳湖 淹死自己得了 愧对我们胡家列祖列宗 宝宝道 你别这样 看你这么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 他主动抱住了胡小天 好点没有 胡小天摇了摇头 宝宝又在他唇上吻了一下 如何 胡小天道 时间太久了 可能需要再强一点的刺激 宝宝眨眨眨眨眨 伸出手去闭上眼睛 在他当上揉了揉 胡小天感觉财路尖尖角的那只小鹤 似乎有些蠢蠢欲动 继续 别停下 宝宝难为情道 真是受不了你 胡小天 你说天下间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皮的悖懒人物 胡小天搂住他的香肩 一只手放在宝宝的胸膛上 宝宝被他抓得焦虚一颤 放开 胡小天道 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宝宝的表情明显有些忍辱负重 过分了啊 胡小天道 宋佛送到西 好姐姐你就帮我这一次 就算是素不相识 见到我这番模样 也该有点同情心的 宝宝恨恨瞪了他一眼 警告他道 若是素不相识 我一转把你这双狗爪子给剁了 看到胡小天一脸悲催的模样 一颗星顿时又软化下来 含羞道 最多就是这样 你再敢得寸进尺 我就送你去西天 胡小天点了点头 手上却没有闲着 宝宝被他摸得翘脸飞红 手腕也有些酸了 忍不住道 你还没好啊 胡小天道 隔着这么厚的裤子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别过分啊 宝宝生怕他再提出什么 过火的要求 赶紧严加警告 胡小天道 那要不你随便叫两声给我听听 什么 宝宝尖叫道 胡小天道 哎呀温柔点 别跟吵架似的 那把你所有的女性温柔都展现出来 一边喘一边叫 宝宝有些心虚的看了看门窗 门窗倒是关得严严实实 那隔腔有耳啊 胡小天一把将他拥入怀中 覆在他耳边道 就在我耳边叫 只有我能听到 宝宝被他温暖的臂弯 拥在怀中 感觉身躯就快被他融化 轻轻嗚了一声 在胡小天的鼓励下 放开矜持 娇柔婉转的叫了几声 还别说这声音还真是有效 胡小天感觉自己沉睡许久的某处 终于如同雨后春笋般冒生了出来 宝宝虽然隔着裤子 仍然感觉到他身体的突然变化 如同握住毒舌一样 原地跳了起来 手指着胡小天的裤裆 此时那里突然就鼓起了一个小山包 宝宝的表情古怪至极 又是想笑 又是害羞 还有种惊恐莫名的神情夹杂在一起 一双美眸凳的滚圆 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胡小天有种脱胎换骨的重生感 乐得哈哈大笑 宝宝笑道 出来了 说完之后 顿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真是没脸见人了 转身拉开房门就冲了出去 和端着国瓶走来的史学东 撞了个满怀 史学东被撞得一屁股坐倒在雪地上 托盘中的国瓶也散落了一地 胡小天听到动静赶到门外 却看到宝宝已经风风火火的 逃出了私院局 人逢喜事精神爽 所有人都看出胡小天的情绪变化 刚才还搭了这一张面孔阴云密布 这会儿已经是晴空万里 阳光灿烂了 解决了这个困扰了自己一夜的大心事 胡小天方才想起了自己的主要职责 今儿是大年初一 首先要去紫云宫给安平公主拜年的 怪只怪全德安那个老乌龟 把自己给害的 什么听缩阳 险些缩进去再也没机会见到天日 胡小天避开人 偷偷自我检查了一下 经历了此番挫折 非但没变小 好像还大了一些 很快他就明白 不是大了 是肿了 缩了一夜 硬生生卡的 有些水肿了 大问题解决了 这点小伤 无关紧要 胡小天换了身新衣服 神清气爽 喜气洋洋的前往子郎宫拜年 等他到了紫兰宫 发现龙溪月正准备出门 慌忙上前行李道 胡小天参见公主殿下 祝公主新年大吉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直到现在龙溪月都对昨晚发生的事情 迷迷糊糊 他根本想不起 自己究竟是怎么回来的 子涓说他因为滴血糖而晕了过去 胡小天将他送回紫兰宫的时候 他仍然昏睡不醒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许只有胡小天才清楚 虽然满腹一斗 可当着这么多工人的面 龙溪月也不方便询问 淡然笑道 子涓 拿红包给他 子涓将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递给了胡小天 胡小天连连称谢 将红包收好了 恭敬道 公主 这是要去哪里呀 龙溪月道 去新宁宫给皇后拜年 你跟着我一起过去吧 胡小天想到 蒋皇后的那张冷脸 打心底就有些抗拒 一直以来 蒋皇后都不怎么喜欢她 不过她也看出 龙溪月美眸深处的期待 又怎么忍心让她失望 微笑道 好啊 龙溪月转向子涓道 你们几个就留在子兰宫 我和胡公公去皇后那边 拜完年之后就回来 龙溪月让胡小天陪她一起同去 主要还是想单独问她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离开子兰宫之后 龙溪月就忍不住问道 昨晚看烟花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怎么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胡小天早已想好了应对之词 笑道 昨晚我陪着公主看烟花 公主正看到陶醉之时 忽然腹中鸣响 龙溪月翘脸一红 自己好糗 昨晚饿得肚子咕咕直叫 居然被她听到 摇摇嘴唇道 我说的不是这个 胡小天道 我说的也不是这个 我总不能让公主饿着肚子 跟我喝西北风 于是我就跳下去 给公主拿吃的 哎呀 错就错在 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屋顶 等我拿到韭菜 正想返回屋顶 却发现公主从上面滚落下来 幸亏我眼急手快 一把将公主抱在怀中 不然哪 只怕公主要摔个鼻青脸肿了 龙溪月虽然没有看到昨晚的情景 可听她的描述 当时的情况也是惊险无比 小声道 那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 只怕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可能要摔死了 胡小天道 哎 那我怎么舍得 龙溪月含羞道 那只是我仍然想不通 怎么会突然昏倒呢 胡小天道 哎呀 滴血糖的缘故 什么叫滴血糖 血中怎么会有糖 龙溪月问完之后 又有些不好意思 你不许笑我 在医学方面我一窍不通 胡小天笑着耐心解释道 这人体血液中的糖分 称为血糖 绝大多数情况呢 都是葡萄糖 人的身体啊 是由一个个肉眼 看不见的小东西构成 这种小东西呢 通常称之为细胞 而这些细胞活动 所需要的能量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葡萄糖 所以血糖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 才能维持我们的生存需要 正常人饿肚子的时候 血糖浓度有一个标准 如果血糖的浓度 低于这个标准 就叫做低血糖 公主的身体较为瘦弱 加上昨天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所以才会有低血糖的症状出现 往往会觉得眼前一黑 头晕目眩 严重的 甚至会昏迷 短时间失忆 龙锡月听到这里 已经性了九成 胡小天本身拥有着深厚的医学基础 想要糊弄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知识的单纯公主 还不容易 她说的有理有据 再加上龙锡月昨晚的确出现过她所说的症状 听她说完 已经深信不疑 胡小天道 公主 该不会怀疑我趁着你人事不行的时候 对你做出了什么事情吧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启萧强 第202章 借人一用 龙锡月娇羞无限 摇摇头道 我可没怀疑你 你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是我心中最坦荡无私的人 向来以厚颜无耻 著称的胡小天 此刻居然脸红了 没办法不脸红 龙锡月对她的评价太高了 没想到自己在安平公主心中竟然这么高尚 这么纯洁 得到了这样的评价 胡小天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干低级趣味的事情 其实昨晚就算她有非礼的念头 也没有那个本事 原本还想趁机挑逗一下这位美丽公主 现在看来还是相敬如兵的好 想起龙锡月的不幸命运 胡小天不由得心生怜意 轻声道 对别人我或许做不到 可是对公主 小天绝无一丝一毫的亵渎之念 这话说完 连胡小天自己都想狠狠抽自己一嘴巴子 能要点脸乎 龙锡月明眸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我信你 还好前面就是新宁宫 如果再多走一段 胡小天肯定会被扫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原来信任和尊敬 有时候也可以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想要维护自己在安平公主心中的君子形象 这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安平公主好像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啊 我不是一个君子 我宁愿做一个小人 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龙锡月眼中的这个君子 其实就是蒋皇后眼中的小人 卑鄙小人这四个字送给胡小天 他都嫌不够洁气 可是小人往往得知 连蒋皇后也不得不承认 小人混得通常要比君子好很多 而且小人的命也很大 想当初他派到紫兰宫的宫女太监 如今都已命丧皇权 反倒是胡小天这个无耻小人 仍然活蹦乱跳 洋洋得意 连文太师都整胡小天不死 足以证明这小子命大 而且他的背后还有过得硬的靠山 想起鸡飞花 蒋皇后就恨得牙根痒痒 她从未像恨鸡飞花这样恨过别人 她认为自己和皇上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落到如今的境地 全都是鸡飞花从中作梗的缘故 和鸡飞花相比 任何人都会变得可爱起来 来兴宁宫拜年的人很多 毕竟皇后是后宫之主 即便是灵婉这种 一直和皇后不睦的妃子 也过来给皇后拜年 兴凶向来不怎么宽广的蒋皇后 今儿也表现得雍容大度 和蔼可亲迎来送往 胡小天跟着龙熙月来到兴宁宫外 刚好遇到从这里离开的灵婉和宝宝 想不到宝宝来得这么快 这会儿功夫就跟着灵婉来到了新宁宫 看到胡小天不由得想起 清晨在他那里羞人的一幕 黑长的睫毛瞬间垂了下去 不敢和胡小天的目光相遇 这细微的表情变化 并没有逃过灵婉的眼睛 灵婉心中暗骂 小浪蹄子 瞎子都能看出你跟这个小太监有一腿 当着这么多外人 胡小天掩饰得很好 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在龙熙月和林婉相互问候之后 也乐呵呵凑了上去 灵照一急想 小天给您拜年了 自从明月宫的事情之后 林婉还没有直接跟胡小天打过交道 上次他让胡小天往文雅床上 偷放血影精毛 显然是存着将两人都害死的打算 却没有想到胡小天福大命大 居然躲过了一劫 文雅却没有那么运气 可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婉也无从得知 明月宫一夜之间被烧了个干干净净 这场风波虽然最终没有牵涉到他的身上 可是林婉一直也心绪不宁 胡小天没死 假如他出了事情 不排除这丝将自己交给他虫子的事情 全都供出来 还好最后胡小天化险为夷 从头到尾也没有供出他半个字 若非心虚 林婉也不会乖乖答应会善待宝宝 他也说过 只要宝宝愿意走 他绝不强留 不过宝宝那妮子却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 要留在淋浴殿了 林婉现在反倒不好处理跟他的关系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们之间自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姐妹相称 彼此无猜 他又不能真正以主人的身份压迫这个小宫女 彼此的底细彼此清楚 更何况宝宝有了胡小天这个靠山 所以林婉现在对宝宝处处陪着小心 比起过去还要客气 宝宝正是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才肆无忌惮地留在了淋浴殿 听到胡小天给自己拜年 林婉笑眼如花 让宝宝赏红包给他 胡小天也是来者不惧 笑眯眯收了 那边星宁宫的宫人已经迎了出来 虽然胡小天有话想跟林婉单独说 可现在并不是敲打他的时候 只能暂时压下这个念头 跟着龙夕月一起先去给皇后拜年 星宁宫中聚了不少人 一年之中很少这么热闹 胡小天拜过年 说完吉祥话就站在一边 心中琢磨着 等这边的事情忙完 还得出宫去给全德安拜年 虽然全德安最近接连干了不少 坑害自己的事情 可面子上的事情还必须做到 这会儿功夫小公主七七也到了 看到胡小天在场 一双眼睛眨眨的顿时兴奋了起来 胡小天心中暗暗叫苦 这七七简直是自己命中的魔星啊 我自己是她的兴奋剂吗 怎么每次见到自己 她都表现得那么兴奋呢 七七一来星宁宫 只不过是为了走个形势 她对简皇后压根没多少尊重 否则就不会经常干出 当众搏她面子的事 拜年之后 悄悄将安平公主拉到了一边 小声嘀咕着什么 目光时不时还朝胡小天这边望来 胡小天心中有些敏感 总觉得这丫头嘀咕的事情 跟自己有关 可看看周围 这星宁宫人多眼杂 想必七七还是有所顾忌的 不会干出什么太出格的事 总算等到了离开的时候 来到星宁宫外面 胡小天暗自松了一口气 向安平公主道 公主殿下 接下来咱们去哪里啊 皇上那边吗 安平公主笑道 回头我跟皇后她们一起过去 你另有任务 胡小天愕然道 公主 公主派我去做什么 此时看到小公主也从宫里面出来 远远向她们挥了挥手 安平公主道 怪怪 事已至此 唯有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小公主 七七笑道 胡小天 今儿你是我的人了 胡小天忍气吞声地行礼道 小天 愿听公主殿下差遣 七七朝安平公主挥手道别 倒背着小手向前走去 抛下一句话道 跟我来 胡小天道 去哪里 七七道 今儿我姑姑将你借给我了 我让你去哪里 你就得去哪里 胡小天道 公主的意思是 今儿就算把我给卖了 我也得帮您点钱 七七笑音音道 不错 他回头打量了一下胡小天 哼 就你这模样 还不如一头猪值钱 胡小天道 要说值钱呢 那还得是公主 公主殿下是皇上的掌上明珠 无价之宝 比猪值钱多了 七七双眸圆睁 可玄机又咯咯笑了起来 胡小天 你越是想惹我生气 我偏偏就不上你的当 七七要去的地方是陈恩府 这倒是跟胡小天想到了一处 两人叫了辆马车 从皇宫的北门出去 过了正阳大街 朝着正北鼓楼的方向一路行进 很快就来到索春巷 昨晚的大雪将巷口的一间草棚压榻挡住了去路 七七让车夫将马车停在巷后 和胡小天下了车 几名小太监正在巷口处清理着路障 为首的一人却是小太监福贵 过去在陈恩府听差 不过现在去了御马间 看到胡小天 他惊喜道 胡公公来了 然后他方才看到 走在胡小天身后的小公主七七 一帮太监慌忙停下手中的活跪了下去 七七皱了省眉头道 干什么 动静这么大 胡小天低声道 这是找公主要红包呢 七七道 我没带钱啊 小胡子 借点钱用用 胡小天道 我没钱 七七欲伤美眸 胡适丹丹的望着他道 哼 你个抠门太监 刚刚收了那么多的红包 你倒我没看到 那是我的钱 我也没打算探摸你的银子 拿出来分给他们 等咱们回宫 我加倍补给你 七七信誓旦旦道 胡小天心里这个郁闷啊 老子磕了多少头 才赚来这么点银子 还没污热乎就要分给别人 可既然七七说了 要双倍补给自己 一国公主 总不至于赖账 于是胡小天帮着七七 打赏了这帮小太监 胡小天给这帮小太监赏钱的时候 七七已经先行进入了承恩府 福贵接过胡小天递来的银子 眉开眼笑道 多谢胡公公了 胡小天道 别谢我 要谢就去谢公主殿下 你不是在御马间吗 怎么回来了 福贵道 今儿是大年初一 特地回来给全公公拜年 刚巧看到路口的棚子塌了 就帮忙清理一下 全公公在 福贵点了点头道 在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孔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来到承恩府 看到全德安披着一件半星不救的灰色斗篷 站在院子里 左臂上停了一只黑色的鹰笋 他右手拿着仙皱 正在给鹰笋喂食 先来一步的七七 却不知去了哪里 胡小天笑逐言开道 小胡子来给全公公拜年了 祝全公公开年大吉步步高升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全德安两道白眉八字形平在了一起 这张脸便是露出了笑意 也显得非常的古怪 又往鹰笋嘴里塞了一条鲜肉 然后抖动了一下左臂 鹰笋振翅飞起 发出一阵扑朗朗的声音 胡小天举目向那只鹰笋望去 却见鹰笋在陈恩府的上空盘旋了一周 然后疏然向南方的高空中飞去 宛如一道黑色闪电般瞬间消失于天际之中 胡小天赞道 哎呀 好尊的一只鹰 全德安干笑了一声 威驼的背攻得越发厉害了 起来吧 胡小天直起身来 全德安将准备好的福袋递给了他 胡小天跟他套起了近乎 全公公 何时养的宠物 全德安笑了笑 一语双关道 这年头养宠物总比养人要可靠一些 这些宠物你给他肉吃 至少他懂得感恩戴德 不会有被出卖的危险 胡小天也能听不出他话里的嘲讽寒意 跟着黑黑一笑 心中暗骂 你才是老畜生呢 是你对不起我在先 明月宫的事情 你差点没把我给坑死 哼 什么提音缩扬 根本就是把我活生生练成太监的法门 若说我出卖你 也是被你逼的 全德安向他手中的福袋看了一眼道 不看看里面是什么 胡小天笑道 哎呀 全公公给我的肯定是好东西 全德安阴侧侧笑道 看看 胡小天这才打开福袋 里面装着的却不是银子 而是几颗药丸 看样子应该是百花滴露丸 胡小天道 哎呀 全公公上次给我的百花滴露丸 还没有吃完呢 顿时明白全德安送给他百花滴露丸的真正用意 老太监阴着呢 是在提醒自己 性命仍然被他握在手里 解灵还需细灵人 天下间只有他才能够化解自己体内的一种真气 不然终有一日 胡小天会走火入魔而死 胡小天现在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顾忌 李云聪交给他无相神功的吐纳法门 明月公失火当晚 文雅本来想要害他 却想不到他因祸得福 机缘巧合完成了突破 虽然胡小天不清楚 现在自己有没有将全德安传入体内的功力化为己用 不过从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说 感觉很好 应该是有所成就 如果李云聪没有骗他 这无相神功足以化去体内的一种真气 再不用害怕全德安的要挟 全德安道 有备无患 过几天你就要护送公主前往大庸 途中也许用得上 胡小天道 全公公 小天有一事不明 为何您要薄举我前往护送安平公主呢 全德安道 不是咱家薄举 而是小公主薄举你 胡小天文言一征 当初在皇上面前 七七分明是要把他调到楚秀公做事 自己听得清清楚楚 全德安居然当着自己的面说谎话 不过 七七这个人也不可信 他和全德安的关系极其密切 上次就是两人串通一气 在私院局酒窖里干掉了魏化灵 说不定这次的事情又是两人串谋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七七那小丫头 跟着这老太监在一起混得久了 小小年纪学得心机深沉 阴险狡诈 全然没有同龄少女的纯真 哎呀 比起龙熙悦 同样都是龙家的子女 咋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 全德安道 只要你将安平公主平平安安的护送到大雍完婚 就是大功一见 回来之后皇上必有封赏 这样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呢 胡小天道 只是这途中会不会有风险 虽然是询问 可他早已知道答案 即便是宋卿能够顺利成行 这一路之上也是休想太平的 全德安道 哪有什么风险 大康境内有咱们的人全程护卫 到了大雍那边 他们会有专人迎亲护卫 你也就是跟着走个行事 做做样子 无需出力 就等着立功名赏 胡小天心说 你这个老狐狸会那么便宜我 嘴上却千恩万谢道 哎呀 那多谢全公公成全 这时候 一个少年公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却是小公主七七 这会儿功夫 他已经换上了一身男装 蓝色武士服 外皮黑色球皮大肠 长身玉立 面如冠玉 还真有那么点 萨爽英姿 当然 若是论到男装打扮 还是慕容飞烟最好看 跟慕容飞烟自然流露的英气相比 七七 只能是颗豆芽菜 还没有完全发育的豆芽菜 毕竟是个孩子 还没有长大 自然谈不上什么女人味 七七来到他们两人身边 原地兜了一个圈 笑道 怎么样 胡小天笑道 哎呀 公主殿下 这身倒是蛮适合你 七七狠狠瞪了她一眼道 什么意思 你说本公主长得像个男人 这心眼多啊 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胡小天把头一低 得得得 你全当我什么都没说 七七道 去 把衣服换了 跟我出去逛逛 胡小天愣了 我 换衣服 不是你还有谁 穿着这身出去 是不是想全城人都知道 你是个太监 七七来承恩府的目的 原来是把这儿当成了中转站 从承恩府离开的时候 七七已经化身为一个 骑着白马的跪界公子 胡小天也弄了皮黑色骏马跟上 要说这马长得也算是高大健壮 乍看上去 神俊飞长 人靠衣服 马靠鞍 胡小天的这身衣服 却完全配不上她的这批坐骑 轻衣小帽 狗皮砍肩 典型的家丁工作服 还不如自己的那身太监服来的威风 这种阶级分明的社会 贵贱之分全都写在外面 出了索春相 胡小天请示道 公主殿下 咱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小公主道 去大象国寺 哎哟 你给我记住了 不许叫我公主 要叫我公子 胡小天道 是公子 因为是大年初一 大象国寺 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上乡的善男信女 真可谓是人山人海 胡小天看到人头攒动的场面 不由得抱怨道 公子 咱们好像来错地方了 眼前的情形 让她想起了过去超市 老头老太 领免费鸡蛋的场面 大过年的 她可没心情在这排队 小公主道 没错 她纵马沿着一旁的道路行去 胡小天唯有跟在她的身后 发现她轻车熟路 应该不是第一次前来 两人绕行到大象国寺后面的小树林里 琪琪翻身下马 将马拴在树上 胡小天看了看 这里倒是没人 也将马拴好了 却见琪琪来到院墙旁 足尖一点 已经跳了上去 双手盘住围墙边缘 稍一用力就爬了上去 站在围墙上 看到胡小天仍然还在原地 向她挥了挥手道 上来 胡小天对烧香原没什么兴趣 她笑道 不如我留在外面等候公子 顺便看护马皮 琪琪道 康都治安向来良好 百姓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不用你看 赶紧给我上来 胡小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小丫头干什么 都是一指气势的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想不到这位小公主翻墙越户 倒是一把好手 看她利落的身手 应该和自己师出同门 十有八九 全德安也将京珠八布交给了她 这身手不去当贼可惜了 前来烧香的虽然很多 可是大家都是尝性起伏而来 像小公主这样翻墙而过的 倒还真没有几个 这佛祖要是真能看到 也未必肯保佑她 胡小天向后退了几步 小公主看到她不禁反退 秀眉顿时平了起来 显然想要发火 可随后看到胡小天 在一连串的助跑之后 弹空飞跃而起 身体在飞到围墙上方的时候 用右手在围墙上方轻轻一撑 然后在空中一个潇洒的翻转 稳稳荡荡的落在院子里面 胡小天不得已的拍了拍手 然后扶正因为凌空翻墙 而弄歪了的小帽 小公主方才知道 这丝是有意卖弄 极其不屑的哼了一声 腾空跳了下去 丢给胡小天八个字的评价 故意卖弄 自命不凡 胡小天得意一笑 今儿心情大好 得亏宝宝帮忙 将自己的命根子给交了出来 不然这个年 必然过得极其悲惨 他低声道 咱们是去大雄宝殿上香吗 小公主摇了摇头 他举步向前方走去 看来他对这大象国寺的内部道路 是极其的熟悉 胡小天赶紧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翻墙而入的地方 是大象国寺的后院 平时是僧侣休息的地方 外人是禁止入内的 所以外面人声鼎沸 喧嚣无比 可这后院仍然清幽寂静 再加上今天香客众多 几乎所有僧人都去前面帮忙 后院反倒比平时的人更少 胡小天跟着小公主 从后院西北角的小门进入 这后面一大片地方 乃是大象国寺的塔林 胡小天越走越是奇怪 这塔林乃是大象国寺 历代高僧作画之地 却不知小公主来这里做什么 心中虽然好奇 也没有轻易发问 七七的性情 他多少还是了解一些 虽然他年龄不大 可城府极深 他若是不想告诉自己的事情 怎么问都没用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演播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二百零三章 典当 七七来到一座七层塔前停下 那佛塔上堆着残血 有不少茅草从残血中露出来 看得出很久没有人清扫 和周围的佛塔也没有什么分别 七七一言不发 伸手清理塔上的茅草 胡小天走过去想要帮忙 手还没有碰到佛塔 就听到七七吃到 你别动 胡小天心说老子好心搭上驴肝肺 哼 你当我想动 于是退了几步 袖手旁观 顺便帮他望风 毕竟是翻墙来到这里 有点做贼心虚 七七将塔上的茅草清理干净 然后在佛塔面前跪了下来 恭恭敬敬 向佛塔磕了三个头 双手合十 双眸紧闭 应该在祈祷什么 胡小天认识他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看到他如此虔诚 心中暗自奇怪 不知这塔下埋的是什么人 跟他到底有何关系 此时远处响起脚步声 胡小天举目望去 却见一位身穿灰色僧袍的年轻僧人 带着一捆乡竹 缓步走了过来 那僧人也在同时看到了他们 因为翻墙而入 胡小天毕竟有些心虚 可那僧人表情平静无波 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样 年轻僧人 逐一在佛塔前方的香炉内插上香烛 然后何时参拜 很快年轻僧人就来到他们清扫过的佛塔 年轻僧人仍是点了三支香 扣了三个头 起身欲走的时候 胡小天忍不住道 这座佛塔下埋的是哪位高僧 年轻僧人微笑道 塔林之中一共藏着377位僧人的佛谷 每座佛塔都没有名字 在佛祖的眼中 众生皆平等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别 他说完继续向前走去 胡小天望着那僧人淡定的面容 心中不由地生出欣赏之意 想不到这僧人如此年轻 星星居然修炼得如此平和 七七却道 所谓众生平等 只不过是你们佛门弟子 编制出的一个谎言罢了 那年轻僧人听到这里 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转身向七七合十道 小施主 出家人不打狂语 七七冷笑道 什么出家人不打狂语 这句话就是假话 塔林之中有377座佛塔 可佛塔有高有低 有大有小 有些佛塔清理得干干净净 有些佛塔却茅草丛生残破不堪 年轻僧人淡然道 一花一世界 一目一浮生 万事万物都有它生长的理由 在施主眼中 它们只是杂草 可在杂草的眼中 我们和它们未尝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这世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平 而是世人的心中有太多的不平 胡小天心中暗赞 这年轻僧人口才了得 七七呵呵笑道 佛祖说过众生平等 那为何佛祖会安心接受万众的膜拜 你口口声声众生平等 为何甘心屈膝跪倒在一尊佛像的脚下 整日诵佛念经 却连佛就是你 你就是佛的道理都不懂 以你的慧根 即便是礼佛一辈子 也不可能有什么静静 年轻僧人 显然想不到七七的言辞 居然如此犀利 一时间被他问得愣在了那里 胡小天虽然没有跟着插话 可是却感觉七七的话很有道理 年轻僧人终于没有回答七七的话 转身向前方继续走去 七七望着那尊佛塔 眼圈却突然红了 她摇了嘴唇 低声道 你知不知道 我为何要来祭扫这佛塔 胡小天摇了摇头 七七道 我娘当年就是撞死在佛塔之下 胡小天内心矩阵 她突然想起在飘渺山上看到的那张画像 画像中的人像极了七七 对了 她的忌日正是大年初一 难道那个林家子就是七七的娘亲 如果她是 可为什么老皇帝却要给她画像立碑 不科学啊 胡小天不敢继续想下去 七七的话解释了 她因何要在新年第一天来到大象国寺塔林的原因 原来是祭拜她的母亲 胡小天仔细回忆着昨日看到那幅画像的情景 林家子的忌日正是大年初一 世上不会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胡小天并没有轻易将这件事说出来 皇宫之中密室多多 随便说话搞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 但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 还是少惹麻烦为妙 七七和胡小天原路返回 仍然选择翻墙而出 他们出来之后 却发现原本拴在树林之上的两匹马早已不知去向 这下两人傻眼了 七七气得直跺脚 这帮偷马贼 若是被我抓到 一定砍了他们的脑袋 胡小天心中暗笑 你刚不是说康都治安良好 明风淳朴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话才说完 这就被人给偷了 七七看到她唇巧的笑意 猜到这次在想什么 怒道 笑什么像 全都怪你 胡小天愕然道 干我屁事 心说刚才老子要留下来看护马皮 明明是你不让 非得让我跟着爬进庙里 出了事情却都赖在我的身上 七七指着她的鼻子道 都是你这个扫把星 每次遇到你 总不会有什么好事 胡小天苦笑道 公子先别急着埋怨 咱们出去看看 兴许能够找到偷马贼呢 她心里明白得很 跟这位公主 压根儿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七七经她提醒 这才停下抱怨 两人一起向林外走去 在附近找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坐骑 想来是让人顺手牵走了 今天大年初一 到处都是人潮涌动 想要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到他们的马皮 哪有那么容易 七七娇横惯了 新年第一天就遇到了这种倒霉事 一张脸顿时拉了下来 胡小天倒是不以为然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只要小孩子才会相信 现在大抗危机四伏 连年欠收 老百姓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难过 鸡鸣狗盗的事情 只会越来越多 今天遭遇的事情 只是社会动荡的一个缩影 两人步行 离开了大象国寺 眼看已经是中午了 七七走了半天路 感觉有些饥渴 她向胡小天道 喂 你身上还有钱吗 胡小天摇了摇头 七七瞪了她一眼 小气鬼 我饿了 拿出钱来请我吃饭 胡小天苦笑道 公子 我身上就那么点银子 刚在索春巷 帮您全都打赏给那帮小子了 现在身上连一文钱都没有了 七七哼了一声道 那全公公 刚才不是给了你一个红包 胡小天叫苦不迭道 哎呀 你说那个老抠门啊 她就给了我几颗糖丸 把我当小孩子哄 我对天发誓 里面连一文钱都没有 七七苦着脸道 我现在是又窝又渴 你想想办法 胡小天道 办法倒是有几个 一失去墙 这次阴险的望着不远处一个大富翩翩的胖子 从内祸的穿着打扮 一看就是个土豪爆发户 七七摇了摇头道 不可以 我是何等身份 岂能做那种事情 对他来说 国法即是家法 龙家制定的法令 身为龙家人怎么可以破坏呢 胡小天道 那就是伸手去讨 叫花子 我才不干呢 我是什么身份 胡小天心说你是什么身份 无非是生在帝王之家 有个皇帝老子 还真以为自己身份有多么高贵 刚刚没听那和尚说啊 众生皆平党 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七七看了看远处的皇城 又看了看胡小天 他本想去大象国寺之后 好好在外面逛逛 却想不到遭遇了这种倒霉事 他小声道 那还有什么办法 胡小天打量着他道 你这球皮大厂不错 应该能够值些银子 什么意思 不偷不抢 又不愿去讨饭 剩下的就只有档了 我这身家庭服 就算我愿意档 人家档铺也未必肯收 也就是你这件球皮大厂了 七七白了他眼道 跟你一起我怎么这么倒霉 连衣服都要荡掉 胡小天暗笑 你压活该 又不是我主动跟着你的 大过年找不自在 愿的谁来 大年初一开门的档铺倒是不少 越是新年 档铺的生意反倒越好 对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 家境不好的老百姓 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会想尽办法过个好年 胡小天和七七来到京城最大的星园档铺 将七七的那件球皮大厂 当了五十辆银子 要说这球皮大厂至少要值三百两 七七虽然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可也明白今儿让人狠宰了一刀 不过胡小天告诉他 档铺也是有期限的 只要在约定的期限内 带着档票来赎物 无非是多付给店家一些利息 七七当然不会在乎这么件衣服 很快档掉球皮大厂的那点不爽 被外出放风的余月所取代 胡小天担心他冻着 特地给他买了件狗皮袄让他穿上 样式虽然不咋地 可毕竟便宜 五两银子就解决了保暖的问题 剩下的四十五两 足够他们两个好好挥霍一下 七七毕竟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东瞧瞧西看看 对外界的一切都感到非常的好奇 刚才出承恩府的时候 他披着球皮大厂 一看就是个气度不凡的贵界公子 可现在把狗皮袄换上 跟胡小天走在一起 明显拉近了距离 如果说身穿狗皮砍前的胡小天 像个家丁 他这身打扮也就是像个赶车的 所以说 佛要精装 人要衣装 气质好是一方面 装扮也是一方面 即便是贵为当朝公主 身穿臃肿的狗皮袄 头上再被扣上一顶兔毛帽子 从外表上已经很难推测出他的身份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陪着七七逛街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家店铺 每家铺位 大到珠宝玉器 小到针头线脑 没有他不感兴趣的 发簪耳饰 腌织水粉 面人糖葫芦 只要见到的 他几乎都想买 不一会儿功夫 胡小天手上已经抓了一大把的物件 这货冷眼看着七七 七一边走一边晃 一边得意洋洋的啃着糖葫芦 要说这位公主吃相也实在不雅 你啃就啃吧 时不时的还伸出柔软粉嫩的小舌头 在糖葫芦上舔弄 胡小天心中暗叹 堂堂一国公主 也不注意点个人形象 这年头 要是有狗仔队偷拍啥的 保管这妞的不雅形象 得上出二报纸的头版头条 七七极其陶醉的 在糖葫芦上舔了一口 咪起的双眸 忽然睁开 恶狠狠盯住胡小天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别人吃东西啊 胡小天心说 吃东西见过 像你这种吃相的小姑娘 还真没有几个 七七的注意力又被路边一捏面人的给吸引了过去 凑上去要了一个猴子 虽然不值什么钱 可这走一路买一路 眼看胡小天的这双手都要拿不过来了 当跟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胡小天好心提醒她道 喂公子 七七舔了口糖葫芦道 什么事 胡小天道 这都中午了 咱们是不是去吃饭呢 七七道 吃什么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我又不饿 胡小天愕然道 刚才不是你说饿了 那是刚才 七七总算咬了口糖葫芦 胡小天忽然明白了 她走一路 零零碎碎的吃一路 这会儿肯定是不饿了 此时前方锣鼓鸣响 却是有玩杂耍的在天桥边开始表演 胡小天快步赶了过去 当真是哪热闹往哪凑 毕竟是小孩家星星 胡小天摸了摸兜里的银子 这会儿功夫已经下去了一大半 再这么下去 恐怕要被这位小公主给挥霍一空 陪着逛了一上午 胡小天也饿了 趁着七七凑在人堆里看表演的功夫 在路边买了两个热大饼 切了半斤热牛肉 卷起来就吃 亏谁也不能亏待自己的肚子 七七被杂耍表演所吸引 站在人群中拼命鼓掌 小手都拍红了 看到卖艺的过来情赏 马上想起了胡小天 转过身去 看到胡小天就站在自己身后 两个大腮帮子鼓鼓的 跟个猴似的 双眸眨了眨道 哼 居然偷没我的银子 偷吃东西 偷吃什么呢 胡小天摊开双手 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吃 嘴里塞满了牛肉 说不出话来 七七瞪了他一眼 直接去他腰里找钱袋子 胡小天将钱袋子取下 正准备从里面掏钱 却被七七一把全都抢了过去 极其大方的将里面的银子全都倒了出来 当了当 全都落在那麦艺人的铜盆里面 极其潇洒 极其大方的来了一句 全都赏给你了 那麦艺人一下得了几十两赏钱 乐得合不拢嘴 连连鞠躬道谢 胡小天却傻了言 真是个败家女啊 球皮大厂荡来的银子 一转眼功夫就这么没了 七七倒没有觉得什么 她对金钱原本就没什么概念 性之所致 别说这几十两银子 就算是一千两一万两洒出去 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她拍了拍胡小天的肩膀 表示要走 胡小天却伸手指着前方 七七还以为她舍不得那点银子 忍不住讥讽道 哼 瞧你那点出息 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心疼成这个样子 胡小天嘴里塞着牛肉 说不出话来 急得干瞪眼 仍然指着远方 七七笑道 至于吗 我的钱 你心疼什么 胡小天费尽了千辛万苦 总算把嘴里的那口腕给咽了下去 含糊不清道 马 咱们的马 七七豁然转身望去 却见有一人 骑着她的那匹白马 悠然自得地经过 正上了前方的天桥 大街上人来人往 骑白马的并不少见 可七七的红色马鞍非常醒目 所以胡小天一眼就认出来了 七七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偷马贼 顿时怒火中烧 尖叫道 还不快追 不等胡小天启动 他已经快步冲了出去 胡小天担心他有什么闪失 赶紧也跟了上去 那名偷马贼 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纵马来到天桥最高处 下意识向后看了一眼 看到胡小天和七七两人 正拼命挤开人群 向他追了过去 此人皱了皱眉头 本来还没意识到 这两人是冲着自己来的 可是目光和七七相遇 顿时察觉到对方眼中的愤怒和杀鸡 偷马贼极其警觉 马上意识到了危险来临 他用力一抖马将 那马甩开四提向前方奔去 偷马贼大声呼和道 让开让开 马惊了 马惊了 他这一叫 人们纷纷向两旁臂仗 后方的人们生怕马折回头 伤到了自己 也连忙后撤 这样一来 反倒给想要追上去的七七和胡小天 造成了藏藏阻碍 眼看那偷马贼越逃越远 胡小天劝道 算了 别追了 七七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话 看到前方人潮涌动 想要挤开人群 肯定是要费上不少的功夫 忽然灵机一动 攀爬到天桥石栏的上方 踩着栏杆向前方跑去 胡小天担心她会出事 只能也学着她的样子爬了上去 七七站在光滑的桥栏之上 仍然蹦跳自如 如履平地 一看就知道 她的轻功有些根底 应该是从全德安那里 学到了不少的武功 从这个角度来说 胡小天和她 也算得上是师出同盟 七七成功越过天桥 前方仍然拥挤不堪 七七眨了眨眼睛 忽然腾空飞跃而起 落点却是一名路人的脑袋 那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七七已经从她脑袋上再度跳起 落点选定另外一颗脑袋 七七虽然身轻如燕 可踩下去还是有些力量的 当然不至于伤着脚下的那人 可谁大过年的都图个喜庆 刚出门就被人在脑门上踹 自然感到晦气 斥骂声诅咒声夸张的尖叫声 响成一片 胡小天只是借了一个肩膀 就来到街道右侧的屋顶之上 沿着清闲的屋顶发足急奔 虽然全德安教给他的功夫 比不上七七花样繁多 可是自从胡小天在无相神功上 有所突破之后 仅仅学会的两样武功 却是突飞猛进 对一个武者来说 基础才是最重要的 地基决定上层建筑 没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又怎么可能盖起万丈高楼 经过天桥之后 拥堵的情况有些减弱 那偷马贼纵马狂奔而去 七七怒吼道 哪里走 他凌空而起 落下的时候将前方的一名骑士 从马上踹了下去 抢了他的坐骑纵马狂奔 心中恨极了那名偷马贼 今日一定要将之抓住 方解心头之恨 那偷马贼狂跑之时 不忘回身 看到七七骑日一匹早红马 风时电车般向自己追来 脸色不由得一变 挥动马便狠狠抽打坐骑 白马一声狂嘶 撒开四体向前方狂奔而去 胡小天虽然没有坐骑 可是他居高临下 能够看到两人的位置 翻墙越户 抄近路 追赶两人的脚步 虽然只凭着双腿步行 也没有被他们两人甩开 道路之上 一名小贩挑着两筐瓷器 缓慢经过 呼听左侧传来惊呼之声 他转身望去 不由得大惊失色 却见一名骑士骑着白马 正亡命向自己奔来 那小贩吓得魂不附体 想要逃走 怎奈双脚 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 一屁股坐在地上 挑着的两个大筐 也歪倒在地 里面的瓷器摔了个粉碎 白马疏然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偷马贼一拉马将 大声呼喝 白马竟然腾空飞跃而起 从小贩的身体上方飞跃而过 那小贩还没有回过神来 七七骑着早红马再次杀到 那小贩吓得捂住了脑袋 心说无命休矣 七七也是学着那偷马贼的样子 用力一提马将 早红马也从小贩的身体上方越过 两匹剑马一前一后绝尘而去 只剩下那小贩心疼的哀嚎声 偷马贼在前方拐入向左的巷口 七七挥便不停抽打马逼 想要这马跑得更快一些 头顶忽然传来胡小天的声音 公子算了 七七抬头望去 却见胡小天正在右侧的屋脊之上狂奔 只凭着双脚居然速度不次于自己 想不到这次的轻功居然如此厉害 七七没有搭理他 继续向前追去 拐入右侧的巷口 却发现前方失去了偷马贼的影踪 巷口内冷冷清清 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 胡小天从前方跳了下去 拦在七七的马前 气喘吁吁道 算了 穷寇莫追 他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生怕冒冒然追上去中了埋伏 七七怒道 让开 再敢拦着我 我就对你不客气 扬起手中的马鞭 胡小天对这位刁蛮公主 真是有些无奈了 老子是一片好心 如果你不是当朝公主 我才懒得管你的死活 就在此时 后方缓缓驶来了一辆破旧的马车 前方也响起马蹄声 却是那偷马贼 骑着白马从一座宅院中现身出来 冷冷望着胡小天和七七道 今儿是大年初一 我只不过给兄弟们弄点肉吃 过个肥年 你们就对我苦苦相逼 以为老子当真好欺负吗 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圈在一起 含在嘴中 吹了一个响亮的呼哨 却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从他的身后涌出了数十名衣衫褴褛的乞丐 那些乞丐手中全都拿着打狗棒 有人手中还端着要饭碗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获起萧强 第二百零四章 乱战 胡小天暗叫不妙 怎么被引到乞丐窝里来了 竟儿八成是遇到丐帮了 从古到今 丐帮都是天下第一大帮派 真要是招惹了他们 岂不是麻烦透顶 悄悄回声望去 这是在考虑后路 却见后方来了两辆破破烂烂的马车 已经完全将他们的后路堵住 马车之上 各自站了五六名乞丐 他们手中举着打狗棒 仔细看 还和其他人的略有不同 打狗棒的尾端尖锐无比 标枪一样 应该是用来投掷的 心中暗暗叫起苦来 想不到新年第一天就如此倒霉 不但被贼偷 而且追贼 追到了贼窝 陷入对方包围圈中 奇奇看到对方这么多乞丐涌上来 也觉得有些心虚 可他从来都是个不服输的性子 柳梅倒树 咬牙切直道 偷马贼 你偷了本公子的马匹 居然还敢居住闹市 信不信我上报官府 将你们这群乞丐 全都抄家灭门 到底是公主 威胁别人都带着一股子 高高在上的皇家风范 只可惜 今天威胁的对象 好像有些不对 那偷马贼听到这句话 向左右看了看 脸上充满嘲讽的笑意 兄弟们 你们听到没有 这公子哥要将咱们抄家灭门呢 一帮乞丐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偷马贼冷哼一声道 让这两个小娘皮 见识一下咱们丐帮的威风 所有乞丐举起了手中的打狗棒 同一节奏的煮在地面上 若是一根棍子点地 倒也算不上什么 可是几十根棍子 同时撞击在地面上 声势就雄撞起来 却听到 蹦蹦蹦一阵声响 那帮乞丐同时喊道 丐帮丐帮 天下无双 笑傲四海 雄霸八方 天下第一 唯我丐帮 犯我邦威 非死即伤 狐小天听的直皱眉头 目光却没有停歇下来 片刻 他在考虑着如何脱离困境 这会儿功夫连两旁的屋顶上也来了不少的乞丐 这小巷子居然是丐帮帮众在康都的一个窝点 七七只顾着追赶偷马贼 却想不到陷入了对方的包围圈中 七七扬起马鞭 指着那为首的偷马贼道 什么天下无双 雄霸八方 你们这帮乞丐 根本是想造反 天子脚下 皇威浩荡 竟然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 还不束手就轻 跟我去官府认罪 胡小天暗叹 这丫头也是被逛坏了 拾食物者为俊杰 当前的形势下 绝不是耍威风的时候 装怂 跑路 去搬救兵才是正本 那帮乞丐听他这样说 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胡小天轻轻拉了一下七七的手臂 呵呵笑道 大过年的大家也不必伤了和气 我家少爷脾气不好 今儿冒犯了诸位兄弟 还望见谅 都在江湖上混饭吃 低头不见 抬头见 做朋友 总比做仇人好 今天的事情 也算是一场缘分 那匹马送给各位兄弟了 胡小天拱了拱手 好汉不吃眼前亏 对方数十人 他们只有两个 离众我寡 跟人硬拼 绝非明智之举 在实力可以碾压对方的情况下 威武霸气 耍耍威风 那叫头脑清醒 若是在实力远远逊色于对方的情况下 盲目硬拼 那叫啥帽 七七虽然年纪不大 可论到头脑之灵活 绝不次于胡小天 他当然懂得 使食物者为俊杰的道理 原指望着两三句话 将这帮乌合之众吓退 可看到眼前的形势 知道哪怕自己是当朝公主 也没什么用处 毕竟原水解不了净壳 就算他能将十万羽林军全都调来 等赶到了只怕也晚了 七七星气 还是高傲的 像胡小天这种认怂的话 他才不屑于说 不过 他也不敢再胡乱说话 选择保持沉默 胡小天朝七七使了个眼色 牵着马 调转码头准备离去 却发现那三辆破破烂烂的马车 仍然将巷口堵住 车上十多名乞丐 仍然高举手中的打狗棒 只要他们的头领一声令下 那些打狗棒 就会像镖枪一样 向胡小天和七七飞去 此时想走 已经晚了 偷马贼淡淡然道 胡小天又转过身去 笑道 退一步海阔天空 让三分风平浪静 大过年的 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 拍了拍七七抢来的这匹早红马道 这匹马全当是见面礼 也送给诸位朋友了 行事所迫 不得不选择再次让步 只要顺利离开此地 马上调来官兵 必然将这帮乞丐 一网打尽 偷马贼 饶有兴趣地望着胡小天 缓缓点了点头道 小子 你倒也算得上识时务 可你们一路把我追到了这里 当着那么多的兄弟 这让我猪八情何以堪 这么着吧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马皮留下 衣服也全都给我留下 把衣服脱光了在老子面前 磕三个响头 我就让我的兄弟们 放你们一条生路 胡小天一听 这还了得 这帮叫花子实在是有些欺人太甚 偷了我们的马 搞到最后跟我们理亏似的 连他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更何况七七这位高傲的公主 他低声向七七道 等会我去引开他们 你寻找机会先逃走 虽然胡小天对七七没多少好感 可毕竟这位小公主 是她陪着出来的 只要遇到麻烦 肯定要拿她试问 所以心中就算不情愿 硬着头皮 也得往前顶 七七听到胡小天的这句话 没有任何的表示 双手只是抓紧了马江 双目冷冷盯住那帮乞丐 胡小天昂首阔步走向猪八道 朋友 以多为胜算什么本事 是条汉子跟我单挑 在古老的年代 这一招驴师不爽 古人比现代人荣誉感更强 更爱面子 猪八咧开嘴 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 呵呵笑道 老子占尽优势 为何要跟你单挑 玩武力那是莽夫才干的事情 我什么身份 胡小天被这货气得哭笑不得 你什么身份 一要饭的还有身份 看来自己想要单挑的念头 无法如愿 猪八道 可大过年的 你既然提出来了 我也得满足你的愿望 大力 你陪他玩玩 人群中响起一身沉闷的回答声 一帮乞丐分开两旁 中间显出一条道路 然后就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地面似乎都震动起来了 胡小天单从脚步声已经听出 来者不善 抬头望去 却见人群中走出来一个身高过丈的盲汉 上身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棉袄 用一条蓝色腰带扎着 裤子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上面打满补丁 裤腿有些过短 还露出半尺左右的脚脖子 脚上没穿袜子 踩着一双草鞋 裤子面旁 浓眉大眼 皮肤有黑 一双拳头跟醋波似的 走出人群挺胸而立 宛如一尊铁塔 站在胡小天的面前 胡小天看到这货的样子 心中顿时敲起了小鼓 他指着猪八道 嘿 我说你呢 咱们两人的恩怨 你牵扯其他人做甚 有种的话咱俩单挑 猪八黑黑笑道 激将法 没用 大力 上 那大汉向前跨出一步 草鞋落在青石板道路上 脚下的青石板咔嚓一声 从中拘裂开来 裂纹宛如蜘蛛网一般向四周辐射而去 胡小天倒吸了一口冷气 想不到这帮乞丐之中还真是卧虎藏龙 竟然有横练功夫如此牛叉的人物 胡小天拱手道 这位兄台 有礼了 那大汉也学着胡小天的样子拱了拱手 胡小天道 想不到这位兄台要饭吃都能练成如此的身材 真是令人佩服佩服 那大汉道 少废话 来吧 胡小天道 可惜啊 你执掌身体不长脑子 他让你上你就上 你傻 那个猪八分明在玩你啊 他把你当成他的一条狗啊 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 他根本就不尊重你啊 兄台 你也是爹妈生的 又不是天生卑贱 凭什么听他指挥啊 怎么可以甘心被人利用呢 主板哈哈大笑道 大力 他在挑唆咱们兄弟俩的感情 大力闷吼一声 他是俺亲哥 俺就是他爹妈生的 离间俺兄弟关系 我垂死你 生如闷雷 叙事待发 什么 胡小天一脸的尴尬 他原本想挑唆人家关系 可没想到他们居然是亲兄弟两个 一旁淒淒 本来还有些心虚 可看到胡小天的尴尬模样 忽然觉得说不出的好玩 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胡小天道 哎 慢着 竹大力扬起的拳头 又停顿在空中 胡小天道 这位兄弟 咱们都是讲究规矩的好汉 鄙视之前 咱们最好还是约定一下 咱们是文斗还是武斗 朱大力道 啥 胡小天道 文斗呢 就是你一动不动 站在那里 让我打三拳 然后我再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 让你打三拳 武斗 就是毫无章法 胡乱出拳 大家都是文明人 我看还是文斗 朱大力转身 看了哥哥一眼 朱巴笑道 小子真是阴险狡诈 大力 你放心陪他玩 在咱们的地盘上 他翻不上天 他将胡小天 看成了瓮中之鳖 现在只是想多找点乐子 周围的那帮乞丐 也是一样的心思 全都抱着膀子 站在旁边看热闹 所有人 应该都对朱大力 拥有绝对的信心 只等着上演一场 朱大力 暴揍 胡小天的场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朱大力道 闻到就闻到 你先来 胡小天道 咱们说好了 没打完这三拳 谁要是动了 谁就是孙子 我先打你 我三拳没打完 你要是敢动 你跟你哥都是我孙子 回头你打我的时候 你三拳没打完 我要是动了 我就是你们俩的孙子 朱大力想了想 好像不怕吃亏 于是点了点都道 好 他原地扎起了马步 双脚重重一顿 咔嚓咔嚓 又有两块青石被他踏裂 胡小天暗叹 这样明目张胆的破坏世荣 居然没有城管过问 啥子年代哟 活动了一下筋骨 七七来到他身边低声道 你成吗 胡小天低声向他道 回头我动手的时候 你随时准备逃走 往后逃 七七眨了眨眼睛 似乎已经明白 朱大力已经不耐烦了 催促道 有完没完 胡小天笑了笑 缓步走了过去 扬起了拳头 朱大力大叫了一声 呆 来吧 胡小天深深吸了一口气 宛如一头豹子般冲了出去 扬起右拳照着朱大力的小肚子就是一拳 凝聚权力的一拳 声势也颇为害人 胡小天对自己的武功多少还有点信心 同时也希望朱大力是个外强中肝的货色 兴许自己能一拳将他干翻呢 胡小天真正出手之后 方才知道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 他的拳头如同撞击在一块铁板之上 虽然声势害人 可是击中目标之后 对方的身体竟然纹丝不动 反正的自己手臂酸痛不已 朱大力嘿嘿笑道 嘿小贼 脑痒痒吗 再来 胡小天暗叫不妙 难怪朱八派这满汉出来 此人一身横练功夫相当厉害 别说是三拳 恐怕让自己打三十拳 也不会将他怎样 胡小天悄然向七七使了个眼色 再次扬起了拳头 朱大力凝神静气 等待他第二拳落下的时候 胡小天却虚晃一圈 绕过朱大力 大步向人群中的朱八冲去 擎贼先擎王 胡小天在心中 权衡了一下眼前的局势 对方虽然人多 可是这帮叫花子 应该是乌合之众 只要将带头的朱八支柱 应该可以控制住大局 牵一发而动全身 他一启动 必然会引起对方阵营的变动 七七也就有了逃离的机会 在胡小天启动的时候 七七已经调转了码头 手中寒光闪烁 却是他掏出了暗藏的匕首 闪电般插落在马屯之上 枣红马被匕首刺伤 疼痛不已 发出一声灰绿绿的 凄厉丝鸣 扬起四体向巷口冲去 两辆破车并排将路口挡住 枣红马腹痛 不顾一切地冲向那两辆破车 试图用身躯将马车撞开 十多名乞丐 举起手中的打狗棒 尖端对准了那匹枣红马 吱吱吱 尖端刺入枣红马肉体的声音 不绝于耳 七七却早有准备 在枣红马被刺的刹那 身体从马背之上腾空而起 虚空中连续两个反转 落地之时 已经逃出包围圈外 他头也不回地向远处逃去 胡小天看到他成功逃走 心头一松 可马上就被空前的压力所占据 几十名乞丐全都胡视眈眈地望着他 胡小天虽然成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 可是他想要在人群中擒住猪八 根本没有可能 方才冲出去两丈距离 就已经被涌上来的乞丐挡住 一根根打狗棒指向他 将他挡在正中 朱大力 娃呀呀怒吼一声 转身走向胡小天 胡小天哈哈笑了起来 诶 朱大力 我才打了你一拳 你居然就动了 刚刚咱们说什么来着 你跟你哥全都是孙子 朱大力文言忽然想起 刚才自己的确答应过 一双脚顿时又牢牢定在地上 他可不想给人当孙子 朱八却没有弟弟那么好骗 冷笑道 兄弟 跟这种小人不用废话 一起上给我横揍他 让他亲爹亲妈都认不出他的模样 这帮乞丐得了命令 顿时大吼着向胡小天冲去 胡小天大吼道 全都给我住手 我乃朝廷命官 谁敢动我 就是欺君犯上 七七已经脱离险境 胡小天不怕暴露身份 他这一嗓子还真把这帮乞丐给震住了 自古以来 名不予观斗 除非名打名的造反 谁听到朝廷命官四个字 都会在心底斟酌一下 朱八一双眼睛充满狐疑的望着他 却见胡小天轻衣小帽 这帽子还歪戴着经典的家丁装扮 哪个朝廷命官会穿成这个样子 稍一吃一遍狂笑起来 你要是朝廷命官 我就是大坑皇上 一帮乞丐都跟着哈哈狂笑 显然无人相信胡小天的话 胡小天一咬牙 将腰间的盘龙金牌给亮了出来 大声道 睁开你们的眼睛看清楚 此乃欲刺盘龙金牌 见到金牌 如同见到当今皇上 而等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那帮乞丐齐齐将目光聚集在金牌之上 胡小天的话 他们分不出真假 可金牌应该是真的 每个人都判断出来了 有人道 真金哪 又有人道 发财了 朱八道 哈哈兄弟们 把金牌给我抢过来 合着这帮人眼中只有金子 欲刺的盘龙金牌 对他们而言不具备任何的威慑力 胡小天其实真正的用意 也就是拖延时间 七七顺利逃走 按照常理来推断 这丫头应该是去搬救兵了 只要自己多拖一会儿 脱困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可胡小天心里也有些没底 以他跟七七的交情 以七七的秉性 未必肯跟他同甘苦共患难 否则就不会溜得那么痛快 掏出盘龙金牌 本来以为能够震慑住这帮乞丐 却想不到起到了反作用 激起了乞丐们心中的贪欲 这帮爱财如命的乞丐 一拥而上 以图将金牌从胡小天手中 抢夺过来 一根打狗棒朝着胡小天的胸膛出来 胡小天眼急手快 左手握住棍梢 右手肘部在棍上一顶 硬生生将打狗棒 从对方手里抢了过来 棍棒刚刚握在手中 又有十多根打狗棒 向他的脚下横扫而来 胡小天腾空跃起 躲过地上的横扫 头顶又有十多根棍棒 铺天盖地地击落下来 胡小天双臂平举打狗棒 硬生生承受住对方的攻击 十多根打狗棒同时落下的力量 何其强大 胡小天虽然有全德安 十年功力在身 毕竟还欠缺一些火候 关键时刻不能将之随心所欲地 发挥出来 震得他双臂发麻 打狗棒脱手飞出 亮亮强强向后退出树步 身后响起沉闷的脚步声 却是朱大力从后方杀到 打吼道 拳头给俺闪开 这小子是我的 他反应比别人慢半拍 这会儿方杀醒悟过来 刚才是中了胡小天的圈套 胡小天转过身去 却见朱大力的一只拳头 疏然奔向自己的面门 胡小天不敢怠慢 也是一拳赢了过去 哼的一声巨响 两人周身的气浪 如排山倒海般向四周浮射而去 一时间飞沙走时 一众乞丐被沙尘逼得 睁不开双眼 胡小天只退了三步 却是他在危难之时 竟然成功提起全部内力 扛住了对方的一击 朱大力怎么都没有想到 胡小天居然能够接住 自己的霸道一拳 因为胡小天强横的反击 整个人居然兴奋了起来 好 有点意思 此时方才意识到 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子 绝非营养辣枪头的样子或 他挥拳准备再次发动攻击 却见胡小天原地蹦跳了起来 双手来回揉搓 刚才的硬碰硬对拳 砸得他手指骨骸欲裂 痛不欲生 原本像打肿脸充胖子 硬撑下去 可实在是撑不住 蹦跳的时候 腰间的盘龙金牌 竟然当狼一声落在了地上 胡小天赶紧攻身去捡 朱大力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大吼一声向前跨出一步 双耳冠风 即便是最普通的招式 惊他使出也是声势害人 胡小天不得不向后退去 朱大力一身横练功夫 炉火纯青 和这种人硬碰硬 只有自己吃亏 那帮乞丐看到地上的金牌 眼睛都是一亮 稍一犹豫之后 马上蜂拥而上 意图率先将金牌 抢到手中 这样一来 反倒帮了胡小天 挡住了朱大力的第二波攻势 现场一片混乱 胡小天看到人群中的猪八 抬脚踢到前方的一名乞丐 向猪八靠近 想要扭转战局的唯一机会 就是将这帮乞丐的头给控制住 两旁屋顶上的乞丐也纷纷下来助阵 只有左侧屋顶之上 依然有一名衣衫褂褛的老乞丐 高卧骑上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啃着鸡腿 阳光照射在地面上 盘龙金牌夺目的金光 刚好映在他的脸上 似乎刺痛了他的眼睛 老乞丐皱了皱眉头 此时忽然感觉到身下的瓦片 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迷迷糊糊的眼神 瞬间变得清明澄澈 他举目向远方望去 却见远处正有一队皮甲武士 宛如黑云压境般 迅速向他们所在的巷口涌来 再向另一侧望去 同样有一只数百人的队伍 正在向巷尾包抄 老乞丐慌忙啃了两口鸡腿 自后背迫不带中 取出了一只索娜 凑在油乎乎的嘴上吹了起来 一声响亮的索娜 响彻云霄 众人齐刷刷抬起头来 向上望去 那老乞丐咧开嘴巴道 冠军来了 那帮乞丐闻言一惊 猪把当机立断 大声道 兄弟们 风景扯呼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阳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 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阳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阳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205章 交换条件 用乞丐纷纷撤退 其中还有人不甘心 上前抢抢那块盘龙金牌 眼看就要抓住金牌 却想不到胡小天折回头来 足间将金牌挑起 金牌飞到半空中 他一身手想要抓住 冷不防半空中一只 乌黑干枯的手爪伸了过来 抢先将盘龙金牌抓在手中 胡小天抬头望去 却见那老乞丐不知从何时窜了出来 满是油污的左手一把将金牌抓住 右手仍然不忘啃那只没有吃完的鸡腿 胡小天眼看金牌落到他的手里 慌忙伸手去夺 这金牌乃是皇上御赐之物 若是遗失 后果不堪设想 眼看就要抓到金牌 胡小天心中暗息 这老乞丐的动作究竟还是太慢了 那老乞丐打了个哈 满嘴的酒气 给你给你 胡小天一把抓了个正招 手中坚硬滑腻 却是被老乞丐啃干净的鸡腿骨 胡小天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刚才明明是冲着金牌过去的 却没想到抓住后却是一只鸡腿骨 心中又是惊奇 又是恶心 想不到这老乞丐竟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啊 此时朱大力爆吼一声 向胡小天横冲而来 朱大力最恨别人跟他玩阴谋诡计 怒吼道 臭小子 看看咱们谁才是孙子 一拳直奔胡小天面门而来 胡小天将手中的鸡腿骨向他扔了过去 此时也顾不上什么盘龙金牌 拔腿就逃 他头脑灵活 即便是在混战的时候 仍然不忘观察周围环境 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墙根处 蹭蹭蹭 展开金珠八步 瞬间已经爬到屋顶之上 乞丐们这会儿四散而逃 朱八大叫道 大力 扯祸 却想不到朱大力杀红了眼 不顾一切的向屋檐上爬去 他虽然一身横练功夫 怎奈轻功不行 努力了几次都没有爬上去 胡小天站在屋顶之上 哈哈大笑 指着朱大力道 孙子 你上来 让爷好好教训教训你 朱大力气得眼歪嘴斜 突然爆吼一声 一脚踢在墙壁之上 那房屋原本就陈就不堪 那还禁得起他这一脚 墙壁轰然倒塌 屋顶瞬间倾斜坍塌 胡小天慌忙逃离 沿着倾斜的屋顶一路狂奔 跳跃到另外一个屋顶之上 朱大力爆发出一声哇哑哑的怒吼 冲着胡小天的下一个落脚点冲去 如同天神下凡 又如碾压一切的坦克 以催枯拉朽的气势发动他的狂暴攻击 胡小天望着疯牛一样的朱大力也觉得心惊 还好官兵此时已经杀到 将巷口两侧的出入口堵住 那帮乞丐大都已经逃走 还剩下十余个老弱病残 因为绞成太慢所以被落下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 朱大力杀红了眼 明明有机会逃走 却选择留下追杀胡小天 胡小天看到援兵到来 乐得哈哈大笑 远处七七身穿狗皮袄 骑在一匹白马之上 宛如一道闪电率人杀入巷口 高呼道 胡小天不要惊慌 我来救你了 几百名官兵同时杀到 此等声势何其害人 那帮乞丐下的魂不附体 朱大力也暂时忘记了追杀胡小天 转身望向周围 此时想要逃走 已经晚了 胡小天向七七挥手 张嘴想要呼喊的时候 冷不防一只手从身后捂住了他的嘴巴 胡小天虽然没有看清是谁 可是从熟悉的酒臭味 已经猜到是刚才的那名老乞丐 胡小天大惊失色 玄冥阴风爪 扣住对方的手腕 身躯一拧 右手向老乞丐当下抓去 若飞到了危急关头 胡小天也不会动用如此歹毒的手法 对付一个老者 右爪还没有触及到对方的身体 就感觉到身体突然变得麻痹 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老乞丐将胡小天的身躯扛在尖头 似乎毫不费力 目光向下方扫了一眼 官兵拥入狭窄的小巷 弓箭手 瞄准了尚未来得及逃走的乞丐 小公主七七在众人的护卫下冲入巷子 大声道 全都给我束手就擒 否则格杀无论 胡小天也听到了七七的声音 却苦于发不出半点声音 眼看着救兵到来 却不能跟他们会合 这是何等的郁闷和痛苦 老乞丐扛着胡小天 足间在屋顶上轻轻一点 然后身躯宛如鸟儿一般飞掠而起 胡小天眼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带着飞起 又落下 一双眼睛因为惊恐而瞪得滚圆 怪只怪自己过于大意 竟然沦为对方劫持的人质 老乞丐带着胡小天 来到了一座破败的城隍庙中 将他随手扔在了地上 然后来到郎柱旁坐下 任凭阳光揽扬扬照射在他的身上 仿佛刚才的那场生死搏斗 跟他毫无关系 从破破烂烂的布袋中 掏出一壶酒 拧开壶腮灌了一口 然后极其舒服的打了个酒嗝 胡小天尝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 发现自己的穴道被解开 居然可以行动自如了 小心从地上爬了起来 站起身打了在身上的泥土 抱拳向老乞丐道 前辈 晚辈胡小天这项有礼了 从老乞丐刚才表现出的伸手 胡小天已经意识到 他是位深藏不露的武学高手 自己在他的面前 根本连半点反手之力都没有 老乞丐咧开嘴笑了笑 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 小子 有些来头啊 他从怀中掏出那面盘龙金牌 在手中来回把玩 胡小天看到盘龙金牌 目光不由的一亮 向前走了一步 恭敬道 老前辈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之处还望多多担待 这金牌乃是御赐之物 还请前辈还给我 若是晚辈遗失 只怕会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老乞丐看了他一眼 随手将金牌丢给了他 不屑道 什么好东西 老叫花子不稀罕 胡小天万万没有想到 他居然随随便便就还给了自己 接到金牌在手 心中渐渐安定下来 这老乞丐看来对自己并无恶意 他将金牌收好 又道 前辈 今日之事并非是我想跟贵帮作对 从老叫花子超人一等的身手判断 对方的身份必不寻常 或许是丐帮的帮主 也未必可知 老乞丐道 我懒得管你们的闲事 可东西还给你了 你是不是也得为我做点事情啊 胡小天恭敬道 老前辈尽管吩咐 老乞丐道 今儿你们官府抓了不少的叫花子 其实你们抓走了也没什么用 罪不至死 这帮叫花子如果关起来 也是白白浪费你们官府的粮食 胡小天笑道 晚辈明白 等晚辈回去 就安排他们将您的人全都放了 胡小天这句话说得一语双关 一是答应放人 二是有个前提 要老叫花子把自己给放了 老乞丐呵呵笑道 你这玩儿好生有趣 我何时说过要放你走了 胡小天道 前辈武功高强 胸襟广阔 自然犯不着跟小辈一般计较 他一边说话 一边偷偷观察着老叫花子的神情 老乞丐哈哈大笑 双目向胡小天望来 嘴巴还真是够甜 难怪能够在宫中混得风生水起 胡小天听到老乞丐这么说 心中不觉一睁 难道这老乞丐事先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想起刚刚失而复得的盘龙金牌 顿时又明白过来 这面盘龙金牌绝非俗物 但凡有些见识的人 由此猜出自己的来头 并不难 老乞丐道 你且去吧 去完了只怕那帮叫花子 又要受罪 胡小天恭恭敬敬 向老乞辈作了一道 前辈放心 小天必然不如使命 他转身走了两步 来到庙门前 却又折回头来 向老乞丐笑道 前辈 晚辈还有一时忘了询问 不知前辈高姓大名 老乞丐呵呵笑了一声道 怎么 你小子 还想以后找我寻仇 胡小天道 晚辈绝无此意 只是感觉到跟老前辈特别投缘 所以才有此疑问 老乞丐笑道 向徐 名字 倒不记得了 又灌了口酒 将酒壶放在一边 打了个哈欠 双手抄入袖口之中 打起了瞌睡 胡小天 在想跟他说话的时候 这老乞丐却打起了呼噜 胡小天摇了摇头 望着阳光下的老乞丐 忽然感觉这老头 落寞而孤单 他也很奇怪 为何会生出这样的感觉 犹豫了一下 忽然做出了一个 极其意外的举动 他将自己的狗皮 砍肩脱掉 重新回到老乞丐身边 轻轻为他盖在身上 然后方才转身离去 听到胡小天的脚步声远去 老乞丐 缓缓睁开了双眼 看着身上的狗皮砍肩 表情居然显得有些感动 揉了揉鼻子 用力抱紧了那件狗皮砍肩 继续做他的春秋大梦 琴琴带着官兵 将小巷里里外外搜查了个遍 仍然没有找到胡小天的影子 也不能说这次是一无所获 至少抓住了12名乞丐 其中就包括刚才跟胡小天 闻斗的朱大利 按说朱大利本来不应该被官兵抓住 只是因为他杀红了眼 一心想抓住胡小天狠揍一顿 宣泄心头之恨 所以才会深陷淋雨 胡小天兜了个圈子回到巷口的时候 琪琪正在发怒 他离声道 你们给我听着 就算是将康都翻个底朝天 也要将胡小天给我找出来 传我的命令 全程范围内搜捕乞丐 但凡见到乞丐 全都给我抓起来 严刑拷问 一个都不许放过 这位小公主 显然是动了真怒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十二名乞丐被无花大绑 等待他们的就是严刑拷问 此时这帮乞丐开始害怕了 得知七七是大康王朝公主之后 方才明白 今天是惹了个大麻烦 如果知道对方的来头这么大 谁也不敢招惹这种是非 七七穿着狗皮袄 走到那群乞丐面前 那帮乞丐被压着跪在地上 七七怒视他们道 说 你们把胡小天弄哪去了 不是这帮人不愿说 而是他们真不知道 要说骨头最硬的 还要数猪大利 他大声道 不说要怎地 我们该帮弟死 个个铁骨争争 宁死不去 七七怒道 我让你宁死不去 扬起马鞭 照着猪大利就抽打了过去 啪啪两边抽完 猪大利仍然挺着脖子大吼道 有种就杀了老子 脑袋掉了不过王口大的爸 十八年后 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他表现得颇为硬气 七七怒火中烧 枪的一声 从一旁侍卫的腰间抽出一柄腰刀 扬起腰刀 瞄转了猪大利的脖子就要砍下去 我倒要看看 你当哪门子的好汉 眼看腰刀就要落下 远处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道 刀下留人 七七心中一震 这声音分明是胡小天 转身望去 却见胡小天正气喘吁吁地从人群中挤了过去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七七看到胡小天平安无事方才放下心来 随手将腰刀扔给那名侍卫 高声道 你死哪儿去了 害得我为你白白担心半天 胡小天挤了进来 一边擦汗一边道 一言难尽哪 他对七七的为人非常了解 自己再晚一刻过来 说不定七七真能将朱大力给砍了 胡小天道不是担心朱大力被杀 他是担心自己 刚才那个老乞丐的身手 他已经见识过了 万一因为杀了老乞丐的徒子徒孙 跟他们结下梁子 恐怕以后的麻烦就大了 七七瞪了他一眼道 那就回头再说 一旁将领向他请示道 公主殿下 这些乞丐如何处理 七七冷横一声道 哼 竟然敢偷本公主的坐迹 还敢口吐狂言 拳刀给我砍了 那帮乞丐听到公主要杀他们 吓得一个个哭嚎震天 胡小天道 且慢 七七道 你怎么回事 总是跟我作对 胡小天悄悄将他拉到一边 低声道 给个面子 把他们全都放了 放了 七七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胡小天压低声音道 实不相瞒 他们刚刚把我抓走又放了出来 就是为了交换这些乞丐 这帮叫花子好不厉害 查出了我的身份 甚至连我爹娘住在哪里都查得清清楚楚 他们放话出来 说只要我们感动他们的人 就对我爹娘不客气 七七不屑道 哼 那尽管让他们试试 你放心 我派人前往你爹娘那里保护他们 绝不让他们出事 胡小天叹了口气道 公主殿下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大过年的 咱们犯不着跟这帮叫花子一般见识 就算你让人保护我爹娘 总不能白天夜里盯着 天下叫花子数都数不清 真要是惹了他们 别说是我 就算小公主宁 也有没完没了的麻烦 打又打不尽 杀又杀不绝 整天像苍蝇一样 嗡嗡嗡 围着咱们转悠 您想想烦不烦呢 七七抿了抿嘴唇 似乎被胡小天说动 可他转瞬之间又改变了主意 他们偷了我的坐骑 还围攻我们 我若是放过他们 颜面何在 以后还如何在将士面前立威 胡小天心说 你一个小孩子立个屁的威风 低声道 公主殿下 狗咬了你一口 你总不能再反咬狗一口 你 七七气的张口结舌 胡小天苦口婆心道 您是当朝公主 何等身份 何必跟这帮叫花子一般见识 放了他们 只会显得您宽宏大亮 胸怀广阔 说话的时候 还故意朝七七的飞机场上 瞄了一眼 七七感觉这次的目光 不怀好意 下意识地缩了缩胸 女人天性使然 别管大小 戒备心总是有的 胡小天暗叹 这个时代 还是传统女性居多 若是换成现代社会 男人往女人胸口上一瞄 女性的正常反应 不是缩胸 而是挺胸了 七七道 话虽然这么说 可就这么放了他们 这口气我无法咽下 胡小天笑道 公主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了他们就是 七七目光中充满疑斗 胡小天 你这么卖命地帮他们求情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胡小天道 有什么猫腻 我就是实话实说 七七冷笑道 今儿该不是你跟这帮叫花子 串通一气 故意想害我吧 胡小天头皮一阵发麻 这小公主怎么那么多坏心眼 老子要是想害你 何必等到现在 小小年纪就是个阴谋家 等她长大那还了得 她苦笑道 公主殿下难道忘了 今天可是您叫我陪您出宫的 七七双眸一转 轻声道 放了他们不是不行 不过你得答应无条件 帮我做三件事情 胡小天道 行 别看他答应的痛快 可心中却有自己的小算盘 承诺就是个屁 能办到我帮你办 办不到 老子绝不会办 看到胡小天答应的如此痛快 七七反倒有些怀疑了 他低声道 你得向我先发个誓 若是你将来后悔 你就断此绝孙 胡小天倒吸了一口冷气 行说你好毒 可转念一想 这誓言对太监来说 等于没发一样 当了太监 可不就断此绝孙吗 他点了点头道 行 我答应你 不过 你总得让我知道 你的条件是什么 七七笑道 现在不说 他目光转向那帮乞丐 落在黑大个儿朱大力的身上 马上火又上来了 指着朱大力道 放过其他人倒没什么 这个黑大个儿不能轻饶 竟敢当众顶撞我 除非他当众给我磕三个头 不然我绝不饶他 胡小天无奈的摇了摇头 来到朱大力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朱大力怒目而视 宛如一头暴怒的雄狮 恨不能把胡小天给当场撕了 胡小天笑咪咪搂住他的肩膀道 哎呀 这位兄弟 身材不错 有没有看到那边那位 胡小天嘴巴朝小公主七七 努了努 怎样 朱大力怒吼道 胡小天叹了口气道 兄弟气大伤身 做人得认清形势 现在他同意放了你 不过有个条件 必须要你给他磕三个响头 做梦去吧 男子汉大丈夫 为人做事 当顶天立地 头可断 血可流 尊严 不能丢 胡小天笑到屁的尊严 脑袋都没了 还谈什么尊严 脑袋 脑袋掉了 不过晚大个吧 十八年后 我朱大力 还是一条好汉 胡小天真是哭笑不得 拍了拍他的肩头道 你要是存心找死 我也不拦着你 不过这年头想死 你没那么容易 我先把你这帮同伴给砍了 他的话刚一说出口 其余的乞丐就开始哭天抢地 哀嚎道 这位大人跟我们无关 刚才追杀您的是朱大力 原有头债有主 您找他报仇 我们都是看热闹的 您抓错人了 朱大力看到这帮没骨气的同伴 忍不住呸了一口 胡小天低声道 我话还没说完 你越是想死啊 我越要留下你的性命 他附在朱大力耳边 压低声音道 我让人割了你的画 让你入宫当太监 如果说别的朱大力还不害怕 掉脑袋不过是晚大的霸 可命根子要让人割掉 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他吓得脸色发青 你 是可杀 不可辱 说话显然没有刚才那么足的底气了 胡小天压低声音道 割了你还不算 还要让人把你脱光了 游街示众 帮你扬名立万 朱大力听胡小天说完这句话 满脑袋都是汗 饶使他胆大 此时也不禁心惊胆战 他实在想不到这世上竟然有如此歹毒阴险之人 朱大力双目紧闭 忽然冲着七七的方向 崩崩崩 就是三个响头 磕完之后 仍然不敢睁开双眼 又羞又恼道 你们杀了我吧 给我一个痛快 耳边却听到痴痴一声轻笑 朱大力被这悦耳的笑声所吸引 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细缝 却见七七朝着他笑了起来 这一笑宛如春风拂面 一直吹到了他的内心深处 朱大力只感觉到心中暖融融的 犹如喝醉了微醺的感觉 刚才的尴尬和休脑 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七七摆了摆手道 算了 放他们走吧 本公主不跟这帮叫花子一般计较 有了他的命令 胡小天赶紧让人给这帮乞丐松绑 朱大力起身之后 仍然懵懵懂懂 茫然望着小公主 胡小天看到他发呆 忍不住推了他一把刀 都放了你了 还不赶紧走人 朱大力摸了摸后脑勺道 公主不是女的吗 她怎么是个爷们 胡小天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朱大力还真是憨厚可爱 快走吧 不然我让人将你抓起来咔嚓了 朱大力向胡小天抱了抱拳 他并不是真傻 自然明白他们能够脱身 全都仰仗胡小天的缘故 苏生粗气道 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一帮乞丐获得自由之后 没命的逃走了 转眼之间 已经逃了个一干二净 七七来到胡小天身边 用肩膀扛了他手臂一下 别忘了 你刚刚答应过我的事情 胡小天笑道 放心吧 一定忘了 什么 一定忘不了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颇奖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206章 难得团圆 一场风波过后 七七虽然还想继续在外面游玩 可文迅赶来了这么多的雨林卫 前呼后拥 总不能走哪儿都带着那么多人 这样的贴身保护让他顿时失去了兴致 决定即刻回宫 胡小天却没有跟他一起回去 悄悄向七七请命 今儿是大年初一 他好不容易出来了一趟 总得去爹娘那边磕个头 拜个年 这也是人之常情 向来刁蛮任性的七七 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倒也通情达理 答应了胡小天的要求 没有勉强他跟着一起回宫 算是给了胡小天一个不小的人情 要说刚才胡小天在危急关头的表现 还是让他有些感动的 只身挡住那帮叫花子 把逃生的机会留给自己 别看胡小天平时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可到了关键时刻还真有些勇气 胡小天和七七分手之后 独自一人前往了水井胡同 上次深夜前来还是跟随鸡飞花一起 今天总算可以在大年初一光明正大的前来拜年 自从给皇上解除了病痛 他在皇宫中的地位无疑也是越来越高 如果真能这样顺风顺水的走下去 说不定将来也能成为像鸡飞花那样独挡一面的人物 每念及此胡小天还真有些悠然神往呢 来到自家门口看到房门开着 门上贴了副春帘 上面写着 星年天意同仁意 喜事精春同旧春 寻常不过的对联 胡小天住足门前看了看 又悄悄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 想想胡家如今的境况也是凄凉 父母要窝居于此 时刻还要担心被人监视 胡小天走入院落之中 大声道 爹娘 还要回来给你们拜年了 胡小天的声音刚落 却见母亲徐凤怡从室内走了出来 含泪道 娘莫不是听错了 哎呀你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 胡小天不顾院落之中 残血未干 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 激动道 娘 小天回来了 来给您和爹拜年了 他连续磕了三个响头 徐凤怡扑上来一把将他抱住 泪水也是不停流下 儿啊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 母子两人相互搀扶着站起身来 胡小天这才发觉 家里只有娘亲一个人 老爹却并不在家里 心中已沉 以为又出了什么变故 低声道 娘 我爹呢 徐凤怡抹干眼泪道 刺打前天就被招到了户部 说是去帮忙核对账目 直到现在都没回来 胡小天道 娘 就您一个人在这里 徐凤怡道 也不是一个人 刚刚大壮来了 这会儿去买鞭炮了 说是等你爹回来放 图个喜庆 胡小天笑了笑道 哎呀 大壮 总算还有些良心 娘俩来到房间内 房间虽然简陋 可火盆子烧得非常温暖 桌上地下 也放了不少的年货 都是胡小天让小镯子 趁着出门采买的时候 偷偷送过来的 徐凤怡道 啊呀 今儿能多留一些时候吗 等你爹回来 咱们一家人 也好吃个团圆饭 望着母亲一脸期待的表情 胡小天又怎么忍心拒绝 握住她的手道 娘放心吧 孩儿过来 就是陪爹跟娘吃团圆饭的 徐凤怡道 我这就去做饭 兴许你爹待会儿就能回来了 胡小天对父亲何时回来 也没有把握 心中不尽有些担心 老爹去户部已经三天了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该不会遇到了什么麻烦吧 待会儿需要找人打探一下 他笑道 娘不急 咱们娘俩说说话 等爹回来再做 徐凤怡点了点头 拉住胡小天的手不放 仔仔细细看着儿子 眼圈有些发红道 娘上半辈子始终争强好胜 可到头来才发现 什么荣华富贵 什么出人头地都是浮云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能够比得上一家人在一起 人如果不失去又怎会知道拥有的可贵 徐凤怡追忆往昔不尽唏 幸福于他们胡家来说来得是如此短暂 儿子痴痴傻傻了十六年 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 胡家却要遭遇如此恨祸 胡小天道 娘 终有一天 孩儿会出人头地 会让您和爹过上好日子 徐凤怡辞合笑道 娘别无所求 只求咱们一家三口随时都能够见到 胡小天点了点头 发现母亲的病脚多了几根白发 伸手想要帮她剥去 剥开头发 却发现里面藏着更多的白发 这段时间 向来养尊储佑的老娘 遭受了不少的辛苦折磨 心中一阵酸楚 抿了抿嘴唇 徐凤怡从儿子的表情上 看出她因何而心酸 微笑道 人都有老的一天 娘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你在有生之年 能够重获自由 朴素平淡的一句话 却让胡小天感动得热泪盈眶 母爱是无私的 自己在来到这个时代之后 在心中的确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迷惘 她本以为对胡不韦 徐凤怡夫妇 不会产生那种难以割舍的亲情 甚至一度产生了想要逃离虎家的愿望 可在风波到来之后 她却发现在她的内心深处 一直都存在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父母对她的关爱或许从她幼年之时 便一点一滴的融入到她的血脉之中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亲情之爱 弥足珍贵 最让人难以割舍 若非因为这样的感情 她当初也不会冒险返回康都 事实上 她也从未后悔过 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 胡小天道 娘 一定会有自由的 皇上现在对我很好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赦免咱们胡家 咱们就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了 其实这话 他连自己都不相信 一朝天子一朝臣 老爹是太上皇的宠臣 属于被坚决打倒的一批 想要翻身平反 恐怕难于登天 徐凤仪虽然并不相信 这一天有可能到来 但是又不忍心破坏 儿子心中美好的愿景 微笑点了点头道 若是有那么一天 咱们娘俩去精灵看看 我答应过你姥姥 本来说今年春节要带你回去 看来只能对他老人家食言了 徐凤仪的娘家 也是精灵大户 此次胡家的风波 对精灵徐家影响并不算大 皇上法外开恩 并没有追究徐家的责任 但是自从胡家落难之后 徐家便和胡家断了联络 此事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形势逼人 如果不划清界限 必然会被牵连进去 胡夏天道 我姥姥有没有跟你们联络过 问完之后 就意识到自己这话有些多余 现在胡家落难 所有昔日的亲朋好友 生怕被他们连累 一个个争先恐后的 跟他们断绝关系 唯恐避之不及 又怎会主动跟他们联络 徐凤仪摇摇头道 小天 以后若是有机会见到你姥姥 你千万不可怪她绝情 你姥姥 是娘这一生中最敬重的一个 胡小天点了点头 徐凤仪充满感伤道 四十年前 你姥姥为了一个女人 抛妻弃子 将我们一帮孤儿寡母 扔在金陵城 不闻不问 如果不是你姥姥 挑起了这个家的重担 就不会有以后徐家的发扬光大 我们兄妹四个 属我最任性最不懂事 从没有给徐家帮过任何忙 却带给徐家这么大的麻烦 想起来我这个做女儿的真是不孝啊 胡小天笑道 娘 那就振作起来 等以后有机会 将姥姥接过来 好好伺候她 孝顺她 让她安享晚年 徐凤仪黯然叹了一口气道 我何尝不想 只是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一定会有机会 胡小天幸事淡淡道 此时 门外传来梁大壮的声音 夫人 老爷回来了 母子二人文言大喜 慌忙迎出门外 却见胡不韦身穿灰色棉袍 在梁大壮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虽然胡不韦心中幻想着儿子 可以回来相聚 却知道儿子人在宫中身不由己 看到心中愿望成真 也是激动非常 用力点了点头道 天儿回来了 胡小天冲上去磕头 胡不韦抚须哈哈大笑 他是由衷的高兴 这两天 在户部整理账目的时候 也听说了儿子在皇宫中大显神威 为皇上解除病痛的事情 父子之间的感情表露 并不需要哭泣和泪水 一个眼神起声大笑 彼此已经心领神会 胡不韦将儿子从地上拉了起来 梁大壮慌忙跪了下去 大壮给少爷磕头 胡小天今天兜里没了银子 还是胡不韦替他给了红包 今年的红包自然和往年无法相比 但是无论多少也都是一番心意 徐凤仪前往厨房做饭 梁大壮打来热水 胡不韦先洗了把脸 接过胡小天递来的毛巾 擦了擦脸道 这两天 胡不照我过去清理账目 忙得昏天黑地 今日上午方才有些空闲 这不 徐大人让我们回家看看 晚上还要回去呢 徐大人 胡小天念叨了一句 低声道 莫不是那个徐正英 胡不韦淡然一笑 正是 过时的凤凰不如鸡 想当初胡不韦贵为户部尚书 徐正英只是他手下的户部侍郎 现如今胡不韦已成戴罪之身 而徐正英却幸免于这场风波 仍然官居原职 胡不韦反倒在徐正英的手下听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心中暗骂 想起胡家落难的时候 徐正英还想出卖自己 这笔上早晚都要找他偿还 胡不韦微笑道 我在户部听说了你给皇上治病的事情 只是不知到底是真是假呀 胡小天道 哎呀 确有其事 不过应该没有传说中那么神乎其神 只是皇上鸿福齐天罢了 发现梁大壮仍然在一旁候着 轻声道 大壮你去厨房帮我娘做事 梁大壮明白是胡小天让他回避 应了一声 起身去了 胡小天道 爹 大壮是不是经常来 胡不韦道 隔几天就会来一次 也算他还有些良心 说话的时候 右眼向胡小天眨了眨 分明在暗示这其中并不寻常 胡小天心领神会 胡家正处在非常时期 即便是梁大壮也不能轻信 老爹多一份警惕也是应该的 父子两人之间的秘密 是不可让外人知道的 否则万一被人出卖 很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 胡小天道 皇上刚刚派我去紫兰宫 伺候安平公主 过了十五 应该会出个远门 胡不韦眉头一皱 去哪里 胡小天道 据说要让我当遣婚时 护送安平公主 前往大雍完婚 他虽然从多方已经得到了消息 可是正式的任命 仍然没有下来 所以至今无法确定 胡不韦道 此去山高水长 路途遥远 你凡事务必要小心了 心中虽然充满不舍 但是并没有在儿子的面前 表露出来 胡小天看了看周围 用手指在茶盏中站了站 在桌上写道 逃走之机 胡不韦伸出手掌 将桌上的字迹抹去 然后用力摇摇头 也学着儿子的样子 展示手指在桌上写道 一举一动 静在他人掌握之中 抹去之后 又写道 逃 必死无疑 留下 方有生机 胡不韦为官多年 见惯风浪 对于形势的把握远超常人 胡小天道 听说 雍都是个不错的地方 胡不韦淡然道 外面再好 哪能比得上故乡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终老于此 他又在桌上写道 你走 不用管我们 胡小天摇摇头 试图劝服父亲 跟他一起逃走 写道 我以计划周祥 万无一失 胡不韦笑道 咱们一家人 能够在新年相聚 已经是上天赐给我 最大的礼物 继续写道 我和你娘 自有办法保全性命 你走 胡小天道 爹 以后每年 我都会陪着你们 一起过年 坚毅的目光 告诉老爹 他若不走 自己 绝不独自离开 胡不韦 唇角 露出一丝 欣慰的笑意 意味深长道 留在这里 只要家人在一起 日子总会好起来 人得学会向前看 他从桌上 拿起一枚大康通宝 放在摊平的掌心上 伸到儿子的面前 然后牢牢握紧在掌心之中 胡小天心中一动 老爹的这一举动 分明在告诉自己 大康的财富 仍然在他的掌握之中 胡不韦 拉过儿子的手掌 将那枚铜钱 放在他的掌心 低声道 爹 囊中羞涩 只能给你这些了 胡小天 捏住那枚铜钱 望着父亲的双目 心中 似有所悟 他战士手指写道 权德安 文成焕 皇上 胡不韦伸出手去 将正宗的文成焕擦去 轻声道 哎呀 大过年的 墙头上的荒草 居然忘记清理了 胡小天明白老爹的意思 他显然是在说 大康太师文成焕 只是一棵 摇摆不定的墙头草 胡小天又写道 皇上似乎害怕鸡飞花 胡不韦点了点头 抹干水字 在上面写道 夹缝求生 务必小心 胡小天写道 李云聪 太上皇 红北墨 胡不韦看到这三个名字的时候 目光陡然一亮 抬起头盯住儿子的眼睛 胡小天指了指太上皇的名字 然后在下方写了个疯字 胡不韦皱了皱眉头 然后用力摇摇头 显然否认胡小天所说的这种可能 以他对龙轩恩的了解 此人的内心极其强大 神经坚韧如乍根深山的牢竹 没那么容易被命运击垮 李云聪其人 胡不韦虽然知道 但是在他的印象中 此人只是一个藏书阁的管事太监 一直都没有太过注意 至于红北墨 身为天机局藏金的首席智者 其人行事 神龙见首不见尾 据说在新皇登基之前 已经逃离康都 但是此人对龙轩恩无比忠心 儿子将此三人写在一起 分明是在暗示自己 老皇帝仍然在图谋覆辟 胡小天端起茶盏 抿了口查道 孩儿心中真是迷惘啊 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往往会感到迷惘 知子莫如父 胡不韦当然知道 儿子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后宫之中三股势力 这三股势力 都想要利用自己的儿子 胡小天放下茶盏 在桌上写了 离 姬 权 三个字 显然是想老爹帮助自己 做出决断 胡不韦久久凝望着 这上面的三个字 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道 你长大了 胡小天笑了起来 老爹也不知道 应该选择何方阵营 也许一切还得靠自己 此时梁大壮端起托盘进来 笑道 老爷 少爷 菜来了 胡不韦笑着站起身来 好 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好好吃顿饭 炮竹声中辞就岁 在胡不韦的有生之年中 这个新年最为难忘 胡小天本想多陪他们一会儿 老爹老娘却催促他早点回宫 以免招惹麻烦 胡小天倒不怕什么麻烦 以他如今在宫中的身份和地位 再加上皇上遇刺的盘龙金牌 即便是在外面留宿不归 也不至于遭到责罚 可爹娘为儿女考虑的总是多一些 宁愿控制住心中的思念 也要为儿子多着想一些 胡小天走出水井胡同 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一片 喧嚣热闹的景象 胡小天的心情 却没有感到任何的轻松 原本计划要安排父母一起逃离康都 却想不到老爹在这件事上 表现出如此的坚持 他并不想走 从刚才和老爹的交流中知道 老爷子应该还仍然掌握着 大康的秘密财富 身为大康前户部尚书 掌管大康财政十余年 老爹绝不是一个普通人物 他握住大康通宝的刹那 已经将这一信息充分传递给了自己 胡小天甚至怀疑老爹的忍辱负重 或许是为了将来某日的东山再起 为何龙夜灵会留下老皇帝的性命 为何父亲对保全性命会有如此的把握 这一个个问题萦绕在胡小天的心头 让他感到迷雾重重 新年的傍晚 龙夜灵独自坐在御书房内 经历了昨晚和京城的热闹和喧嚣之后 他更需要冷静 新的一年 并没有带给这位大康新军任何的希望 他现在的处境 可谓是内外交困 局部维艰 门外响起了小太监尹征的通报声 却是左丞相周瑞渊前来拜年 得到龙夜灵阴影之后 周瑞渊来到御书房内 影征从外面将房门带上 周瑞渊缓步来到龙夜灵的面前道 陛下新春大吉 国欲兴隆 微臣来迟 还望陛下恕罪 他屈膝想要跪下 却被龙夜灵拦住 微笑道 都说过了 你我单独相处之时 不必拘泥于历劫 你是朕的师尊 朕应当先行前往你那里 给你拜年才对 只是 朕大病出狱 他们都不让朕出门呢 周瑞渊道 皇恩浩荡 臣臣皇臣孔 龙夜灵邀请周瑞渊 在书桌前坐下 望着这间御书房道 周先生 还记得十年前的大年初一 父皇将我们兄弟 招到这里来 让你给我们讲学的事情吗 周瑞渊 周瑞渊微笑点头 陛下真是念旧啊 过去这么久的事情 您还能够记得 龙夜灵叹了口气道 有些事 朕永远都不会忘 他抿了抿嘴唇道 这段时间 先生为大康操碎了心 朕心中感激不尽 周瑞渊道 臣愿意为大康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以臣之余生 回报陛下知欲之恩 龙夜灵道 朕登基已有半年 这半年之中 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 过去先生曾经教我 说做皇帝 乃是天下最辛苦的差事 朕现在 总算是深有体会了 他的唇角泛起似苦笑 周瑞渊道 陛下心系万名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乃大康百姓之福 龙夜灵望着周瑞渊 看了好一会儿 方才叹了口气 周瑞渊道 陛下应何叹息 龙夜灵道 过去 朕是先生的学生的时候 先生看到朕有什么不足之处 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 即便是先生责怪我 朕心中也明白 先生的好处 感觉先生跟朕 心心相应 可是现在 朕却觉得 先生离我越来越远 莫非是朕做错了什么 周瑞渊道 陛下并没有做错 只是陛下乃一国之君 君臣有别 臣自然不能像过去那般对待陛下 龙夜灵道 周先生 这里只有你跟我 你别把朕当成皇上 还是像过去那样 朕是您的学生 你是朕的老师 朕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只管向我名言 周瑞渊道 微臣不敢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莫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 获起肖墙 第207章 大康首摊 龙叶林听到他这么说 突然心中一股无名火起 忽然抓起桌上的燕台重重扔在了地上 怒吼道 有何不敢 你究竟有何不敢 朕只想听你说几句真心话 难道这也不可以 为何 朕现在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皇上 雷霆震怒 周瑞渊的表情却一如古井步波 他缓缓跪了下去 捡起被龙叶林摔烂了一个脚的燕台 低声道 大康西北七州连年欠寿 已有五月未曾下过渔雪 若然情况继续下去 今春必然汉情严重 东南 狼牙郡遭到台风袭击 海水倒灌入城 城内房屋倒塌 人畜死伤无数 城春明乱 近千余名百姓冲入州府和当地官兵 发生冲突 够了 龙叶林大吼道 他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想提起这些事 即便是知道又能怎样 大康目前的财政 根本无法同时解决好这么多的事情 龙叶林宁愿选择逃避 周瑞渊道 臣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些事 陛下无一日安晴 臣 何尝不是一样 蒙陛下器重 对臣为以重任 臣 身居高位 必然要以天下百姓疾苦为先 并非是臣离陛下越来越远 而是臣之经历 无法兼顾 周瑞渊心中暗叹 自从担任大康左城以来 龙叶林几乎将大康帝国所有的政物全都压在自己的身上 本以为大康可以因为皇位的更迭而发生一些新鲜的气象 却想不到大康又如一个尘科难返的病人 一如往日 气息炎炎 龙叶林任用的这帮臣子 不是忙着刘虚拍马 就是忙着排除一击 真正将精力放在国家经营上的少之又少 仅凭一人之力 想要扭转整个大康朝堂的陋席 也只能是有心无力 龙叶林道 朕知道你辛苦 可是你知不知道朕也不好受 大康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朕的缘故吗 龙叶林指着飘渺山的方向 朕从他的手上接过这个烂摊子 四十一年 整整四十一年 祖宗的基业就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被他挥霍殆尽 留给朕的只是一个空壳 国库空虚人心背离 让朕怎么办 你让朕怎么办 发泄一通之后 他的情绪似乎稳定了一些 颓然坐在椅子上 摆了摆手道 你先起来坐下再说 周瑞渊再度站起身来 将破了一个角的燕台 放在书案之上 龙叶林叹了口气道 朕从算明白 当初你阻止朕 采用鸡飞花提的原因了 龙叶林没说话 目光低垂 表情显得极其凝重 龙叶林道 朕被他利用了 朕想要的只是皇位 可是他想要的 却是我们龙氏的江山 周瑞渊仍然没有说话 一直以来 龙叶林展露出的 都是他对鸡飞花的宠爱和信任 甚至因此而传出了 无数的风言风语 龙叶林对外 从来都是对鸡飞花 表现得极其维护 即便是在自己的面前 也从未说过鸡飞花的 一句坏话 周瑞渊不知这位天子 为何突然在自己面前这么说 他在鸡飞花的问题上 必须要慎之又慎 龙叶林道 朕仍然记得先生 当年跟我说过的话 你让朕再忍耐一年 除非逼不得已 不可采用这等激进的方法 朕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以为父皇要杀我 至今朕方才知道 他并未对朕下过格杀令 朕正下令的另有其人 周瑞渊 漠然无语 龙叶林道 朕若是听你的话 留下老三的性命 也许西川暂时不会反 朕若是听你的话 晚一年登基 先稳定大坑的内部 也许不会失了明星 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 龙叶林 龙叶林咬牙切齿道 朕首先要做的就是除掉那个烟贼 周瑞渊听得心惊胆战 他站起身来 先是拉开房门 向外面看了看 然后又推开窗户 看了看窗外 确信的确无人在外 方才关好门窗 重新回到龙叶林身边坐下 压低声音道 陛下 大坑的江山 再也经不起风雨了 龙叶林不解的望着周瑞渊 目光中充满了狐疑 爱情 这是何意 周瑞渊叹了口气道 陈虽然不懂得治病 可是却明白 一个性命垂危的病人 首先要做的是保命 而不是治病 唯有扶植根本恢复元气 才可以慢慢治疗他的病症 如果妄下猛药 只怕势得其反 龙叶林低声道 奸贼不除 国无宁日 周瑞渊道 臣在谢州乡下有一栋祖屋 从建成到现在 已经有一百年了 唐屋的房梁郎柱 因为经年日久 已经开始腐朽 臣想修建祖屋 将之交给一位工匠 那工匠并没有急于换去 腐朽的郎柱房梁 而是在房内架设木柱 进行支撑 等到堂屋稳固之后 方才逐一更替腐朽的郎柱 陛下知道是何道理啊 龙叶林道 若是急于更换腐朽郎柱 恐怕会有房屋倾踏之忧 周瑞渊道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其实 这些腐朽的郎柱之中 程度也有轻有重 即便是最腐朽的那一根 在房屋之中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其实 臣就算不维修这间房屋 仍然可以支撑一些时候 或许十年 或许二十年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龙叶林缓缓点了点头 他明白周瑞渊接连举了两个例子 真正的用意何在 低声道 你劝我留下胡不韦 使不吹这帮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周瑞渊道 陛下千万不要忘记 国之根本不在于江山 不在于臣子 而在百姓 治国如行船 百姓 乃是在舟之水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即便大康这艘船已经老旧 可是水流若是平缓温顺 一样可以成功靠岸 无论这艘船如何的坚固雄伟 可是巨浪滔天 依然有复舟之忧 所以陛下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要将百姓放在第一位 龙夜灵道 国太方能明安 如今国库空虚连年欠收 朕如何才能收复大康的民心 周瑞渊道 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老百姓饿着肚子 自然会心生怨气 陈这段时间一直在审核大康这些年来的收入账目 陈怀疑我所掌握的账目并非大康的真实情况 龙夜灵脸色骤然一变 什么意思 周瑞渊道 大康数百年基业 国库不至于空虚若此 他并没有将话挑明 相信皇上应该理解了自己的意思 龙夜灵盯住周瑞渊的双目 目光中流露出几分错愕 其中又夹杂着几分欣喜 在他篡位之前 一心想成为大康的帝王 可真正登上皇位之后 方才发现大康的国库空虚 已经超乎他的想象 老头子在四十一位的在位生涯中 将国库中的钱粮挥霍一空 留给他的只是一个千疮万恐的烂摊子 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雄心 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面临无钱可用的困境 龙夜灵也一筹莫展 他的治国理念 更多的时候是存在于理想之中 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 马上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 龙夜灵压低声音道 你是在怀疑胡不韦拿出的 只是一本假账 周瑞渊道 他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即便他担任这么多年的 户部尚书 掌管大康钱粮 也不敢做出此等满天过海的事情 太上皇也不会糊涂到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察觉 龙夜灵霜木之中流露出凌冽寒光 咬牙切齿道 若是他当真敢这么做 朕必将他朝家灭族 方解心头之恨 周瑞渊道 陛下 胡不韦就算再精明也不可能做得毫无痕迹 臣这段时间以来 清理了太上皇在位之时的所有账目 胡不韦担任户部尚书的这些年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龙夜灵道 那你刚刚是什么意思 周瑞渊刚才的那番话让龙夜灵感到一阵欣喜 在龙夜灵的内心深处 反倒希望胡不韦在任的时候坐过手脚 太上皇在位的时候 如果真有一个秘密金库 那么就能缓解自己眼前面临的窘境 周瑞渊道 胡不韦的前任户部尚书楚远海 因为贪污被查 此案曾经轰动一时 龙夜灵点了点头道 不错 朕也记得这件事 楚远海贪赃忘法 利用直权亏空国库 当时我父皇下令彻查此事 从他家中搜出数目惊人的财产 统计之后 竟然等于大康两年的国库收入 周瑞渊抚恤道 臣记得 单单是在楚远海家的地窖中搜出的赤金 就有十八万两 现银三百万两 更不用说其他奇珍异宝 龙夜灵道 此人乃是大康里国以来的第一贪臣 周瑞渊道 太上皇 雷霆震怒 楚远海满门抄斩 所有查超的财产 全都收归国库 龙夜灵有些奇怪 不知周瑞渊为何突然提起了这件事 当年 轰动大康的贪腐案已经过去了十九年 这十九年中 父皇早已将昔日查超的财富挥霍一空 再提起这件事 又有什么意义 周瑞渊道 微禅翻看这件禅年旧案之时 有一个发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什么发现 当年承办这件案子的官员 全都已经不在人世 龙夜灵皱了皱眉头 楚远海贪腐案至今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九年 当年承办那件案子的官员 即便是活着 也是行将就木之人了 离开人世也不意外 周瑞渊摇摇头道 不仅仅是主持办案的大理私卿萧国让 也不限于他的副手 甚至包括当年参与查超的捕快士族 无一例外 全都不在人世 龙夜灵此时方才意识到 这件事的不同寻常 恶然道 怎么可能 如果说承办的官员自然死亡 还说的过去 毕竟他们的年龄摆在那里 可那些捕快士兵 当年大都是一些青壮年 到现在也就是四五十岁 怎么会全都死去 此事必有蹊跷 周瑞渊道 我找人查过 当年承办案子的这些人 在十年之内全部死去 有坐监犯科被杀 有突发疾病而亡 还有种种意外身亡 这其中少有善终 龙夜灵道 怎会如此 周瑞渊道 也许楚源海贪污的财富 远远不止这些 也许他贪污的背后 另有隐情 他的言外之意 就是这些人 应该全都是 被某个神秘的力量灭口 龙夜灵在书桌上 拍了一张道 此事 我父皇必然一清二楚 周瑞渊道 陛下 这件事并不简单 倘若当年楚源海一案 另有玄机 那么查超只是表面功夫 背后隐藏的真正秘密 又是什么 龙夜灵笛声道 如果父皇在这件事上 有所隐瞒 他究竟想掩盖什么 大康明明就是我们龙氏的天下 他为何要贪没自己的东西 周瑞渊欲言又指 大康虽然是龙氏的天下 可天下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姓龙 国库里的影子并非龙氏私有 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即便是皇上动用国库中的银钱 也需要征求群臣的意见 并非是随心所欲 任意挥霍 几乎每个皇帝除了国库之外 都有自己的秘密金库 太上皇龙轩恩也不例外 周瑞渊说这番话的目的 是要提醒龙夜灵老皇帝很可能有一个秘密金库 一直没有曝光 周瑞渊道 陛下 大康财政吃紧 务必要尽快得到解决 如果拖到金春仍然没有改善 只怕积累的隐患会全都爆发出来 大康真实的情况比他所说的更加恶劣 周瑞渊并没有将全部的情况告诉龙夜灵 从龙夜灵的表现来看 这位新君也不想知道 龙夜灵不由得叹了口气 自从登基以来 内忧外患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在他心中最信任的两个人 是全德安和周瑞渊 可两人给他的建议却并不相同 周瑞渊建议他将精力倾注到治国上去 而全德安给他的建议却是尽早清除异己 以免夜长梦多 周瑞渊对自己昔日的学生 如今的大康天子已经越来越失望 大康的眼界和胸襟 比他预想之中还要狭隘 身为一国之君 却看不到大康的真正危机所在 鸡飞花的野心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但是此人羽翼以风 想要除掉他还需从长计议 当务之急是要稳定诸方关系 全力发展大康的经济 大康王朝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全力失去还有机会夺回来 可是一旦明星散了 国家完了 你还当哪门字的皇帝 这些话周瑞渊不能说 以他对龙叶林的了解 他若是说出这番话 可能会遭到龙叶林的怀疑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放下胸中的仇恨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就大事 周瑞渊离开御书房的时候 留下了一句话 陛下身体康复之后 有机会可以去皇城外走走看看 皇城的高墙成就了皇家的威严 同时也将皇家和外界隔绝开来 龙叶林这位新任天子 并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 周瑞渊感觉自己如同一个疲于奔命的裁缝 拼命缝补着大康这件破衣烂衫 可是刚刚缝补好这一块 马上又有更大的一块破洞出现 让他无奈的是 他手头可用的针线和布料 已经不多了 胡小天回到紫兰宫的时候 已经是晚霞满天 刚刚走入宫门 迎面遇到紫娟 紫娟经不住赤道 喂胡公公 你倒是逍遥自在 出去玩了一整天 把公主一个人扔在了新宁宫 胡小天笑道 哎呀紫娟姐姐 不是我扔下公主不管 是公主把我出租给了小公主 宫里的宫女太监 几乎每个人都领教过小公主的刁蛮难缠 听闻是这么回事 紫娟哥哥笑了起来 人又不是东西 居然也可以出租 胡公公想必今天过得一定是非常精彩了 说完又意识到自己这句话无意中骂了胡小天 笑得越发畅快了 胡小天叹道 精彩 哎 精彩至极 她向里面看了看 公主殿下在里面 紫娟道 今儿秦姑娘来了 公主留她在宫中住下 两人正在里面谈心呢 胡小天道 哦 如此说来 我还是别去打扰了 紫娟笑道 公主殿下说了 让你来了之后马上过去见她 胡小天道 哦 这样啊 龙兮月和秦宇童两人正在宫中对弈 胡小天走进去的时候 正赶上秦宇童中盘认输 秦宇童道 公主殿下奇异高超 宇童自愧不如 龙兮月笑道 不是我奇异高超 而是你有意让我 过去咱们可一直都是互有胜负的 秦宇童道 我可没有相让 奇异如此 竭尽所能 龙兮月道 宇童 你输在没有胜负之心 而不是记不如人 秦宇童捡水双眸 凝视着龙兮月的那双眉目 秦宇童道 公主这句话反倒提醒了我 之前公主下奇也没有胜负之心 今天好像奇风大变 不知公主最近遇到了什么喜事 开始变得如此主动 事事争先呢 一句话问得龙兮月翘脸发热 如果秦宇童不说 甚至连龙兮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人的改变 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最晚发现这一变化的那个 却又往往是他自己 龙兮月轻声道 也许是因为即将离开的缘故 胜也好 败也好 总比何其的记忆要深刻 今日前往新宁宫 从简皇后那里得知 她驾往大拥的日子提前了 龙兮月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惶恐 也许在她心中早已接受了要远嫁的事实 早晚这一天都会到来 秦宇童正想说话 却听到胡小天尖着嗓子道 公主殿下 小的回来了 龙兮月美眸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丝喜色 虽然她自认为掩饰得很好 可是仍然没能逃过秦宇童的眼睛 胡小天来到两人面前 向龙兮月行礼之后 又向秦宇童行礼 小胡子见过秦姑娘 祝秦姑娘新年吉祥 秦宇童听到她尖声尖气的声音 总觉得心头有些不舒服 秦宇童道 胡公公奇想 胡小天眼珠子转了转 往棋盘上溜了一眼道 哎呀 小的没有打扰两位下棋吧 龙兮月道 刚好下完了 小胡子 你去准备一些韭菜 今晚秦姑娘就留在这里住下 胡小天道 是 小的这就去安排 胡小天转身出去 刚刚走出公室的大门 就听到外面传来通报之声 永阳公主道 胡小天愣了一下 永阳公主就是七七 本以为今天自己的麻烦到此为止 却想不到这一妮子 居然也来了紫兰宫凑起了热闹 该不是专程来找自己的吧 此时小公主七七 带着两名太监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胡小天迎面遇上 总不能不打招呼 乐呵呵迎了上去 宫禁道 小子参见公主殿下 祝公主越长越高 越变越美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七七听得把白眼都翻了出来 携你 胡小天道 你损我 因为我听不出来 胡小天笑道 哎呀 不敢不敢 夸都来不及 他向两旁看了看到 你们说 咱们小公主是不是越长越高 越变越美 一帮宫女太监齐声道 是 谁又敢说不是呢 七七道 这么说 我还得给你赏钱了 胡小天乐呵呵道 多谢公主 上前一步低声道 赏钱归赏钱 您是不是先把上午欠我的那笔账给还了 周围宫女太监听到这小子居然当众找公主要账 一个个都是忍俊不惊 可当着喜怒无常的小公主面前 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慌忙低下头去 深恐被七七看到 想不到素来脾气古怪的小公主 居然没有生气 向身边太监道 给她 一名小太监拿出了一个钱袋 递给了胡小天 胡小天颠愣了一下 沉颠颠的 当着小公主的面打开 发现里面金光闪闪的全都是金叶子 比起她今天借给小公主的那点钱要多出数倍 胡小天乐呵呵将钱袋子收好 向小公主拱了拱手道 安平公主和太渊的秦姑娘都在 我去准备晚膳 小公主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七七道 废话 你去御膳房 帮我点一个佛跳墙 一个蒸熊掌 一个脆皮乳哥 还有 七七一连串爆了八道菜名 胡小天听得头大 暗骂自己嘴欠 老子怎么想起问她 这不是多嘴吗 不过转念一想 也是吃他们龙家自己的东西 自己 只是帮忙跑腿罢了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208章 何谓天道 胡小天亲自去了一趟御膳房 过年的这几天 也是御膳房一年中最忙的日子 不但皇上那边要照顾到 后宫嫔妃也都要照顾到 这其中当然会有轻重缓急 因为各宫地位的不同 御膳房也会区别对待 紫兰宫的地位 在皇宫中显然算不上什么 龙熙月 这位即将远嫁的公主 也享受不到特别尊崇的后代 可七七不同 御膳房若是敢慢待她的事情 激怒了这位小公主 说不定她真敢将 御膳房的炉灶给砸了 一方面抬出七七的旗号 另一方面 还有胡小天本身的面子 那帮御厨自然优先照顾 重点对待 胡小天也没有空着手过去 小公主刚给她的金叶子 也赏了几片给掌造的御厨 在御膳房的时候 凑巧遇到了过来给皇上 安排夜宵的小太监尹征 尹征看到胡小天 远远就叫了起来 胡公公吉祥 胡公公吉祥 胡小天也笑着拱手还礼 因为周围出来进去的工人不少 尹征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清热 倘若周围无人 说不定早就一个头磕下去了 胡小天拉着他的手 来到远离人群之处 笑道 哎呀老弟 我正想着你呢 尹征道 哎呀哥哥 兄弟一早就想过去给您拜年 可是皇上安排的事情实在太多 我是真抽不开身 胡小天悄悄抓了把金叶子出来 趁着无人注意 塞到了尹征的手里 兄弟拿着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皇宫中昏得越久 就越明白多半太监都贪财的本性 尹征也没有推辞 向四周看了看 迅速噎到了怀里 感激道 难得哥哥还念着我 等兄弟抽出空闲 一定去给哥哥磕头 胡小天假惺惺道 哎呀你我兄弟 何须如此客气 尹征道 今儿周丞相去了御书房 皇上发了火 还把他最喜欢的那块端燕给摔了 尹征心中明白 胡小天的金子也不是白拿的 今天必须要有所表示 马上就提供了一个消息给胡小天 其实他也不清楚 这消息对胡小天有用还是没用 胡小天对周瑞渊的事情并不关注 只是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周瑞渊是皇上面前的宠臣 又是皇上曾经的老师 在新年第一天 皇上居然对他发火 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太寻常 却不知什么事情得罪了皇上 胡小天道 兄弟 你能否安排个机会 让我去给皇上磕头拜年 尹征抿了抿嘴唇 想了想方道 此事我来安排 不过应该要还两天了 胡小天微笑道 不急不急 两人也没有说太多话 胡小天办完事情 让人直接将菜送去紫兰宫 所有菜送到紫兰宫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 虽然效率不低 可胡小天仍然被小公主抱怨了一通 说她办事不力 胡小天对七夕的性情 已经有了深刻了解 她说她的 只管当时耳旁风 说完就算了 料想她也不会当真把自己怎样 以胡小天的身份 本来只能站在一旁伺候着 充当一个端茶送水的角色 龙溪月体恤她辛苦 轻声道 小胡子 这里没你事了 你也累了一天 回寺院局休息吧 胡小天暗自松了口气 哎呀 总算可以解脱 正准备离开 去听七七道 辛苦了一天 就坐下吧 陪我们喝酒 胡小天慌忙道 公主折杀我了 我怎么敢当 七七道 少废话 你别假惺惺的 放眼这皇宫之中 就属你胆子最大 你什么事不敢干 一句话说得 胡小天心惊肉跳 这妮子不会当着 秦宇童的面 揭穿自己的秘密吧 还好 安平公主龙溪月 及时替她解围 既然七七都说了 你就坐下 反正也没什么外人 你自己出去 别胡说就是了 胡小天应了一声 去一旁搬了个警团 挨在小公主身边放下 也没有急着坐 端起酒壶 先给三位大小美女将酒杯珍满 秦宇童始终没怎么说话 悄然观察着几人的神情 总觉得他们之间 似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龙溪月端起酒杯道 能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 今天也许是我在大康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了 咱们同干了这一杯酒 祝愿大康国泰民安 齐齐道 姑姑这话说的是 来 干了 她说话豪气甘云 可过去应该从未喝过酒 抿了口酒就皱起了眉头 哎呀好难喝 辣死了 转脸看了看胡小天 这货黏不吭声的 已经将杯中酒喝完了 于是将酒杯递到了胡小天的面前 你帮我喝了 胡小天恶然道 啥 他倒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让你喝你就喝了 别废话 胡小天只能将他杯中酒 倒入自己的杯子里 一口饮尽 还得千恩万谢 多谢永阳公主赐酒 齐齐笑道 以后啊 最好对我放尊重点 不然 我赐毒酒给你喝 呃 哎 大过年的 用不着那么歹毒吧 秦宇童即便是喝酒吃菜 也带着面纱 不时转过身去 回避众人眼光 齐齐看得毫不习惯 轻声道 秦姑娘 这里反正也没有外人 你将脸上的面纱 他接掉旧事 不用有什么顾忌 秦宇童道 不是宇童心有顾忌 而是担心我容貌丑陋 惊扰了公主 龙兮月又替秦宇童解围道 齐齐不得无礼 齐齐道 姑姑 我可没有不尊敬秦姑娘的意思 秦姑娘 我有件事一直都感到很奇怪 不知当问还是不当问 秦宇童淡然道 公主殿下淡问无妨 你的师父仁先生号称天下第一神医 难道他治不好你脸上的伤疤吗 龙兮月赤道 又在胡说 秦宇童却并不介意 轻声道 是宇童不愿接受医治 和师尊武官 齐齐道 我听说悬天馆不但医术高超 而且全都是武功高手 秦宇童道 外界传言不足为信 悬天馆以既是救人为己任 所有弟子修习的乃是天道之术 并非是什么武功 何谓天道之术 不但七七好奇 胡小天也感到好奇 悬天馆俨然已经成为 目前这一时代医学界的低快金字招牌 可是除了秦宇童之外 他对悬天馆的了解少之又少 其实即便是秦宇童 他也远远称不上了解 悬天馆在他心中变得异常神秘 之前还曾经听鸡飞花说过 任天行是天下间 他最佩服的三个人之一 能让鸡飞花此等枭雄佩服的人 必然是当世了不起的人物 秦宇童道 简单的说就是顺应天意 思法自然 七七嗷了一声 似有所物 一直没说话的胡小天道 顺应天意 思法自然 那岂不就是顺其自然 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什么都不用做 七七听到她的这个解释 经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龙兮月看了胡小天一眼 面露称怪之色 显然怪她没有给自己的好朋友面子 当众给她难堪了 她却不知道胡小天和秦宇童的交情 由来已久 秦宇童早已到了喜怒不形于色的地步 淡然道 从字面上理解或许就是这样 还好这世上并不全是肤浅之人 谁都听出来了 她话语中暗藏积风 分明在说胡小天肤浅 七七一双眼睛流露出异样的光彩 她是唯恐天下不乱 若是能看到胡小天和秦宇童当场争执起来 那才有趣呢 龙兮月翘脸一阵发热 虽然秦宇童说的是胡小天 她却感同身受 为胡小天感到难堪 正想开口为胡小天化解 却听胡小天道 哎呀 小天见识浅薄 秦姑娘这句话的意思在我的理解就是 无论战火纷飞 朝代更迭 老百姓流离失所 全都是天意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她去 一切都要顺应天意 修炼天道之术 就不能违背老天的意思 在胡小天多多逼人的追问下 秦宇童居然感到一丝心浮气躁 她性情寡淡 之所以能够在诸多弟子之中脱颖而出 和她远超常人的理智和冷静 有着直接的关系 若是别人这样问 她或许会置之不理 可是发问者是胡小天 她却有种被人误解的愤满 秦宇童道 若是胡公公这样理解 我也无话可说 不过这世上的多数事情 都是天意如此 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龙锡月听到这句话 一双美眸顿时黯淡了下去 她不由得想起了自己 远嫁大康 成为两国和平的一颗棋子 就是她的命数 上天注定的事情 无论如何努力 都是无法改变的 看了胡小天一眼 想起胡小天深情款款的那番话 她相信胡小天或为了对她的承诺 不惜一切代价 可是又何必让喜欢的人为自己冒险呢 胡小天道 天道 我不知道何为天道 更不懂何谓顺应天意 倘若老祖宗顺应天意 就不会和自然抗争 依旧赤身裸体 留在山林之中如毛银血 更不会钻木取火 不会懂得筑巢建设 更谈不上农耕放牧 如果大康顺应自然 就不会有龙氏数百年的江山设计 外族入侵 又何必要拿起武器保驾卫国呢 如果你们玄天馆 真正做到顺其自然 又何必花费精力 去帮助别人解除病痛 何不任由其生老病死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秦宇童被胡小天一连串的发问 问得哑口无言 龙熙夜原本黯淡的目光 重新变得明亮起来 栖栖散道 说得好 还唯恐天下不乱的拍起了巴掌 胡小天并没有得理不饶人 呵呵笑了一声道 哎呀一家之言啊 大家千万别笑话我 龙熙夜称怪道 小胡子休得无礼 秦姑娘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完全是做作样子 内心深处 自然是和胡小天站在一起 秦宇童道 胡公公是有大智慧的人 宇童说不过你 说不过 未必代表你胡小天的话就有道理 秦宇童也不是轻易服输之人 齐戏道 胡小天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人要是一切都顺其自然 全都听凭老天的安排 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胡小天道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和自然的斗争史 在我看来 人定胜天 极其朴素的道理 在这时代的人听来 却是如此的惊世骇俗 连七七都觉得 胡小天的这句话 实在是太过狂妄了 胡小天说完这句话 也觉得自己有些说多了 起身告辞道 不妨碍你们聊天了 小胡子寺院局还有事 先行告退啊 龙兮月点了点头 她也不想胡小天继续胡说八道下去 让秦宇童难堪 胡小天离开了宫室 却看到七七跟了出来 在后面听到 你给我站住 胡小天唯有停步 恭敬道 公主殿下有什么吩咐 七七道 你忘了 今天答应过我什么 胡小天笑道 还请公主名言 小天答应您的事情实在太多 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件事情 七七瞪了她眼道 我放过那个黑大个儿的时候 你答应我什么 胡小天心说 这就让我兑现承诺了 还真是快呀 小咪咪道 哎呀 您要是不说我都忘了 七七道 你敢忘 她向胡小天勾了勾手指 胡小天低头哈腰的凑了过去 七七压低声音道 安排一下 我要夜叹酒叫 胡小天惊得舌头伸出去半截 怎么 行还是不行 别以为把舌头伸出来 装成一条狗就能糊弄过去 胡小天苦笑道 今天不成 公主殿下 此事我来安排 七七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天 三天之内 你务必要把这件事 给我安排妥当 一定 七七听到她答应下来 这才转身回了紫兰宫 胡小天心中暗叹 九教的地下密道 已经不成为秘密了 可七七为何对这条密道 拥有如此兴趣 难道是全德安在背后指使 胡小天之所以提前离去 主要是还想去鸡飞花那边一趟 虽然昨晚就见过了 可今儿于情于理都该去给她拜个年 等到了内观间 却扑了个空 鸡飞花去了皇上那里 胡小天只能返回了私院局 史学东等人本以为胡小天今天会在紫兰宫留宿 看到他回来慌忙迎了过来 史学东道 胡公公吃饭了没有 我让他们去准备 胡小天摆了摆手道 不用 我在紫兰宫吃过了 胡小天当晚选择在酒窖内休息 关上窖门 想起白天和父母相见的情景 老爹显然是心意已决 不愿随同他离开康都 若是爹娘不走 自己也不好独自离去 只是龙溪月的婚期临近 十五之后就要远嫁大拥 须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将他解救出来 既要保护龙溪月安全逃离 又要想出一个办法 将自身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胡小天正想的入神 忽然听到一个阴瑟瑟的声音道 咱家等了你整整一天 也不见你过来给我拜年 胡小天吃了一惊 虽然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 却已经猜到来人是谁 唯有李云聪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从密道来到这酒窖之中 胡小天笑道 哎呀正准备过去呢 想不到您老就先来了 他转过身去 却见李云聪一身黑色功夫 腰间竖着巴掌宽的红色腰带 倒是平添了几分过年的喜庆 脸上洋溢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胡小天起身道 李公公请坐 李云聪也不跟他客气 在酒桶旁坐了下来 轻声道 这两天过得可好啊 胡小天笑道 托李公公的福 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心中已经猜测到李云聪深夜前来所谓何事 起身来到一旁 倒了一杯葡萄酒 端到了李云聪的面前 酒窖里最不缺的就是美酒 李云聪接过酒杯 抿了一口 砸了砸嘴 借着烛光环视这间酒窖 低声赞道 果然是神仙一样的日子 不断冬暖夏凉 而且守着这么多的美酒 想什么时候喝 就什么时候喝 胡小天道 李公公若是喜欢 每天晚上都过来 这里的美酒随便您喝 李云聪黑黑笑了一声 深随的双目打量着胡小天道 昨天见到太上皇了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见到了 如何 胡小天叹了口气道 说出来只怕李公公要失望 他现在已经老糊涂了 说话做事疯疯癫癫 没说几句话 就一把扼住了安平公主的脖子 我若是再晚一步 恐怕他就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 李云聪道 如此说来 太上皇的身体还硬朗得很呢 胡小天因他的这句话 忽然醒悟过来 在自己看来龙轩恩已经疯癫 可在李云聪的理解 却是龙轩恩的身体依然健康硬朗 否则又怎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胡小天心中暗叹 老皇帝果然阴险狡诈 看来他的举动并非疯癫所致 而是要通过这样的行为 向外界传递信号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充当了这个消息的传送者 论到心机 自己和这帮老谋深算的老妖相比 终究还是嫩上不少 不过 反正也谈不上什么损失 想要从李云聪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 就必须要有所付出 胡小天将自己陪同安平公主 去飘渺山的情景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李云聪听得很认真 关键之时 不忘打断胡小天发问 胡小天也是尽量讲的详细 说到云庙烧香的时候 胡小天道 我在云庙之中看到一幅画像画得颇为传神 谁 胡小天装出苦思冥想的样子 想了一会儿方才道 哎呀好像叫林家子 他是太上皇的妃子吗 李云聪目光闪烁 缓缓摇摇摇头道 咱家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胡小天一直在留意李云聪的反应 他回答自己的时候 目光分明在望向别处 从心理学上来说 这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李云聪十有八九 没对自己说实话 胡小天又道 慕容斩那个人究竟是何方阵营 自从在飘渺山下 慕容斩有意针对他之后 胡小天对此人的身份立场 产生了怀疑 李云聪道 此人乃是皇上一手提拔而起 皇上既然将飘渺山交给他 想必对他非常的信任 咱家听说他之所以能够担任 大内侍卫总管 还是因为鸡飞花的宝剑呢 胡小天心中越发奇怪了 如果慕容斩是鸡飞花的人 那么昨天他为何要对自己苦苦相逼 人心叵测 天知道他到底是何方阵营 干咳了一声道 过了十五 我可能就要随同安平公主 一起前往大庸 这次恐怕要走上几个月了 李云聪道 真是想不到皇上居然会派你当 潜婚史 胡小天道 据说是全公共极力宝剑的缘故 李云聪道 全德安对你还真是不错啊 胡小天道 李公公难道不担心 他会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李云聪白眉皱起 做什么文章 胡小天道 李公公看来并不关心皇宫中 其他的事情 明月宫失火 全德安和文成焕两人 本想借着这件事 将小天置于死地 若非皇上恰巧生病 小天只怕很难脱身 李云聪冷笑道 你未免高看了自己 他们真正想对付的那个人 是鸡飞花 你只是一颗棋子罢了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小天本以为 这次成为遣婚史 护送安平公主前往雍都 乃是皇上赏赐我 可仔细一琢磨 事情好像并不简单 李云聪默默将那杯酒喝完了 静静期待胡小天的下文 胡小天道 也就是昨天 小天见到太上皇之后 忽然想起 安平公主 乃是太上皇的女儿 之前他也求过皇上 想去飘渺山灵霄宫 探望太上皇 可是一直没有获得皇上的同意 昨天皇上突然就恩准了 李云聪道 昨天是除夕 女儿去见父亲也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安平公主不久以后 就要原嫁 胡小天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本来小天可以不去 可是有人特地提醒我 让我陪同安平公主一起过去 小天和飘渺山也就自然而然地 扯上了关系 和飘渺山扯上关系 就等于和太上皇扯上关系 李云聪道 你不妨明说 胡小天道 安平公主 是太上皇的亲生女儿 我现在是紫兰宫的总管 又是皇上清典的遣婚史 李云聪道 你担心有人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诬陷你和安平公主串谋 协助太上皇复辟 胡小天道 单单是我和安平公主 说出来自然没人相信 即便是有人相信 将我们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物除掉 也没什么意思 可是 如果加上一个鸡飞花 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李云聪默然无语 胡小天所说的这番话 可能性极大 宫廷之中 全德安和鸡飞花的斗争 已经建区白热花 为了除掉鸡飞花 全德安会不择手段 污蔑鸡飞花和太上皇勾结 意图复辟 这个罪名 绝对可以将鸡飞花 置于死地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郭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二百零九章 隐姓埋名 李云聪道 皇上对鸡飞花的恩宠 只怕还要多过全德安 他想要搬倒鸡飞花 未必容易 胡小天道 可皇上和鸡飞花之间的关系 并不像表面上那般融洽 李云聪白眉一动 压低声音道 你是说皇上与全德安和谋 想要除掉鸡飞花 胡小天道 恐怕不只有他们两个 据我说 此次护送安平公主前往大雍的 还有一位少年将领 此人正是文太师的宝贝儿子文博远 文博远奉命组建神策府 挥下高手如云 他跟我一起前往大雍 这一路之上 若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凭我的实力可不是他的对手 李云聪的表情显得越发凝重 这件事还没有对外公开宣布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低声道 这些事你应该去告诉鸡飞花才对 以鸡飞花今时今日的实力 化解这件事应该不难 胡小天道 李公公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为 您不打算插手这件事吗 李云聪笑眯眯道 你想我插手 胡小天道 纯王齿寒啊 若是全德安他们的奸计得逞 不但我要倒霉 只怕还会牵连到太上皇 要是太上皇有什么事情 李公公心中只怕也不会好过吧 李云聪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道 你是在威胁砸架吗 胡小天道 哎呀不敢 李云聪道 如此说来 全德安文成焕两人已经联手 皇上有了他们的帮助 除掉鸡飞花 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云聪虽然巴不得这些人 逗个你死我活 可是却不想任何一方 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这两方 无论任何一方突然占了上风 对他的计划而言都没有好处 如果胡小天的消息属实 安平公主前往大庸的途中 必不太平 两方势力肯定会围绕这件事 展开一场生死绝逐 对自己一方来说 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胡小天将这件事告诉李云聪 并不指望着李云聪出手 帮他解决这件事 李云聪有句话说的没错 以鸡飞花 今时今日的实力 应该可以化解这场危机 李云聪即便是知道这件事 首先想到的也只是从中余力 而不会真正插手其中 这些人 无不再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盘算 胡小天也有自己的算盘 多多少少 也要从李云聪这里捞到一些好处 自己总不能白白给他出力 告诉他这么多的情报 总得换回点东西 李云聪对这小子的认识 也算清楚 英策策笑道 你这小子真是虚伪 想要什么你就明说 何必跟咱家拐弯抹角 胡小天呵呵笑道 李公公真是明白人 我就喜欢跟您这样的明白人说话 上次明月宫的事情 文太师就想置我于死地 幸亏我命大夺过 这次他儿子跟我一起过去 那文博元掌控神策府 据说武功也是年轻一代中的高手 他若是有心害我 只怕我就没机会再回来见您了 胡小天指望着李云聪能够教他一招办事 老太监武功高强 如果能够将压箱底的功夫交给自己两手 那么自己的战斗力想必可以更上一层楼 现在正是提条件的最好机会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李云聪想了想到 想要练成精深的武功绝非一日之功 任何事情都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有道是欲速则不达 胡小天心中暗骂 这个老抠门显然是要回绝自己的意思 李云聪忽然一转身 转瞬之间已经从九轿中消失 胡小天没想到李云聪说走就走 慌忙跟着追了上去 等到了底层九轿 哪里还能看到老太监的影子 胡小天叹道 你抠门你真是个老抠门 话音刚落 李云聪的脑袋又从密道的洞口露了出来 指着胡小天道 再让咱家听到你在我背后诋毁咱家 绝饶不了你 等着我去去就来 说话间又已经消失不见 胡小天目瞪口呆 这老太监身法实在太快 神出鬼没 以后说话还真要小心一些 李云聪走了不过斩茶功夫就去而复返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包裹 单从包裹的颜色来看就有些年头了 将包裹扔在胡小天的脚下 送你了 胡小天将包裹打开 却见里面黑乎乎的一团东西 拿起一看 却是一件贴身软甲 不知是用什么动物的毛发支撑 胡小天恶然道 什么东西 李云聪道 乌残甲 胡小天抖了抖 一团烟尘弥漫而起 呛得他不停咳嗽起来 将什么乌残甲扔到了一边 捂着鼻子道 我靠 这上面足有三斤土啊 老爷子 服了鱼啊 你从哪儿扒出来这么一件古董 来糊弄我 李云聪道 别看这乌残甲不起眼 却刀枪不入 有了他保护 你途中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胡小天听他说的这么好 又从地上捡了起来 乌残甲 我看好像是毛发编成的 李云聪道 好眼力 这是铁背乌原的毛发编织而成 距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果然是古董啊 李云聪道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件护甲 当年不知多少人为了抢夺这件护甲 而送掉了性命 早在两百年前 铁背乌原就已经绝技 这护甲 弥足珍贵呀 胡小天听他说的如此珍贵 心中也感到欣喜不已 什么护甲说穿了 就是臂弹衣 李云聪道 就算我教你武功 短时间内你也不可能练长 有了这件东西 普通的高手绝对伤不了你 胡小天翻来覆去的看 哎呀 这铁背乌原是自来卷吗 这毛取自于哪个部位啊 我怎么看着有些熟悉呢 李云聪瞪了他一眼 知道这小子故意说些混账话 消遣自己 转身就走 身后又想起胡小天的声音道 哎 别急着走啊 好事成双 再送一件呢 太师府内 文成焕仍然没有休息 独自坐在书房内 等待着儿子的到来 文伯远敲门走入房间内 朗声道 爹 我回来了 文成焕微笑望着儿子 缓缓点了点头刀 累了吧 文伯远笑道 哎呀不累 按照爹的吩咐 我前往那些侍博的家里拜年 今儿还得了不少的喜钱呢 文成焕哈哈大笑 看到儿子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吃饭 在赵伯伯家里吃了 对了 他让我给您烧了一盒千年山参 要不要看看 文成焕摇了摇头 轻声道 伯远 爹有件事想跟你说 文伯远忽然感觉到父亲今晚的表现 好像有些反常 关切道 爹 您没事吧 文成焕笑道 没事 你跟我来 文伯远关好房门 随同父亲来到内堂 内堂乃是文成焕的藏书之处 他来到书架前 搬动暗藏在书架内的开关 书架从中分开 缓缓向两边移动而去 从中现出一个黑曲曲的洞口 文伯远目瞪口呆 他还从不知道 父亲在书房内还藏着一间暗室 文成焕低声道 拿着烛台 跟我下来 文伯远端起桌上的烛台 跟随父亲一起走入暗室之中 先是走过一段曲折向下的台阶 来到一间长宽各有三丈的密室之中 在他们走下台阶的时候 身后的暗门又缓缓关闭 密室内挂着几幅画像 除此以外摆放着桌椅板凳 布置的就像寻常人家的堂屋一样 文伯远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 不知父亲因何会在书房内 暗藏这样的一间密室 文成焕在桌边坐下 目光投向墙上的画像 低声道 正中的那幅画像 是你的爷爷 你去给他上香 文伯远点了点头 按照父亲的吩咐 在爷爷面前上香参拜 拜过之后 他起身来到父亲身边 爹 爷爷的画像和过去那一幅 好像不同 文成换道 这一幅才是真的 文伯远内心矩阵 他隐约感觉到此事绝不寻常 父亲因何要在这件事上 做出隐瞒呢 文成焕望着跳动的烛火 目光变得迷惘 低声道 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咱们本是大庸子民 你爷爷乃是大庸重臣 曾经官居一品的大庸丞相 李玄感 什么 文伯远乍一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宛如被霹雳击中 宛如泥塑一般 待立在父亲面前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自己姓文 是大康太师之子 却想不到自己的出身经历 竟然这般离奇 甚至连姓氏都是假的 文成换笛声道 我离世 乃大庸名门 深得皇上器重 大庸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正是你爷爷挺身而出 但经节律 鞠躬尽瘁 将大庸一手 带上繁荣强大 你爷爷一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为大庸一统天下 横扫六合 为了完成他的这个愿望 也为了报答陛下 对我的知遇之恩 三十年前 我只身来到大康 隐姓埋名 忍辱负重 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文博远的内心复杂到了极点 直到今天 父亲方才告诉他真相 这一切对他来说 不斥是一个晴空霹雳 一时间 还真是有些难以接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统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成换道 爹在大康三十年 长家立业 娶妻生子 终于熬到了出人头地 官居一品 可是爹的心中没有一刻忘记过我的使命 没有一刻忘记过我的故国 文成换说到动情之处 眼圈不由的红了 三十年的忍辱负重 他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孤独和寂寞 即便是面对自己至亲至性的人 也无法吐露实情 总算等到时机成熟 他才可以将这个压在心头多年的秘密 和儿子分享 文博远道 爹 您是说 我 我们本来是姓李的 文成换点了点头道 大雍 李家 雍都开元街 明家乡 敬国功夫 才是咱们的家 文博远的胸膛剧烈起伏着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有些艰难 突然之间一切都已经改变 他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人要拥有怎样的忍耐力 才可以在异国他乡 折服三十年 那我爷爷他 文成换道 你爷爷十五年前已经去世 我甚至连他老人家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说起来真是不孝啊 每念几死 文成换都是唏嘘不已 文博远道 爹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爷爷在天有灵 也一定会体调您的苦衷 文成换道 我一直都将这个秘密藏在心中 只等着有一日你真正长大成人 才将你的身世说给你听 大康气数一静 射击崩塌 只是早晚的事情 男儿力士 等有所作为 儿啊 爹已经老了 也许没机会再看到大庸 一同天下的那一天 可是你不同 他站起身来 双手搭在儿子的肩头 用力摇晃了一下道 你可愿意 帮助我和你爷爷完成这个心愿 为大庸成就不朽工业 文博远双膝跪倒在地 激动道 爹 孩儿今日方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孩儿必为爹爹完成这个宏愿 必为李氏 争光天才 文成焕激动的连连点头 他将文博远从地上扶了起来 博远 你起来 爹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文博远来到父亲身边坐下 文成焕牢牢抓住他的手道 爹前来大康之前 就已经娶妻生子 什么 文博远这辈子加起来的荆棋 都不如今晚多 老爹藏的可真够深的 若没有这样深沉的心机 又怎能当上大康太师呢 文成焕道 你大妈嫁给我一年之后 怀孕生子 在生下你大哥的时候 因为难产不幸身亡 你大哥变成了一父子 说起来他今年已经有三十岁了 文成焕说起这件事 内心中充满歉疚 他对这个大儿子实在亏欠太多 甚至连一天的父爱都未曾给过他 文博远还是头一次知道 自己在这世上居然还有个哥哥 心中欣喜无比 爹 我哥现在在哪里 他叫什么名字 文成焕道 他叫李晨周 文博远听到李晨周的名字 不由得内心矩震 李晨周 大用第一猛将 虎奔将军李晨周 文成焕的脸上充满了欣慰和骄傲 不错 他就是你的大哥 爹 为何你今天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孩儿被您瞒得好苦 文博远不禁抱怨道 文成焕叹了口气道 虽是爹有意瞒你 而是这件事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 博远 此次陛下派你呼送安平公主前往雍都 你刚好可以趁着这次机会 和你的大哥相认 文成焕打开一个井盒 从中取出半片玉佩 递到文博远的手中 低声道 这双鱼玉佩从中分开 你大哥有一半 如今我将这一半给你 以后就是你们兄弟相认的信物 文博远接过玉佩 小心收好 文成焕又道 咱们李家在大庸 保的是大皇子薛道宏 可是七皇子薛道明 锋芒太盛 若是他和安平公主联姻成功 他在大庸的地位 无疑更近一层 所以你辞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文博远内心一沉 他已经预料到父亲想让他做什么 文成焕脸上流露出阴森的杀鸡 无论利用怎样的办法 都要阻止这桩婚姻 你应该知道怎样去做 也应该明白如何去推卸自己的责任 文博远用力摇摇嘴唇 目光中流露出不忍之色 文成焕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道 想要成就大事 就绝不能顾及儿女私情 胡小天是个念旧的人 初而一早就去了中关中 刘豫章带他步驳 于情于理都应该来老人家的坟前看看 胡小天并不想惊动太多人 选择一个人独自前来 毕竟刘豫章死于鸡飞花之首 若是这件事传到鸡飞花耳中 未必不会让他产生疑心 刘豫章的死是个悲剧 他一辈子忠于皇上 在隐退之前 又去皇上面前敬言 让皇上提防鸡飞花 却因为这件事而招来了杀身之祸 胡小天亲眼目睹刘豫章被鸡飞花折磨 使他亲手结束了刘豫章的痛苦 也结束了老人家的生命 当时胡小天恨不能杀掉鸡飞花 为刘豫章报仇 可是真正在了解这件事的内情之后 他方才知道 鸡飞花虽然是直接杀死刘豫章的凶手 导致这场悲剧的黑手 却是全德安 正是全德安故意将刘豫章 在皇上面前敬言的事情透露给了鸡飞花 方才导致了这场悲剧 胡小天将祭品在墓碑前摆好 然后在刘豫章墓前磕了三个头 望着刘豫章的墓碑 心中暗叹 皇宫之中 本不应该有善良之人的立足之地 拍开酒坛的泥风 喃喃道 刘老爷子 您安心去吧 今儿是大年初二 我陪你好好喝上两口 他捧着酒坛将美酒在墓前倾洒 酒刚刚洒了一滴 头顶忽然传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道 别到完了 给我留一些 胡小天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抬头向上望去 却见头顶的树枝上空空如也 哪有半个人影 可他刚刚明明听得清清楚楚 怎么会看不到 胡小天向四周望去 钟关种内除了他以外 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的影子 今天是大年初二 再加上这里是太监的墓园 太监少有亲人 哪有人往这里祭拜 胡小天心中发毛 暗存莫非是遇到鬼了 他起身准备离去 目光落在墓碑前方的供桌上 却看到自己刚刚放在那里的祭品 其中一盘烧鸡 已经不翼而飞 胡小天吓得差点没把娘叫出来 手一哆嗦 酒坛脱手落了下去 眼看就要在地上摔个粉碎 即将触及地面的时候 酒坛似乎被一股无形的牵引力所吸引 居然倒着向上飞起 胡小天顺着酒坛飞起的方向望去 却见刚才空无一人的老树之上 有个老叫花子坐在两根粗大的枝鸦之间 一手抓着烧鸡大口大口的啃着 另外一只手稳稳接住从地上飞起的酒坛子 羊手咕咕咕咚灌了几大口 赞道 哎呀好久 哎呀真是好久啊 三十年的玉瑶春 只有皇宫内院里才能找得到啊 说完这句话 有一口将鸡屁股给啃下 满嘴是油 狼吞虎咽 吃相极其不雅 胡小天不由的皱了皱眉头 他一眼就认出 这老叫花子就是昨天挟持自己到城隍庙的那个 老叫花子赞道 哎呀皇宫御厨做的五味香酥鸡 真是好吃 哎呀大姥姥的 老叫花子有年头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鸡了 胡小天看到这老叫花子身上还穿着自己 昨天给他的狗皮砍肩 穿着自己的 吃着自己的 居然还装神扮鬼吓唬自己 这老叫花子也太没有功德心了 胡小天抗议道 我说您老跟死人抢东西吃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 老叫花子又灌了口酒教道 你见过哪个死人吃东西的 你小子真不是个东西 宁愿这么好吃的鸡臭掉 宁愿这么好喝的酒洒掉 也不肯便宜老叫花子的肚皮 你有没有人性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暴连天雾 你小心遭天谴呢 哟 您老吃了我的东西 怎么嘴巴还这么刻薄 您这张嘴巴不但贪吃 而且很毒哎 胡小天养着脑袋道 老叫花子道 这可不是你的东西 休想让我领你的人情 老叫花子吃的是刘玉璋的东西 你认识他 老叫花子摇了摇头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忙得不亦乐乎 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老叫花子含糊不轻道 你真是人头猪的啊 墓碑上写着他的名字啊 胡小天摸了摸后脑勺 今天被这老叫花子给折腾糊涂了 苦笑道 哎呀 您老真要是想吃东西 我请您 这些都是祭品 您抢来吃了 是不是对死者不敬 老叫花子道 屁的不敬 人都死了 既不能吃也不能喝 我把这些东西吃了 那是帮他积德 你来祭拜他 重要的不是祭品 重要的是心意 心意既然到了 就行了 胡小天被他一通抢白 哑口无言 老叫花子道 哎呀 这里埋的可都是太监啊 你是他什么人 他孙子吗 他不等胡小天回答 他自己已经摇了摇头 否定道 不可能啊 太监又不可能娶妻生子 哪来的后代 莫非你也是太监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啊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演播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210章 灵源受益 胡小天懒得理他 转身就走 刚刚走了一步 那老叫花子鬼魅般出现在他的前方 挡住他的去路 笑道 嘿 小子 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呢 胡小天道 老爷子 您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就别拿我消遣了 我还有事 失陪了先 他向左跨了一步 想要绕过老叫花子 可老叫花子不见脚下一动 就挡住了他的去路 胡小天领教过这老叫花子的武功 知道眼前这位绝对是宗师级的人物 搞不好 还是为丐帮帮主啥的 如果人家真心想要为难自己 自己也只有被动承受的份 胡小天苦笑道 老前辈 不知晚辈哪得罪了你 您对我苦苦相逼 老叫花子摸了摸下河稀拉拉的胡子 上下打量着胡小天道 你好像是叫胡小天吧 胡小天道 前辈记性真是好得很 老叫花子道 小子 你刚刚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 还吃啊 胡小天想起自己刚刚的确说过这句话 那是想叫老叫花子放过祭品 现在他把祭品吃了个一干二净 居然还让自己请他吃饭 真是得寸进尺 胡小天道 老爷子您上了岁数 胃肠功能比不得年轻人 吃太多对您身体不好 这么着 我给您一些银子 你自己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 胡小天从钱袋子里摸出一钉银子 递给老叫花子 老叫花子接过那钉银子 果然让开了道路 胡小天好不容易才得以解脱 赶紧快步逃离 可走了两步 却听到身后传来呜呜的哭声 除了那个老叫花子还能有谁 胡小天本不想理会他 可是听他哭得如此伤心 又不忍心弃他而去 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折返回到老叫花子身边 关切道 老人家 您哭什么呀 老叫花子把脸埋在袖子里 肩膀不停抽动 因为看不清他的面孔 不知他到底是真哭还是假哭 老叫花子道 你给我银子干什么 难道我老叫花子很缺钱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我很难过 我心里很受伤 胡小天听他这样说 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了 给你钱你觉得受伤 你怎么不给我 伤害我一回呀 老叫花子抬起头来 脸上去连一丁点的眼泪都没有 手中仍然牢牢握着那钉银子 我不缺钱 缺的是感情 你懂吗 胡小天道 您老是不是想找个老伴 我呸 老叫花子一蹦三尺高 指着胡小天的鼻子道 你当我跟你样好色 见到女人 连路都走不开 胡小天笑道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您千万别介意 老叫花子叹了口气道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哎呀干我屁事啊 干我鸟事啊 叫老叫花子这副德行 哪有女人会喜欢我 胡小天打趣道 哎呀您现在虽然是人老猪黄 可保不齐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位高大威猛玉树临风的潇洒美男子 老叫花子听他这么说 把面孔一板 终于还是憋不住心中的得意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他这一笑 反倒把胡小天给笑懵了 这老叫花子 似乎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啊 自己还是赶紧走吧 老叫花子道 小子也还真看不出 你居然还有点眼光 要说老叫花子当年 也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美男子 不知多少大家闺秀 绝世美女 哭着喊着想要嫁给我 胡小天勉强陪着笑 心中暗笑 信你才怪 就你这拉里拉他的样子 美女见到你 肯定是捂着鼻子避之不及呀 老叫花子闭上眼睛 似乎陷入了对美好往事的追忆中 一脸的悠然神往 胡小天看到此番情景 现在不走更待何时 捏手捏脚想要溜走 可走了几步 发现老叫花子 已经在前面等着自己了 心中这个郁闷啊 看来今天被老叫花子给缠上了 想要甩开它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苦笑道 哎呀前辈您还想怎样 老叫花子道 你知不知道 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胡小天想了想道 最重要的就是活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 老叫花子呸了一声道 最重要的是亲情 人呐一定要趁着自己年轻力壮 精力旺盛的时候 多讨几方老婆 多生几个孩子 老天爷既然赐给你一条命根子 就是让你物尽其用 到老了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 不像我为世俗所牵类 错过了无数美满因缘 到头来截然一身 乌狐一大过年的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胡小天现在有些明白了 老叫花子是孤单寂寞 所以才找自己消遣呢 他笑道 哎呀您老应该不孤单 天下乞丐是一家 以您老的年纪 在丐帮中的资格应该很老吧 不是帮主 也得是个长老 您的徒子徒孙 肯定遍及五湖四海 寂寞了随便抓两个陪您聊天就是 再不行就认几个干儿子干孙子 老叫花子道 哼那帮龟孙子 一个个无趣的很 没一个比得上你 胡小天苦笑道 老爷子要说咱俩还真不熟悉 昨儿才认识 我的身份你也猜到了 我是个太监 不是正常人 皇宫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事情 赶着要做 您就行行好 把我当成一屁 赶紧给放了 倘若我要是回宫晚了 上头追究下来是要掉脑袋的 老叫花子道 能有御刺盘龙金牌的人 可以随意进出皇宫 谁敢管你 胡小天道 您老高看我了 我在皇宫里就是个小的 不能再小的小角色 心中暗存 这老叫花子对皇宫里面的事情 居然非常了解 绝不是普通人物 按理说 他也不会平白无故的找上自己 老叫花子道 你刚刚说过 要请我喝酒呢 胡小天听他又提起这件事 看来今天不把这件事给兑现了 老叫花子是不会轻易放了自己 他笑道 哎呀您老 要是怎么都能吃得下的话 我请您喝酒 弟儿您选 老叫花子眉开眼笑 连连点头 不过没多久 又用力摇摇头道 不好 总让你请 那我多不好意思呀 来而不往非离也 这次我请你 胡小天打量了一下他 老叫花子手上攥着的那定银子 是自己给他的 身上穿的狗皮袄 也是昨天自己送给他的 浑身上下也就这两样东西值钱 请自己吃饭 哎呀肯定是拿我的钱请我吃饭 老叫花子眼睛朝墓园里溜了溜到 你等等看 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祭品啊 胡小天赶紧攻守讨饶 哎呀老爷子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饭我不吃了 我也不饿 哟 不给我面子 哎呀不是不给您面子 我真有事赶时间 老叫花子的脸色变了 你小子这么走了 我岂不是欠了你一个人情 老子活了一辈子 黄土埋到脖子根了啊 从来都不肯欠别人人情 你这么干就是坑我 胡小天道 哎呀您千万别这么想 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前辈我真要走了 赶着办事 老叫花子道 你敢走试试 胡小天还真被他给吓住了 实力决定一切 在老叫花子面前 他唯有被虐的份 老叫花子黑黑笑道 胆小如鼠 这就被我吓住了 胡小天笑道 哎呀 这不是胆小 这叫识实物者为俊杰 老叫花子笑眯眯望着他 你想走也行 不过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胡小天道 什么条件 老叫花子目光在他脸上 盘缓了一下 最后落在他的嘴上 让我亲一个 胡小天吓得无上嘴巴 两只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哎呀 前辈真会开玩笑 老叫花子 咧开满是油污的嘴唇 搂出一口焦黑发黄的牙齿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胡小天 胡小天忽然一转身 撒开两条腿就跑 我靠遇到了一个老变态 刚刚把速度提起来 眼前一晃 老叫花子已经挡住了他的前方 闭上眼睛撅起油乎乎的嘴巴 模样猥琐到了极点 胡小天连忙杀住脚步 只觉得天雷滚滚 虽然自己已经不是初闻 可也不能白白便宜了 这个老变态 一转身吃溜 向右侧逃去 老叫花子如影相随 声音在胡小天耳后不断响起 跑什么 就让我亲一口 亲一口又不会少一块肉 胡小天一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看到前方有一棵枯树 手足并用 金珠八部发挥到了极致 蹭蹭蹭 所以说人的潜能真是无限 换成平时 胡小天上述 绝不会如此利索 本以为逃过了老叫花子的追踪 转身向下一望 老叫花子站在下面 胡小天一边擦汗一边道 哎 老爷子 您别玩我了 你下来 胡小天摇了头 回过头去 不料那老叫花子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他的对面 险些跟他脸碰脸 老叫花子哈哈一笑 胡小天吓得魂飞魄散 从树上直挺挺摔了下去 老叫花子轻飞飞从树上跳了下来 宛如一颗枯叶 悠悠荡荡落在胡小天的身边 用手指在他胸口戳了戳 有本事 有本事你就接着逃啊 胡小天有气无力的摇了摇头 双手捂着嘴巴 老爷子 您就饶了我吧 我长这么大还没被男人亲过 老叫花子笑道 那刚好体验体验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您要是应来 我就只有咬蛇自尽了 老叫花子呵呵笑道 嘿嘿 哎呀倒是个贞洁烈男啊 老叫花子虽然好色 也不至于饥不择食 更不会强人所难 你先起来 胡小天捂着嘴巴坐起身来 屁股慌忙向后挪出一段距离 自己是不是犯太岁呀 这么倒霉 居然遇到了一个老变态 看来生就一副小鲜肉的面孔 危险也无处不在呀 老叫花子道 刚才你上述的功夫是 金珠八步吧 胡小天点了点头 老叫花子见多识广 一眼就看出了自己功夫的来路 老叫花子耸了耸尖头 颇为不屑道 金珠八步 虽然也算不错的步法 翻墙越户还成 真要是在平地上 没什么用处 胡小天道 那在平地上什么功夫厉害 他仍然捂着嘴巴 说话嗡声嗡气 老叫花子道 哎呀 谈到逃命功夫 天下间最厉害的 要数我们叫花子了 不如我教你一套 用来逃命的步法吧 胡小天眨了眨眼睛 天下间哪有这样的好事 却不知老叫花子 又在打什么主意 该不会又提什么 过分的条件吧 假如你传给自己步法 来换取奔自己一口 那也不行 我胡小天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老叫花子道 你呀 脚长太慢 一点都不好玩 我教你一套步法 这样抓起来才有趣 胡小天道 什么步法 老叫花子想了想道 夺狗十八步 啥 胡小天目瞪口呆 过去只听说过降龙十八掌 今天头一次听说夺狗十八步 老叫花子道 我这套步法是我们叫花子 综合历代逃命经验研究出来的 你且看清楚了 这第一步叫狗拿耗子 胡小天站起身来 虽然不明白老叫花子为何要交给自己步法 可心中却明白对方对自己应该没有恶意 老叫花子 老叫花子边说边言 狗急跳墙 鸡飞狗跳 狗口夺食 一老一上在这墓园之中来回穿梭 胡小天开始还有些忐忑 可是随着对这套步法的认识加深 他的神情变得越来越凝重 别看夺狗十八步的名字不好听 可是步法之精妙堪称举世无双 老叫花子教得仔细 胡小天学得认真 别看胡小天悟性超强 也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方才将这套步法记了个大概 老叫花子笑眯眯道 嗯 不坏 不坏 一个时辰居然能够记住这么多 已经是很难得了 胡小天此时已经明白 老叫花子是真心要传给自己功夫 他恭敬道 多谢前辈指点 老叫花子笑道 你别谢我 现在你学会了步法 我来抓你 这次让我抓到 就老老实实让我呸一口 胡小天一听脸色就变了 又来 老叫花子道 我数到五 一 二 胡小天吃溜开头 两人在墓园之中 你追我赶 开始的时候 胡小天步法还不熟练 被老叫花子接连抓住 这次真不是吓唬他 抓住之后就是狠狠亲上一口 一股酒臭 熏人欲罪 胡小天险些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 在如此强大的心理压力下 胡小天自然拼尽全力 小宇宙彻底爆发 脚下越来越灵活 步伐越来越熟练 到最后 老叫花子想要抓住他 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次 胡小天在墓园中 足足逃了三大圈 方才被老叫花子截住 老叫花子黑黑一笑 撅起嘴巴又要凑上来 胡小天来了个狗急跳墙 从他的头顶一跃而过 老叫花子哈哈大笑 如此可教也 这次 居然没有继续追赶 脱了狗皮砍肩 从腰间 将自己的酒葫芦取了下来 拧开瓶塞 灌了一口酒 胡小天看到老叫花子 突然停下不追 于是也不再逃 来到老叫花子面前 恭恭敬敬跪倒在地上 多谢前辈传给我武功 到了现在 瞎子都能看出老叫花子 对自己毫无恶意 今次出现在林园 真正的用意 就是为了教授自己武功 老叫花子吐了口唾沫道 我呸 大吉大利 这里是墓园呢 你给老子磕头 是诅咒我死吗 胡小天听他这样说 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赶紧站了起来 笑道 哎呀前辈 小天绝无诅咒之意 是诚心诚意 谢您的 心中暗想 这老叫花子 为何会交给自己 那么精妙的步伐 他究竟是受了 何人的委托呢 老叫花子道 我交给你这套步伐 算是吃了祭品的补偿 你也不用谢我 不过 你需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交给你的这套 夺狗十八步 你不可以再传给任何人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前辈放心 我一定做到 哎呦 我交给你步伐的事情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起 胡小天道 好 老叫花子笑道 你这玩也算听话 胡小天道 前辈 您看咱们如此有缘 不如您干脆 收我当徒弟算了 一并将您的什么 降龙十八掌 什么打狗棒法啥的 全都传给我呗 老叫花子 双目瞪的滚圆 我靠 你小子想的倒挺美 你当我随随便便 就收徒弟吗 胡小天道 哎呀 名师难求 高徒更不好找 像我这么聪明伶俐 英俊潇洒的徒弟 您老打着灯笼 也找不着啊 我呸 自吹自擂 瞧你一脸奸扎香 聪明伶俐又怎样 英俊潇洒 能当饭吃啊 老叫花子 收徒弟 看中的是人品 有才无德的 我才不要 胡小天道 您刚刚可亲了我好几次 怎么 老叫花子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胡小天道 那可是我初吻哪 你得了我的初吻就得对我负责任 不可能吧 你这么大一小伙子 连女人嘴都没亲过啊 亲过 可被男人亲还是第一次啊 老叫花子道 如此说来 我好像是占了你的便宜 占了大便宜 这事要是传出去 我脸上不好看 宁老这张脸面 只怕也不好看吧 老叫花子 嘿嘿笑道 嘿 我一直都是不要脸面的 无所谓 你爱说不说 胡小天道 宁老得意双心 宁老可是丐帮帮主 谁跟你说我是丐帮帮主 老子不是 老子就是个穷乞丐 勉强也就算个一代弟子 胡小天心说 你个老滑头 就算不是帮主 也得是个长老 绝对是丐帮之中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今儿不能白让你给轻了 说什么得再榨出一点武功绝学来 他向老叫花子凑近了一步 哎呀 前辈 您不收我这个徒弟 我也不勉强 可是您好事做到底 既然教了我逃命的步法 不如再教几招防身的功夫 老叫花子冷笑道 嘿 小子 变着法子哄我是不是 多搞十八步 是给你的饭钱 现在咱们两不相欠 我可没占你便宜 虽然轻了你那么凉下 可你也轻我了 酒是纯的好 嘴是老来香 各有各的味道 能轻到我老人家 你也不算吃亏 胡小天心说 谁容我吐个仙 既然人家不愿意再教自己 也不能勉强 恭敬告辞道 多谢前辈指点 小天告辞了 以后小天被人打得四处逃窜的时候 若是有人问起我武功是跟谁学的 小天绝不会把您供出来 老叫花子挠了挠耳朵 我可没教你武功 胡小天心中暗笑 老叫花子叹了口气道 哎呀爸爸爸 我再教你一个绝招 胡小天喜出望外 总算达到让老叫花子松口的目的 多谢前辈 老叫花子道 学会夺狗十八步 逃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只要不是遇到顶尖高手 普通人绝对抓不住你 可万一遇到顶尖高手 你逃不过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拼了 胡小天咬牙切齿道 错 老叫花子摇里摇头道 大错特错 三十六计走为上 逃不了的时候 就剩下装死这条路了 啊 胡小天嘴巴张得能够塞下一个大鸭蛋 本以为骗得老乞丐愿意教自己一手 杀敌制胜的绝招 却想不到 去换来这门功夫 老叫花子道 你别小看了装死这门功夫 不是眼睛一臂屏住呼吸这么简单 不瞒你说 我老叫花子能够活到现在多少次面临险境 最后能够侥幸存活 还不是靠这一招 胡小天虽然心中失望 可又聊胜于无 仍然打起十二分精神 跟着老叫花子 学这首被他吹的天下少有的绝招 听老叫花子讲完要点之后 方才想起询问 前辈这招叫什么名字 装死狗 这算是自黑嘛 人在一件事上太过专注的时候 往往会忽略了其他 连胡小天自己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在中关种墓园内待上整整一天 先跟着老叫花子 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游戏 然后又学起了装死 老叫花子有件事没说错 装死绝非眼睛一闭 屏住呼吸那么简单 胡小天学夺狗十八步 花了一个时辰 学习装死却花费了两倍的时间 到最后 也就是掌握了一个皮毛 距离老叫花子的要求 还相差甚远 不过学习武功 绝非一蹴而就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接下来 能够练到什么程度 就要靠胡小天自己了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统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统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211章 面圣 回到宫中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 胡小天越想 越是蹊跷 老叫花子 肯定不是凑巧 前往中关中 交给自己两样武功 应该是有意为之 自己虽然长相 马马虎虎 可也不是什么 骨骼青旗 气宇轩昂 万中无一的武林奇才 人家没理由非得把武功传给自己 如果说仅仅因为吃了祭品 这理由也太过牵强 背后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老叫花子不说 胡小天肯定找不到答案 不过有一点能够肯定 自己在这件事上 没吃亏 应该说也吃了点小亏 居然被老叫花子 油乎乎的脏嘴 连轻了几次 想想还有点恶心呢 胡小天回到寺院局 还没有走到门口 就遇到打着灯笼过来的小镯子 小镯子看到胡小天 惊喜万分道 哎呀我的爷 您可总算回来了 皇上感觉有些不舒服 照您去宣威宫 我们满世界找您都急得冒火了 胡小天道 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时辰之前 皇上身边的尹公公 亲自过来传的话 胡小天稍微一琢磨 肯定是尹征 昨晚上自己就委托他 安排自己去见见皇上 想不到这小子办事效率颇高 居然这么快就搞定了 看来自己的金叶子 没白白洒出去 小镯子看到胡小天 仍然不慌不忙 不禁为他着急 在太监眼中 没有比皇上传照更大的事 他提醒道 胡公公 您还是赶紧过去 万一皇上要是怪罪下来 那可就麻烦了 胡小天笑道 成 我这就过去 他从小桌子手上接过灯笼 又嘱咐他道 你帮我去紫兰宫一趟 咱家出去了一天 本来说好 下午要去见安平公主的 突然 也有事耽搁了 对了 你把皇上召我的事情 也告诉他 我今晚就不去紫兰宫了 是 胡小天拎着灯笼 向宣威公走去 来到宣威公外 正看到在门前 瞧手以盼的尹征 胡小天笑道 尹公公 新年吉祥 尹征看了看周围 将他拉到一边 苦笑道 你可来了 皇上刚说肚子有些不舒服 我提议去找你过来 想不到你居然不在 悄悄向胡小天挤了几眼睛 暗示他这件事是自己帮他安排的 胡小天道 出宫办点事情 皇上怎么样了 尹征压低声音道 没什么事情 本来他自己都说没事 是我提议让你过来帮皇上看看 他强调这件事 无非是强调自己的功劳 胡小天昨晚说想见皇上 给皇上拜个年 他今天就安排了 要说这两天想见皇上的人数都数不过来 可皇上哪有兴趣每个都见 有兴见到皇上的若非位高权重 就得跟皇上身边的小太监出好关系 别看小太监没什么地位 关键时刻却能够说得上话 尹征压先进去通报 没多久就眉开眼笑地走了出来 低声道 胡公公请 皇上此刻已经好了 心情也不错呢 胡小天按赞这小子机灵 说话办事极有分寸 从目前来看 这个小弟绝没有收错 龙夜灵晚上过后的确有些不舒服 不过也不是太严重 如果不是引征提议 让胡小天过来帮忙看看 他根本不会当成什么大事 这会儿已经舒服了许多 甚至已经忘了传胡小天过来的事情 胡小天进入宣威宫就高声道 小天祝皇上 新春大吉 新年里一帆风顺 两全其美 三代同太 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 六路通顺 尚有七星齐柱 孝英八方来源 九天红福飞降 十分快乐吉祥 百事随愿 千禧游行 万般住院 永半宁行 皇上呢 小天给您拜年了 胡小天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邦邦邦 实打实 磕了三个响头 龙夜灵听到这一连串的吉祥话 乐得哈哈大笑 喜上眉烧 嘿嘿呀 说得好 说得好 快快快 重重有赏 重重有赏 尹征一旁拿了个红包 递给了胡小天 心中对这位老大的仰慕 犹如长江湿水滔滔不绝 心中暗叹 胡小天真乃神人也 我尹征 若是能够学得他一半的本事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呀 心中 我尹征 心中默默送念着胡小天刚才的那番吉祥话 凭着累死一片脑细胞 也得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得到皇上恩准之后 胡小天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脸关切道 小天听说皇上身体不适 现在怎样了 龙夜灵道 没事了 只是刚才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 朕本来觉得没什么 是小影子非得要你过来 胡小天笑道 哎呀 尹公公对皇上忠心耿耿 无微不至 是乃太监界的楷模 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佩服佩服 尹征自认为脸皮够厚 这会儿也不禁有些脸红了 太老老的 胡小天真是当事少有的人物 明明是很无耻的话 那怎么他一说出来 就那么的自然 那么的顺耳呢 胡小天道 皇上 不如小天为您把把脉 龙夜灵道 不用了 朕没什么事 对了 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才过来 这会儿他方才回过神来 自己好像照了他不短时间了 胡小天道 皇上恕罪 在皇上面前 小天不敢说谎话 那是因为刚才小天 去拜祭了刘公公 所以才耽搁了 龙夜灵皱了皱眉头 宫中姓刘的太监 数都数不过来 哪个刘公公 胡小天看到他茫然的表情 心中暗叹 刘豫章 看来是白死了 把龙夜灵从小伺候到大 最后死也是因为他的缘故 想不到在龙夜灵心中 竟然那么没有存在感 一旁颖征 悄悄向胡小天递颜色 他在暗示胡小天 新春佳节 好不容易赶上皇上 心情不错 怎么提起了这些晦气事 胡小天却是有意为之 又补充道 刘豫章公公 龙夜灵听到刘豫章的名字 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 双手不由得握紧了 过了一会儿 方才叹了口气道 啊 原来是刘公公 小天 难为你还记得他 胡小天道 小天能有今日 全都仰仗刘公公的关照 在小天心中 一直都将他当成 自己的爷爷一样 龙夜灵听到他这样说 内心中不由得有些感动 在龙夜灵心中 刘豫章何尝不是亲人一样 刘豫章眼看就要退隐出宫 离宫之前 联络一些老人在他的面前 痛陈鸡飞花的种种恶行 却想不到 这件事被泄露了出去 所以才遭到了 鸡飞花的毒手 每每想到这件事 龙夜灵都是内疚不已 身为一国之君 自己竟然连身边的太监 都保护不了 龙夜灵道 小天呢 在这心中 也当刘公公是自己的亲人一样 他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胡小天 此时却重新跪了下去 皇上 龙夜灵道 你怎么又跪下来了 胡小天道 小天想求皇上一件事 龙夜灵道 有事就说 没必要动不动就跪下 胡小天道 送安平公主前往大雍 成亲之事非同小可 小天自知无才无德 难当大任 还请皇上 另选高明 龙夜灵面色一沉 胡小天 你什么意思 是在质疑真的眼光吗 胡小天演技大爆发 强逼着自己 挤出两滴眼泪 皇上 小天当初代付赎罪 敬身入宫 早已下定决心 要用这一生伺候皇上 报答皇上 对我们胡家的大恩大德 即便是皇上 现在要我去死 小天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可是 这遣婚室的责任 实在太重 小天害怕有负胜托 龙夜灵还以为什么大事 重新回到座椅上坐下 接过饮征递来的一杯茶 抿了口查道 朕不会看错 你不用有那么多的顾忌 胡小天道 陛下 小天乃是戴罪之身 自从陛下决定 让小天护送安平公主 前往雍都 外面就传出了 许多的风言风语 龙夜灵道 什么风言风语 你说来听听 胡小天道 小天不敢说 恕你无罪 但说无妨 有人说 小天勾结西川李氏 意图谋反 龙夜灵哈哈笑了起来 仿佛听到天下间 最可笑的事情 笑得几乎眼泪 都要流出来了 胡小天虽然胆大 此时也被他笑得 有些迷糊了 我靠 老子很好笑吗 你笑个毛线呢 龙夜灵道 哈哈哈哈 他们愿意说就说 你以为朕 那么容易相信 勾结西川李氏 你不要自己的性命 难道还不要你爹娘的性命吗 龙夜灵脸上的笑容 疏然消失得干干净净 胡小天心中暗骂 龙夜灵啊 龙夜灵 你果然还是拿着我爹娘的性命 要挟于我 狗皇帝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表面上却装出感激涕铃的样子 皇上圣名 皇上圣名 龙夜灵道 朕相信你对大康忠心耿耿 也相信你对朕绝无二心 这下你总该放心了 胡小天又道 小天还有一事 斗胆说出来 还望陛下不要怪罪 龙夜灵道 朕都说过不会怪你了 胡小天道 小天听说 此次负责送亲队伍 沿途安全的人 是文伯远将军 嗯 不错 文伯远武功高强 智勇双全 由他护卫你们过去 应该万无一失 胡小天道 陛下 小天斗胆以为 他并非合适的人选 龙夜灵面色一沉 什么意思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统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小天在明月宫时 曾经亲眼目睹文才人 送了一幅蜜蜂彩花图给安平公主殿下 后来被公主殿下婉言拒绝 那幅画就是文伯远 亲笔所惠 将这件事透露出来 目的就是要让皇上打消文伯远前往的念头 跟文伯远同行 肯定少不了麻烦 龙夜灵静静望着胡小天 你是说 胡小天道 文伯远对公主殿下 一直都有爱慕之心 此次送公主前往雍都城清 事关重大 我担心文将军会感情用事 派他前往 只怕有些不妥 龙夜灵皱了皱眉头 却有此事 胡小天道 皇上若是不幸 可以将他传来询问 龙夜灵道 我皇妹美貌绝伦 王侯将相之中 倾慕她的大有人在 即便是文伯远 倾慕她的风华 也不算什么罪过 胡小天道 可是明明知道 皇上已经将公主 许配给了大用七皇子 仍然怂恿文才人 送那幅画给公主 这用心就值得商榷了 尹征 规规矩矩站在一旁 大气都不敢出 这会儿越是没有存在感越好 心中对胡小天 佩服到了极点 这位老大胆真肥呀 太师的儿子他都敢诋毁 此事若是让文太师父子知道 岂能轻饶于他 他哪知道 胡小天这是在为以后 推卸责任铺路呢 龙业领导 朕已经答应了文太师 说过的话岂能更改 让文伯远过去 也不是什么坏事 通过这件事 刚好可以考教一下 他对朕的忠心 胡小天心说 老子不怕你让他去 他早就拿定了主意 如果能说动皇上收回派文伯远前去的成命 那么营救安平公主自然容易了许多 如果不能 无非是将以后的责任 想办法推到文伯远的身上 胡小天道 陛下 明月公之士文太师父子始终对小天耿耿于怀 前往雍都山高水长 小天担心 龙业灵笑道 说来说去 你还是担心文伯远针对你 这样 朕会明确你们的分工 你负责途中照顾公主的饮食齐居 文伯远负责途中的安全警戒 你们两人各司其职 自然不会有什么矛盾 皇上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胡小天自然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磕头谢恩 龙业灵似乎有些眷了 打了个哈欠道 朕有些累了 你回去吧 胡小天看到皇上并没有被自己说动 心中难免有些失望 只能磕头告退 尹征将他送出门外 胡小天刚刚走出宣威宫 迎面遇到了前来参见皇上的鸡飞花 胡小天赶紧上前行礼 鸡飞花看到胡小天在这里出现 心中也是一睁 不过并没有询问 凤木在胡小天脸上扫了一眼 一言不发的向宣威宫走去 鸡飞花来此 是龙业灵传召 龙业灵让他陪同前往飘渺山一趟 龙业灵站在船头 凝望着夜色中的摇池 心情宛如潮水般起伏 他本以为搬倒了父亲 登上皇位 就能如愿以偿的成为万众敬仰的大康天子 却想不到登上皇位之后 却要处处受制于人 鸡飞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展开金色雕球 为龙业灵披在肩头 轻声道 夜冷风寒 皇上要保重龙体 龙业灵道 刚刚胡小天来见朕 跟朕说 他不想做前婚事 鸡飞花淡然道 哦 或许他有些顾虑吧 龙业灵点了点头道 他担心的事情还不少 这小太监还真是不简单呢 鸡飞花道 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 总会活得小心谨慎一些 不是每次能把命捡回来的 龙业灵道 朕看得出你很喜欢他 鸡飞花道 胡小天聪明伶俐 的确有些能耐 陛下上次突发疾病 还是他给治好的 龙业灵道 说起来真是奇怪啊 朕曾经听说过 胡不韦的儿子 本是一个傻子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聪明能干 居然他的医术还很不错 鸡飞花道 所以说外界的传言 大都不可以相信 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 很难说是真的 龙业灵冷冷望着鸡飞花道 认清一个人 真的很不容易 鸡飞花微笑道 人活一生 难得糊涂 飞花常常在想 人活得糊涂一点 未尝不是好事 皇上又何须想得太多 龙业灵道 难得糊涂 呵呵 说得容易 他心中明白 鸡飞花话里的含义 若是自己糊里糊涂的一辈子 也许鸡飞花永远都不会对他下手 会安于现状 可是他又怎能甘心 身为龙氏子孙 岂能就这样 窝窝窝窝窝受人摆布 岂能任由龙氏江山落入他人之手 人的心境不同 看到的景致全然不同 龙业灵依然记得飘渺山 曾经是皇宫中景色最佳的地方 可现在的飘渺山 却显得阴森恐怖 龙业灵走入灵霄宫前 明显犹豫了起来 自从将父亲囚禁于此 他还是第一次过来 真正等到要见面之时 忽然发现自己的心境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篡位之时 他恨不能将父亲杀之而后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心中的仇恨仍在 可是却不像昔日那般强烈 本以为将父亲从皇位上赶下 自己就能掌握大康的权柄 却终于发现 虽然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位 却仍然只是一个傀儡 如果说过去他最恨的是自己的父亲 那现在他最恨的那个人 是姬飞花 也许是姬飞花的存在 分担了不少仇恨 龙业灵在灵霄宫前停下脚步 看了姬飞花一眼 姬飞花微笑道 飞花就不跟着陛下过去了 龙业灵自然不想姬飞花 跟着自己过去 只是没想到姬飞花会如此拾去 点了点头道 也好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缓步走入灵霄宫内 望着龙业灵的背影 姬飞花的唇角显出一丝冷笑 他抬起头来 远处一道黑影宛如鬼魅般 出现在灵霄宫的顶部 黑衣人右手握拳 放在心口的部位 以这种方式向姬飞花行礼 他的脸上戴着一张青铜面具 月光如水 照射在他的一双灰白色的瞳孔上 反射出诡异的光芒 龙轩恩坐在龙椅之上 静静望着走向自己的儿子 唇角露出有些神经质的笑意 来者何人 为何见证不贵 他的眼前不停闪回着 儿子逼迫自己退位的一幕 他仍然记得儿子 踹在自己肚子上的狠狠一角 至今想起 仍然隐隐作痛 从现在开始 不许在我的面前自称为真 龙业灵霸气侧露的那句 话仍然在他的耳边回荡 不过龙轩恩仍然自称为真 他不怕激怒这个逆子 人到了他这步田地 本来就没什么好怕 龙业灵停下脚步 抬头望着灯光下的父亲 半年不见 父亲似乎又老了许多 不过衰老的速度 应该比不上自己 龙业灵自己 有种突然步入老年的感觉 龙轩恩深随的双目 几乎第一眼就已经察觉到 儿子的巨大变化 如果说上次见他 他还愁愁满志 现在的龙业灵 似乎已经失去了锐气 不是每个人都有治国之能 尤其是大抗浮原 如此辽阔的国家 龙业灵道 你似乎忘了朕 曾经说过的话 龙轩恩呵呵笑了起来 他忽然站起身来 颤巍巍走了下去 来到龙业灵面前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他的举动显然出乎 龙业灵的意料之外 龙轩恩道 大康只有一个天子 你是皇上 我给你下跪 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 我给皇上拜年了 龙业灵感觉体内的热血上涌 一张脸火辣辣 如同被人抽打一样 父亲给儿子下跪 岂不是要触怒上天 嘣的一声闷响 龙业灵吓得内心一颤 却是远方燃放烟花的声音 声音虽然不大 可是龙业灵却因此而胆战心惊 龙轩恩显然也听到了这声乍响 黑黑笑道 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了 龙业灵望着有些疯癫的父亲 想起最近的禀报 看来父亲的神志果然有些错乱了 他使了个颜色 站在远处 静若寒蝉的老太监王谦 此时方才赶过来 将龙轩恩从地上搀扶起来 太上皇 太上皇 万万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当着龙业灵的面 他再也不敢称一声皇上 这里只允许有一个皇上 龙业灵看了看皇位 又看了看父亲 龙轩恩望着他 一脸奇怪的笑容 他指了指最为真爱的龙椅 皇上 您坐 您坐 龙业灵抿了抿嘴唇 终于还是没有走过去 龙轩恩道 皇上若是喜欢那张椅子 就拿走吧 硬邦邦的 坐在上面越来越不舒服 龙业灵道 你明明知道这张椅子不舒服 还要送给我 龙轩恩道 如果没有亲自坐在上面 又怎么知道 坐在上面的苦楚 他的话满怀深意 龙业灵点了点头 低声道 既然你这样说 朕倒要尝试一下 他一步步走了过去 用手挡了挡龙椅 发现上面的坐垫 也变得残破不堪 心中突然泛起一股难言的感觉 很小心地坐在龙椅之上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212章 再探密道 龙轩恩在下面仰视着端坐龙椅的儿子 拉着王谦道 你看看 你看看 他和我坐在上面 谁更像皇帝 这显然给王谦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他就算胆子再大 也不敢回答 脑袋搭了着 只能装聋作哑 虽然心中忠诚于龙轩恩 在这种时候 也不至于主动找死 谁坐在这里 谁就是皇帝 龙夜灵轻声道 其实 谁坐在这上面又有什么分别呢 他的心中 声腾出一股 莫名的悲哀滋味 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 如愿以偿坐在这张椅子上 自己却仍然要受制于人 只能当一个傀儡皇帝 和过去又有多大的分别呢 龙轩恩笑道 吾皇万岁 吾皇圣明 龙夜灵摆了摆手 示意往前退下 诺大的灵霄宫中 只剩下他们父子二人 龙夜灵拍了拍龙椅道 你也上来坐 龙轩恩用力摇摇头 诶 一张龙椅可坐不下两个人 龙夜灵道 这张已经不是龙椅 龙轩恩的内心 如同被人重重击打了一锤 痛彻心扉的疼痛 昔日代表自身荣光 和无上权威的椅子 如今只不过是 自欺欺人的道具罢了 他点了点头 终于走了过去 挨在龙夜灵的身边坐下 在他的记忆之中 这样的情形 好像没有过 父子两人已经很久 没有这样接近过 龙夜灵道 朕仍然记得 在我小的时候 你曾经抱我在这张椅子上玩耍 有过吗 龙轩恩努力 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 却找不到 关于这句话的印象 龙夜灵点了点头 有过 你还说 等我长大之后 这张椅子 就是属于我的 双目中 迸射出阴冷的光芒 龙轩恩 眯起双目 目光变得迷惘而虚无 过了好一会儿 他方才叹了口气道 真 好像真的说过 龙夜灵道 可能你的子女实在太多 你记不清究竟对哪个说过 龙轩恩道 你心中 是不是很恨我 龙夜灵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 龙轩恩道 人一旦坐在这张椅子上 就会变得患得患失 就会认不清自己 这半年来 我几乎每天都在反思 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为何要贪恋这张 又破又硬的椅子 龙夜灵无声冷笑着 他当然知道 父亲贪恋的绝非是这张椅子 而是大康至高无上的权利 龙轩恩道 我以为这半年来 只有我老了 可看到你才明白 你比我老得更快 龙轩恩的滋味并不好受吧 龙夜灵道 不是你挥霍了大康的财富 败坏了祖宗的江山 真何以会如此艰难 龙轩恩呵呵笑了起来 我为何要挥霍大康的财富 你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我的身上 若非你阴谋篡位 西川怎会发生病变 大康又怎会陷入如今 进退围谷的境地 龙夜灵道 你再位四十亿年 唯一的成就 就是留给大康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 龙轩恩道 我即位之初 大康国库空虚 赤字连年 饥荒不断 明乱频发 这四十亿年中 是我偿还了大康所有的债务 是我平息了一场又一场的明乱 此时的太上皇 哪还有丝毫的老太 双目炯炯盯住龙夜灵的眼睛 你以为比我强 你以为大康今日的困境是我造成 你以为我对你不公 剥夺你的太子之位 让你三地取而代之 你知不知道 知子莫如妇这句话 非是我贪恋权威 而是你们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之中 无人堪当大任 我生了这么多的儿女 竟然没有一个拥有 治国的能力 倘若是半年前 龙轩恩说这句话 龙夜灵必然不屑一顾 甚至会火冒三丈 可现在她的反应却是出奇的冷静 哼 你未免太高看了自己 龙轩恩呵呵笑道 我在林霄宫内幽居半年 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虽然看不到 可是我却能够猜到 你只想着将我从皇位上赶下来 却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事情 你的能力是否可以驾驭 大康这艘巨舰 从小到大 你对权威看得都太重 你将你的那帮兄弟 全都视为仇人 认为他们都想抢夺你的太子之位 人一旦眼中只盯着权力 就会忽略其他 为了掌握大康权柄 你不惜顶着无逆之名 将我从皇位赶下 你担心叶庆和你争权 迫不及待的将他铲除 西川李氏打着秦王的旗号 拥兵自立 乃是你一手造成 龙叶林怒道 李天恒 狼子野心早晚都会谋反 龙轩恩道 你眼中只有自己 没有大康 若是你心中惦念着祖宗的家业 惦念着龙氏的江山设计 就不会在这种时候出手 大康之所以陷入今日之困境 全都是你一手造成 我没有看错你 你仍然像过去一样 不敢承担责任 遇到事情 只会归咎到别人的身上 埋怨老天对你不公 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你 却从未想过自己做了什么 龙叶林怒吼道 是你逼我的 你飞去振的太子之位 将我放逐西江 即便是这样还不肯罢休 竟然受益叶庆派人 对我赶尽杀绝 龙轩恩冷笑道 我若是想要杀你 何必要放逐你那么麻烦 你三弟虽然也没有治国的能力 可是他宅心仁厚 如果坐在这个位子上的是他 至少不会兄弟相残 你知不知道 我罢免你太子之位的时候 他是怎样为你求情 我封他为太子的时候 他几度退让 不错 朕当时的确有杀你之心 若非你三弟苦苦为你说情 朕早已将你以谋反之罪斩首 龙轩恩呵呵笑道 颠倒黑白 到现在你仍然谎话连篇 龙轩恩道 我都已经到了如今的地步 还有何必要向你说谎 龙轩恩大吼道 朕前往西江的路上 是谁对我沿途追杀 若不是我的那帮忠心属下 拼死护卫 朕早已死在你们的手上 龙轩恩摇摇头道 我没做过 你三弟更没有做过 你只是中了别人设下的圈套 他呵呵笑了一声道 你既然如此恨我 又为何过来见我 我还以为就算我死了 你也不会到这里来看我一眼 更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 龙夜灵点了点头道 我不是来看你 我只想来问你 你还是不是龙氏子孙 龙轩恩哈哈大笑 笑声停歇之后 双目怒视龙夜灵 你有何资格问我这句话 你抢走了我的皇位 逼我交出了传国玉玺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咱们龙氏的祖先 你当然不是来看我 若非你走投无路 你又怎会想起我来 自以为登上地位 就掌控了大康权柄 你是不是终于发现 你只不过是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 只是一颗傀儡罢了 你过去不是皇帝 现在依然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龙轩恩疯狂大叫道 龙夜灵一把扼住父亲的咽喉 双目中陡然蹦射出凛冽杀鸡 他咬牙切齿道 老贼 你才是大康的罪人 若不是你昏庸无道 任人为亲 荼毒百姓 大康怎会陷入今日之困局 若非念在你是我的父亲 我恨不能生淡耳肉痛饮而血 是你抢走我最心爱的女人 并一手害死了她 在你心中 何曾有过半点的骨肉亲情 龙轩恩狂笑道 你既然如此恨我 为何还不下手杀了我 是 是日我抢走了你的女人 你不应该怪我 妖怪只怪你是个废物 竟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龙夜灵面颊上的肌肉不断扭曲 他恨不能现在就将这恶毒的老人给掐死 龙轩恩压低声音对他道 鬼队祖先的人是你 大康就要断送在你的手中 龙夜灵的内心宛如被重锤击中 颓然放开他的脖子 将龙轩恩推倒在地 龙轩恩大口大口喘息着 为何不敢杀我 废物 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又怎么配得上这张龙椅 龙夜灵握紧了双拳 朕知道你隐瞒了一些事 除了国库之外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金库 龙轩恩呵呵笑道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区区半年就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你有那么多的良辰辅佐 治理大康本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却还要回头来找我这个糟老头子 原来你的那帮所谓的忠臣 全都在利用你 你这个蠢货 被人利用对付自己的亲生父亲 双手将龙氏的江山送给了外人 纯财啊 纯财 龙夜灵道 正给你十天的时间考虑 如果你不将金库的秘密交出来 十天之后就是你的死期 龙轩恩道 我早已死了 不用再等十天 你现在杀我就是 胡小天信守诺言 安排七七再次来到酒窖之中 他本以为七七这次会选择另外两条密道 却想不到七七仍然选了最左侧的通道 胡小天跟着七七来到水潭边缘 七七干脆利落地脱去外袍 露出里面的鲨鱼皮水铐 胡小天不由得苦笑道 哎呀公主殿下 之前不是已经下去了一次 怎么还要去啊 七七道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 他伸出手指在胡小天的胸口指点了一下道 你也要跟我一起下去 不会吧 七七道 我在水底发现了一个秘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心中暗笑 哪来的什么秘密 这小妮子分明是故意挑起自己的好奇心 吸引自己跟他下去 胡小天摇摇头道 嗯水温太冷 我又没有你这么拉风的装备 总不能光着身子跟你下去啊 七七笑道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他将随身带来的包裹打开 从中取出一套同样的黑色水铐 扔给了胡小天 胡小天此时方才知道 七七是有备而来 展开那套水铐 却见水铐是鲨鱼皮所致 里面还附着一层火鸟绒 极品装备应该价值不菲 毕竟是一国公主 出手就是大方 七七道 这水铐 那是天工坊鲁大师的杰作 得来不易 就当我送给你的一份大礼了 胡小天道 那多不好意思 又收您的东西 心中却喜滋滋 只差没笑出声来了 七七柳眉道数道 少废话 赶紧换衣服 耽误了我的正事 小心我砍了你脑袋 胡小天点头哈腰的 拿起那身衣服 去隐蔽处换了 穿上之后 方才发现有些麻烦 这套水铐虽然合体 可正是因为太合体 两腿之间鼓囊囊一团 这样走出去 瞎子也知道这团是什么 胡小天本想提音缩扬 可想起除夕之夜的经历 仍然心有余悸 足足耗去了一个晚上 千呼万唤使出来 若不是宝宝帮忙 恐怕还在里面缩着冬眠呢 胡小天想来想去 还是别冒险 七七发现又咋地 反正她也不是第一次发现 或许真以为自己在裤裆里 藏着一条蛇呢 不过胡小天还是没有 明目张胆地走出去 把外袍披在身上 多少能够遮掩一点 回头等七七跳下去 自己随后再下水 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暴露 此物凶猛 以免吓着了娇生惯养的小公主 要说七七娇横跋扈 还算贴切 娇生惯养倒不是 她也没注意胡小天 遮遮掩掩什么 等胡小天出来 便先行跳入了水里 胡小天的这套水铐 还是跟她的有区别 没有头套手套和脚谱 胡小天跟着潜入水中 却见水中亮起了一团 幽蓝色的光芒 接着那团光芒 可以看到七七手中 拎着一个鸡蛋大小的珠子 光芒就是从珠子上发出 这颗或许就是夜明珠之类的东西 毕竟是公主 装备真是齐全 如果再弄个氧气瓶背在身上 活脱脱一个潜水员了 七七已经是第二次潜入水下 加上有明珠照亮 迅速找到了那条水下通道 宛如一条鱿鱼般潜了进去 胡小天也没有落后 紧随她的身后 原本她的无相神功已经有所突破 即便是赤身裸体 潜入这冰冷的潭水中 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 更不用说 现在穿上了这套装备 鲨鱼皮水铐防水绝佳 内衬的活鸟绒虽然只是薄薄一层 可是保暖效果很好 当然入水后 手脚头面部这些没有防护的地方 不免和冰冷的潭水直接接触 但是对有神功护体的胡小天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的大碍 从水洞中游了出去 就进入了摇池 七七先浮出水面 胡小天紧跟着她扶了出来 他们所处的位置正是摇池的河塘 河塘之上长满枯河 冷风吹过沙沙作响 这片水域并非是禁区 后宫嫔妃可以自由在此荡州玩耍 但是前方有一圈围网 将这一小片水域和摇池的大片水域分隔开来 另外的那一侧严控船只出入 胡小天附在七七耳边道 没什么可看的 咱们回去吧 七七指了指远方 胡小天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却见两艘小艇沿着摇池巡游 显然是在检查对面水域之上 有无可疑状况 一切都是为了保证飘渺山的安全 防止有人趁着夜深人静 潜入飘渺山营救老皇帝 其实寻常人进出皇宫 都要经过层层盘查 后宫又是皇宫大内的重中之重 至于现在的飘渺山 更是耸立在摇池中心的一个孤岛 所有和岸上相通的桥梁 都已经被毁聚 进出飘渺山也全都依靠船只 否则就只能游泳过去 飘渺山上本身防守严密不说 摇池之上也有警戒船只 日夜不停的巡逻 想要在层层警戒之下潜入飘渺山 机会微乎其微 七七又指向飘渺山的方向 有没有看到那道瀑布 胡小天道 看到了 怎样 七七压低声音道 咱们游过去 胡小天愕然道 哎呀 若是让人发现了 岂不是麻烦 七七是当朝公主 自然不会有什么事情 可自己只是一个小太监 真要是被人发现了行踪 难保不会将一切的责任归咎到自己的头上 七七道 胆小鬼 你跟我来 他摸着自己的脉门 利用脉搏来记录那两艘小艇移动的速度 约摸数了五百下左右 七七道 好了 就是现在 他深吸了一口气 重新潜入水下 胡小天没有选择 只能跟着他一起附幼潜入水底 七七潜到水底深处 方才重新取出那颗照明珠照亮 两人很快就游到水域内的阁网处 七七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递给胡小天 胡小天知道他的意思 抓住阁网方才发现这阁网竟然是金属质地 极其坚韧 不过七七的这柄匕首也非反品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阁网割开了一个缺口 七七率先从缺口内钻了进去 胡小天犹豫了一下 也从缺口中游了进去 七七潜涌的技术超乎胡小天的想象 在水中潜游半天 都不见他上去换气 胡小天原本想多撑一会儿 可是在水下窒息感越来越强烈 心中暗叹 这样下去只怕会被活活闷死了 他追上去扯了扯七七的臂膀 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向上扶去 趁着夜色的掩护冒出水面 吸了几口气 看到两艘小艇从远方正向他所处的位置划来 赶紧又重新潜入水面之下 七七仍然在水下等待 居然没有上去换气 胡小天心中暗自惊叹 这妮子竟然可以在水下呼吸吗 两人会合之后 七七继续向前方游去 为了避免被上方警戒船只发掘 两人尽量前向深处 用不了多久窒息感再度前来 胡小天又忍不住想要出去换气的时候 却听到头顶传来动静 其中一艘小艇正经过他们的上方 胡小天只能强行忍住 七七也将明珠收起在阁囊之中 避免光亮透出水面 吸引护卫的注意 因而暴露他们的行踪 想不到那小艇途经他们头顶上方水面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胡小天这个郁闷啊 现在如果出去换气 岂不是要被抓个现行 难不成今天真要露馅 七七显然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她伸出手去抓住胡小天的手臂 意在提醒胡小天千万不要浮上去 胡小天苦苦支撑 当真是度日如年 她的忍耐力就要到极限 无论如何都得浮上去透口气 哪怕是被发现了也在所不惜 就在她准备挣脱开七七的手掌 向上浮起的时候 脑海中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老乞丐教她装死的时候 原本是教给她一个长期秉息的方法 怎么被她给忘了 念油腥声 体内真气却自然而然地在经脉中流淌 宛如一股清泉洗涤着她的全身 窒息感在瞬息之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七七察觉到胡小天突然没了反应 还以为她当真在水下憋死了 慌忙抖了抖她的手臂 胡小天反手抓住她的小手 作为回应 七七方才知道她没事 放下心来 此时停在头顶的那艘小艇 终于重新启动 等到小艇离开一段距离 七七拍了拍她的肩膀 意图带着她浮出水面 却想不到胡小天居然继续向前方游去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胡小天也没想到 老乞丐教给她的装死功夫 在这里还能派上用场 头脑果然决定一切 胡小天活学活用举一反三的本事 普通人是赶不上的 七七在水下长时间不用换气 她肯定掌握了某种奇特的吐纳方法 这也不奇怪 毕竟以她和全德安之间的关系 老太监肯定挑选最厉害的功夫 轻囊相受 人比人得死 想想全德安教给自己的几样功夫 首先 船十年功力给自己就是个坑 表面上在短期内提升了自己的武功 可事实上 却在自己体内留下了走火入魔的隐患 老家伙明明知道 船工很可能导致自己经脉错乱而死 仍然这样做 显然没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啊 提音缩扬 更是个坑 上次来飘渺山的时候 差点缩进去出不来 胡小天发现 全德安从头到尾都在坑自己 这老太监的心肠真够坏的 琪琪半天不见胡小天换气 也觉得奇怪 她在水下长时间潜游不必换气 是源于特殊的吐纳方法 多数人都做不到像她这样 她本以为胡小天会时不时浮出水面透气 却想不到胡小天居然也拥有像她一样的本事 看来胡小天的水性根本不次于自己 之前全都是在自己面前装模作样 越发觉得这货阴险狡诈 不过这个帮手也算没有选错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二百一十四章 龙溪水 前方已经来到飘渺山下 琪琪开始向上浮起 她虽然可以长时间不用换气 可毕竟不能永远在水下憋着 这会儿已经到了必须换气的时候 胡小天这会儿方才发现 老乞丐交给自己装死狗大法的神奇 在水下潜游了这么久 竟然连一点窒息感都没有 一邪门真是邪门 不过我喜欢 虽然她没有任何换气的必要 可仍然还是跟着琪琪一起浮出水面 两艘负责警戒的船只已经划去了远方 摇池内一切如常 琪琪附在胡小天耳边道 你这个骗子居然连半句实话都没有 胡小天懒得辩驳 就算是跟她说实话 她也不会相信 琪琪再度吸了口气 然后重新潜入水中 胡小天跟着她 贴在飘渺山的山体向下前去 借着琪琪手中明珠的照亮 胡小天发现 原来在山体下 竟然还雕刻着一条长龙 这是除了攀附在山体上的两条之外的第三条 这条长龙围绕飘渺山成盘旋之势 龙头埋在最下方 有一半没入湖底淤泥之中 是为巨龙吸水 因为这条龙雕完全位于水下的缘故 所以平时大家只是留意到山上的两条长龙 而不知水下还有一条 胡小天从一开始的勉为其难 变得好奇心十足 琪琪看来对飘渺山的地形非常熟悉 难道这飘渺山下还藏着什么宝贝不成 游了一段距离 感觉有潜流迎面而来 为他们的行径制造了不少的阻碍 确实他们已经接近瀑布下方 飘渺山的瀑布乃是人工建造而成 设计非常巧妙 虽然从山底倾泻而下 落差接近百丈 可是汇入湖面的水声并不大 既丰富了景色 同时又不至于有过大的水声 惊扰了人们休息 逆流而行 显然要比刚才困难许多 越是接近瀑布 这股阻力越大 两人重新贴在山体之上 手足并用 不断向瀑布下方靠近 瀑布的下方 乃是龙头所在的位置 琪琪从龙的左耳处游了进去 耳洞的直径 也有五尺左右 深约两丈 胡小天暗存 难道这其中藏有密道 琪琪举起明珠 却见镜头长满青苔 正中位置献出一个小孔 琪琪从腰间格囊中取出一根 曲曲折折宛如蛇形的铁棍 递给胡小天 示意她将铁棍插入那个小孔之中 胡小天举起铁棍 小心插了进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铁棍应该是打开暗门的钥匙 盘龙的身上很可能暗藏一条密道 铁棍插到尽头 震动了一下 似乎被摇合住 外面还剩下一节弯曲如同摇霸 琪琪做出逆时针旋转的手势 胡小天根据她的指示 全力摇动那根铁棍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没有一栋分毫 主要是在水洞之中过于局促 无法使上力气 琪琪也过来帮忙 两人合力 仍然无法将铁棍摇动 几番奴隶无果 琪琪终于丧失了信心 示意胡小天将铁棍拔出来 可是插进去容易 拔出来却异常艰难 铁棍在其中纹丝不动 胡小天让琪琪躲开 身体变换了一个姿势 双脚踩在墙壁之上 双手用力向上拔 来了个倒拔垂扬柳 这一把却有了反应 感觉脚下轰隆隆震动了起来 琪琪也感受到了震动 欣喜万分 凑上来握住那根铁棍帮忙 铁棍拔出来两寸左右 就没了动静 胡小天重新逆时针推动 这次居然能够推动 她凝聚全力 推着摇拔转了一圈 只累得双臂酸麻 琪琪在她眼前 做了个七的手势 胡小天惊得目瞪口袋 这岂不是要转上七圈的意思 转一圈都如此艰难 要是七圈 她不得泪摊在这水洞里 琪琪需要换气 指了指上方 率先前游了出去 浮出水面换气 胡小天自从掌握了 装死狗神功的诀窍之后 居然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下 还好 这铁棍越转越是轻松 琪琪重新回到她身边的时候 胡小天已经将七圈转完 感觉到周围不停震动 琪琪失忆 她将铁棍再次推到尽头 眼前的墙壁 竟然缓缓向上移动开来 里面是个中空的空间 周围的湖水全都向这个洞口涌去 胡小天和琪琪两人 被一股强大的水流冲了进去 然后又随着迅速上涨的水流浮了上去 两人根本没有花费任何的力量 就已经被送入一个陌生的山洞之中 胡小天率先浮出水面 她顾不上去看周围的环境 先去寻找琪琪的所在 一道光芒照亮了黑暗的山洞 却是琪琪拿着那颗明珠浮出了水面 她大口大口喘息着 过了一会儿方才缓过进来 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胡小天你在哪里 胡小天道 他们的声音在山洞中久久回荡 琪琪寻声望去 看到胡小天就在不远处 脸上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 胡小天借着她手中明珠的光芒 向周围望去 却见他们正处在一个空旷的山洞之中 这里应该是飘渺山的山腹 想不到飘渺山里面居然还暗藏着一个山洞 盘龙左耳的洞口通往这个山腹 只是山腹里面并没有水 而是他们打开密封的石门之后 湖水方才涌入了这里 现在山洞内的水面仍然在上涨 最后达到和外面摇池的湖面保持一样 两人游到岸边爬了上去 却见前方岩壁之上雕刻着四个大字 龙灵圣境 胡小天喃喃道 这里是个地下宝库吗 齐齐道 我也不清楚 只是一直都知道 我们龙家在飘渺山下藏着一个密洞 胡小天来到龙灵圣境四个大字下方 用手拍了拍石壁 感觉触手处全都是坚实的岩石 应该不是中空 他转向齐齐道 这里是不是还有密道 齐齐既然能够找到这里 想必应该掌握了飘渺山密洞的地图 齐齐道 你仔细找找看 有没有龙形浮雕 两人沿着周围沿壁搜索 找了好半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龙形浮雕 齐齐自圆自语道 不对啊 应该是这里的 胡小天抬起头来 却见头顶岩壁之上 刻着一条盘旋的长龙 惊喜道 哎呀 原来在上面 齐齐道 你看那条龙有什么特别 胡小天从龙尾看到龙头 终于发现那条龙的左眼框内 竟然是空的 齐齐道 见你肩膀拥有 没等胡小天答应 就已经爬到胡小天的后背上 胡小天无奈 只能让他踩在自己肩膀上 好在 齐齐身体轻盈 举着他毫不费力 齐齐踩在胡小天的肩头 仍然还差一掌的距离摸到龙头 干脆踩到了胡小天的脑袋上 胡小天总不能把他扔下来 只能硬着头皮 撑着他的体重 齐齐站在胡小天头顶 刚好成功可以摸到上方的盘龙浮雕 将手中的那颗明珠 很小心的嵌入浮雕盘龙的左眼之中 胡小天本以为 这颗明珠塞入龙眼框之中 马上就会有暗门开启 可是塞进去之后 那条龙毫无反应 齐齐也大为不解 伸手在龙头上狠狠拍了两下 那条龙仍然没有反应 胡小天道 你先下来再说 齐齐不甘心的又拍了几下 这才从他头顶跳了下去 有些迷惑道 按理说是可以找到密道的 胡小天道 是不是天长日久 机关太久没用 已经失效了 齐齐道 怎么可能 心中却已经认同了胡小天的看法 这山洞存在了已经数百年 里面的机关从未启动过 更谈不上什么维护 说不定早已袖石了 胡小天望着那条龙 刚才没把明珠塞到龙眼框中的时候 是一条独眼龙 现在虽然把眼珠子给装了进去 可一只亮一只暗 看起来独眼龙的特征越发明显了 胡小天总觉得这条龙在看自己 低头望去 却见地上多了一个光圈 宛如舞台上聚光灯打出的效果 胡小天不由的心中一动 他拉着齐齐向后退去 离开明珠照射的范围 齐齐也在同时留意到了这一状况 他蹲了下去 用手抹去地上的浮沉 地上镶嵌着一块小小的铜镜 因为和地面一平 上面又蒙上了厚厚的尘土 很难引起注意 铜镜反射出的光芒射向穹顶 穹顶的位置也有铜镜 反射的光芒重新落在地面上 齐齐找到地面上的光点 再次将上方的尘土擦去 果不其然 下面也有一块铜镜 胡小天心中暗自惊叹 竟然是用光线的 反射原理进行引路 设计这个山洞的人 心思还真是巧妙 两人沿着光线一路寻找 镶嵌在穹顶的铜镜 虽然历经百年 却仍然晶莹明亮 地上因为积攒多年浮灰 所以必须要擦镜之后 方才可以起到反射光线的作用 齐齐这位小公主这会儿 摇身一变 俨然成为了一个擦地婆 时不时地躬身下去擦拭地面 在胡小天的记忆中 她从没有对青嫂工作 表现出如此的敬业 也是第一次发现她擦地的天赋 胡小天在后面跟着 看着她的动作心中大乐 要是给这妮子换上一身女仆装 看着她跪在地上擦地板 也不是为一件乐事 朗布房七七回过头来 正好捕捉到胡小天脸上 不怀好意的笑容 秀眉平起 怒道 你笑什么 胡小天道 哎呀我这人就是这个样子 七七道 你来撒 这种粗活本来就该你做 胡小天心中暗骂 老子凭什么该做 真把我当成你家用人了 她冷笑道 小公主 这儿好像没有别人 真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不会有人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七七看到这次突然流露出的阴险表情 心中居然有些发毛了 颤声道 你 你想怎样 之前胡小天在酒窖里的行为 他依然记忆犹新 那次如果不是姑姑出手阻拦 说不定他真敢将自己灭口 胡小天道 不想怎样 兔子起来还咬人呢 如果公主殿下对我一味相逼 不排除我 你明白的 七七咯咯笑了起来 从阁囊中取出一个黑盒子 胡小天熟悉到极点的黑盒子 胡小天看到暴雨梨花针顿时傻眼了 不等七七说话就把脑袋一搭了 让开让开 谁都别拦着我擦地啊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大丈夫能伸能驱 不就是擦个地吗 还能把我累死 胡小天怕的不是七七 怕的是他手中的暴雨梨花针 这小妮子够狠 一直都留着后手 一路擦到了墙上 光线在经过十多次反射之后 最终投影在墙上一个茶杯口大小的光斑 胡小天擦去表面的青苔 后面没有了铜镜 只是有一个圆形的凹陷 七七凑了上去 用手摸了摸 轻声道 帮我把那颗明珠取下来 胡小天只能再次将脑袋借给他 让他踩着自己的脑袋 从穷顶龙雕的眼眶中取下明珠 明珠一旦取下 室内一道道反射出来的光柱瞬间消失 七七握着明珠 从胡小天头顶一跃而下 来到刚才的位置 将明珠塞入凹陷之中 让人叹为观止的一幕 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以明珠为中心 光线迅速向四周蔓延扩展 一条闪烁着光芒的长龙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岩壁之上 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 脚下的地面居然剧烈颤抖了起来 两人慌忙后撤 却见紧贴岩壁下方的地面 从中分开 露出一个黑曲曲的洞口 胡小天嘖嘖称奇 这地洞的设计 的确称得上鬼斧神功 七七格囊之中的宝贝还真不少 他又从中取出了一颗夜明珠 虽然不如刚才的那颗大 可是已经足够用来照明 沿着台阶向下走去 每走几步 前方出现了一个水潭 潭水长宽大概十丈左右 平静无波 水潭的对面有三层石阶 平台之上放着一尊青铜大顶 七七惊喜道 找到了 看来他的目的就是这尊青铜顶 毕竟还是小孩子家星星 看到目标就在眼前 顿时快步跑了过去 来到水潭前方跳了进去 胡小天摇了摇头 等他来到水潭边的时候 七七已经游到了中心 可突然之间潭水边的波涛汹涌 七七马上察觉到了异样 一股剧烈的危险感涌上心头 他在水中转头望去 却见水面下一个巨大的黑影 正飞速向上靠近 胡小天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打吼道 快逃 砰的一声巨响 水花四溅 一条足有三丈长度的巨鳄破水而出 半边身体出现在水面之上 张开巨吻 向七七吞噬而去 七七吓得魂飞魄散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看似平静的水潭之中 竟然还蕴藏着这样的危险生物 虽然害怕 可是七七在危险关头 仍然没有丧失理智 他举起暴雨梨花针 瞄准了巨鳄张开的大嘴 密密麻麻的钢针射入其中 巨鳄吃疼 头颅猛然一甩 错失了目标 巨蚊咬喝 发出嘣的一声闷响 七七竭力向对岸游去 意图在巨鳄卷土重来之前 逃出水潭 虽然钢针射入了巨鳄的嘴巴 可是这些钢针 显然没有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在水中一转身 傅又向七七追踪而去 七七手足并用 拼命向岸上游去 感觉身后水波荡漾 应该是那鳄鱼越来越近 他的手终于摸到岸边 抢在鳄鱼追上自己以前 双臂一撑从水潭中爬了上去 那巨鳄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蓄势待发 七七跌跌撞撞爬 爬到了岸上 却见那条鳄鱼 也跟着爬了上来 一双小眼睛贪婪地望着自己 张开巨蚊 露出白森森的獠牙 以图发动第二次致命攻击 七七扬起手中的暴雨梨花针 连连摁了下去 剩下的钢针 全都向鳄鱼射了过去 那鳄鱼这次闭上了嘴巴 钢针射在他坚硬的皮肤上 根本无法射入其中 对他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七七将手中已经射空的针盒 向鳄鱼砸去 针盒砸在他脑袋上 旋即又落在地上 这样的攻击 根本不可能对鳄鱼造成任何伤害 七七转身就逃 却在这关键时刻 一脚踏空 扭到了足踝 惨叫一声 坐倒在地上 鳄鱼似乎认为猎物已经无法逃脱 一步步缓慢向七七逼近 七七向后挪动 产生道 胡小天 此时他方才留意到 岸上哪还有胡小天的影子 七七心中绝望到了极点 眼看鳄鱼越来越近 他足怀疼痛欲裂 甚至连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 七七尖叫道 胡小天 你这个王八蛋 我将你错骨扬灰碎尸万段 他心中认定 胡小天弃自己而去 不问他的死活 那鳄鱼慢慢张开了大嘴 正准备享受眼前的美味 就在此时 胡小天从水池之中飞跃而起 宛如神兵天将 双手举起七七给他的那柄匕首 瞄准鳄鱼的右眼狠狠插了进去 这柄匕首消铁如泥 刚才在水下割裂金属网就已经得到验证 现在刚好派上用场 其实胡小天并没有逃走 看到鳄鱼将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七七身上 他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游过水潭 发动突然袭击 吃的一声 匕首从鳄鱼的右眼中插入 直至墨饼 鳄鱼腹痛 猛然甩动头颅 胡小天只觉得一股距离袭来 他的身体被鳄鱼从身上甩脱出去 后背重重撞在石壁之上 然后贴着石壁缓缓滑落 感觉周身的骨头都几乎被撞碎了 那鳄鱼受此重创 胸性被彻底激起 冲着胡小天的方向狂扑了上去 七七发出一声叫呼 似乎看到胡小天被鳄鱼 吞入腹中的情景 连胡小天自己也以为完了 可是那鳄鱼扑到半空中 身体却似乎被一物牵扯 重重落在了地上 距离胡小天的身体 不过半尺的距离 大嘴不断张合 砰砰有声 却苦于距离不够 无法伤到胡小天分毫 胡小天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眼睛都闭上了 暗叹好人不易做 舍己救人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喂了鳄鱼 正在后悔不及的时候 听到鳄鱼大嘴 砰砰闭合的声音 睁开眼睛一看 鳄鱼正在拼命向前 原来他的左后腿处被锁着一根铁链 这根铁链限制了他的行动 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胡小天哈哈大笑 趁着鳄鱼嘴巴闭上的时候 一把将插在他右眼中的匕首给拔了出来 鳄鱼堂的尾巴横扫 以过静风从胡小天的面前掠过 皮肤如同被刀割一般疼痛 足见这一扫的惊人威力 如果被他的尾巴扫中 哪还有命在 鳄鱼非常狡猾 很快就明白 无法捕食到胡小天 转身去找七七 此时七七已经趁机爬起来 一拳一拐地逃出了危险范围 胡小天握紧匕首 深深提起一口气 再次冲了上去 虽然鳄鱼被铁链锁住 活动的范围受到限制 可是他们回头离开的时候 还要从水潭经过 必须要将之铲除 不然还会给他们制造巨大的障碍 想不到鳄鱼转身寻找七七 只是一个幌子 胡小天发动攻击的同时 他猛然回过头来 七七惊呼道 小心 却见胡小天以惊人的反应速度 身影如同鬼魅般绕行到了鳄鱼的右侧 却是夺狗十八步中的鸡飞狗跳步 鳄鱼右眼被他刺瞎 这边的视力自然受到影响 胡小天成功夺过鳄鱼的这次攻击 脚下一动 身躯瞬间靠近鳄鱼 在他嘴巴没有再度张开之时 扬起血淋淋的匕首 狠狠插入了他的头顶 这下刺了个正着 锋利的匕首破开鳄鱼的头骨 深深灌入他的颅脑之中 鳄鱼虽然凶顽强悍 可是毕竟不是刀枪不入的神物 要害被刺 顿时失去了反抗力 头颅无力垂落 砸在地面之上 整个地面都震动起来 胡小天长述了一口气 这场搏杀也累得他精疲力尽 出了一身的臭汗 从鳄鱼头顶将匕首拔了出来 然后举步维艰的来到七七面前 笑了笑道 刚才我好像听说 有人要将我错骨扬灰 千刀万剐呢 七七惊魂未定地望着那条死去的巨恶 然后再看了看他 忽然咯咯笑了起来 单纯稚嫩的小脸之上 居然现出前所未有的妩媚之色 两人喘息平定之后 方才相互扶持着站起身来 七七一拳一拐地来到那青铜顶前 用明珠照亮顶上的文字 他默默读了一遍 然后在青铜顶前跪了下去 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这才重新回到青铜顶旁边 让胡小天用明珠帮他照亮顶内 青铜顶的底部也有图案 七七将图案重新排列 胡小天一旁看着 这应该是拼图解锁 果不其然 图案重新排列之后 那青铜顶慢慢向后方移动 下方献出一个四四方方的石穴 其中放着一个箱子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演播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215章 唯以重任 七七让胡小天帮忙 将箱子抱了出来 这箱子并不算重 里面应该藏不了多少东西 打开箱子之后 里面用油布包裹着遗物 七七也没有有意避讳胡小天 当着她的面将油布打开 里面包着一卷玉碱 胡小天虽然不知道玉碱是什么 可是他们两人费尽千辛万苦 才找到这样东西 这玉碱应该是极其重要之物 七七道 这玉碱算不上什么宝贝 可是对我们龙家来说非常重要 今天的事情 你知 我知 千万不可泄露给第三人知道 胡小天故意道 全公公也不能说 七七道 任何人都不能说 胡小天道 我还以为这飘渺山下 藏着一个大大的宝库呢 七七道 你以后只要尽心尽力帮我做事 好处 绝少不了你的 胡小天已经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七七还是第一次在她的面前说这样的话 她有些奇怪地望着七七 却见这个未成年的小丫头 此时脸上的表情极其凝重 应该不是在跟自己说笑 胡小天道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七七道 保你荣华富贵 帮你恢复胡家昔日之荣耀 胡小天呵呵笑道 说得轻巧 你得先说服皇上 七七道 他是我爹 我若是开口 他自然不会拒绝 胡小天心中暗笑 这捏子毕竟还是太小 思想太单纯了 皇上虽然是你爹 可你爹绝不会对你言听计从 胡小天道 咱们还是尽快回去吧 离开太久 别人肯定会产生疑心 重新回到酒窖之中 小公主也没有多做耽搁 换回自己的衣服 迅速离开了寺院局 胡小天将小公主 送给自己的水铐和匕首 全都藏好 换好干净的衣服 又悄悄检查了一下地道 他担心今晚的事情 被李云聪发掘 所以事先在通往藏书阁的密道之中 悄悄布防 所谓防备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无非是弄几个蜘蛛 让它们在洞中结网 这一招虽然简单 但是非常好用 而且不怕李云聪产生疑心 胡小天检查了一下 珠网仍然好端端的封住密道 看来李云聪最近都没有过来 他对七七得到的预见 也颇为好奇 这女子行踪鬼秘 而且反复叮嘱自己 要为她守住秘密 甚至连全德安一样瞒着 估计这其中必有文章 不过从那密洞的布局来看 里面藏的十有八九 就是皇家秘密 嗯 等有机会问问老爹 看看他知不知道 这预见究竟是什么东西 检查之后 索好酒窍回到自己房间休息 刚刚回到房间 那关间李延就过来传信 说鸡飞花要召她过去 胡小天没想到鸡飞花 这么晚还要传召自己 暗存 难道是七七来找自己的事情 被她知道了 又或是因为她私自去拜会皇上的事情 引起了鸡飞花的疑心 来到那关间 鸡飞花正背身端详着墙上的大康江御图 胡小天进门之后 直接将房门关上 然后来到她的身边 恭敬道 提督大人 这么晚了传召小天 是不是有要紧事吩咐 鸡飞花淡然道 没有要紧事 咱家就不能找你了 胡小天笑道 小天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害怕耽搁了大人休息 鸡飞花道 最近永阳公主去你那边 走动得非常频繁呢 胡小天道 皆因全德安将密道的事情告诉了她 所以她威逼小天 让我陪她去下面一探究竟 对付鸡飞花 胡小天很有一套 在她面前何时该说实话 何时该说谎话 胡小天对分寸把握的恰到好处 鸡飞花道 有什么发现没有 胡小天道 没什么发现 心中暗自忐忑 难道鸡飞花已有察觉 马上又补充道 只是被她逼着去水里游了一圈 到现在小天的体温 还没有恢复过来呢 鸡飞花点了点头 目光投向墙上的这幅疆域图 轻声道 认得这幅图吗 胡小天道 大康的疆域图 现在的疆域图 胡小天说完 转身来到书案前 缓缓将桌上的一幅卷轴展开 里面也是一幅疆域图 不过这幅地图显得非常的古旧 应该有些年头了 胡小天跟过去看了看 心中暗自奇怪 鸡飞花怎么想起来将这些东西翻出来 鸡飞花道 大康建国五百余年 至太宗皇帝达到鼎盛 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在太宗皇帝在位之时 大康的疆域达到有史以来最大 胡小天心说干我屁事 又干你鸡飞花屁事啊 作为一个太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干好本职工作 而不是干涉朝政 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你如此仇视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你野心太大 手爪子伸得太长 鸡飞花的目光 重新投到墙上的疆域图上 低声道 圣极必衰 大康历经统一分令 自太宗皇帝以来 疆域不断缩小 可是都比不上近一百年 这一百年来大康的疆域 已经不及鼎盛时候的二分之一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忧国忧民 小天深感佩服 鸡飞花冷冷道 你不用拍马屁 咱家知道你在想什么 被人当面揭穿的滋味并不好受 即便这个人是鸡飞花 即便只有他们两个 胡小天仍然有些面皮发热 发热归发热 马屁还是要继续拍下去 哎呀提督大人 小天没有任何阿谀奉长的意思 每次看到大人为国事 淡经节律 呕心沥血 废寝忘食 小天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感动 鸡飞花狠狠瞪了他一眼 胡小天下面的话 于是不敢再说出来 鸡飞花道 大康有大康的规矩 宦官不得摄政 有为者斩力绝 你说这番话 是不是在影射咱家过问国事 胡小天吓得打了个机灵 我靠 拍马屁拍到马脚上了 鸡飞花实在是太精明了 自己的这番话 有关公门前耍大刀之嫌 慌忙攻身道 提督大人 小天对提督大人 忠诚之心可朝日月 绝没有影射大人的意思 鸡飞花淡然道 你心中怎么想 咱家也看不见 胡小天道 大人若是不信 小天将心挖出来给大人看 鸡飞花道 你这张嘴啊 只怕说出的话 连自己都不相信 他并没有责怪 胡小天的意思 指了指 大康江域图道 一百年前 大雍从北方崛起 雍兰官首将薛九让 勾结北方胡人残暴 雍兵自立脱离大康 大康皇上震怒 集结百万大军 誓要荡平雍兰官 灭掉薛氏全族 大军一路北上 势如破竹 叛军纷纷望风而逃 大军来到通天江畔 正集结准备渡江之时 叛军炸毁河堤 汹涌澎湃的洪水 一拥而下 百万大军如同蝼蚁一般 被洪水击溃 洪水肆虐 灾情牵连十七州八十二县 被摧毁的村镇 更是不计其数 胡小天虽然没有 经历这样的场面 可是通过姬飞花的描述 也能够想象出 当时的凄惨情景 心中暗叹 这薛九让 为了击败大康的军队 采用的手法 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不惜牺牲百姓的性命 姬飞花道 大康经此大劫 自然元气大伤 可是以大康数百年的积业 断然不会被一场洪水冲垮 当时那位皇上侥幸从洪水中逃命 带去征讨的百万大军 回到康都的时候 竟然不到七千人 他决定休养生息 来年再战 以薛九让当年的实力 短期内 应该无法撼动大康的江山 可是上苍并没有站在大康这边 洪水过后 一场瘟疫席卷大康全境 开始 只是在洪灾地区 可后来迅速蔓延到大康各郡 这场瘟疫比起水灾更加的凶猛 许许多多的城镇百姓死绝 横死遍野 皇上为了挡住瘟疫 竟然听从某些奸臣的建议 在康都北方五星郡布置一条防线 静止五星郡以北的难民南下 但凡越界者一律射杀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这皇帝的确是糊涂透顶 若是加强边防检查到还罢了 不加甄别一律射杀 实在是残酷霸道 鸡飞花刀 他这么做等于将百姓尽数留在死亡之地 而薛九让此时却率军南下 亲自率军救治百姓 他的做法轻易就俘获了民心 原本敌视他的百姓转而投向了他 短短半年之内 他不但稳固了通天江北岸的地盘 而且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五星郡以北 胡小天道 这场瘟疫该不是薛九让搞出来的 鸡飞花缓缓点了点头道 你果然聪明 正是如此 胡小天道吸了一口冷气 能够成就帝王工业者 果然都是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的枭雄人物 鸡飞花道 大庸从此站稳脚跟迅速发展 大康自然不肯甘心 后来又发生多次 北伐争讨 双方互有胜负 每次双方都是损失惨重 不断的战事 让双方损耗了不少的国力和元气 正是因为中原两国战火不停 周围蛮夷趁机发展了起来 这其中就包括 西南的沙家 北方的黑胡 沙家不断在西南危及大康的地盘 而黑胡在大庸的北方 不断滋扰其边境 两国终于意识到 这样下去中原腹地 早晚会被蛮夷侵占 于二十年前签订了停战书 双方暂停敌对 明确边界 大庸在原有边界之上 后撤到庸江以北 大康承认大庸的存在 两国以庸江中心为界 约定子子孙孙和平共处 不再兵戈相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极飞花的目光 变得有些迷惘 这份合约为大康换来了二十年的和平 本来这二十年 皇上若是历经图治 发展内政 或许大康的国力可以得以恢复 但是他却奢侈无度 残忍暴虐 大康的国力在这二十年间 非但没有丝毫的发展 反而每况愈下 胡晓天道 大庸好像越来越强大呢 极飞花点了点头 大庸皇帝薛胜康 此人英明睿智 这二十年间刻苦经营 埋头发展内政 对外稳固后防 在大庸和黑胡之间 构筑长长 将黑胡人阻挡于长城之外 此人知人善任 网络天下英才 大庸兵马大元帅玉池冲 就曾经是大康将领 因为在大康军中遭受排挤 而负弃出走 到大庸之后 深得薛胜康宠幸 并为以重任 得到此人之后 大庸对黑胡人的战事逆转 玉池冲先后多次击败 彪悍的黑胡骑兵 收复北方七城 重新构筑了大庸的北方防线 胡小天心中暗存这么厉害 那有机会倒是要见上一见 鸡飞话又道 内政方面 大庸前丞相李玄感 此人拥有惊天伟地之才 再任之时 让大庸内政得以长足发展 如今大庸国库丰盈 百姓富足 全都要拜此人之功 胡小天心中暗想 如此说来 大庸的国力要比大康强多了 鸡飞话说了那么多大庸的好话 难不成这丝是大庸的奸细 鸡飞话道 其实大庸这些年虽然在走下坡路 可大庸五百多年的鸡业 绝非一日之功 大庸人节地灵 英才辈出 只是这些年来 皇上都将精力集中在权力争斗之上 而没有真正想过 如何去治理这个国家 胡小天可不敢说大庸的不是 鸡飞话什么人 他留皇上都敢给以颜色 别说区区几句话了 对着江玉图抒发了半天的感慨 鸡飞话终于将目光 回到了胡小天的脸上 他低声道 咱家说了这么多 只是想你知道 这些年大康版图的变化 胡小天道 小天明白大人的苦心 鸡飞话听他这么说 反倒笑了起来 咱家就是随口一说 可没什么苦心 他回到书岸边坐下 听说你去皇上那里 想要辞去遣婚史一职 胡小天道 其实此前小天就对大人说过 我担心这次的送亲并非那么简单 可能有些人会在这件事上制造文章 小天见命一条死不足惜 只怕连累了大人 鸡飞话道 你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 保举你去的紫兰宫 胡小天道 听说是全公公保举 鸡飞话摇摇头道 定下这件事的人 其实是皇上 胡小天内心一惊 想起当初小公主七七 想要将她要到楚秀宫听差 皇上却突然决定 让她前往紫兰宫 那时候 他就觉得这件事有些突然 不明白为什么皇上 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后来听说是全德安的宝局 现在鸡飞话又这样说 到底哪个说的才是真的 鸡飞话道 杂家对皇上一腔热血 满腹忠惨 可是却在无意中 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这帮人便阴谋 想要将我除去 胡小天默不作声 此时还是不说话的好 鸡飞话口中的这帮人 想必就是全德安和文成焕 鸡飞话道 你还记不记得我替文雅疗伤当晚 胡小天点了点头 他当然记得 鸡飞话已荣扬无极功 化解冰破玄兵长 对文雅造成的内伤 当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 心有余悸 鸡飞话道 相信你已经看出 杂家是故意做戏 杂家离开皇宫 是为了将计就计 铲除意图 设服对付我的人 顺便 也利用这件事 试探一下某些人的反应 胡小天心中 已经想到了什么 可是表面上仍然装出迷惘万分的样子 小天愚昧 有些听不明白 鸡飞话道 你不是不明白 而是不敢说 皇上已经对我起了杀心 胡小天内心直打鼓 鸡飞话告诉这个秘密 给自己究竟有何目的 难道他真的对自己已经完全信任 不可能 鸡飞话根本不可能信任任何人 鸡飞话叹了口气道 杂家为皇上倾尽全力 鞠躬尽瘁 到头来却被他猜忌 甚至想要联合其他人将我除掉 这怎能不让杂家心寒 他看了胡小天一眼道 你不去大庸 是担心他们在这件事上制造文章 陷害你已达到牵连杂家的目的 对不对 胡小天抿了抿嘴唇 鸡飞话将一切挑明 他反倒不好说话 鸡飞话道 看来你对杂家仍有顾忌 胡小天道 大人 非是小天对您心存顾忌 而是小天只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 鸡飞话道 杂家没什么朋友 身边的人不是怕我 就是恨我 只有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杂家才觉得平静 连我都觉得奇怪呢 胡小天有些受宠若惊 同时又有些感动 抛开鸡飞话的身份和目的不严 他对自己还是很不错的 胡小天道 长蒙大人看重 小天绝非恩将仇报之人 大人有任何事情 小天绝对会倾力相助 绝不犹豫 鸡飞话道 大庸之行是皇上定下来的 你必须要去 既然皇上都已经计划好了 你若是不去 岂不是不给他施展计划的机会 他若是不展开行动 杂家怎么能够抓他一个现行 让他认错呢 胡小天心中暗自心惊 鸡飞话这么说 是不是意味着他要对龙叶灵下手 此人果然胆大包天 难道他已经动了谋仇篡位的心思 鸡飞话道 这一路之上必然不会平静 文臣唤宝举他的宝贝儿子文博远 负责沿途护送之责 文家父子和全德安狼狈为奸 组织神策府 妄图对抗杂家 此事杂家已经忍耐多时 后来他们父子又弄出文雅入宫之势 三番两次陷害咱家 若是不给他们一个教训 他们只会越发嚣张 胡小天道 大人想怎么做 鸡飞话轻描淡写道 咱家要文博远此次 有去无回 胡小天心中暗息 在这一点上 他和鸡飞话倒是不谋而合 文博远前往大雍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对付自己 就算自己不对他下手 此人必然会危及到自己的安全 甚至还会危害安平公主 只是短暂欣喜过后 胡小天又有些发愁 鸡飞话让文博远有去无回 看样子是要把这件事交给自己 文博远武功高强 自己对付他可没有足够的把握 真要是跟他打起来 搞不好还得将自己的性命搭进去 他低声道 大人要亲自出手嘛 鸡飞话呵呵笑了起来 捏起兰花纸 拖起胡小天的下河道 你这小子总是贪生怕死 文博远的武功虽然不错 但是武功在头脑面前 几乎一钱不值 一双凤幕 近距离端详着胡小天的面孔 看得胡小天内心一阵发毛 鸡飞话莫不是对自己产生了 什么非分之响 老子是个男人呢 你拖着我的下巴这么看 实在是让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鸡飞话的手仍然没有移开的意思 轻声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此去大庸必然经过通天江 文博远武功虽然厉害 可是此人却是一个汗鸭子 胡小天心中暗存 鸡飞话的意思是 让我找机会将这丝推到水里 把它淹死 可文博远武功这么高 只怕下手不易 鸡飞话总算放开他的下颌 你有没有信心 胡小天善善笑道 听说文博远武功高强 小天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只怕除去他没那么容易啊 若是容易的事情 咱家也不会交给你亲自去做呀 鸡飞话的目光满怀深意 静静望着胡小天道 你口口声声对咱家忠心耿耿 可嘴上说得再好 也不如踏踏实实去做一件事证明给我看 你若是帮咱家做成此事 咱家可保你胡家荣华富贵 恢复你父亲昔日之官职 你意下如何 鸡飞话的条件实在是拥有着让人无法抵抗的诱惑 胡小天也难免心动 不过他又担心这是鸡飞话的遗迹 假如自己当真除掉了文博元 鸡飞话会不会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自己 此人乃大奸大恶之辈 处世之果断狠辣 是胡小天生平警戒 胡小天道 可文博元死了 绝非小事 皇上不可能不追究此事的责任 鸡飞话微笑道 忘了告诉你 此次的前婚时 乃是礼部尚书吴敬善 天塌下来 自然有他撑着 至于你只不过是一个副职 沿途负责公主殿下的饮食起居 你的责任反倒是最少的 胡小天愕然道 啊 我怎么没听说 心中暗叹 鸡飞话形势缜密 已经将善后的事情想好 鸡飞话道 安平公主出嫁绝非小事 派一个小太监当浅婚使 也实在太过草率 吴敬善跟着过去岂不更好 出了什么事情都有他担着 你不用担心 咱家不会做鸟进宫藏的事情 胡小天了解鸡飞话的全盘计划之后 心中也是暗暗心惊 幸亏鸡飞话把他当成自己人 不然岂不是连他也要一起干掉了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认中道远 鸡飞话道 你头脑灵活 欲试冷静 可凡事都有万一 他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包裹递给胡小天 胡小天当着他的面打开 却见里面是一套鲨鱼皮水铐 心中顿时一紧 胡小天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竟然被鸡飞话给感动了 鸡飞话竟然会在意他这样一个小人物的生死 鸡飞话道 这样东西 你危险的时候兴许用得上 胡小天得惜鸡飞话的全盘计划之后 不禁新潮祈福 鸡飞话决定在通天江下手 他不但要除掉文博元 应该也没有将安平公主的生死放在心上 不过 他给了自己这两样东西 足见他对自己的生死还是在意的 胡小天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何鸡飞话会如此在意自己的性命 难不成 他针对自己产生了特别的感情 若是被一个太监喜欢上了 想想还真是可怕 鸡飞话却在此时 又给胡小天泼起了冷水 你若是胆敢在这件事上 做半点文章欺瞒咱家 那么羞怪咱家不讲情面 胡小天心中猛然警醒 鸡飞话 毕竟是鸡飞话 他对自己示好 无非是要利用自己 自己千万不可被他的怀柔手段给弄晕了 时刻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正月初七 胡小天完成采买之后来到宝峰堂 周末事先帮他约好了展鹏在这里会面 展鹏自从加入了神策府之后 为了避免嫌疑 一直很少和胡小天见面 久别重逢 相见甚欢 胡小天不由得想起了慕容飞烟 此次被神策府派往陵渊执行任务 至今都没有回来 本来来信说年前可以回来 可现在却仍然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胡小天约展鹏相见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为了从他那里打探慕容飞烟的消息 展鹏道 你尽管放心 陵渊那边一切顺利 昨天收到消息 他们已经在返回的路上 最迟月底就能够抵达康都 胡小天叹了口气道 月底只怕我已经到大庸了 这次和慕容飞烟肯定是要擦肩而过了 展鹏道 恩公也要去大庸 胡小天听他这样问不由得一争 怎么你也要去吗 展鹏点了点头道 我刚刚接到命令 陪同文博远一起护送公主前往雍都 本来是没有我的 前天文博远突然找到我 让我顶替另外一人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本来展鹏前往雍都 又多了个自己人 可这件事细细一想却有些不妥 展鹏和慕容飞烟全都是在全德安的受益下方才加入的神策府 全德安对他们和自己的关系了如指掌 而全德安和文家父子又是同一阵营 此次让展鹏临时顶上该不是又酝酿什么阴谋 这件事难道和自己有关 周末和展鹏从胡小天的表情都看出他有心事 同时问道 有何不妥 胡小天将心中的忧虑说了出来 低声道 全德安会不会将你我之间的关系暴露给文博远 展鹏道 按理不会 全德安让我们加入神策府的初衷 是想通过我们监视文博远的动向 这神策府的背后组织者虽然是他和文成焕 可是全德安对文家父子也不是完全信任 他经常以恩公的安全作为要挟 让我们替他监视文博远在神策府的动向 我看这次很可能只是巧合 并非文博远有意为之 胡小天道 巧合也罢 有意为之也罢 此次行程之中 你我就当从未相识过 他又想起慕容飞烟乃是慕容斩的女儿 全德安应该不敢对他不利 展鹏点了点头 恩公放心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胡小天道 文博远武功如何 展鹏道 此人应该是年轻一代中出类拔萃的高手 我虽然没有和他交过手 可是曾经见识过他的刀法 若是净身搏杀 我不会是他的对手 胡小天笑道 嘿 胭脂不是浪得虚名 展鹏本身就以射数建长 净身搏杀绝非是他所长 至于文博远虽然名声在外 可毕竟是官宦子弟 未必能有什么真本事 展鹏道 应该不是浪得虚名 我曾经亲眼见到他在十招之内击败了赵宠武 而赵宠武的刀法和我在伯仲之间 他口中的赵宠武乃是神策府的燕祖武士 和他的感情不错 两人也都参与了这次前往大庸的护卫任务 胡小天开始的时候还以为展鹏是谦虚 现在听他这么说 看来文博远的武功应该是货真价实 周末道 我虽然没有见过文博远 可是也听说此人从小就跟随有刀魔之称的风行云学习武功 乃是风行云最得意的门生 刀魔风行云 是刀如命 乃是天下公认的三大刀客之一 他的徒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胡小天越听越是头疼 文博远越是厉害 自己对付他的难度也就越大 鸡飞花让自己在途中将他干掉 说起来任务还真是艰巨 此事虽然需要展鹏配合 可现在就告诉展鹏这件事 还是太早 必须计划周全 途中方能见机行事 展鹏跟胡小天又聊了几句 率先离开了保风塘 展鹏离开之后 胡小天方才像鸡飞花 让自己在途中除去文博远的事情 告诉了周末 周末一听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 浓眉紧锁道 这文博远绝非寻常人物 以你的身手只怕很难做成此事 只是刚才你为何没有将这件事 告诉展鹏呢 胡小天道 展鹏始终对我有报恩之心 他若是知道我此行的任务 必然会尽心为我做成此事 我担心他不善掩饰 会提前暴露 引起文博远的怀疑 反而弄巧成拙 周末道 过去我只知道这朝廷之中的权力纷争 而与我诈 无所不用其极 今日 方才知道他们的争斗 如此残酷 如此冷血 胡小天道 鸡飞花虽然答应我 做成这件事之后 帮我爹官复原职 可是此人的话我也不敢全信 文博远乃是当朝太师文成焕之子 他若是死了 就算皇上不追究 文成焕也绝不肯善罢甘休 想起这件事 胡小天不由的头疼 鸡飞花这次给自己的任务难度 实在是太大 不但要做得毫无痕迹 还要全身而退 周末道 兄弟 我陪你过去 胡小天望着周末 其实他心中也有词意 以他自己的武功对付文博远 没有任何胜算 即便是加上展鹏 也很难说可以顺利将文博远拿下 但是如果加上周末 那么局势肯定不同 周末武功高强 为人沉稳且身经百战 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结义兄弟 彼此之间肝胆相招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此行运送嫁转会有脚夫随行 我会做出安排 大哥到时候混入脚夫的队伍之中 周末道 好 他低声道 三弟 之前 你一直想逃离京城 这次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胡小天叹了口气道 大哥 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确一心想要离开京城 可是现在的想法却和昔日有所不同 周末点了点头 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我爹已经明确表示 他绝不会离开京城 当年我冒着风险回到京城 目的就是想将爹娘救出去 如果最终仍然是我一个人离开 那么我这半年多以来的努力 又有什么意义呢 周末对孝涕忠信向来看重 他之所以能够和胡小天成为文景之交 而且感情越来越深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此 胡小天道 其实我也想过 即便是我爹娘愿意跟我一起逃走 天下之大 又有哪里是我们的容身之处 我总不能让爹娘随同我一起 亡命天涯 惶恐而不可终日 让他们的晚年饱受惊扰 为人子岂可如此 周末道 胡叔叔坚持不愿走 也不好勉强 其实逃走未必意味着要亡命天涯 我跟二弟时常谈起天下大局 大康政权摇摇欲坠 岌岌可危 天下群雄并起 也许用不了太久的时间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时事造英雄 你我兄弟同心协力 未尝不能开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周末充满豪情壮志 他的内心有股热血在沸腾 难而一世 当将功立业 越马横刀 纵横天下 他清楚地认识到 沙场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胡小天道 大哥 我还有一件事始终在瞒着你们 周末目光一动 什么事情 说完之后他又笑道 若是觉得为难 不说也罢 即便是兄弟也未必要每件事都说出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胡小天道 我答应过安平公主 不会将她送往大庸 周末大惊失色 虎目瞪的滚圆 你是说 你要带着安平公主逃走 胡小天道 不是带着她逃走 而是我要救她 若是带着安平逃走 那么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 必然会受到牵连 胡小天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这件事 他必须做到两全其美 勿求万无一失 周末此时方才知道 胡小天此行的任务极其艰巨 不但要干掉文博园 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救走 安平公主 最后还要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掉 在周末看来 这件事近乎不可思议 想要做到无计可寻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他这个结拜兄弟的胆子 实在是太大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营救安平公主和除掉文博园并不矛盾 文成焕之所以让文博园负责送亲队伍的安全 其目的就是要在我和安平公主身上做文章 我不对文博园下手 文博园也会对我不利 这件事上绝不能手软 务必要先下手为强 周末道 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安平公主失踪 文博园被杀 只怕皇上会追责到你的身上 胡小天道 而今之际 我只能赌一把了 在鸡飞花和全德安的阵营之间 我必须选择一个 周末道 是不是鸡飞花 拿你父母的性命要先于你 胡小天道 他答应我 若是我做成这件事 他帮助我爹爹官赴原职 说来奇怪 胡小天心底深处对鸡飞花的承诺还是相信的 至少和全德安李云聪之流相比 鸡飞花更可靠一些 周末恶然道 他当真这样说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鸡飞花绝非寻常人物 即便是皇上也对他忌惮三分 我估计他最近必然会有所动作 剑皇后 听闻鸡飞花过来见自己 犹豫了一下 还是让人将他传了进来 对鸡飞花 他始终抱有深深的怨念 他不但抢走了 本属于自己在后宫的那份权利和尊荣 而且还抢走了自己的丈夫 皇上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 要比自己多得多 鸡飞花缓步走入新宁宫中 目光向两旁扫了扫 一旁宫女太监在她的目光下 全都低下头去 在这帮宫人的心中 鸡飞花远比皇后更加的可怕 鸡飞花道 你们先出去 咱家和皇后娘娘有些话说 那帮宫女太监看了看皇后 虽然心中害怕 可是皇后不发话 他们也不敢走 蒋皇后心中没来由一阵愤怒 这次实在是太嚣张了 浑然不将自己这个后宫之主放在眼里 她几乎就要发作起来 可是内心中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 无必要冷静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借此平复了心中情绪 轻声道 都下去吧 本宫和鸡公公单独说会儿话 得了这句话 那帮宫女太监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鸡飞花等到那帮宫人全都离去之后 方才微微躬身道 卑职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恭祝皇后娘娘新年大吉 蒋皇后冷冷望着鸡飞花 这丝根本没有下跪的意思 甚至都没有在自己的面前牵称奴才 这胆大妄为的东西真是罪该万死 她虽然心中恨极了鸡飞花 可是最多也就是将鸡飞花 晾在面前继续站着 也没有其他报复鸡飞花的手段 鸡飞花当然能够察觉到 蒋皇后对自己的不满 唇角露出微微一笑 即便是蒋皇后生为女人 也不得不承认 鸡飞花的笑容比女人还要妩媚迷人 拥有着颠倒众生的魅力 如此妖孽 难怪皇上会沉迷于她 蒋皇后冷冷道 鸡公公今儿怎么有空 其实一早就想着过来给皇后娘娘拜年 可是这两天皇上总有差遣 所以才耽搁了 鸡飞花缓步来到一旁的井凳之上坐了 她才不会等到蒋皇后赐座 此人的狂妄可见一斑 蒋皇后的情绪再起波澜 胸膛一起衣服 几乎到了发作的边缘 鸡飞花道 昨儿飞花跟着皇上一起去了 飘渺山给太上皇拜年 蒋皇后装出默不关心的样子道 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鸡飞花微笑道 皇上和太上皇的事情 皇后娘娘都不关心 那么您到底关心什么 停顿了一下 低声道 莫非是太子的事情 蒋皇后宛如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尖叫起来 怒吃到大胆 鸡飞花知道自己说中了蒋皇后的心事 不要得呵呵笑了起来 蒋皇后气得凤木圆针 咬碎银牙 恨不能冲上去将鸡飞花的舌头割掉 可是她不敢 即便是她敢 也没有这样的实力 鸡飞花道 其实皇后娘娘乃是六宫之主 即便是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 蒋皇后怒道 鸡飞花 新年一时 你来本宫这里说这番话 究竟是何居心 鸡飞花微笑道 咱家是什么居心 皇后娘娘不明白 可皇后娘娘是何居心 咱家却清清楚楚 你 鸡飞花道 皇后娘娘在文才人入宫仪式上出力不小 不愧为后宫之主 母仪天下 心胸广阔 蒋皇后怒道 够了鸡飞花 你无需对本宫冷嘲热讽 极尽进挖苦之词 本宫知道皇上对你宠信有加 可是这后宫之中还由不得你放肆 鸡飞花 鸡飞花 鸡飞花微笑道 皇后娘娘大概忘了 您是因何而当上的皇后 蒋皇后对她怒目而逝 她能够当上皇后自然是因为皇上 可是皇上登基 却是因为鸡飞花 如果不是鸡飞花筹划了这次宫廷政变 也许龙叶林至今 还是一个被废的前太子 苦苦挣扎于西江那偏僻之地 她又怎么可能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鸡飞花道 文太师他们为了说服皇后娘娘 促成文才人入宫 也算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飞花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消息 有人说 皇后娘娘促成文雅入宫 他们便会支持大皇子登上太子之位 蒋皇后颤声道 你胡说 她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怒气 当时他们之间的确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可如今随着明月宫的焚毁 文雅的死去 昔日的默契也成为一场空谈 鸡飞花道 大家都是明白人 不该说的话咱家从来都不说 皇后娘娘一直将咱家视为最大的敌人 可您有没有想过真正的敌人是谁 皇上最近正在考虑历四之事 文太师和几名官员在昨日向他敬言 建议皇上尽早将太子的位子定下来 知不知道他们极力推荐的究竟是哪位皇子 蒋皇后用力咬咬嘴唇 她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事实上龙夜灵从来不将朝廷上的事情告诉她 自从龙夜灵登基之后 他们夫妻之间的交流已经是越来越少 鸡飞花道 你可能还不知道 文博远在私下里和三皇子偷偷结拜了兄弟 他手中的神策府 就是为了三皇子龙亭镇秘密准备的敬畏军 蒋皇后此时脸色已经变得苍白 鸡飞花虽然没有将事情挑明 可是她已经知道文成焕这个老贼背信弃义 并没有按照当时的承诺 支持她的宝贝儿子登上太子之位 鸡飞花意味深长道 不是每个妃子都有机会做皇后 也不是每个皇后都有机会做太后 蒋皇后的内心如同被人用刀狠插了一记 嘴唇都已经被她的牙齿咬出血来 鸡飞花的这番话虽然刺耳 可说的却句句是真 倘若三皇子龙亭镇当了太子 那么以后成为太后的那个人绝不会是自己 她闭上双目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 过了许久 方才缓缓睁开双目道 鸡飞花 你在本宫面前搬弄是非 意图挑唆我们皇家内部分争 怂恿他们兄弟不和 若是让皇上知道 他一定会要了你的脑袋 鸡飞花淡然道 皇上有这样的心思已经不是一天了 可咱家仍然活得很好 蒋皇后望着这个狂妄的宦官 心中复杂到了极点 愤怒 悲哀 无奈 这种种的滋味交杂在一起 当真是五味俱全 奴大欺主 如今的鸡飞花 根本对她毫无畏惧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情面都不给她 鸡飞花刀 杂家为了皇上鞠躬尽罪 死而后已 历经千辛万苦 冒着万夫所指的罪名 方才换得皇上今日九五至尊之位 然而杂家的一番苦心 却没有得到皇上的体恤 皇上对杂家多番猜忌 连同全德安文成换那帮卑鄙小人 设下层层阴谋 意图置我于死地 杂家如何能不心冷 蒋皇后道 这番话你应该去跟皇上说 心中却暗在惶恐 难道鸡飞花产生了对皇上不利的念头 鸡飞花道 杂家有几句肺腑之言 想说给皇后娘娘听听 不知娘娘愿不愿意听 蒋皇后沉吟了一下 终于还是缓缓点了点头 鸡飞花道 皇上猜忌忠良任用奸逆 绝非大康之福 倘若他一心想要对付杂家 那么大康的数百年基业 必将毁于一旦 蒋皇后听出他话里的威胁含义 产生道 你想怎样 他毕竟还是一个富道人家 跟鸡飞花这种绝代枭雄相比 无论心计还是手段 都不可相提并论 鸡飞花道 杂家得到消息 皇上已经准备立三皇子为太子 三皇子心胸狭窄 为人心狠手辣 若是他当了太子 未尝不会重现陛下 对付昔日太子的一幕 蒋皇后倒吸了一口冷气 真要是龙亭镇当了太子 恐怕就再没有他们母子的好日子过 鸡飞花绝非威严耸听 当年皇上登基之前 就下手杀掉了大康太子 他的亲兄弟龙叶庆 皇室之中哪有什么亲情可谈 可是鸡飞花此人 狼子野心 主动找到自己 无非是想要利用他们母子 可转念一想 在朝中大臣多半支持龙亭镇的情况下 他们母子务必要找到一个 强有力的靠山 除了鸡飞花之外 又似乎没了更好的选择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FM